龙晨耳语一番,徐明露出一个高兴的表情,说道,多谢武王,沈大人那边我也不耐烦,特别是那个孟兰,伶牙俐齿的,我说不过他,您帮我跟他讨价还价。 龙晨笑道,老徐,你这人我还不知道,你不擅长和奸商打交道,这种事情我来。 徐明嘿嘿笑道,多谢武王。 徐明往前听去,龙晨则到了偏院等着。 徐明到了前厅,见到身穿孔雀绿高岭金山的孟兰,身边跟着一个侍女。 徐尚说,孟兰见徐明过来,起身吟吟一败。 徐明笑呵呵回礼,孟兰掌柜请坐。 孟兰重新坐下来。 徐明开口问道,掌柜今日来有何事? 孟兰笑音音说道,今日奉了沈大人之命,想来问问公布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 您知道的,乾隆堂那边从公布拿了好几个新产品了,我们这边聚金堂一个都没有。 万金楼接手天下会的产业后,沈万金不可能称呼自己为天下会, 也不敢称呼自己为万金楼,于是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做聚金堂。 徐明从龙城和女帝那里得了指令,说多和龙帮做生意,少和沈万金做买卖。 女帝这样做,只是不想万金楼做大,并不知道龙城和龙帮暗地里有交易。 徐明不知道缘由,她只是奉命行事,也不想多问。 孟兰这么说,徐明有些为难地说道,哎呀,这个最近实在没有新东西可以给啊。 孟兰问道,尚书大人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如果总是不给我们新产品,我们沈大人只能面胜禀报了。 这个话不过是说说而已,沈万金根本见不到女帝。 不过,徐明不知道沈万金的真实身份。 她以为沈万金真是尹卫副统领。 如果沈万金是尹卫副统领,那面圣事没问题的。 徐明为难地说道,这个,哎呀,是有一个新东西,不过还不成熟,如果掌柜得着急,倒是。 孟兰听说有新东西,大喜道,先给我们就行,日后徐尚书再改进。 徐明想了想,说道,这个,掌柜还是随我来,先看看再说,如果合适就行,如果不合适还是算了。 孟兰高兴地起身,说道,劳烦尚书大人给妾身看一看。 徐明挠头,说道,好吧,掌柜的随我来。 徐明起身往后院工房走去,孟兰跟在身后,侍女也跟了过来。 走到后院门口,牙医将侍女拦住,说道,工房重地,外人不得入内。 侍女焦急地说道,我是掌柜的护卫,形影不离。 孟兰停下来,说道,你在这里候着,公布重地,不得放肆。 侍女无奈,只得在外面等候。 徐明带着孟兰到了偏院,说道,掌柜的请,东西就在里头。 孟兰有些奇怪,这里静悄悄的,哪有什么东西? 徐尚书。 徐明呵呵笑了笑,说道,掌柜的进去便知。 工布是重地,孟兰倒不担心徐明暗算。 孟兰走进别院,见到一个男子站在那里,正是龙晨。 徐明已经把门关了,自己先跑了,让龙晨和孟兰讨价还价。 是你,你敢让徐明替你牵线搭桥? 孟兰见到龙晨,着实吃了一惊。 龙晨笑道,徐明这人木讷不善言辞,你来找他要东西,他不想跟你讨价还价。 我骗徐明说,我来替他讨价还价,他巴不得我来。 他不知道,我真正的目的是。 孟兰警觉地环顾四周,说道,你不怕被人看见? 龙晨笑道,我在这里当过尚书,有没有人我最清楚? 你放心,此处此时,只有我们二人。 孟兰这才放心下来。 孟兰说道,楼主让我来要一个新产品,你们的产品都给了龙帮,我们聚金堂什么都没有。 龙晨说道,好说,正好公布有新东西。 不过嘛,沈万金这人多疑,你回去提一个条件。 如果龙晨这么爽快地就给了,沈万金会怀疑的。 龙晨这样做不是小气,而是为了孟兰好。 孟兰也知道沈万金的性格,问道,什么条件? 龙晨说道,我知道,你们万金楼在西夏还有堂口,我希望出兵的时候,万金楼协助我刺杀。 孟兰说道,这个事情我只能禀报,答应不了你。 刺杀的事情非同小可,而且,这次龙晨的目标是灭掉西夏,动作会很大。 这么大的行动,孟兰做不了主,只能禀报沈万金定夺。 龙晨亲了孟兰一口,说道,不急,你回去先禀报。 孟兰点头,出了偏院。 到了外头,徐明还在等着。 见孟兰笑盈盈出来,徐明不知道龙晨说了什么,但估计是谈妥了。 掌柜的谈好了。 徐明笑问道。 孟兰说道,说了,我王说具体的事情,他会和沈大人面谈。 听说龙晨要和沈万金面谈,徐明很开心,这样安排最好。 徐明最不耐烦,和别人见面还嫁。 那便好。 徐明陪着孟兰回到前厅,侍女还在门口等着。 多谢徐尚书,切身先回去了。 孟兰笑盈盈带着侍女上了马车回四方楼,徐明拱手一拜,送孟兰出去。 坐在马车里,孟兰正惊微坐,侍女在旁边问道,掌柜,公不答应了吗? 这个侍女是沈万金安排的,有监视的意思。 孟兰也很清楚这一点。 没有,徐明说龙晨恩要和楼主亲自谈。 孟兰脸色阴沉地说了一句。 马车回到四方楼,孟兰下了马车,直接走进后院阁楼。 沈万金正在和又轩商议事情。 楼主? 沈万金抬头看到孟兰进来,说道,坐吧,公不怎么说? 孟兰站着没坐,说道,徐明说龙晨恩有交代, 如果我们要新产品,就说龙晨恩要和楼主亲自谈。 听闻此言,沈万金笑呵呵对又轩说道,如何,我没说错吧。 又轩笑道,楼主算无一策,果然如此。 孟兰面露诧异地看向沈万金。 沈万金笑道,方才我和又轩说,龙晨恩这丝不会轻易答应的。 他对天下人夸下海口,说要灭掉西夏作为蒂洛西的聘礼, 应该很快就会准备攻打西夏。 我们万金楼这么好的帮手,他怎么可能不趁机利用? 孟兰恍然道,不错,西夏立国数百年,想灭掉西夏,哪有这么容易? 我们万金楼在西夏有堂口,龙晨恩肯定想依靠我们的帮助。 沈万金得意地说道,西夏和南梁结盟,龙晨恩进攻西夏,南梁必定发兵。 届时,帝洛西和帝令仪必然镇守南静,甚至女帝要亲自镇守临江城。 如此一来,龙晨恩那边连一个武皇高手都没有,他如何灭掉西夏? 所以,他需要我们万金楼的高手助阵。 又宣娇声笑道,一切都在楼主的算计当中,这次我们得狠狠载他一刀,省得看不起我们万金楼。 沈万金深知人和人之间就是利益关系,他和龙晨更是如此。 龙晨将天下会的堂口给万金楼,是因为需要沈万金联手对付天下会,还想让万金楼当党建牌。 后来天下会覆灭,万金楼没什么用了,龙晨又冷落万金楼。 好的产品卖给龙帮,不给万金楼。 沈万金想要新产品,但他一直不找龙晨,他也在等机会。 这次,龙晨当众说要灭掉西夏。 沈万金不知道龙晨打算怎么做,怎么灭掉西夏,但是他肯定龙晨需要万金楼的帮助。 西夏再差,也是一个国家,有空济和尚,德善和尚,还有高手镇国。 龙家军的武皇高手只有龙晨一个人,他需要万金楼的帮助。 沈万金也是瞅准了这个机会,所以才派孟兰去公布。 果然,龙晨提出了合作。 沈万金以为自己摸准了,却没想到龙晨把孟兰办得妥妥贴贴。 告诉徐明,我愿意和龙晨好好谈谈。 沈万金笑呵呵说道,他觉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种感觉很好。 孟兰拜道,属下遵命,这就回复徐明。 沈万金却摆摆手,说道,不,明日再回复,省得他以为我们很着急。 孟兰佩服的拜道,楼主英明。 沈万金挥挥手,孟兰退出阁楼。 从阁楼出来,孟兰又乘坐马车回了京师的一家客栈,如归客栈。 这家客栈原本是天下会的产业,在京师属于最好的客栈。 万金楼接收以后,沈万金让孟兰当客栈的掌柜。 回到如归客栈,孟兰让侍女退下,自己回了房间。 把门关上,孟兰把衣服换了。 孟兰一直担心丝巾的水渍会渗出到马面裙,好在没有。 沈万金以为自己算对了,却不知道都在龙城恩的掌握之中。 刚才沈万金的算计都在龙城的意料当中, 孟兰发现老谋深算的刺客之王在龙城面前不过如此。 可惜,孟兰悠悠叹息一声,她只能偷偷摸摸。 孟兰走后,龙城才从偏殿出来。 徐明在外头候着。 武王,事情我已经谈妥了,后续我会和沈大人面谈。 今日之事,你我知晓即可,无需告诉他人。 徐明拜道,下官知晓,多谢武王。 徐明只想好好在公布做事,不想和商人谈生意。 龙城能出面和沈万金面谈,这是最好不过。 我走了,不用送我。 龙城仍旧从后门出去,骑马回武王府。 到了府上,和军逃过来牵马,龙城回到后院。 张倩五人在密室修炼,加上天气冷了,院子里安静了不少。 前几天,宫女太兴奋,想方设法钻进龙城的被窝。 龙城把他们收拾一顿以后,全都老实了。 进了书房座下,龙城铺好纸张,开始筹划组建新军的事情。 灭西夏必须有火器,否则军队无法以优势结束战争。 既要灭掉西夏,又要保存实力。 还有一个问题,西夏的高手不少,已知的武皇高手有石乐、空技、德善、石浩然。 不知道会不会有隐藏高手,这个尚不知晓。 逢何再查,还没有定论。 此外,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西边的乌斯国。 乌斯国和西夏都尊崇佛门,据说西夏的佛门是从乌斯国传来的。 上次乌斯国的祭司还到了西夏,受到石乐的盛大欢迎。 龙城这边的优势在于几个。 一是东周国力强盛,龙家军在玉佛关休养很久,战斗力没问题。 二是北方的草原归属图之,是龙城的盟友,到时候可以一起出兵夹击西夏,让西夏无法全力迎战龙城。 三是火器,龙城手里有新式武器,可以杀实了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就是张倩他们,如果他们能突破五皇境界,自己这边到时候有五个高手。 再加上万金楼的刺客,豆匠可以完全碾压西夏。 正是因为这些优势,龙城才敢当众说要灭掉西夏。 龙城在纸上写下此战的关键点。 第一,组建新军,第二,占领镇国寺。 列出关键节点后,龙城仔细制定每个节点的作战计划。 支呀! 书房的门推开,一个人走进来。 龙城没有抬头,继续制定作战计划。 今晚吃面吧,给我煮点羊肉汤。 龙城一边写着,一边说道,始终没有抬头。 要吃点羊肉补补吧。 听到声音,龙城连忙抬头,却见地令仪站在旁边。 他以为进来的是苏友荣,没想到是地令仪。 你怎么来了? 龙城诧异地问道。 地令仪把门关了,冷冷走过来,看着龙城说道, 哦,你这意思是不欢迎我来。 龙城放下毛笔,笑道,怎么会? 窈窕公主,我心思知,辗转反侧,妩媚求知。 地令仪鄙视道,演技不错呀,装得挺像。 和你娇弟弟的未婚妻亲热的时候,想到我了吗? 地令仪说话的语气非常酸, 听得龙城牙齿都酸了。 哎,我也没办法,四公主的性格你清楚。 龙城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地令仪比一道,你这个浪子,我若不来,你还能想起我。 龙城叹息道,青青紫巾,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昔。 我一直想着公主,只是我不敢去啊。 你想想,如果我去了北宫,四公主肯定会发现的。 地令仪秀眉一条,冷笑道,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复兴汉! 龙城无奈地笑道,圣上赐婚,我和四公主名正言顺,如何是我复兴? 不如这样,我们到凤鸣宫面圣,请求圣上再赐婚,将三公主一起赐予我。 地令仪冷冷笑道,好啊,我请求母后将我赐婚给你。 那我请问五王大人,你拿什么给我当聘礼啊? 南梁给我当聘礼? 呃,龙城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这个,也不是不行,只要三公主能说服圣上,将你赐予我。 我一定灭掉南梁,给三公主做聘礼。 地令仪来劲了,说道,好,我等一下就回去跟母后说。 龙城知道地令仪在说笑,不再搭话。 地令仪见龙城不说话,冷哼一声,气呼呼地回宫了。 唉,真难办。 龙城叹息一声。 北境燕门关 耶律宏被杀后,涂枝成为草原的新蝉于燕门关附近平定。 原本,这里有十万驻军,现在只剩下一千不到。 守军平日也很清闲,就是维护燕门关的城池,晚上关门,白天开门,让商旅进出。 因为涂枝和龙城关系好,现在蛮族只要不携带兵器, 可以自由赶着牛羊马进入燕门关到封沙楼做买卖。 大洲的商人也可以进入草原收买药材皮草。 燕门关变得很热闹。 封沙楼在燕门关南边不远处,此时也恢复了热闹。 封沙楼也给了天下会,沈万金接手后,让千金史之一前程负责封沙楼,生意慢慢恢复了。 不是前程会做生意,而是燕门关变好了,任何人掌控封沙楼都能赚到钱。 满足卖货的人和万金楼进货的人络绎不绝,封沙楼十分热闹。 三个头带斗笠遮面的人站在封沙楼不远处看着。 燕门关秋天封沙大,很多行人戴面罩,他们戴着斗笠遮面也很正常。 封沙楼原本陈东负责的堂口。 一个苍老的男生从斗笠下发出,此人正是四方楼的老丈房老张。 这个叛徒还在京师,没死。 又一个苍老的男生从斗笠发出,此人身材肥胖正是西封城的老邱。 老张透过斗笠沙漫望着封沙楼说道,这里只有一个前程,万金楼的千金石,我们三人进去,可以迅速杀了他,然后从容而退。 龙城袭击天下会以后,老张已经查清楚了万金楼的事情。 老邱看向另一个身材矮一个头的人,问道,中枢狼,你觉得呢? 这个被称为中枢狼的人,微微摇头,斗笠沙漫在风中晃了晃。 不要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前程不过一只蝼蚁,不用理会。 等找到教主,我们和龙城恩,沈万金算总账。 斗笠下传出来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年纪四十多岁。 老张冷笑道,对,小不忍择乱大谋,让他们多活几天,先办正事。 三人望着封沙楼看了一会儿,然后翻身上马,过了燕门关,进入草原。 京师,武王府。 龙城在书房继续制定作战计划。 何君陶从前院进来,拜道,大人,四方楼来人了。 龙城点头道,好,我就来。 龙城和孟兰商量好了,如何对沈万金说,今日沈万金也该派人过来了。 龙城换了一身衣服,到了前院客厅。 嗯?你怎么来了? 孟兰身穿一套紧身的旗袍,勾勒出风鱼的身材,外面一件外套。 这两套衣服都是龙城设计的,卖得很好。 客厅里没有其他人,孟兰娇笑道,怎么,不想见我了。 龙城走上前,笑道,掌柜如此娇艳,我怎么会不想见。 孟兰说道,楼主让我送信过来,说要和你当面谈。 龙城笑道,好,我和沈万金面谈。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俩是不是先坦诚地谈一谈。 龙城伸手去解开旗袍的扣子,孟兰慌忙拉住,说道,不行,我要带你过去,万一被楼主发现,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真的,这旗袍紧身,很容易看出问题。 龙城放开孟兰,笑道,那就走吧。 两人一起出了客厅。 到了门口,何君陶牵马过来。 孟兰乘坐自己的马车在前面,龙城骑马在后。 走过热闹的街道,龙城到了四方楼。 沈万金的贴身侍卫,黑风见龙城来了,笑呵呵迎接道,晓得见过武王。 龙城下马,孟兰也从马车下来。 楼主在哪里? 龙城不跟黑风客套。 黑风笑道,在阁楼,武王请随晓得来。 孟兰没有跟着进去,而是让黑风带路。 上了阁楼,见到沈万金坐在那里,旁边站着一个娇艳风骚的女子,正是又轩。 武王大驾光临,欢迎欢迎。 沈万金笑呵呵起身迎接。 龙城笑了笑,在客位坐下来,说道,每次都是,我来找楼主,楼主何时能到寒舍坐一坐? 按理说,沈万金应该上门找龙城才对。 龙城现在全清天下,沈万金不过一个刺客而已。 沈万金呵呵笑道,不跟武王绕弯子,不是我不想到武王府做客,是不敢。 说出来不怕武王笑话,过去的事情不光彩,我现在几乎都在这里待着。 我的仇家太多,想我死的人太多了。 武王可以问问黑风,这些时候,我杀了多少刺客。 虽然女帝对外宣称沈万金是尹魏的副统领,但这些话只对一般人有用。 那些有神通的人,他们知道沈万金的底细,仇家自然就上门了。 沈万金接手天下会的产业后,就在四方楼坐镇指挥,轻易不出门。 龙城也知道其中缘由,所以才会屈尊到这里来见面。 刺杀楼主?这不是班门弄斧,自寻死路。 龙城笑呵呵打去。 沈万金身为刺客之王,居然也有担心被刺杀的一天,这事到争乱了。 沈万金摇头笑道,没办法呀,上了五王的贼船,下不来了。 龙城笑道,楼主这话说得不地道,我将天下会的产业送予楼主,这价值数百万斤的好处,如何成了贼船? 如果楼主觉得这些产业爱手,不如现在送还给我。 沈万金这是捡了便宜卖乖,天下会那么大的产业,沈万金还说上了贼船。 别人刺杀沈万金,那是他自己以前结下的仇,和龙城没什么关系。 又轩在旁边一直偷看龙城。 比起年过半百的沈万金,龙城才二十多岁,正是年轻力壮,意气风发之时。 又轩看得心里有些花痴了。 他跟着沈万金并不是因为沈万金长得多好,而是看重沈万金的权势。 眼前的龙城比沈万金更有权势,还可以为帝洛西攻灭西侠,这样的男人哪里找? 五王说笑了,我付出这么多,现在还给你,岂不是太亏了? 沈万金当然舍不得这些产业。 天下会的产业逐渐步入正轨,沈万金开始赚钱了。 每天的进账数以万金,这样的日子太舒服了。 楼主这是消遣我。 龙城笑了笑,他只是说说而已,沈万金不可能舍得归还。 黑风送了茶过来,沈万金说道,这是好茶,五王尝尝。 龙城笑了笑没有喝,他不信任沈万金。 沈万金也不介意,说道,我的生意还得靠五王照顾,这些时候龙帮势头很猛,公布给了龙帮很多东西。 反观我们聚金堂,公布可是一点东西,没给啊。 当初是我们帮着五王灭掉天下会的,现在得到好处的成了龙帮,五王做事不仗义。 龙城笑了笑,说道,原本公布的东西卖给天下会,楼主接手的时候,事情比较混乱,公布又急着出货,只能找龙帮。 我们不可能等着楼主,让东西烂在仓库里。 这话半真半假,公布急着出货是一方面,龙城想打压沈万金也是一方面。 沈万金说道,五王说得不错,那时候确实理由不歹。 但我聚金堂现在不如正轨了,五王是不是能给我们新东西? 龙城说道,这个我现在已经不掌管公布,此事恐怕要胜上首肯才行。 沈万金喝了一口茶,冷冷笑了笑,说道,五王何必兜圈子, 给不给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 说吧,五王要什么条件?我也是生意人,来去明白。 万金楼收钱杀人,习惯了利益交换,龙城这样做,沈万金并不反感,还很喜欢。 有利益交换,事情才显得真实可靠。 龙城笑道,楼主爽快,我也不说虚的。 我要对膝下动手,需要你们协助刺杀。 沈万金笑呵呵放下茶盏,终于到了谈生意的时候。 杀谁?杀几个?你给我多少好处? 沈万金轻车熟路,开始计算价格。 龙城说道,杀云城的守将,谁镇守云城,你就杀谁,将领全部杀掉。 沈万金微微诧异,他原本以为龙城要他刺杀西夏的高手,比如空绩,德善他们。 没想到,龙城的目标居然是云城的守将。 不过,沈万金很快明白过来。 空绩和德善他们不好刺杀,沈万金确实没把握能杀掉空绩和德善,说了也白说。 而云城不一样,那里的守将肯定是高手,但不会太厉害。 沈万金有把握刺杀。 云城的位置也很特殊,只要杀了云城的守将,到时候蛮族就可以攻破边境,长驱直入西夏腹地,再次威胁新庆城,影响整个战局。 目标可以接受,你的出价呢? 沈万金接了这个单子,现在轮到龙城出价了。 龙城说了云城这个目标,他不担心沈万金会泄露。 作为刺客之王,如果连这点职业操守都没有,那就别干了。 最重要的,沈万金要靠着龙城赚钱,他的大本营也在东周。 如果沈万金出卖龙城,等于自断财路。 所以,龙城很明确地说了自己想要什么。 沈万金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目标,他有把握杀掉云城的守将。 单子接了,轮到龙城出价了。 三个新产品,只给楼主,低价出货。 龙城给出了自己的筹码。 沈万金皱眉道,才三个。 龙城笑了笑,说道,楼主,不要太贪心,三个产品,利润有多高? 你以后就知道了。 沈万金摇头说道,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准,我现在觉得出价太低,我不接受。 龙城知道沈万金老谋深算,说道,西夏的战士还在准备,没有这么快。 新产品,我从明日开始供货,楼主可以先卖货,看看利润到底够不够。 如果楼主觉得利润不够,到时候再谈。 这个提议很合理,沈万金说道,好,五王这样说就合理了。 明日我去公布进货,先看看利润情况。 咱们细水长流,我也不是贪得无厌之人。 龙城呵呵笑了笑,说道,这个我知晓,楼主的人品信得过。 那就先这样说,告辞了。 龙城起身,沈万金说道,黑风,恭送五王。 黑风立即送龙城出了阁楼,又将马迁过来,送龙城出了四方楼。 阁楼上。 右轩说道,楼主,龙城恩会不会打什么鬼主意? 杀一些无名守将,用得着我们出手。 右轩和沈万金一样,以为龙城会让万金楼刺杀西夏高手。 没想到最后的目标,居然是云城的守将。 沈万金说道,西夏原本有不少高手,但被龙城恩杀了。 朝提四三节,两个死于他手,一个被策反,成了真佛寺的方丈。 如今的西夏,只剩下几个高手了,这几个人都是位高权重,刺杀哪有这么容易。 如果龙城恩要我刺杀那几个,我不会接受。 如果龙城让沈万金刺杀空气、得善和食了他们几个,沈万金不会接单。 刺杀这几个,沈万金必须亲自出手才能成功。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沈万金可以坐在四方楼收钱,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挣钱? 原来如此,这个龙城恩是不是算准了楼主的心思? 沈万金脸色一沉,转头看了一眼右轩。 右轩立即跪下磕头,属下该死。 右轩的话有贬低沈万金的意思,沈万金不高兴。 退下! 沈万金冷冷说了一句,右轩立即爬出了阁楼。 龙城从四方楼出来,回头看了一眼牌楼上的字。 四方楼三个字已经改了,改成了聚金堂。 曾经的四方楼就这样消失了。 除了一些叫习惯了的没改口,其他人也不称呼四方楼了。 物是人非啊! 龙城微微感叹一声。 当初击败坐镇四方楼,搅弄天下风云,把龙城打成重伤,逼迫东周退还镇国寺。 转眼间,四方楼换了主人。 世事总是难料。 龙城骑马离开四方楼。 早上起来,龙城一跃上了屋顶。 站在屋顶,望见城外的枫叶红透,秋风吹过,望见层林浸染,分外妖娆。 龙城惊叹秋天的美景,想着是不是找摩羯喝一杯茶。 罢了,回去准备炼新军的事情。 灭西夏的事情提上了一程,龙城要抓紧时间,不能耽搁。 从屋顶下来,苏友荣正在亭子里晒太阳,手里坐着女工,几个宫女在旁边学刺绣。 张倩他们怎么样? 龙城走过去,苏友荣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说道, 出来吃了饭,又回去修炼了。 他们说,大人的心觉很有用,张倩和楚楚有突破的迹象了。 婷婷好像速度慢一点,湘芸也慢一点。 白婷婷和吴湘芸的底子最差,他们两个修炼速度慢在情理之中。 好,劳烦姑姑看着那边。 大人放心。 龙城回了书房,继续完善作战方案。 聚金堂。 女掌柜孟兰在门口指挥伙计,将从公布运来的新产品入库。 龙城给徐明说了, 沈万金派孟兰到公布进货。 第一批货物已经运到聚金堂。 三种货物要分开储存,不好弄魂了。 再抽出一些样品,给楼主看看。 孟兰非常娴熟地指挥,火机按照吩咐忙活着。 又轩在楼上看着楼下的孟兰,眼神冰冷。 和公布打交道,是个肥差,又轩一直想要过来。 但是沈万金说,孟兰和龙城,公布更熟,不让他接手。 所以,又轩看孟兰不顺眼。 正当伙计清点货物的时候,又轩看到东边走来六个汉子,穿着打扮,像是大洲东边的。 汉子找到卸货的伙计说着什么,好像是问路的。 又轩看了一眼,便回方打扮去了。 楼下,孟兰抬头看了一眼离去的又轩,心中骂道, 贱人。 他知道又轩在偷看,也知道又轩以为自己和他争宠,想讨好沈万金。 却不知道,孟兰现在和龙城打得火热,根本不屑于讨好沈万金。 请问这个大哥,我想问一下,金师有没有一位大人,他长得十分俊朗。 孟兰转头看向东边,六个身材健硕的汉子正在向伙计打听人。 伙计听了汉子的话,不耐烦地说道,兄弟,金师的大人多了去了,长得俊朗的人也多了去了。 你这样问我,我怎么回答你? 旁边一个老城的伙计笑问道,兄弟,那位大人姓甚名谁? 你说出来,我们还能给你指一条路。 你只说那位大人长得俊朗,如果说要找俊朗风流的,你去武王府找就是了。 伙计们跟着一起哄笑,对,金师最俊朗的便是武王。 你们这样子,难道也和武王有救? 不要看不起人,说不定真认识武王呢。 汉子被一阵奚落,搞得脸上十分尴尬。 身后的汉子说道,头儿,算了吧。 这样问下去,怎么找到那位大人? 领头的汉子正是齐文海,原本前将军贺林县的捕头。 龙臣承传到精灵的时候,遇到了复仇的齐文海。 龙臣觉得齐文海此人正气,坚毅,便想收留他们。 龙臣让他们回乡料理完后,就来金师找龙臣。 当时因为要隐藏身份,龙臣没有告知齐文海自己的姓名身份。 齐文海一行人回乡,将李云豹等人押送回贺林县,当年轰动大洲的案子结案。 他们又祭拜了族人,和家里说好后,便以礼到了金师来找龙臣。 但到了金师后,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伙计哄笑之时,孟兰却走过去,问道,你们找的人对你们说过什么? 孟兰见齐文海几人身上有正气,不是闲杂之人,便开口询问。 齐文海见孟兰穿的衣服和气质明显不同,应该是管事的。 那位大人是我们的恩人,恩公让我们到金师来找他,他只说了,是朝廷的人。 齐文海恭敬地行礼拜过。 孟兰问道,他未曾说名字和职务,也未曾说到何处寻他。 齐文海尴尬地说道,未曾。 孟兰觉得好奇怪,哪有这样的?那人长什么样? 孟兰问道,既然不知道官职姓名,那就只能凭借长相找人了。 齐文海有些为难,他是捕头,给人画像没问题。 但他能察觉出来,龙臣当时刻意隐藏了身份,齐文海不知道能不耐把龙臣的模样画出来,会不会给龙臣带来麻烦。 见齐文海犹豫,孟兰说道,金师人口百万,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寻人? 齐文海和身后的兄弟商议后,说道,能否借纸笔一用? 孟兰让伙计拿来纸笔,齐文海铺好,按照记忆中的模样,将龙臣画出来。 很快,龙臣的画像出来了,虽然很粗糙,但孟兰一眼便认出是龙臣。 你们来找武王? 孟兰诧异地问道,齐文海愣住了,身后的弟兄也呆住了。 武王?当今武王龙臣安吗? 齐文海惊讶地问道,龙臣封王和赐婚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了。 他们没想到,那个船上遇到的恩公,居然是龙臣。 身后的一个汉子不敢置信地问道,您不会看错了吧? 孟兰觉得好笑,他和龙臣什么关系,怎么可能看错? 不会错,你们去武王府找就对了。 这条路往南,第三个路口左转,就能看到一座大宅子,那便是武王府。 孟兰非常确定地说道, 齐文海见孟兰如此笃定,心中激动地拜道,多谢指点。 孟兰笑了笑,回了一礼。 齐文海带着五个弟兄,按照孟兰的指点寻找。 不多时,他们就到了武王府门口。 抬头看着气派的门楼,身后一个精干的汉子说道, 头儿,我们没找错吧? 当时那人真是武王。 此人是齐文海的副手官月。 齐文海咽了口唾沫,他也很难相信自己,居然能遇到武王龙臣。 看看就知道了。 齐文海鼓足勇气,走到镶着铜钉的大门前,伸手抓起兽手门环,用力地敲了敲。 砰砰砰。 沉闷的敲门声响起,齐文海退了两步,紧张地等着门内的回应。 身后几个弟兄也很紧张,都在等着。 大门慢慢打开,一个仆人走出来,见到齐文海六人,问道, 你们敲门的? 齐文海恭敬地上前拜道,这个大哥,我们是前将军赫林县的捕快。 仆人听说是捕快,更加觉得稀奇,问道,你们是捕快? 那你们可知道这是哪里? 齐文海陪笑道,在下知道这是武王府。 仆人趾高气昂地说道,知道是武王府,你们还来这里? 难不成武王府有贼人? 齐文海慌忙拜道,大哥,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前些时候在南京遇到了一个恩人, 他说,让我们到京师找他。 我们打听了一下,这个恩人可能是武王。 仆人看着齐文海几个人不像是骗子, 而且,谁敢来武王府招摇撞骗? 哦,你们叫什么? 仆人不傻,立即询问齐文海的名字。 齐文海拜道,在下前将军赫林县齐文海。 仆人点点头,说道,你们等着。 关了门,仆人立即找到何君陶。 何君陶立即到了后院,进了书房, 龙城正在完善作战方案。 大人,门外有人自称前将军赫林县捕头, 叫做齐文海,说是与大人有救。 龙城正在计算攻打郑国寺需要兵力, 听到何君陶的话,龙城立即放下毛笔。 这个齐文海,现在才到。 龙城一直记得齐文海。 本来,龙城想让西场的人盯一下, 只要齐文海到了京师,立即禀报。 后来龙城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齐文海是捕头。 一个捕头,如果连龙城都找不到, 那这个捕头就太差了。 何君陶见龙城如此说, 立即说道,属下让他到客厅等候。 龙城理了礼衣服,笑道,不用,我亲自去。 齐文海来了,龙城很高兴。 出了书房,走到大门口, 仆人慌忙开了门。 龙城就看到齐文海六人忐忑地站在门口。 见到龙城出来时, 六人脸上同时露出震惊之色。 岂不脱,你总算来了。 龙城笑呵呵走过去, 齐文海六人慌忙行礼拜道, 晓得拜见武王。 龙城扶起齐文海六人, 笑道,这些虚理免了, 我等你好久了,怎么今日才来。 齐文海正想解释, 龙城却拉着他进了大门。 走,到里面说,外面风大。 龙城引着六人进了客厅坐下, 何君陶亲自泡茶过来。 龙城说道, 君陶把他们的行李都拿到客房去。 何君陶立即让人接了行李, 又让人安排好客房。 上次客船一别, 我一直等着你们过来。 龙城拿起茶盏, 示意大家喝茶。 齐文海立即拿起茶杯喝了茶, 其他五个弟兄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齐文海说道, 我们从船上下来后, 带着李云豹一干人回到了贺林县, 和县令大人做了交割, 结了案子。 结案以后, 我们各自回家了, 这些兄弟跟着我多年在外, 又在家里住了一些时日。 所以今日才到, 让五王久等了。 龙城点头道, 也是, 你们在外追凶数年, 该和家人团聚一下。 今日来了便好, 现在我府上住下,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去处。 齐文海六人皆是大喜。 龙城现在是大洲五王, 全力只在女帝之下。 有龙城的举荐, 他们可以平步青云。 多谢五王。 六人起身行礼拜谢。 龙城笑道, 别客气了, 都是熟人。 我给你们接风洗尘。 厨房做好了饭菜, 龙城好好宽带一番。 齐文海六人就在府里的客房住下。 第二天早上, 龙城换了一身正式的衣服, 从卧室走出来, 苏有龙问道, 大人今日要出去。 龙城说道, 对, 我要出去一趟, 张倩那边你看着点。 张倩五人还在密室修炼, 龙城担心他们太着急出问题。 苏有龙说道, 放心吧, 我看着呢。 龙城走出后院, 到了前院, 何君陶走过来。 齐文海他们呢? 在客房呢, 我去叫他们。 何君陶立即去客房, 找齐文海几人。 昨晚上说好了, 今天带他们去刑部某个差事。 上次折花仙弟子小林, 霍乱经师的时候, 龙城就觉得, 刑部的击补丝很差, 一直想把刑部的击补队伍建起来。 刚好, 齐文海六人干这个的, 龙城打算推荐他们到刑部。 龙城站在门口, 小虎正在练武, 画在旁边看着。 打完了一套拳法, 小虎又开始练习枪法。 枪是百兵之王, 战场上最常用的兵器就是长枪, 龙城让小虎练习霸龙枪法。 很快, 齐文海六人跟着何君逃到了门口。 五王。 六人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 但看起来还是很破旧。 这些年, 他们在外追捕李云豹, 几乎没有收入, 衣服自然好不了。 君逃, 你去给他们买两套好的行头。 何君逃败道, 遵命。 齐文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不好意思地说道, 忘了, 换一套好衣服了。 龙城笑了笑, 说道, 走吧, 今日去刑部。 听说去刑部, 六人都很开心。 他们本就是捕快出身, 去刑部刚好合适。 马已经准备好了, 龙城走在前面, 齐文海和观岳在身后, 其他人在马上看着繁华的京师, 感叹京师就是好。 这么好的马, 估计要一百两银子。 身后的汉子摸了摸马身, 他第一次骑这么好的马。 这好像是草原的战马, 上好的。 旁边的汉子说道, 走过街道, 到了刑部门外, 牙翼刃的龙城, 慌忙进去禀报。 龙城刚下马, 直接往里走, 就看到刑部尚书吴文靖小跑出来, 身后跟着刑部侍郎马涛。 原来的刑部尚书致逝了, 吴文靖接了尚书的职务, 原本的郎中马涛升任侍郎一职。 听说龙城来了, 吴文靖吓得岛履相迎。 拜见五王。 吴文靖和侍郎马涛恭敬的行礼。 龙城笑道, 吴尚书多礼了。 吴文靖连忙请龙城到客厅坐下。 吴文靖带路, 龙城和齐文海几人到了客厅坐下来。 龙城坐了主位, 吴文靖在侧面坐下来, 对面是齐文海六人。 五王今日到刑部, 不知有何事。 吴文靖曾被龙城抓过, 差点小命没了, 他现在看到龙城, 心里发怵。 龙城笑道, 今日来刑部, 实乃有事相求。 吴文靖吓了一跳, 慌忙说道, 不敢不敢, 五王请吩咐。 龙城看着齐文海六人说道, 这六位是前将军赫林县的工人, 这位是捕头齐文海, 那位是副捕头官院。 六人一起起身, 对着吴文靖拜道, 拜见尚书大人。 吴文靖立即扮起身子环礼, 多礼了。 吴文靖身为尚书, 几个小小的捕快, 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样回礼, 看的是龙城的面子, 齐文海几人心中也很清楚。 他们几个, 是我再去精灵的路上遇到的, 他们为了追捕一个凶手, 舍弃了工门的职务, 费了六年时间, 才将贼人抓获。 我想着, 刑部也需要这样的干将, 便带他们过来见吴尚书, 想在你手下谋个差事。 龙城把事情的原委说了。 吴文靖恍然道, 哦, 原来是你们, 我听说了, 那贼人是李云豹, 残杀过很多人。 没想到你们和武王认识啊, 刑部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干将。 龙城一说, 吴文靖就想起来了。 钱将军将齐文海几人的事情, 上报到了刑部, 吴文靖当时就想重用, 但钱将军说, 齐文海几人不打算当捕头了。 吴文靖当时觉得奇怪, 这么好的捕头, 为何不当了? 现在终于知道了, 原来齐文海投奔了龙城。 背靠龙城这棵大树, 赫林县那个小衙门自然看不上。 武王, 正好下官这里有个缺, 吉普斯缺一个郎中, 齐文海正好合适。 下官想让齐文海担任吉普斯郎中, 您觉得怎么样? 龙城看向齐文海, 等齐文海自己决定。 齐文海闻之大喜, 刑部吉普斯郎中是郑无品的官, 他一步登天了。 县里的捕块和捕头, 其实算礼, 不算官, 没有品级, 不是朝廷命官。 而郑无品的吉普斯郎中, 是有品级的官, 齐文海一下从临时攻成了金官, 这是一步登天。 齐文海立即拜道, 小得愿意。 龙城笑道, 那就多谢吴尚书了, 吉普斯郎中是郑无品的职位, 我会向吏部说一声。 郑无品的官员任职, 需要吏部的任命。 齐文海从未当过官, 从一个小小县里捕头任职郎中, 这不符合升迁规矩, 必须由龙城向吏部打招呼。 吴文静拜道, 多谢吴王体谅, 下官资历尚前, 吏部那边如果由下官去说, 百里尚书未必答应。 吴王去说, 那自然水到去成。 吏部尚书百里兵是女帝的人, 和龙城关系也很好, 龙城去说此事, 绝对能成。 齐文海高兴得像做梦一般, 那你们就留在刑部, 跟着吴尚书做事, 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要辜负吴尚书的信任。 齐文海六人起身败道, 定不辜负尚书大人。 吴文静笑呵呵说道, 不不不, 不是我的美意, 是吴王的美意。 说了一会儿其他闲话, 龙城起身离开了刑部, 齐文海六人就留下来, 当天就走马上任, 先熟悉事情。 有龙城这层关系, 六人在刑部自然吃得开。 龙城从刑部出来, 直接到了吏部。 六步在一起, 走不到几步就到了。 进了吏部, 差人急忙报知百里兵。 很快, 百里兵走出来迎接。 吴王今日如何得空来我这里? 百里兵笑盈盈走出来。 龙城笑道, 百里尚书掌管大洲官吏升迁处置, 平时忙得很, 我向来又不敢打扰。 百里兵请龙城坐下, 笑道, 吴王这就说笑了, 我这个衙门管天管地, 还能管到吴王头上? 龙城是王爵, 比四位公主高半级, 百里兵肯定管不着。 龙城笑道, 谁说管不到, 我今日就是有事相求的。 百里兵笑道, 稀奇啊, 吴王从未替人说过情, 今日居然有了。 不知道是哪位女将, 又或是谁家的闺女长得好看。 百里兵这是打趣, 龙城笑道, 百里尚书过分了, 本王正经人, 被你说成什么了? 是这样的, 我上次精灵之行, 遇到了贺林县的捕头一行, 可能你也知道, 就是齐文海。 我看他们尽忠职守, 人不错, 就推荐他们去了刑部。 吴尚书说, 基布斯郎中一直空缺, 但任职还需你这边同意, 我就过来求个情。 听完龙城的话, 百里兵点头道, 哦, 齐文海啊, 我看过钱将军的书报, 追凶六年的那个。 郎中是郑无品, 此事还需上奏圣上知晓。 齐文海本是能人, 又有武王举荐, 圣上应该会准的。 我这边会曹你一份奏报, 圣上同意后, 即刻发任职文书给刑部。 人没问题, 又有龙城的举荐, 百里兵乐地做个顺水人情。 反正女帝一定会同意。 那就多谢百里大人。 龙城笑呵呵, 行礼谢过。 白里兵笑道, 武王何必客气, 这点小事, 武王如果和圣上说一声, 也就可以了。 一个无品的郎中而已, 龙城完全可以和女帝说一声, 刑部直接任职。 龙城笑道, 凡是讲规矩吗? 白里兵笑道, 那是武王做事向来守规矩。 说了一会儿闲话, 龙城出了力步, 转身到了兵部。 兵部的衙役见到龙城过来, 他们真的吓得屁滚尿流。 所有人都知道, 龙城和王威的关系什么样。 曾经, 龙城将王威光着身子绑到了兵部, 狠狠揍了一顿。 王威最后进攻告欲状, 女帝迫于压力, 罢免了龙城的兵部尚书职位。 所以, 龙城和王威是有夙愿的。 牙翼禀报进去, 兵部侍郎方玉, 慌慌张张进了王威的房间, 惊慌地说道, 大人, 武王来了。 听到这话, 王威蹭地一下, 站起来, 手中的毛笔掉在桌檐上, 毛笔旋转一下, 落在地上, 王威的衣服沾了一大片黑墨。 龙城安? 他来做什么? 你们是不是得罪了武王府? 王威吓得慌忙自查。 王威是兵部尚书, 龙城是武王, 总领大洲兵马, 两人的事情有交叉。 事情有交叉, 就容易有矛盾。 王威担心兵部的人做事不仔细, 哪里得罪了龙城? 方玉摇头说道, 没有, 绝对没有。 属下千丁万主, 兵部任何人不可以得罪武王府, 绝对没有得罪之处。 方玉说得非常笃定。 王威稍微安心了一点, 弯腰捡起地上的毛笔, 说道, 那就好, 只要我没没错, 就不怕他。 走, 随本官出去看看, 这个武王到底想干嘛? 王威给自己壮了壮胆, 大踏步往客厅走去。 到了客厅, 见到龙城坐在主位, 两个从事在旁边小心伺候着。 王威心头微颤, 快步走进去, 拜道, 下官拜见武王。 龙城扫了一眼王威, 笑了笑, 说道, 王尚书请坐。 这里是兵部, 本是王威的地盘, 但龙城却让王威坐下。 王威乖乖坐下来, 小心地问道, 武王今日来, 不知有何事。 龙城说道, 自然是公事。 王威努力挤出一点微笑, 说道, 是啊是啊。 王威是里程道安插在东周的间谍, 龙城当初识破了, 并成功策反了王威, 成为了这边的人。 王威对龙城的畏惧, 八分是真的, 两分是装的。 我向圣上秉奏, 要灭掉西夏, 作为四公主的聘礼。 灭西夏自然需要兵马, 不是空口白话能灭掉的。 我已经秉明圣上, 要组建一支新的军队。 圣上命我便宜行事, 但我想着此事关系到兵部, 所以过来和王尚书知会一声。 龙城慢慢说着, 王威慢慢点头, 表示确实如此。 女帝已经知会过王威, 说龙城要组建新军, 准备灭掉西夏, 请兵部全力配合。 此事圣上已经说过了, 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王威非常恭敬, 生怕龙城不高兴。 龙城笑了笑, 说道, 好,没有别的事情了。 龙城起身往外走, 王威恭敬地送到大门口, 看着龙城消失在视野里, 这才松了口气。 总算把这个煞心送走了。 王威捏了把汗, 忍不住用袖子擦了擦额头。 侍郎方玉走过来, 问道, 大人, 武王没有为难我们吧? 王威摆摆手, 说道, 没有, 还是那个事情, 圣上命他组建新军, 他跟我们知会一声。 你记住了, 不管龙城安要什么帮助, 兵部一定要全力配合。 如果我不在, 你先做了再说, 千万不能给他把柄。 方玉点头道, 大人不必吩咐, 晓得心中有数。 方玉身为兵部侍郎, 很多事情都是他经手, 他做事更加小心。 王威抬头看了看偏西的日头, 说道, 我先回去了。 方玉拜道, 大人慢走。 王威乘坐马车出了兵部, 缓缓回到了家里。 进了家门, 大门关上, 小妾凤竹出来迎接。 大人今日回来这么早? 凤竹样子很热情, 也很骚气。 王威知道这是李承道 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案子, 用来监视自己的。 今日兵部没什么事情, 回来早些。 王威进了书房, 凤竹跟了进来。 王威说道, 你出去吧, 我想些事情。 凤竹依依不舍地出了书房, 王威关了门, 拿出一个小纸条, 写下一段乱七八糟的符号, 意思是, 龙承恩组建新军, 准备进攻西夏, 女帝已首肯。 写完后, 王威在书房里待了一会儿。 看看天色黑了, 换了一身衣服, 出了书房。 让王马子把马车赶过来, 用另一辆, 我出去一趟。 王威对管家说道, 管家心领神会, 立即让王马子准备一辆不起眼的马车。 王威上了马车, 王马子也知道, 这时候去哪里。 天都黑了, 除了烟纸巷, 还能去哪里? 马车缓缓往烟纸巷去。 进了烟纸巷, 王威的马车停在了一处青楼, 门上写着云影阁。 王威从马车走下来, 左右环顾一下, 抬脚进了门。 老宝子见王威来了, 非常热情地招呼, 王大人, 有些时日没来了。 王威呵呵笑道, 秦真娘子呢? 老宝子立即说道, 马上过来, 王大人请到雅阁座。 王威进了专门的雅间, 两个婢女先伺候着。 这个雅间坐得非常奢华, 外面有晴桌, 茶台等物, 中间一道屏风隔断, 后面是一张榻。 鸟鸟地镶点着, 两盆炭火烧的通红, 偶尔有微微的火星, 随着热气升腾而起。 王威坐下来, 等着秦真过来。 房门拉开, 一个身材窈窍, 面容清秀的女子走进来。 此人是云影阁头牌秦真娘子。 秦真拜见大人。 秦真款款一拜。 王威笑道, 娘子请坐。 秦真坐下来, 对两个婢女说道, 你们出去吧。 两个婢女起身出去, 将房门关上。 王大人有些时候没来了。 秦真替王威倒了一杯酒, 双目寒情地看着王威。 王威心中暗道, 这个贱人逢场作戏好真实。 这个秦真是李承道在京师的联络人, 只和王威一个人联系, 属于单线。 王威是李承道打入东周最高级别的间谍, 又是兵部尚书这个关键位子, 意义非凡。 李承道对王威这条线非常小心。 有事就来, 无事来多了容易让人起疑心。 王威平时故意装作很小心, 尽量不和秦真见面。 秦真却说道, 大人这样反而让人生疑, 既然大人喜欢我, 就该有空就来, 这样才显得真实可信。 如果有事才来, 更容易暴露。 秦真是王威专用的联络线, 直达李承道。 他们两人的公开关系是相好, 王威是包养秦真的金主。 所以, 秦真才会说王威应该经常来, 而非需要传递消息才来。 王威微微点头, 说道, 是我疏忽了, 以后常来便是。 秦真点点头, 问道, 大人有重要消息。 王威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竹筒, 竹筒上有风靡。 这个, 王威将竹筒给了秦真。 秦真小心收了, 说道, 龙承恩当朝说要灭掉西夏, 可我看他最近都在武王府待着, 并未有起兵的迹象。 莫非龙承恩说的是假的,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王威兵部的消息要往李承道那里送, 秦真身为间谍也会收集情报给李承道。 王威说道, 龙承恩说的是真的, 女帝和龙承恩已经开始商议, 组建新的军队。 秦真说道, 龙承恩做事真真假假, 真假难辨, 我们无法判断, 只能将知道的消息传回金陵城。 他们想不明白龙承的心思, 只能将消息传递给李承道。 至于真假, 就让李承道判断吧。 王威点头道, 还是你想得通透,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便是。 秦真笑了笑, 说道, 那我陪大人喝酒吧。 王威拿起酒杯慢慢喝着。 等时间到了, 王威就出门回去。 马车离开云影阁, 缓缓往大门驶去。 晚上一般人不得离开胭脂巷, 王威是兵部尚书, 有特权, 离开不是问题。 马车缓缓驶出大门的时候, 不远处的龙承手中一把折扇, 缓步往望秦阁走去。 走到云影阁门前, 龙承只是看了一眼, 并未进去, 而是继续往前走。 到了望秦阁, 月娘热情地迎接。 五王来了, 娘子在楼上等着呢。 在月娘热情地引路下, 龙承上了五楼, 进了姬仙仙的房间。 里面灯火通明, 窗户却关着, 五楼也没有其他人。 坐下来后, 月娘拜道, 五王是独自待一会儿, 还是?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常, 龙承还是来了望秦阁。 这也是给姬仙仙打个掩护, 让人觉得姬仙仙还在望秦阁。 不用管我, 我自己就好。 月娘拜了一拜, 退出了房间。 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动, 只是姬仙仙和衙儿他们已经不在了。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龙承叹息一声。 时候不早了, 龙承脱了衣服, 坐在床上。 姬仙仙用过的被子, 枕头都还在。 穿过的睡衣和裤子也在衣柜里挂着。 龙承躺在床上, 盖上被子, 慢慢睡去。 第二天早上, 龙承骑马回到武王府。 正好遇到齐文海几个, 收拾东西出门。 武王。 六人高兴地拜见。 你们今天到刑部去吧。 龙承下马, 和军逃把马, 迁到马就去。 齐文海回到, 对, 刑部那边安排了住处, 我们也想早日过去办事。 龙承理解齐文海的心情, 也不挽留。 好好干, 有空可以回来。 龙承拍了拍齐文海的肩膀, 齐文海拜道, 多谢武王。 六人拿了东西, 往刑部去。 龙承回到后院换了巢符, 立即往凤鸣宫去。 很快, 龙承到了凤鸣宫外。 转个弯, 迎面撞见迪瓦。 迪大人。 龙承上前打招呼。 来找圣伤。 迪瓦笑盈盈打招呼。 劳烦迪大人通报一声。 龙承笑呵呵说道。 迪瓦说道, 武王进去便是, 无需禀报。 龙承地位特殊, 不向其他大臣见女帝, 先必须禀报一番。 多谢。 龙承自己进了御书房。 女帝正在看奏折, 见龙承来了, 说道, 坐吧。 龙承坐下来, 女帝说道, 临江城和采石城送来情报, 说李承道有集结兵马的迹象。 看来, 李承道打算侧应西夏了。 女帝将手中奏折递给龙承。 龙承看了奏折, 采石城的李仙南和临江城的公孙明 都送来了军报, 说李承道在集结兵力。 龙承说道, 我当众说, 要灭西夏平南梁, 就是为了让他们集结兵力。 南梁经历过数次大战, 损失惨重, 金陵承又刚刚内战过一次。 现在又集结兵力, 国内的百姓必定怨声载道。 兵者鬼道, 按理说, 龙承不该说出自己的打算。 龙承这样做, 是为了消耗西夏和南梁。 龙承只是动动嘴皮子, 西夏已经大规模征兵了, 所有精锐军队都往镇国四季节。 南梁也是, 兵部正在动员国内百姓练兵。 而东周这边, 百姓过得好好的, 没有丝毫动荡。 女帝点头道, 不错, 天下会用毒物杀了精灵城数万百姓, 还有许多中毒残疾, 百姓的怨言很大。 李承道没有杀光天下会的人, 反而用他们重组天下会, 百姓私下的议论很多。 如今又开始征兵, 南梁确实骚动不安。 龙臣放下奏折, 说道, 西夏立国数百年, 想灭掉他,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定要经历数次大战。 微臣打算明日开始在玲珑阁秘密练兵, 对外则诈称闭关修炼。 女帝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龙臣说道, 准备好了。 女帝笑道, 朕还以为你这些时候都在和他们私混呢? 龙臣尴尬地笑道, 圣上这是取笑微臣了。 龙臣在府里酒驰肉铃, 女帝当然知晓。 不过他并不介意, 身为帝王, 这种事情看得过去。 还有一事, 微臣举荐了贺林县捕头到刑部担任基布斯郎中。 此事虽小, 龙臣还是如实禀报, 省得被人打小报告。 女帝说道, 朕知道了, 刑部和利布都说了, 朕看过齐文海的文册, 此人可用。 刑部的基布斯也该找个能人了, 今时几个案子都压着没有侦破。 龙臣到刑部打了招呼, 刑部马上向女帝禀报。 女帝看过齐文海的资料, 为了追捕凶手, 能坚持数年, 这样的人可用。 他手下的那一帮兄弟也很不错, 任职基布斯郎中足够。 虽说这个事情有龙臣的关系, 但只要事情能做好, 谁当都一样。 龙臣说道, 微臣也是这么想的, 今师的治安如果不好, 百姓会有怨言, 朝政也不稳。 女帝说道, 正准了, 需要什么? 你上奏便是。 龙臣拜道, 微臣谢圣上, 微臣告退。 龙臣出了御书房, 骑着马回武王府。 龙臣从凤鸣宫出来, 回到了府上。 老爷这么晚才回来。 何君逃迁了马, 龙臣下来, 说道, 圣上有事情交代, 所以回来晚了。 回到后院, 苏友荣立即端来晚饭。 你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马上去玲珑阁, 可能要很久才回来。 龙臣一边吃饭一边说。 苏友荣问道, 怎么去玲珑阁? 玲珑阁是打造兵器的地方, 龙臣身为武王, 统领大洲兵马, 不应该做这种小事。 龙臣说道, 圣上的旨意, 你收拾就是。 女帝有旨, 苏友荣便不再多问, 立即回房, 替龙臣收拾东西。 吃过晚饭, 龙臣到了别院的密室。 按了开关, 密室大门缓缓打开, 龙臣走进去, 看到五人盘腿打坐。 张倩和吴楚楚恋得最快, 龙臣站在旁边, 能感觉到真气流动。 白婷婷现在成了最慢的, 毕竟她底子差, 资质也不如其他人。 龙臣坐下来, 陪着五人一起打坐。 不知过了多久, 张倩从入定中醒来, 看到龙臣在旁边。 傅隽, 你怎么来了? 张倩才发现龙臣在密室。 我来陪陪你们, 我马上要去玲珑阁组建新卷, 你们继续在这里修炼。 对外头, 也说我在这里修炼。 龙臣不想让人盯着玲珑阁, 故意放一个烟雾弹。 张倩点头道, 好, 我知道了。 龙臣看了看其他四人, 嘱咐道, 婷婷看着点, 让她不要急, 修炼这种事情欲速则不达。 龙臣担心白婷婷胡来, 最后搞得走火入魔。 张倩点头道, 知道了, 放心吧。 龙臣出了密室, 此时已经瞅时末。 回到后院, 苏友荣已经准备好东西了。 大人, 东西备好了。 好, 我现在就走, 对外就说我在密室闭关。 知道了, 龙臣自己拿了东西, 徒步连夜出了五王府。 走到西城门, 龙臣直接越过去, 不和守军碰面。 从西门到玲瓏阁不远, 龙臣拿着东西到了山下。 守军发现了龙臣, 见楼上的公母手立即弯弓对准。 谁? 守军立声呵斥。 龙臣慢慢走过去, 说道, 我, 龙臣恩? 守军以为自己听错了, 贺问道, 谁? 龙臣又走了几步, 火光照亮了脸, 守军终于看清了, 慌忙败道, 败见五王。 龙臣说道, 别声仗。 大门打开, 龙臣进了玲瓏阁。 进了客厅, 公孙玲瓏穿着拖鞋走出来, 头发有点乱。 你怎么来了? 大半夜的。 公孙玲瓏揉了揉眼睛, 样子看起来很疲惫。 打铁的活不好干, 都是体力活, 忙了一天都很累。 龙臣说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 要在玲瓏阁组建新军。 公孙玲瓏挠头说道, 那也不用半夜来啊, 搞得跟做贼一样。 龙臣说道, 练兵的事情要保密, 你让我大摇大摆过来, 让天下都知道我在玲瓏阁。 想想也是, 此事确实要保密, 公孙玲瓏让人安排房间, 给龙臣住下。 西宫。 蒂洛西披着一件衣服, 站在花园, 看盛开的秋菊。 白色的霜铺满了乌瓦, 枯枝上也剁了一层银色。 万木枯黄, 百花凋零的时节, 菊花却银霜绽放, 红黄的花瓣镶着银霜, 煞是好看。 何静以无情与盖, 菊蚕有有傲霜之。 蒂洛西想起了龙臣迎送过诗句, 感觉十分应景。 公主, 早上天寒, 注意不要着凉了。 清月从身后走过来。 蒂洛西笑道, 清月, 我是武将, 这早上一点寒气就着凉, 你把我当什么了? 蒂洛西是武将, 平时领兵打仗, 风吹日晒, 大雨暴雪, 什么天气没见过。 清月的话让蒂洛西觉得好笑。 公主, 现在不一样了, 要养好身子, 圣上等着抱皇孙呢。 悬疑走过来, 笑嘻嘻地说道。 蒂洛西笑骂道, 两个小蹄子都来消遣我。 她在家里干嘛呢? 也不来看我。 蒂洛西算了算日子, 龙晨有些时候没来了。 清月说道, 听说在家里闭关修炼呢, 她想让张倩他们突破。 蒂洛西点点头, 说道, 也是, 西夏的高手不少, 她一个人对付不来。 蒂洛西本打算去武王府的, 她有点怀念。 玲珑阁的早上和京市有些不一样。 深秋的北风呜呜地吹进来, 火炉的热气抵消了北风的寒冷, 整座玲珑阁温暖如春。 龙晨从房间里出来, 公孙玲珑 换上适合打铁的紧身衣服, 出了房间。 两人走在路上, 公孙玲珑问道, 你打算如何练兵? 我的武王大人。 龙晨只让公孙玲珑锻造兵器, 练兵的事情还没有说过, 所以他这样问。 龙晨心中早有盘算, 问道, 我的人到了没? 这段时间, 龙晨暗中挑选了一批人, 进入玲珑阁, 作为新军的兵员。 这些人以玲珑阁工人的名义进入, 公孙玲珑负责接收。 公孙玲珑说道, 都在后山, 我专门留了地方, 总共八千人。 龙晨说道, 人到齐了就行, 吃完早饭立即开始训练。 原本, 龙晨打算训练十万新兵, 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十万新兵, 兵员是一个问题, 兵器也是一个问题。 锻造枪炮的钢材要求很高, 一个玲珑阁根本建造不了那么多兵器。 所以, 龙晨最后只招募了八千人。 玲珑阁的早饭很简单, 肉食油水很多, 龙晨吃得感觉有点腻。 这里打铁是体力活, 饭菜必须肉多油腻, 否则没力气。 吃完后, 龙晨和公孙玲珑一起往后山走去。 这支新军我打算命名为雷火银, 由你担任统领。 龙晨边走边说, 公孙玲珑问道, 圣上同意了? 龙晨说道, 没有, 这些都是小事, 圣上让我便宜行事, 军队的名称和统领, 我有权任命。 老祝国一直希望你能成为大将, 公孙家扬名,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火药有多厉害, 你也看到了, 你做这个统领, 必定横扫天下。 老祝国帮了我很多, 我投桃报李。 原本龙晨打算让独孤嘉丽 担任雷火银统帅的。 后来想想, 独孤嘉丽如果抽走, 那龙家军的公母银就没有统帅了。 公孙玲珑负责铸造枪炮和火药, 知道其中原理, 让他担任刚好。 同时也报答一下公孙玲。 来到大洲以后, 公孙玲帮了龙晨好几次大忙。 龙晨把雷火银统领给公孙玲珑, 就是报答公孙玲的恩情。 公孙玲珑脸色突然变得不高兴, 问道, 你让我担任统领, 就是为了报答我爷爷。 龙晨愣了一下, 没想到公孙玲珑会这样问。 让公孙玲珑担任雷火银统帅, 是为了报答公孙玲。 龙晨实话实说, 公孙玲珑却不高兴了。 作为情场高手, 报答你的恩情,你的是天大的恩情。 公孙玲珑生气的脸被逗乐了, 笑骂道, 你知道四公主怎么说你吗? 龙晨说道, 身材伟岸, 相貌堂堂, 一枪杀敌百万。 公孙玲珑撇撇嘴, 鄙视道, 说你就是个浪子, 满嘴假话。 龙晨搂住公孙玲珑, 笑道, 玲珑姐姐, 我何曾骗过你? 公孙玲珑皱眉骂道, 我比你小, 什么姐姐? 公孙玲珑修的脖子都红了, 怒道, 你再这样, 我把你赶回去, 讨厌不讨厌。 龙晨笑道, 不闹了, 先干正经事。 两人走了一会儿, 才到天机山的后山。 这里在北面, 是一个山谷, 山上的树都砍光了, 只有一些灌木。 深秋时节, 草木枯黄, 阴面晒不到太阳, 白色的霜度在山谷上。 油水的地方结上了冰, 看起来十分寒冷。 为什么不在南边? 南边至少有日晒, 不会这么寒冷。 公孙玲珑说道, 这个地方正好是山谷地形, 适合隐藏, 四周设置绍岗, 就可以做到保密。 还有一点, 山谷地形可以隐藏声音, 火枪的声音很大, 大炮发射的声音跟打雷一样, 外面很容易听到。 公孙玲珑的考虑很周全, 想到了保密和消音。 龙晨略微诧异道, 看不出来你考虑还挺周全。 公孙玲珑不爽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好操吗? 我是个女孩子, 心思肯定比你熄灭啊。 龙晨不想惹公孙玲珑生气, 立即说道, 不是这个意思, 平时看你做事大开大合, 没想到也有绣花功夫。 公孙将军粗中有谢, 我很佩服。 公孙玲珑还是感觉这话乖乖的, 说道, 你再敢讽刺我, 小鞋我废了你。 公孙玲珑脸上露出一丝邪笑。 龙晨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玲珑, 玩笑归玩笑啊, 好好说话, 不能乱咬人。 公主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练成枯木丹, 废了我, 看你怎么交代。 公孙玲珑冷笑道, 怎么交代? 我就跟公主说, 有人想图谋不轨, 我就废了他, 就这么简单。 龙晨说道, 不闹了, 下去吧。 龙晨不想真把公孙玲珑惹怒, 万一这货来真的? 到了谷底, 龙晨见到了挑选的八千新兵。 谷底有很多砖房, 新兵就住在里面。 这里以前是玲珑阁存放物资的地方, 我清理出来当作营房, 玲珑阁前面的气温高一些, 这里秋冬季节还是很冷。 一般的帐篷根本无法预寒, 必须住在房子里, 这也是我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龙晨点点头, 说道, 挺好的, 营房靶场都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龙晨事先交代过的, 公孙玲珑全部照做。 公孙玲珑很听龙晨说的话, 不管在床上, 还是在其他事情上。 校尉选出来了吧? 选出来了, 按照你的意思, 分为两个兵团, 一个火枪军, 一个天雷军。 公孙玲珑立即找来三个人, 这位是当今武王。 公孙玲珑先介绍龙晨, 三人立即拜道, 末将拜见武王。 龙晨点点头, 说道, 免礼。 公孙玲珑说道, 武王刚来, 你们各自介绍一下自己。 三人拜道, 末将护巧彤拜见武王。 龙晨仔细打量护巧彤问道, 你是火枪军的校尉? 护巧彤拜道, 是。 龙晨点点头, 护巧彤退下。 第二个女将走上前, 拜道, 末将月思思, 拜见武王。 龙晨微微点头, 你也是火枪军校尉? 月思思拜道, 是。 龙晨点头, 月思思退下, 第三位女将上前拜道, 末将梅玉, 拜见武王。 你就是炮军的校尉了? 梅玉拜道, 是。 龙晨微微汉手, 三个校尉都见过了。 很好, 本王今日正式任命你们为雷火银校尉, 公孙将军是你们的统帅。 雷火银由龙晨组建, 龙晨又总领大洲兵马, 有权任命校尉。 三人一起拜道, 多谢武王。 又转身对着公孙玲珑拜道, 末将拜见将军。 公孙玲珑点点头, 龙晨继续说道, 好, 所有人列阵集合, 本王有话说。 三个校尉立即回去, 命令所有人集结列阵。 很快, 八千雷火银新军列阵完毕。 火枪营七千人, 炮营一千人。 火枪是绝对的主力, 炮兵不需要那么多人, 因为大炮的数量有限。 龙晨登上江台, 公孙玲珑站在身后。 龙晨扫尸底下, 高声说道, 我是龙晨恩, 大洲武王。 听闻龙晨到了, 新兵纷纷看向江台。 龙晨的传说, 他们听了很多, 今日才得意见。 这些人看龙晨的眼光有好奇, 也有崇拜。 你们在这里集结, 是为了训练了一支形式的军队。 你们不是步兵, 不是骑兵。 你们的兵器, 不是大刀长枪, 也不是公母。 你们的兵器, 是本王发明的一种新式兵器, 叫做火枪, 火炮。 你们要学会使用这种新式的武器, 你们将成为大洲, 成为全天下, 最精锐的军队。 你们将在本王的带领下, 灭西夏, 灭南梁。 只要你们跟着本王, 努力训练, 奋勇杀敌。 你们当中, 将有很多人败将封侯。 龙晨在将台上说得慷慨激昂, 公孙玲珑听得热血沸腾。 但底下的新兵却面面相去, 众人露出不敢相信, 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的表情。 我们成为最精锐的军队。 最精锐的不是荣家军吗? 武王说, 有新式的兵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玲珑阁专门锻造神兵利器, 可能有厉害的兵器吧? 再厉害的兵器, 我们也成不了最精锐的军队啊。 武王说, 我们可以败将封侯? 听一听就好了, 别当真。 底下新兵的样子, 让公孙玲珑很尴尬。 龙晨说得这么好, 他们却这个样子。 公孙玲珑看向龙晨, 本以为龙晨会觉得沮丧, 却发现龙晨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这些新兵的反应, 在龙晨的意料当中。 他们都是临时挑选的, 甚至有些从未当过兵。 要将他们训练成最精锐的军队, 这很难让人幸福。 我知道, 你们在怀疑我说的话。 我也知道, 你们很多人没当过兵, 没打过仗。 但是没关系, 我会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敢说, 你们会成为最精锐的军队。 说完, 龙晨回头和公孙玲珑说道, 让测试场的人拿一些碎发枪和炸药过来。 公孙玲珑马上明白了龙晨的意图, 立即回去找人搬东西。 龙晨站在江台上, 等着公孙玲珑拿东西过来。 底下的议论声还在继续, 龙晨并不介意。 怀疑不相信是正常的。 他们没有见过火枪, 也没有见过火炮, 更不知道火药的威力。 龙晨听着台下的议论声, 起初并未在意。 但是慢慢的, 五王好晒气啊。 还有你说, 圣上赐婚的。 啊? 圣上何时赐婚的, 和谁啊? 公主啊, 四公主,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进入这里的时候, 圣上还没有赐婚啊。 五王不是太监吗? 听着底下的议论声, 龙晨心中暗道, 果然,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龙晨也不管, 随他们八卦自己和蒂洛西的事情。 过了会儿, 公孙玲珑带着测试靶场的公务手到了。 一起带过来的, 还有十只碎发枪和两坛火药。 大人, 东西到了。 公孙玲珑走过来, 他这时候的称呼非常正经, 没有任何嬉闹, 龙晨也不和他说骚话。 叫场之上, 主将不威严, 无法捅兵。 龙晨对着台下的新兵贺令道, 全部散开, 中间流出一块空地。 护巧同三人立即指挥阵列散开, 中间流出三十多米的空地。 龙晨指挥测试手将两坛炸药, 小心地搬到中间放好。 再找了一甲和木头人摆在周围, 就像上次给女帝展示一样。 一切准备就绪, 测试手跑过来拜道, 一切就绪。 龙晨点点头, 对着台下的女兵说道, 这就是本王发明的新武器, 火雷。 本王让你们看看, 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 龙晨看了一眼测试手, 测试手立即小跑过去, 将炸药的信箱点燃, 然后快速跑回来。 公孙玲珑下令军队在退后二十米, 隔着五十米的距离, 所有人静静地看着中间的东西。 他们很好奇, 龙晨到底要给他们看什么东西?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大家都在等着。 哄! 突然一声巨响, 信箱烧完, 毯子爆炸, 周围的翼甲和木头人被炸得飞起来。 新兵被突然起来的巨响吓得惊叫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想? 翼甲居然被碎裂飞起来了。 这威力比床子弩更恐怖。 床子弩只是穿透力厉害, 这东西把翼甲炸碎了。 这到底是什么? 武王刚才说了, 是火雷? 什么是火雷? 我怎么知道? 就在新兵议论纷纷的时候, 龙晨重新开口, 说道, 刚才你们看到的, 就是我说的火雷? 公孙将军, 再让他们掩饰碎发枪。 公孙玲珑立即让射击手立好靶子, 然后并排站着, 端起碎发枪瞄准。 短短一根烧火棍一样的碎发枪, 对准了远处的靶子。 新兵饶有兴致地看着碎发枪, 又开始议论。 这个是什么? 弩机吗? 不对吧, 我没有看到弓弦和弩剑。 那是什么? 很像吹剑啊。 不是吹剑, 吹剑必须用嘴吹气, 才能将箭头吹去去。 射击手准备完毕, 对准了靶子。 公孙玲珑下令, 射击! 啪啪啪。 一阵霹雳啪啦枪响, 碎发枪冒出一阵烟雾, 看起来更像烧火棍了。 枪响的声音掩盖了铁弹重把的声音, 大家没注意到靶子的变化都被碎发枪吸引了。 这东西看起来挺好玩的。 有点像爆竹啊, 可是有什么用吗? 爆竹就是竹子烧裂时发出的爆炸声, 听起来声音有点像。 没看到弩剑射出, 怎么回事? 不晓得啊, 我也没看见。 公孙玲珑听到他们的议论, 指着远处的靶子说道, 这个叫做碎发枪, 它射出的不是弩剑, 而是铁弹, 靶子已经被击中了, 而且被穿透。 护巧童, 你们三人将靶子拿过来, 给大家看。 护巧童三人立即跑过去, 将靶子拿过来。 众人这才发现, 靶子真的被击穿了。 真的被击穿了, 我刚才什么都没看到啊。 这种兵器也太恐怖了, 杀人欲无形啊。 对啊, 被射中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东西, 以后是我们的兵器吗? 看着众人惊献的表情, 龙臣站在江台上, 对着众人说道, 这个叫做碎发枪, 是以后火枪军的兵器。 碎发枪用的也是火药, 它射出的不是弩箭, 而是铁弹, 能穿甲, 能杀人欲无形。 火雷和碎发枪, 这种威力恐怖的新东西, 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兵器。 到了这里, 众人终于相信了龙臣说的话。 有这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兵器, 成为最强的军队, 确实没问题。 原来我们来这里, 是为了这个。 众人感觉恍然大悟, 难怪要这么神秘, 封闭起来训练。 龙臣对着众人说道, 这是你们的第一课, 就是认识你们将要使用的武器。 那么接下来, 你们按照各自队伍, 由玲珑格的教练, 给你们讲解碎发枪和火药的知识。 玲珑格测试火枪的属手, 现在就是新军的教练了。 龙臣只有一个人, 不可能给全军培训。 公孙玲珑立即让护巧同三人, 将队伍分好, 再按照人数, 将测试首分下去, 新军的训练正式开始。 新军的训练没有那么容易, 必须从知识普及开始。 火药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事物, 他们从未接触过。 对于火药、火枪、火炮, 他们不知道兵器什么样的, 威力多大。 所以, 龙臣才会在集结的第一天, 向他们展示火药的威力。 之后的训练, 由玲珑格的射手, 讲解碎发枪和炸药的使用, 特别是安全问题。 火药绝对不能见火星, 否则炸死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龙臣站在江台上, 看着台下围在一起的新兵, 心中在思索如何加快这个进程。 他们很好奇, 独孤玲珑走过来, 看着女兵说道。 龙臣笑道, 你当初也一样, 什么都不懂, 学习新式武器需要一个过程, 急不来的。 龙臣仔细想了想, 欲速则不达, 不能强行加快练兵速度。 这样练出来的兵素质不够, 宁可多花些时间练兵, 等全部练好了, 做到一战成名。 那是, 当初不认识你古刀出来的东西。 火枪射出的铁弹无影无形, 军中甲咒轻易就破开了, 这样的军队炼成之日, 就是你无敌之时。 公孙玲珑充满期待地 看着正围着教练问东问西的女兵。 龙臣摇头笑道, 没这么夸张, 火药的纯度和威力有限, 无敌不可能。 龙臣改良了火药的制作流程, 还进行了颗粒化处理, 但威力已经到了极限。 龙臣想过更进一步, 制造出子弹。 但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这个世界的铸造工艺根本达不到。 龙臣当然可以一步步来, 从车床, 洗床这些基础的东西开始, 但这个过程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龙臣没这个耐心。 这么厉害的兵器, 足够无敌了。 公孙玲珑很有信心地继续说道, 火枪和火药出现的时候, 膝下肯定会被吓一跳。 你别忘了, 我们还有东西, 用大炮轰, 那些城墙就跟纸壶的一样。 而且, 我总觉得, 如果用碎发枪急火扫射, 武皇高手也难逃一死。 铁弹激发的速度很快, 比弓弩快得多。 弓弩的速度, 最快的也就120米每秒左右。 铁弹不一样, 速度快得多。 最重要的是, 铁弹看不见, 如果被急火, 一定会被射中。 要不我们试试吧, 你是武皇高手。 公孙玲珑笑嘻嘻地看着龙臣。 龙臣脸色一黑, 不爽地说道, 拿我当靶子测试, 你玩够了吗? 以后不想要了。 公孙玲珑被说得脸红, 脆道, 无耻。 公孙玲珑知道自己骚话说不过龙臣, 扭头走进训练场, 亲自给新兵讲解兵器的使用。 龙臣进了中军大帐歇息。 说是中军大帐, 其实也是一座房子, 这座房子原本是管后勤物资的住所。 训练慢慢展开, 新兵也慢慢熟悉碎发枪的用法。 凤鸣弓。 底腕捧着一个托盘, 上面摆着大臣的奏折。 稳步走进御书房, 女帝正在和尹凤说话。 玲珑阁那边的东西要保障好, 全部让尹未操办, 不能走漏风声。 女帝在吩咐尹凤做好龙臣的后勤保障, 人财物全部足额供应。 微臣知道, 昨天刚送了一批物资过去。 尹凤对龙臣很上心, 不用女帝吩咐, 她也会把最好的东西送过去。 女帝问道, 去看了训练进展吗? 如何了? 尹凤回道, 进展挺顺利的, 玲珑说新兵已经开始实弹射击了。 女帝点点头, 说道, 马上要下雪了, 再送一批御寒的物资过去。 御佛关的龙家俊, 他们的寒衣送到了吗? 尹凤回道, 送到了, 深秋时候就准备好了。 底腕将奏折轻轻放下。 好, 没事了。 女帝拿起奏折, 开始批阅。 尹凤退出御书房, 留底腕在房中侍奉。 镇国寺。 空气盒上穿着厚厚的僧衣, 脚下穿着皮靴, 头上戴着僧帽, 走上了镇国寺的山顶, 远眺东边的御佛关。 一夜寒风呼啸, 第一场雪落在了镇国寺。 黄墙红瓦, 被白色的大雪覆盖。 周围枯黄的大地 也被盖上了一层白色, 看起来不那么荒芜。 空气站在落满白雪的山顶, 身上大红的袈裟随风摆动, 看起来格外鲜艳。 身后, 德善身一脚浅一脚走上来, 站在空气身边。 龙承恩一直躲在京师不出来。 师兄, 你说这个死太监 是不是故意胡说八道? 德善一直盯着御佛关, 就怕龙承稿突然袭击。 就像上次一样, 龙承到了御佛关, 他们都不知道。 突入后方的石鸣 被龙承杀了得措手不及, 被临阵斩杀。 所以, 德善一直派人盯着, 却没发现龙承的半点踪迹。 绝不可能虚张声势, 他当朝说要灭我大夏, 又公然说以大夏为聘礼, 龙承恩绝对要进攻大夏。 暴风雨前的平静才是最可怕的, 龙承恩没有任何动静, 肯定在憋着坏。 再派人混入御佛关, 看看到底有没有动静。 东周京师的人撒出去, 看看龙承恩在不在京师, 在京师干嘛。 空气很确定, 龙承一定想灭西夏。 龙承没有动静, 肯定在谋划阴招。 好, 我再派人去探查。 德善望了一眼御佛关, 转身走下山, 回寺里安排。 空气站在山顶呆呆望了许久。 天上乌云低沉, 大雪又开始落下, 昏暗的天好似要塌下来一般, 乱飞的雪花落满了僧帽, 大红的袈裟也挂上了雪花。 空气抬头看了一眼昏尘的天, 心中暗暗叹息一声, 转身回镇国寺。 玲珑阁 管氏黄英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 脚下穿着靴子。 大雪到了东周, 玲珑阁虽然气温比其他地方高一些, 但毕竟是冬季, 在外面走动, 必须穿后衣服预寒。 走到公孙玲珑的窗户边上, 黄英惊奇地发现公孙玲珑鼻息很重。 因为天气寒冷, 鼻子里呼出的气成了白色。 大人, 你没事吧? 黄英迅速走到窗户前, 看到公孙玲珑脸色有些红, 额头还出了汗。 这样子看起来像寒热的症状。 生病就怕寒暴热, 十分难治。 公孙玲珑见到黄英在窗外, 脸色顿时变了, 慌忙说道, 没事, 就是这几天训练太累了, 休养一下便好。 为了预寒, 房间的窗户很小, 黄英只能看到公孙玲珑。 大人是该多休息, 这几日看您练兵着实辛苦。 黄英也很心疼公孙玲珑。 下大雪的天气, 新兵训练一刻不停, 公孙玲珑作为统帅, 自然每天都要在场。 天寒地冻, 很容易就生病了。 你走吧, 我没事。 公孙玲珑慢慢从窗户前离开。 黄英看了一眼表情怪异的公孙玲珑, 快步到了药房。 玲珑格自成一体, 为了保密, 工人不许下山, 医师药房肯定具备的。 黄英进了药房, 正有几个工人得了风寒, 正在诊断抓药。 锻造房里闷热如下, 外面则大雪纷飞。 进出的时候, 为了图方便, 经常有人简单披个外套, 很容易就动到了。 医师李子苏给一个女工诊脉, 然后抓药。 从锻造房出来, 一定要穿好衣服, 忽冷忽热, 最容易风寒。 工人拜谢道, 谢谢李医师。 等病人走后, 黄英走过去, 李子苏笑问道, 管事也生病了? 黄英坐下来, 说道, 我没事, 我担心公孙大人有事。 李子苏惊讶道, 公孙大人? 不会吧, 他身体那么好, 怎么会身体有问题? 李子苏到玲珑格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公孙玲珑生病, 身体比小牛犊还要好。 黄英却担忧地说道, 刚才我路过大人的房间, 见他趴在窗户上, 呼吸很沉重, 脸色也不好, 好像出虚汗了。 李子苏惊讶道, 不好, 肯定是最近练兵太辛苦, 他这种平时不生病的人, 一旦生病很恐怖的。 所谓所谓, 歪薄术不倒, 要罐子长寿。 经常生小病的人, 反而不容易得大病。 那些平时不生病的人, 一旦得病, 那就是病来如山倒, 非常猛烈。 是啊, 所以我才跟你说, 公孙大人倔脾气, 我说肯定不管用, 你跟我去一趟, 到房间里给他看看。 黄英说得很着急。 李子苏立即拿起药箱, 就跟着黄英出了药房。 走到公孙玲珑的房间门口, 黄英敲了敲门。 大人, 过了一会儿, 公孙玲珑打开了房门, 看样子正在换衣服。 李医师? 你怎么来了? 公孙玲珑见到李子苏过来, 感觉非常奇怪, 他怎么来了? 李子苏说道, 黄管事说大人得了寒热之症, 属下过来看看。 大人平日里不生病, 如果得病了会很严重的。 说着, 李子苏和黄英进了房间。 我没病, 我刚才就是因为天冷, 我活动了一下手脚。 公孙玲珑感觉十分尴尬, 简直没法解释。 李子苏放下药箱, 黄英弯腰捡起地上的贴身衣物, 手摸了摸, 脸色顿时变了。 李医师您看, 大人出嘘汗好严重。 大人, 您不能汇集技衣, 快坐下, 我给您枕脉开药。 我知道您在后山练兵辛苦, 武王催促也急, 可是身子搞坏了, 怎么练兵啊? 李子苏打开了药箱, 示意公孙玲珑坐下来枕脉。 公孙玲珑羞的脸皮红得不行。 我真没事, 就是活动了一下, 出了些汗而已。 公孙玲珑尽力解释, 推说运动出汗。 黄英不管, 说道, 大人怎么可能出这么多汗, 这是寒热发作出虚汗的症状。 李子苏见公孙玲珑嘴硬, 只得起身拉着他坐下来, 撸起袖子, 李子苏开始给公孙玲珑枕脉。 大人的脉搏跳动太快了。 李子苏发现公孙玲珑的心跳快了好多, 这太不正常了。 要知道, 武将的脉搏比常人要慢, 但是很有力。 就像运动员一样, 平时的心跳会比较慢, 但是很有力。 我真没事。 公孙玲珑心里把龙尘骂了一万遍, 都是他的错。 公孙玲珑慢慢平息呼吸和心跳, 李子苏眉头紧皱, 说道, 大人并未得风寒啊。 根据脉搏, 公孙玲珑应该没事。 公孙玲珑认真地说道, 早说了我没事。 你们还不信, 我的身体你们还不知道。 黄英问李子苏, 李医师, 大人真的没事吗? 李子苏眼睛疑惑地看着公孙玲珑, 说道, 风寒没有, 可是可能是我诊错了。 听到李子苏的话, 公孙玲珑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什么问题? 公孙玲珑心中暗道, 天杀的, 不会是。 黄英问道, 李医师, 什么问题啊? 你不要吓我。 公孙玲珑紧张地看着李子苏。 李子苏说道, 哦, 没什么, 就是觉得公孙大人出汗太多, 喝水太少。 将军每日练兵, 还要监督锻造房的事情, 每日出汗量太多, 记得多喝水。 黄管事, 让厨房多煮些汤给大人补补水。 黄英立即说道, 记住了。 公孙玲珑长出一口气, 说道,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李子苏奇怪地问道, 大人以为怎么了? 公孙玲珑笑道, 没什么没什么, 我会多喝水的。 李子苏收了药箱出去了, 黄英帮公孙玲珑收拾衣服。 人走后, 公孙玲珑换好了衣服, 出门往后山兵营走去。 龙承恩, 混蛋, 老娘要砍死你! 公孙玲珑怒气冲冲地往后山走去。 山谷。 新兵列阵成一排, 拿起腰间的火药倒入枪管, 然后将弹丸塞进去。 压实以后, 举起碎发枪, 对准靶子射击。 一排射击, 一排预备, 一排装弹, 以三排的形式缩短射击间隔。 新兵的动作越来越熟练, 训练的效果开始显现。 士兵开始习惯这种新的兵器, 知道激发后的射程和杀伤力。 相比于弓弩, 碎发枪的激发间隔要长得多。 熟练的弓弩手射速很快, 比枪手快得多。 新军威力最大的在于炮兵, 碎发枪熟练后, 龙晨要开始训练火炮的射击了。 护巧彤和岳思思两人 正在带领火枪兵裂阵射击, 噼啪的声音不断传来, 一阵阵烟气从枪口喷出。 龙晨啊? 正当龙晨打算把梅玉叫过来, 单独训练炮兵的时候, 公孙玲瓏从身后怒气冲冲大踏步走过来。 公孙玲瓏, 你没事吧? 没生病吧? 龙晨笑嘻嘻打趣道。 公孙玲瓏白了龙晨一眼, 专心看士兵训练, 不想和龙晨说话。 刚才太尴尬了, 居然被下属黄鹰撞见。 龙晨笑道, 都是意外, 要说有错, 坐在黄鹰不该路过。 公孙玲瓏怒道, 没有下次。 龙晨笑道, 好, 我保证以后不会有。 公孙玲瓏这才消了怒火。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 火枪兵有序地往前走, 往后退, 倒入火药, 填入弹丸, 已经很娴熟了。 他们现在的动作很熟练了, 刚开始的时候, 火药道路总是洒出来, 弹丸也放不准。 公孙玲瓏手把手, 教他们学会用火枪, 如何三点一线瞄准, 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 还需要继续射击, 给足火药和弹丸, 好的射手要用子弹喂出来。 火药道路多少, 压实的时候力度怎么样, 这些都会影响射击效果。 而这些, 都需要不停地射击积累经验。 龙晨不指望这些人多聪明, 他相信熟能生巧。 公孙玲瓏赞同龙晨的说法, 多做几次就熟练了, 兵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龙晨意味深长地说道, 都是练出来的, 百练成精兵, 士兵要练, 你也要多锻炼, 熟能生巧吗? 公孙玲瓏白了龙晨一眼, 说道, 死太监, 别以为老娘好欺负, 把老娘惹急了, 让你重新变回太监。 龙晨笑道, 好了, 不闹了, 把梅雨叫过来, 我们要开始火炮的训练。 公孙玲瓏双目圆睁, 咬牙切齿盯着龙晨半晌, 才转身去找梅雨。 望着公孙玲瓏的背影, 不能把她惹急了, 兔子急了也咬人。 龙晨摇头笑了笑, 公孙玲瓏的性格比较汉子, 再加上她是老驻国的孙女, 真正的名门之后, 大家闺秀, 性格和其他人不一样。 不多时, 火炮君校尉梅雨 跟着公孙玲瓏过来。 拜见武王, 梅雨拱手参剑。 龙晨问道, 两月的训练, 感觉如何? 梅雨回道, 很好, 末将已经可以熟练操作火枪了, 也能打准。 火枪和弓弩差别真的很大, 弹丸偏离比弓弩小, 瞄准哪里就是哪里。 羽剑重量大, 受锋力和重力影响大, 射箭的时候其实是一条弧线, 弱点不好控制。 火枪的弹药相比于弓弩, 要容易控制得多。 很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不再进行火枪的练习。 梅雨愣住了, 问道, 我们不练火枪, 那我们练习什么? 龙晨说道, 护巧彤和月思思他们是火枪军, 他们练习火枪的射击。 你不一样, 你是火炮军, 你当然要练习火炮。 进入玲瓏阁以来, 梅雨和其他人一起训练火枪射击, 还没有见过火炮, 甚至不知道火炮的存在。 龙晨这样安排, 是为了先让他们知道, 火药这些基础知识, 有个慢慢接受的过程。 现在火枪学会了, 知道火药的威力, 就该开始练习火炮了。 火炮? 梅雨疑惑地看向公孙玲瓏。 公孙玲瓏想了想,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两手比划一下, 说道, 就是很大的火枪, 很大, 弹丸也很大。 梅雨感觉奇奇怪怪的, 说道, 就是超大号的火枪。 龙晨笑道, 别听他乱说, 把人召集过来, 我们去专门的炮兵训练场。 梅雨很好奇, 这个超大号的火枪到底什么样的? 末将灵命! 梅雨立即将一千火炮兵召集过来, 跟着龙晨和公孙玲瓏到了炮兵练习场。 二十门大炮固定在车上, 一字排开, 对着远处的石壁。 每门火炮三米左右, 口径一百二十毫米, 火炮很重, 固定在一辆经过特别加固的车上。 看到火炮的时候, 梅雨和手下的士兵震撼到了。 这,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火枪? 这火枪也太大了吧, 至少需要两匹马才能拉动。 这要是火枪, 你能举起射击? 士兵议论纷纷都被大炮的尺寸震撼到了。 梅雨问公孙玲瓏, 统领, 这就是五王说的火炮? 公孙玲瓏说道, 不错, 这就是火炮, 你们可以理解为巨型火枪。 新兵见到火炮, 被巨大的尺寸震撼到了。 龙晨尽量压缩火炮的尺寸, 体积更小的火炮, 运输的时候更加方便。 但因为铸造技术和钢材的问题, 火炮的体积还是很大。 这么大的火枪, 谁能发射? 这没办法瞄准啊, 总不能蹲在炮车上瞄准吧。 这么大的火枪, 用什么弹药? 士兵看得面面相去, 不知道如何用。 龙晨说道, 这就是我说的火炮, 也是你们真正的兵器。 你们是炮兵, 不是火枪兵。 你们从今日起, 要开始训练火炮射击。 公孙统领, 让炮兵教练掩饰一遍火炮的发射。 公孙玲珑转身让炮兵教练过来。 一门炮需要八个人同时操作, 八个教练小跑过来, 对着龙晨和公孙玲珑行礼参见, 然后抬了一桶火药过来。 揭开火药桶盖子, 用木勺子将火药灌入炮糖, 再用带毛的杆子压实。 再由一个力气大的抱着炮弹塞进去, 再压实。 整个过程看得新兵目瞪口呆。 他们用火枪时, 火药只需要很少。 而火炮填装的时候, 一勺一勺的往里倒, 就跟不要钱一样。 这么多的火药, 不会把自己炸了吧? 围观的士兵看得瞠目结舌, 很担心炮管自己炸掉了。 应该不会, 这炮看起来这么结实。 装填完毕后, 公孙玲珑鹤令众人站在五米外的地方, 北面不许占人。 火炮装填完毕, 一个炮手负责调整角度, 确定了仰角后, 旁边一个人举着火把过来, 呲呲, 影线冒出白色的烟气, 火星没入炮塘。 众人好奇地看着火炮, 等待发射的瞬间, 哄, 一声巨响, 炮口冒出一阵烟气, 之后是呜呜的风声, 北面的石壁突然发出撞击声, 坚硬的石壁被砸出一个洞, 石头被砸得粉碎。 眼力好的人, 可以看到刚才的铁球砸进了石壁中。 石壁居然被砸穿了, 这威力也太大了吧? 如果打在人身上? 别说人, 马被击中也会碎掉。 这个如果用来攻城, 那城墙岂不是纸糊的? 他们立即想到攻城妙用。 不错, 可以用来攻城。 还可以用来对付重甲骑兵, 这么大的威力, 骑兵的重甲形同虚设。 他们很快想到了火炮的应用。 发射完后, 火炮教练退到一边, 等待龙臣的指令。 龙臣说道, 这就是火炮的威力, 你们以后兵器的威力。 梅玉校尉, 你以后就是这支军队的负责人。 梅玉亲眼见识了火炮的恐怖, 非常高兴地败道, 末将定不辱命。 龙臣对八个教练说道, 你们负责教授, 要交得仔细点。 八人一起败道, 属下遵命。 龙臣吩咐一些事情后, 就让公孙玲珑带着梅玉训练火炮的填装发射。 火炮的瞄准, 不需要像火枪那样精准, 但也不能漫无目的打兔子, 需要多加练习。 龙臣从后山出来, 回到了前山的锻造房。 走进锻造房, 里面还是很热。 相比夏天, 冬季的锻造房有点像温度开高了的空调房, 里面的女工也穿上了衣服, 不再像以前那样。 不过, 她们几乎都是一件简单的衣服套在身上, 弯腰的时候可以一览无余。 龙臣找到负责人王娟。 武王。 王娟弯腰行礼, 龙臣居高临下, 看得通透。 现在的锻造进度怎么样? 枪管和炮管都有寿命, 用到一定的次数就要报废, 训练时射击次数又多, 必须有足够的存货。 王娟说道, 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武王说的数量应该没问题, 开春的时候碎发枪两万只, 火炮两百门。 火药一直都有库存, 这个没问题。 七千火枪骏, 按照每个人三只的后备算, 龙臣需要两万。 一千火炮兵, 八个人一组, 龙臣需要两百门备用。 锻造房这边也是按照这个要求赶工。 好, 辛苦了, 一定要保证质量, 不能出现问题。 王娟拜道, 属下明白, 武王放心。 龙臣退出锻造房, 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出纸笔, 龙臣慢慢绘制一只小巧的火枪。 龙臣打算锻造一只可以藏在身上的火枪, 就像以前的小弩机一样, 关键时刻可以近距离激发, 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武王府, 蒂洛西带着清月和悬一, 骑马进入院子, 见到小虎在雪地里练功。 这小子挺用功的, 下雪天还在练武。 清月说道, 估计平时被揍得多, 不敢偷懒。 何君陶见公主来了, 慌忙过来迎接。 拜见公主。 蒂洛西问道, 我夫君呢? 何君陶回道, 小的不敢隐瞒, 大王不在府上。 蒂洛西秀眉一簇, 冷冷问道, 哪里鬼混去了? 何君陶立即回道, 此事只有姑姑知晓。 蒂洛西不理会何君陶, 快步进了后院, 香宁一帮宫女正在那里堆雪人嬉闹。 见蒂洛西进来, 众女立即过来拜见。 姑姑呢? 清月问香宁。 不等香宁回答, 苏友荣从房间里出来了。 死太监呢? 去哪里鬼混了? 蒂洛西立声贺问。 苏友荣见这里人多, 走进低声说道, 公主, 请到里面说。 蒂洛西冷哼一声, 走进了龙城的卧室, 苏友荣跟在身后进去。 清月和悬疑守在门口, 香宁一帮人不知蒂洛西为何突然发怒, 都不敢嬉闹了, 各自回房烤火去。 说, 去哪了? 蒂洛西非常愤怒。 以前龙城逛窑子就算了, 毕竟那时候还是太监, 啥都干不成。 现在不一样, 进了窑子,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 所以, 蒂洛西绝不允许龙城再去窑子。 苏友荣说道, 公主息怒, 大人去玲瓏阁练兵了, 已经去了两个多月了。 蒂洛西听闻在玲瓏阁练兵, 火气顿时消了, 问道, 不是说在闭关修炼吗? 怎么又去玲瓏阁了? 这两个月, 蒂洛西一直没来, 因为再来不方便, 怕外界风言风语。 同时, 也是听说龙城整日在闭关, 和张倩几个人修炼, 不便打扰。 没想到, 龙城去了玲瓏阁。 大人当时连夜走的, 好像为了保密, 不想让外界知道他的秘密练兵。 苏友荣不傻, 虽然龙城没说缘故, 但跟着龙城这么久, 多少能猜到一些。 蒂洛西微微点头, 说道, 对了, 他说过要训练一支新军, 我想起来了。 那, 那我回去吧。 龙城不在府上, 蒂洛西感觉索然无味。 蒂洛西在宫里憋了两个月, 跑到武王府找龙城, 结果发现龙城在玲瓏阁。 异性索然的蒂洛西 带着清月和玄一回了西宫。 蒂洛西悠悠叹息道, 真烦人。 清月知道蒂洛西想龙城了, 说道, 公主, 要不我们去玲瓏阁吧。 悬疑赞同蒂洛西的意思, 说道, 对啊, 不是在练兵吗? 我们也可以帮他练兵。 蒂洛西想去, 又怕暴露龙城的行踪, 说道, 他在玲瓏阁秘密练兵, 我过去不好吧。 清月怂恿道, 我们也可以悄悄去嘛, 我们像小龙龙一样, 对外宣称闭关修炼, 实际上去玲瓏阁。 悬疑附和道, 我觉得清月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一起去。 蒂洛西思索再三, 摇头说道, 不, 还是不去了, 等等吧, 等夫君练兵完毕再说。 我听夫君说过, 想灭西夏, 这支军队是关键, 不能给他添乱。 如果灭不掉西夏, 我就无法出嫁。 蒂洛西担心灭不掉西夏, 自己就嫁不出去。 蒂洛西这样说, 清月和玄一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作罢。 北宫, 一个宫女快步进了地令仪的房间, 温书贞正在陪着地令仪下棋。 公主, 西宫那里传来一个好消息。 宫女激动地说道, 地令仪放下手中的棋子, 问道, 什么好消息? 宫女说道, 武王不在府上, 他在玲珑阁练兵。 温书贞略微诧异地看向地令仪, 说道, 原来武王闭关是假的。 地令仪心中盘算一下, 说道, 这倒是个机会啊。 这几日你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在宫里养病, 朝会我也不参加。 温书贞瞄懂地令仪的心思, 说道, 可是公主如果去玲珑阁, 那公孙玲珑也在那里啊。 地令仪得意地笑道, 我和玲珑关系好, 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走。 说完, 地令仪立即换了一身衣服, 外面披上一个斗篷大肠。 封锁消息, 就说我感染风寒, 卧床不见人。 地令仪吩咐一声, 即刻策马往玲珑阁去。 很快, 地令仪到了玲珑阁门口。 守军将他拦下来, 地令仪出示了令牌, 守军放他进去。 地令仪摘下帽子, 问道, 玲珑呢? 黄英回道, 公孙大人在后山练兵。 地令仪拍了拍身上的鸡血, 说道, 够勤快的, 大雪天还在练兵。 黄英回道, 练兵的时间太紧, 公孙大人每天都去。 地令仪坐下来, 打量一番周围, 说道, 没什么变化。 黄英笑着回道, 是啊, 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公主许久没来了。 地令仪笑了笑, 两只手在扶手上敲了敲, 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 五王不是也在吗? 他也在后山练兵。 终于, 地令仪说到正题了, 他来此的目的就是找龙臣。 哦, 五王在房间里, 公主要过去吗? 黄英不知道地令仪的目的, 他也不敢多问瞎猜测。 地令仪说话有些心虚, 说道, 没有, 就是问问, 他在哪里? 黄英回道, 在这边, 公主请随我来。 黄英起身带路, 地令仪也就不装了, 跟着黄英走进到了门口。 咚咚咚, 黄英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进来。 房门推开, 黄英站在门口, 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 公主。 龙臣正在拂案画图, 地令仪举步走进房间, 黄英顺手把门关了。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地令仪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听到黄英离去的脚步声。 嗯? 你怎么来了? 刚才听黄英说了一句公主, 龙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不能来吗? 地令仪傲娇地说道。 龙臣放下手中的笔和尺子, 站起来伸个懒腰, 活动一下腿脚, 又揉了揉眼睛。 公主大驾光临, 我自然欢迎。 天气严寒, 公主请坐。 地令仪在火盆边上坐下, 伸手在火盆上烤火。 你来这里, 不怕洛西发现? 地令仪说道, 怎么? 你怕了? 龙臣笑道, 我怕什么? 我脸皮厚。 你来干嘛? 只是来看我。 地令仪笑了笑, 非常正经地说道, 不, 我来替你练兵的。 龙臣笑道, 真的? 地令仪认真地点头道, 真的? 鬼才信, 来帮忙练兵。 外面前厅。 黄鹰正在核对一天的用料和库存, 公孙玲珑走进来, 脚下的靴子全是沾了很多泥巴。 帮我拿一双鞋过来。 黄鹰立即给公孙玲珑拿一双暖鞋过来换上。 大人, 公主来了。 黄鹰一边替公孙玲珑换鞋子, 一边禀报地令仪来了的事情。 公孙玲珑愣了一下, 问道, 四公主来了? 他以为地落息了, 做贼心虚, 心里很慌。 黄鹰立即说道, 不, 是三公主来了。 呼。 公孙玲珑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地落息来了, 原来是地令仪。 公孙玲珑做贼心虚。 三公主? 她怎么来了? 公孙玲珑觉得奇怪, 怎么地令仪会来这里? 公主说, 好久没见大人了, 所以过来看看大人。 黄鹰记得, 好像地令仪是这样说的。 公孙玲珑问道, 三公主人呢? 黄鹰说道, 公主在五王房间呢, 去了好久了, 上午到的。 上午来的, 现在都快天黑了, 做什么事情这么久? 既然来看自己, 为何反倒跑到龙城房间? 公孙玲珑很直白, 但不是傻子, 她感觉自己似乎发现了什么。 难道? 公孙玲珑穿着暖鞋, 抬脚往龙城房间走去, 黄鹰跟在后面。 你不用来。 公孙玲珑见黄鹰跟在后头, 立即将她撇下。 黄鹰不敢跟过去, 便停了脚步。 公孙玲珑走到龙城房门口, 她没有敲门, 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嘴里喊道, 武王, 今日炮兵训练很顺利。 公孙玲珑推门而入, 然后反手把门关了。 房间里, 龙城正在画图, 地令仪在旁边烤火, 两人正在聊天。 看着两人, 公孙玲珑愣住了。 你们在干嘛? 龙城和地令仪 同时抬头看着公孙玲珑, 反问道, 你看不见吗? 我们在干嘛? 公孙玲珑以为两人 在做些无耻至极的事情, 没想到就这。 呀, 公主,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哎呀, 刚才听黄鹰说公主来了, 怎么公主会在武王这里? 这个混蛋没有欺负你, 我帮你揍她。 公孙玲珑想极力化解一下 尴尬的气氛, 自己没话找话。 地令仪奇怪地 看着公孙玲珑, 说道, 欺负我。 谁欺负我? 你想什么呢? 公孙玲珑呵呵笑了笑, 我以为某人会欺负你, 使我想多了。 公主怎么有空来看我? 席客呀。 地令仪说道, 我来帮忙练兵的母后的圣旨。 这当然不是女帝的圣旨, 地令仪自己胡周的, 公孙玲珑不可能去问女帝。 公孙玲珑呵呵笑道, 这样啊, 到了吃饭时间, 我们吃饭去吧。 地令仪看了一眼龙城, 龙城起身说道, 走吧, 我也饿了。 三人到了饭厅。 这是公孙玲珑专用的吃饭地方, 房间不大, 只有十平米的样子。 两个汤, 五个菜, 三碗面。 龙城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地令仪和公孙玲珑两人有说有笑, 相互打趣。 两人小时候是玩伴, 本来就关系好。 刚才的尴尬很快消失, 其实地令仪也不想多说, 因为她确实差点被公孙玲珑抓到现行。 吃过晚饭, 回到房间里, 龙城继续完善设计图。 藏在身上的火枪不能太大, 但是太小, 有威力不够。 所用的枪管也必须足够结实, 绝对不能炸糖。 一直到深夜, 龙城才完成设计图。 图纸绘制完毕, 明天交给王娟锻造就是。 外面寒风呼啸, 山上的风更大。 积雪被吹起, 天上还在飘着雪花。 站在窗前看向外头, 黑夜一片茫茫混沌。 只此雪夜, 一个人睡太冷了。 公孙玲珑和地令仪在山上, 所以。 龙城打开房门, 风雪灌进来。 顶着风雪, 龙城走过中间的回廊, 到了公孙玲珑的房门前。 咚咚咚。 龙城敲了敲门。 谁啊? 我, 我有个急事跟你们说。 龙城想骗他们开门。 有话外面说, 不用进来了。 房内传来地令仪的声音, 他聪明, 不上龙城的档。 里面传来一阵嬉笑声。 龙城从身上拿出一柄匕首, 伸进门缝里, 微微一挑, 门栓被挑开。 龙城正想推门钻进屋内, 里面却突然重新把门锁死了。 想进来, 门都没有, 自己回去挨洞吧。 公孙玲珑在里头死死锁住房门, 不让龙城进去。 龙城推了推门, 确定打不开, 无奈地说道, 算你狠。 没有办法, 龙城只得自己回房睡觉去。 一夜寒风呼啸, 龙城一个人睡了个呼伦觉。 早上起来, 龙城总觉得不舒服。 悄悄起床, 穿着睡衣, 龙城再次到了公孙玲珑门口。 推了推门, 居然开了。 走进去, 见到公孙玲珑站在梳妆台前面, 替地令仪慢慢梳头。 幸好昨晚你把死太监挡住了, 没让他做坏事。 地令仪看着镜子里的公孙玲珑笑道。 公孙玲珑笑道, 是不是很感激我? 地令仪笑道, 对, 干得好。 龙城走进去, 说道, 你们两个想都冻死我, 门都没有。 地令仪笑道, 反正我们两个睡得很舒服, 至于你妈, 我们才不管。 两人咯咯笑, 龙城感觉他们两个特别牵走。 梳好头发, 地令仪说道, 走吧, 看看你的新军。 龙城起来, 回自己的房间换了衣服, 穿上靴子和外套, 和地令仪, 公孙玲珑到了后山的训练场。 行军已经开始训练了, 火枪激发的噼啪声, 还有火炮的轰隆声, 在山谷回荡。 地令仪第一次看到行军的训练, 惊讶道, 这就是你说的新兵器。 地令仪听说, 龙城要训练一支完全不同的新军, 但新军是什么样的, 地令仪并不知道。 到了后山, 地令仪终于见到了这支完全不一样的军队。 走进训练场, 护巧彤和岳思思指挥军队举枪射击。 琵琶声过后, 一阵白色烟气冒出, 地令仪啥都没看到, 但是能感觉到远处的靶子在动。 这是碎发枪。 龙城拿起一支枪, 熟练地装要填弹, 然后举枪射击。 啪! 一声枪响过后, 远处的靶子微微有点动静, 但是看得不清楚。 碎发枪不同于公母, 它射出的是弹丸, 就是这个能穿甲碎骨。 龙城拿出一粒弹丸给地令仪看。 接过小小一粒的弹丸, 地令仪感觉非常惊奇, 说道, 我试试。 龙城手把手教地令仪如何持枪瞄准, 如何装要填弹, 最后如何射击。 一枪过后, 地令仪发现自己没打中。 打偏了? 地令仪有些失望。 龙城说道, 新的东西哪有这么容易, 我带你看的大家伙。 放下碎发枪, 龙城带着地令仪到了火炮兵训练场。 梅玉指挥炮兵将火药一勺一勺倒入, 然后塞进一颗球。 这么大的弹药塞进去? 地令仪望着傻大黑粗的炮管, 被这个尺寸震撼到了。 古代的兵器用不到这么多铁, 而眼前这个炮管就是一根大粗的铁管子。 梅玉见到龙城, 立即跑过来拜道, 末将拜见武王, 统领。 公孙玲珑介绍道, 这位是三公主。 梅玉听说过地令仪, 知道她是武将, 立即攻身拜道, 末将梅玉拜见公主殿下。 地令仪点头问道, 你是负责这个的? 梅玉回道, 末将是火炮军校尉。 龙城说道, 梅校尉给公主演示一下火炮的威力。 梅玉拜道, 末将领命。 梅玉带着地令仪到了火炮旁边, 操作完毕之后点燃了引线。 哼! 一声巨响, 火炮击中石壁, 将坚硬的石头击碎。 威力这么大, 这是功成神器啊! 地令仪镇守燕门关, 就是凭借城墙抵挡蛮族的骑兵。 如果蛮族有这样的火炮在手, 燕门关将被轻易摧毁, 蛮族骑兵可以长驱直入。 末将也是这么觉得, 在火炮的轰击之下, 城墙很容易摧毁。 梅玉脸上有得意之色。 这么厉害的军队在自己手里, 梅玉感觉很骄傲。 地令仪立即对龙城说道, 我要和他们一起训练。 火器太厉害了, 地令仪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兵器可以改变战争的方式。 作为一个武将, 他必须学会使用这些武器。 龙城没有反对, 但心中感觉很复杂。 地令仪学会了火器的使用, 日后战场上在遇到时, 就是一个劲敌。 你也约啊。 龙城心中长叹一声。 阴差阳错来到东周, 和公主女帝搞得不清不楚, 受他们的恩惠太多, 以后就算决裂了, 也会藕断丝连。 特别是地洛西和地令仪。 我教你。 公孙玲珑一个练兵很枯燥, 地令仪过来了, 他觉得多了一个半。 好, 你教我怎么用这个大炮。 地令仪摸着粗重的炮管, 惊陷于大炮的威力。 龙城说道, 你来了刚好, 有时间教教他们近身格斗。 他们的兵器是碎发枪和大炮, 我想再配备一把妖刀, 万一敌人冲过来, 也可以格斗厮杀。 战场之上, 局势瞬息万变。 敌人完全有可能突入阵地, 特别是西夏的骑兵速度快。 龙城打算再给他们配备妖刀, 近身格斗也必须学习。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地令仪很开心。 训练继续, 龙城巡视营地, 有不到位的地方就指正。 巡视完毕, 龙城回到了前山, 进了锻造房。 热气扑面来, 龙城脱下了厚厚的外套。 外面寒风呼啸, 漫山大雪, 里面却热浪滚滚, 女工手里挥舞着工具, 身上挥汗如雨。 负责人王娟见到龙城, 立即小跑过来。 王娟长相中等, 大眼睛圆脸, 但是身材极好。 跑过来的时候, 龙城看得很过瘾。 拜见武王。 龙城欣赏一会儿, 从身上拿出一张图纸递给王娟。 你按照这个, 替我打造三只精巧的短枪。 王娟接了图纸, 站在龙城面前仔细看。 这么精巧的火枪啊, 锻造起来恐怕有些时间。 越小的东西, 锻造越麻烦, 因为要做得精细。 王娟一看图纸, 就知道不好锻造。 很复杂吗? 我已经尽量让图纸 变得简洁一懂了。 龙城走到王娟身后, 看向图纸, 真的只看图纸。 王娟双手拿着图纸, 她感觉到了龙城的视线, 但是她没有动。 武王, 小的愚钝, 这个图纸有些难懂, 能否给小的讲解一下? 王娟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这句话, 拿着图纸的手, 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当然可以, 去那里给你讲解。 王娟说道, 到那个房间吧, 那里是小的看图纸的地方。 龙城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 我仔细给你讲解。 王娟带路, 龙城跟在后头, 进了小房间, 王娟摊开图纸, 说道, 这个, 这图纸, 还请武王说一说, 小的愚钝,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王娟转身背对着龙城, 将图纸放在桌上。 桌子前面有一张凳子, 但龙城在这里, 王娟肯定不能坐着。 龙城从身后走过去, 王娟感觉到龙城靠过来, 身子立即往前走了一步, 两只手撑在桌上, 看着桌面放着的图纸。 龙城比王娟高出一个头部纸, 从身后抓住王娟的手, 指着图纸开始讲解。 这个火枪, 关键在于枪管, 其他部分我都精简了。 枪托尽量短一些, 这样便于随身携带。 龙城非常仔细地讲解图纸, 但王娟根本一句没有听进去, 她很紧张。 娟姐听明白了吗? 龙城轻声问道。 王娟嘴巴动了动, 想说些什么, 但她发现自己太紧张了, 以至于说不出话来。 锻造房里女工看到王娟 带着龙城进了小房间。 女工们开始低声议论, 王思物和五王进去了。 你们说会不会, 就是会不会。 不好说, 要不你去看看。 你怎么不去, 让我送死啊。 外面的女工全都装模作样地干活, 眼睛齐刷刷看向小房间。 龙城从房间里走出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龙城这出了锻造房。 刚才龙城仔细给王娟讲解了图纸, 锻造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也说得明明白白。 龙城说了, 要让王娟毛色顿开。 出了锻造房, 龙城回到自己卧室。 盘腿坐下, 龙城开始修炼。 龙凤星爵, 不仅对张倩他们提升修为有好处, 自己也可以继续明炼真气。 龙城修为突破的事情, 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外, 龙城的修为就是武皇巅峰。 龙城慢慢入定, 锻造房里。 龙城走后, 过了一会儿, 王娟才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图纸。 兰花! 王娟喊了一声, 一个女子跑过去, 笑嘻嘻问道, 私物, 什么事情啊? 王娟说道, 武王交代, 要单独锻造三支小型火枪, 马上做一个模子出来。 女子看着图纸, 说道, 这个不一样啊。 王娟说道, 就是因为不一样, 武王才特意讲解了一番。 我会和你一起动手, 不用担心做错。 女子点头道, 武王一定说得很详细吧, 说了那么久。 王娟脸色微变, 斥则道, 这种话你也敢乱说, 武王是何等人,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这样的话说出去, 灭酒族。 女子被吓得一个机灵, 慌忙说道, 小的不是那个意思, 私物息怒。 王娟冷哼道, 我们身份低贱, 要好好干活, 做好了事情, 等着圣上开恩。 其他不该想的的事情, 别想, 想多了, 小心人头落地。 王娟一番话, 说得大家心中意寒, 再不敢多说什么。 想想也是, 龙臣什么身份, 怎么可奈何, 他们有一腿。 去吧。 王娟把图纸给了女子, 自己转身进了小房间。 西夏, 盘河行宫。 石勒身穿雕球, 外面披着一件黑色大厂, 身边跟着贵妃李燕。 石勒道盘河行宫有些时日了, 山下, 驻扎着十万铁药子待命, 随时准备和龙家军厮杀。 山上的树木挂满了积雪, 山下的河道冻住了, 银杖在白色的雪地里散步。 望着冰封千里的盘河, 贵妃李燕心情极好。 王上, 这边的雪景与王宫不一样, 更加好看。 石勒笑道, 其实这里最好是夏天, 水草丰美, 有很多路群, 最适合打练。 李燕撒娇道, 夏天时候, 王上只带王后来, 又不带妾身。 石勒搂着李燕, 说道, 明年夏天, 本王只带你。 李燕高兴地说道, 王上不许耍赖。 书密使卢其昌从后面走过来, 手里拿着镇国寺送来的军报。 王上, 国师送来的军报。 卢其昌城上, 石勒立即拆开。 石勒看了空寂的军报, 神色变得疑惑起来。 难道我们被耍了? 贵妃李燕问道, 怎么了王上? 石勒把军报给了卢其昌, 说道, 玉佛官没有任何动静, 龙承恩一直在京师家中闭关修炼。 卢其昌看完了军报, 也感觉很疑惑。 微臣一直以为龙承恩会在秋季发动进攻, 可等了这么久, 冬天都快过去了, 龙承恩没有丝毫动静。 龙承进攻西夏, 一定会联合草原蛮族, 从镇国寺和云承两个方向同时进攻。 秋天的时候, 草原蛮族战马肥壮, 正好趁机南下进攻。 所以, 卢其昌以为龙承会选择秋天进攻。 可是等了这么久, 龙承没有动静, 徒之也没有动静。 石勒望着白茫茫一片的盘河, 说道, 这次可能根本没打算进攻, 就是放个风出来, 引诱我们劳师动众, 消耗我们的国力。 龙承一具灭西夏, 石勒发动了国内所有的百姓备战。 骑兵增加了五万, 步兵增加了十万, 各种军械也在准备。 特别是镇国寺, 石勒花了重金加强防御, 以防备龙家军偷袭。 一个冬天的时间, 石勒花了很多钱。 那我们? 卢其昌身为疏密使, 知晓这段时间费了多少钱粮, 他想缓一缓。 石勒想了想, 说道, 正去镇国寺一趟。 卢其昌说道, 镇国寺临近御佛关, 王上亲自去, 是不是太冒险了? 石勒呵呵笑道, 疏密使多虑了, 龙承恩不在御佛关, 难道吴剑敢出战? 吴剑若是赶出来, 本王就领兵破了御佛关。 龙承不在, 石勒不怕。 卢其昌说道, 微臣和王上一同去。 石勒微微点头, 贵妃李燕也说道, 臣妾也要和王上一同去。 石勒搂着李燕, 宠溺地说道, 你在行宫等着, 本王快去快回, 等本王回来, 带你去列路。 李燕有些失望, 不过从旁河到郑国寺的路 被大雪封了, 起码一点都不舒服, 他也不是很想去。 臣妾等王上回来。 李燕娇滴滴地说道, 石勒牵着李燕的手回到行宫, 卢其昌已经准备好了战马。 进了行宫, 石勒回房间换衣服, 正好见到马芳在不远处, 训斥两个太监。 马芳的样子很严厉, 两个太监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马公公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李燕感觉有些诧异, 马芳性格很好, 几乎从不发火的。 石勒也感觉奇怪, 马芳跟着他几十年, 没见过发火。 马芳注意到石勒回来, 慌忙让太监退下, 自己小跑过来。 王上,娘娘。 马芳躬身行礼。 石勒问道, 怎么回事? 马芳拜道, 两个小太监胡说八道, 奴才骂了几句。 李燕问道, 什么事情让公公如此大动肝火? 马芳陪笑回道, 一些小事说出来, 怕污了娘娘的耳朵。 李燕却笑道, 说说吧, 看待什么事情。 他很想知道, 什么事情能让马芳如此愤怒。 石勒也问道, 说说吧。 马芳无奈, 值得说道, 两个小兔崽子说龙成恩变回男人的事情, 他们也想变回男人。 李燕扑痴笑道, 他们也想啊, 让他们到东周去吧, 去向公主索要丹药。 公公是不是也想变回男人啊? 马芳脸色尴尬地说道, 娘娘说笑了, 奴才觉得此事纯属胡说八道, 几千年了从未听说太监能治好的。 石勒盯着马芳看了一会儿, 始终没有说话。 马芳见石勒不语, 吓得慌忙, 下跪磕头请罪, 奴才该死。 石勒冷冷说道, 本王要去镇国寺换衣服吧。 马芳立即帮石勒换一身出行的衣服。 换过衣服, 戴上轻卫五百人, 石勒即刻策马奔往镇国寺。 西夏的冬天积雪很厚, 战马在冰雪中奔驰一天, 晚上才到镇国寺。 进了镇国寺, 石勒到了归衣殿。 一尊高大的归衣佛 矗立在北边, 两只眼睛凶恶地俯视底下的人。 石勒带着卢吉昌, 对着归衣佛恭敬礼拜。 空忌和德善带着四中高层, 僧兵军官过来拜见。 平僧拜见王上。 石勒微微汗手, 说道, 到僧房说吧。 大殿太冷, 站久了受不了。 王上请。 德善和尚在前面引路。 镇国寺是德善的道场, 这里他熟。 一众人进了僧房, 石勒坐在正手, 空忌和德善坐在左边, 卢吉昌坐在右边。 王上怎么冒雪来了? 空忌以为盘河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石勒说道, 冬天都快过去了, 龙承恩却没有丝毫发兵的迹象, 本王和舒密使觉得我们可能中计了。 石勒说完, 德善面色凝重地看向空忌。 空忌和尚拢了拢红色袈裟, 微微呼出一口气, 说道, 贫僧和德善师弟也在说这个事情, 不过贫僧觉得龙承恩并非使诈, 而是在准备什么? 龙承恩向女帝许诺, 叫嚣以西夏为礼, 她若不出战, 那公主就无法下架。 所以, 贫僧以为龙承恩一定会出击, 我们必须准备好。 在空忌看来, 龙承一定会打这一仗。 因为龙承必须以西夏为聘礼, 迎娶蒂洛西。 女帝和龙承都当众说过,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必须做到。 石勒看着空忌, 嘴角的胡须动了动, 说道, 本王在想一个问题, 国师知道, 有什么药可以让太监变回男人吗? 空忌和尚愣了一下, 没有立即回答石勒的问题。 德善和尚抢了话, 说道, 王上, 东周的公主蒂洛西, 炼制的枯木丹可以。 蒂洛西为龙承炼制了枯木丹, 龙承服用后, 恢复了男身, 此事天下皆知。 卢其昌感觉很疑惑, 这个事情石勒是知道的, 为何还来问这个问题? 石勒却摇头说道, 如果那丹药根本没用呢? 死。 石勒此言一出, 房内三人皆是一惊。 空忌和尚恍然大悟, 左手从袈裟里伸出来, 放在半空中, 说道, 对啊, 贫僧从未怀疑过, 可此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 太监存在上千年, 从未听说有什么要可以让太监重生, 这枯木丹到底有没有效果, 并无人知晓。 如果枯木丹是假的, 龙承恩还是一个太监, 那就不存在什么次婚。 女帝和龙承恩联手演了一出戏给天下人看, 让我大下和南梁草木皆兵, 疲于奔命。 德上和尚和卢其昌也恍然大悟, 附和道, 对啊, 我们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王上果然英明。 石勒点头道, 本王一直在想此事, 如果有要可以恢复男身, 那天下的太监岂不是都要疯了? 本王断定根本没有什么要可以让龙承恩变回男人, 他还是一个太监。 既然是一个太监, 哪来什么次婚, 本王以为就是一个骗局。 德上和尚微微点头, 说道, 平僧再次快半年了, 玉佛官一点动静也无, 龙承恩一直在惊世闭关。 如果说他在暗中准备, 不管如何, 也该有些迹象。 可如今看来, 根本没有任何迹象, 所以王上说得不错, 他应该就是做了一个局。 石勒看向卢其昌, 问道, 舒密实以为如何? 卢其昌点头赞同, 微臣也赞同王上的意思, 或许龙承恩还是一个太监。 既然龙承恩还是太监, 蒂洛西是否下嫁就无所谓了。 石勒说道, 不错, 女帝根本没打算把女儿嫁出去, 只是想让我们劳师动众, 空耗国力罢了。 本王的意思, 郑国寺这边继续镇守, 防备御佛关就行了。 龙承恩就是虚张声势, 国师回昭提寺吧, 本王在行宫盘缓些时日也回去。 空济和尚赞同石勒的意思, 说道, 好, 昭提寺那边事情也多, 平僧明日便回。 石勒说道, 本王在郑国寺看看将士便回行宫。 龙承放出了要灭掉西夏的风声, 最后却没有动静, 搞得石勒摸不清头脑。 在盘河行宫时, 马方随口的一句话却提醒了石勒。 或许龙承还是太监, 根本不存在什么赐婚, 这些都是女帝和龙承商量出来的阴谋。 认定这一点后, 石勒决定不跟龙承好时间了。 超莫天下会的钱用了很多, 石勒感觉捉襟见肘, 想省点钱下来。 王上所言有理, 平僧让郑国寺的僧兵加强戒备即可, 也不再动用周围的百姓了。 德善和尚非常恐惧龙承, 听到要灭西夏的消息, 德善将周围数百里的百姓争调到镇国寺, 修筑堡垒城墙。 天寒地冻的大雪天, 老百姓的怨言很大。 好, 让将士进来吧, 本王都见一见。 石勒很少到镇国寺, 既然来了, 那就慰劳一下。 德善立即安排四中高僧和僧兵的军官进来, 石勒一一抚慰。 当晚, 石勒便在镇国寺住下。 到了第二天, 空继先回昭提寺, 石勒又巡视了镇国寺, 第三天回了盘河行宫。 镇国四指, 剩下德善和尚和僧兵。 东周, 京师, 玲珑阁。 龙晨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王娟锻造的三把火枪放在盒子里。 长度半尺, 陈香木的枪托, 特制的枪管, 看起来很精致。 王娟给龙晨做事非常用心, 亲自打造了三把火枪。 公孙玲珑走进来, 问道, 你就走啊。 龙晨笑道, 怎么? 舍不得我。 公孙玲珑气了一声, 说道, 谁舍不得你啊, 巴不得你走。 龙晨笑道, 你们继续练兵, 我回京师和圣上商量对策。 等进兵的策略制定了, 你我到玉佛关会合。 龙晨收拾好东西时, 外面已经天黑了。 龙晨拿了东西, 穿上斗篷, 踩着积雪往京师走去。 冬天过去了, 积雪还在, 天气仍然非常寒冷。 天上一轮寒月, 照着地上的积雪, 折射出幽冷的寒芒。 龙晨慢慢走着, 十几里的路程对他来说不算远。 正走着的时候, 突然见到前面一匹马飞奔来。 哒哒哒。 来人速度极快, 有点慌不择路。 龙晨感觉很奇怪, 为何夜里走马? 古代没有路灯, 晚上不会在野外骑马。 就算骑马了, 也必定会打着灯笼慢慢走。 马很快就到了近处, 借着月光, 龙晨见到马背上趴着一个人, 身穿黑色衣服。 东边还有几匹马飞奔追袭。 一前一后, 两边在追逐。 仇家追杀? 龙晨觉得奇怪。 快快下马受降! 身后的几人大喊, 前面那人拱着身子浮在马背上, 奔跑的速度更快了。 是贼人? 龙晨立即做出判断, 捡起一颗石子对着飞奔来的那人射过去。 石子精准地击中马背上的人。 啊! 一声惨叫, 那人跌落下马。 身后的几匹马追上来, 马背上的人一跃而下, 将那人擒拿。 火把点起来, 龙晨躲在远处, 看清了追来的人。 正是齐文海和关月几人。 跑, 你跑啊! 奶奶的, 夜里跑马不怕死啊! 抓回去! 绑了贼人, 牵了马, 齐文海几人上马。 头儿, 怎么感觉不对啊? 他好像被人打中了。 关月借着火光, 看到贼人脸颊出血, 不像是撞在地上磨伤的。 齐文海仔细看了看, 说道, 对啊, 谁打你的? 贼人骂道, 老子怎么知道, 老子要是知道, 早就一刀宰了他。 谁他妈躲在暗处放冷剑, 有种出来跟你爷爷打一场, 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 齐文海看向漆黑的旷野, 一点人影都没发现。 龙晨早已经离开了, 齐文海根本找不到。 在下行, 不羁不思郎中齐文海, 多谢意识出手。 齐文海找不到人, 就对着黑夜拱手行李谢过。 压着贼人, 齐文海挤人往回赶。 龙晨拿着东西回到京师, 越过城墙, 回到了武王府。 到了大门口, 龙晨懒得敲门, 翻墙进了院子。 刚刚落地, 何君陶就提着刀冲过来, 大喝道, 有刺客! 龙晨连忙说道, 是我。 埋伏在暗处的西场探子, 立即冲出来, 何君陶马上喝止, 自己人。 探子见识龙晨, 纷纷回到暗处躲藏起来。 老爷, 您怎么半夜翻墙啊, 差点误伤了。 何君陶感觉有些尴尬。 龙晨笑道, 偷偷出去的, 自然偷偷回来。 帮我拿一下东西。 龙晨把东西丢给何君陶, 走回了后院。 大家都休息了, 龙晨没有打扰其他人, 回到卧室自己脱鞋。 何君陶立即打了热水过来, 龙晨说道, 你去吧, 这些杂事我自己来。 何君陶坚持要给龙晨洗脚, 说道, 老爷是武王, 怎么可以自己洗脚呢? 龙晨笑道, 武王就不是人, 你去吧。 何君陶笑了笑, 这才退出房间。 洗完脚, 龙晨换了一身衣服, 倒头就睡。 一觉睡到大天亮, 龙晨从卧室出来, 走进了别院的密室。 初春时节, 天气寒冷, 密室里面也有些阴冷。 张倩五人盘腿围成一圈, 中间放着龙晨的龙凤星爵。 龙晨轻轻坐下来, 陪着他们打坐修炼。 过了不知多久, 白婷婷睁开眼睛, 从入定中醒来。 你回来了? 白婷婷惊喜地响起身, 但两条腿盘得太久, 有些不舒服。 龙晨上前扶住白婷婷, 说道, 慢一点, 别伤到了。 白婷婷侧身躺在龙晨身上, 慢慢活动膝盖, 让腿慢慢恢复知觉。 打坐时间太长就会这样,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恢复。 修炼得如何了? 龙晨抱着白婷婷问道。 这段时间, 龙晨专心在玲珑阁练兵, 他们修炼的事情几乎没有问过。 几个人的底子和天资都不一样, 修炼的速度和结果肯定不一样。 白婷婷有些沮丧, 说道, 倩倩和楚楚, 家里都突破了, 我和湘芸还是没有, 卡在了王者巅峰过不去。 张倩和吴楚楚, 独孤家里三人的底子最好, 按照龙凤星爵, 他们修炼的速度很快。 白婷婷的底子最差, 吴湘芸因为受过伤, 修炼速度也慢。 几个月下来, 张倩三人突破了, 他们两个还卡在王者巅峰过不去。 不要急, 修炼这个事情有时候看机缘。 白婷婷躺在龙晨怀里, 感觉特别安心, 慢慢睡着了。 龙晨就在密室里陪着他们修炼。 过了许久, 其他四人也从入定中醒来。 你回来了? 四人惊喜地说道, 密室太冷了, 到房间再说。 坐在密室里不动, 如果不用蒸汽, 感觉寒冷透骨。 龙晨带着五人回到后院的书房, 苏友荣已经准备好了火盆, 房间里很暖和。 苏友荣端来五碗热汤, 这是特制的药汤。 把汤喝了。 苏友荣放好, 张倩五人慢慢把汤喝完。 夫君, 玲珑阁的兵马练好了? 张倩喝完汤, 问起玲珑阁的事情。 他们知道龙晨这段时间在干嘛, 也知道玲珑阁训练的新军非常重要, 灭西夏的战斗就要靠这支军队。 龙晨说道, 练得差不多了, 我让玲珑继续训练, 新军由他统领。 独孤家里有些奇怪, 说道, 玲珑打铁还行, 同兵打仗他好像没干过吧。 带兵打仗必须一步步学, 就像他们几个都是从底层军官一步步杀出来的。 堆积战功的过程也是堆积经验的过程。 等做到将军, 战斗力和经验都有了。 公孙玲珑一直负责玲珑阁, 实在生疏。 龙晨说道, 他毕竟出生将门, 也是懂的, 他的弟弟也在临江城担任将军了。 而且, 这也是圣上的意思。 既然是女帝的意思, 那就无话可说了。 关西户从古至今都有, 没有办法。 龙晨问道, 你们几个情况怎么样? 张倩说道, 我们三个突破了, 婷婷和湘芸还差一点。 白婷婷和吴湘芸慢慢喝着汤, 脸色沮丧, 手里的勺子慢悠悠调细汤水, 看起来无精打采。 龙晨看两人沮丧, 安慰道, 不用这么情绪低落, 才几个月时间而已, 突破武皇境界, 需要机缘的。 一个冬天的时间, 龙晨让三个人突破, 这已经很厉害了。 长期以来, 东周的高手就那么几个。 凭借龙凤星爵, 张倩三人突破了,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白婷婷和吴湘芸修炼的时间不长, 只要假以时日, 应该也能突破。 我的资质太差了。 白婷婷无奈地叹息一声, 她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看了一眼吴楚楚, 又低头继续喝汤。 龙晨说道, 别伤心, 慢慢来。 吴湘芸和白婷婷, 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他们底子薄, 资质差, 只能如此。 龙晨坐在书房里, 冯和从窗户窜进来。 大人一个早洗了这么久, 我在外面冻死了。 冯和进来, 蹲在火盆旁边暖手, 鼻涕都冻出来了。 你进来烤火不就行了, 反正房间里没人。 冯和嘿嘿笑道, 不敢, 说不定哪个美女躺在床上呢? 龙晨笑骂道, 说正是。 冯和说道, 大人在玲珑阁待了一个冬天, 外界都以为大人在修炼。 南梁那边, 李承道也一直在修炼, 听说在对着老将军上 做的一本册子修炼。 龙晨脸色一变, 问道, 龙老将军上做的册子, 什么内容? 冯和摇头说道, 不知道, 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打听到。 据说是老将军和女帝大战过后, 班师回朝以后, 老将军上成了一本册子。 外界以为是关于 临江城大战的军报, 现在看来不是。 至于到底是什么, 属下没法知道, 李承道贴身带着。 龙晨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临江城大战, 龙晨领悟了帝尊的境界, 如果龙野当时也将此事上奏李承道。 那么, 李承道手里的册子, 也很可能就是关于帝尊镜的奏报。 如果真是如此, 那李承道也可能突破帝尊镜。 不会不会, 李承道没有龙家心法, 他不可能突破。 龙晨愁眉紧咒, 冯和说道, 据属下所知, 李承道闭关修炼的效果不是太好。 龙晨微微点头, 还有什么? 冯和继续说道, 西夏那边, 石勒说大人服用枯木丹恢复男身是个骗局, 他已经从盘河行宫回新庆城了。 还有空济和尚, 也从郑国寺回了昭提寺, 现在郑国寺只有德善和尚一个人。 龙晨哈哈冷笑道, 骗局? 等老子攻破新庆城, 石勒的王后妃子公主, 老子要全部玩一遍, 让他们知道, 老子是不是男人? 石勒和蛮族围攻十万龙家军, 导致龙家和龙家军命丧白狼山。 现在, 四个兄长的头颅还在朝提寺放着。 龙晨对石勒的仇恨不共戴天, 攻破新庆城之日, 必要在王宫大开杀戒, 那些王后妃子公主一个都别想逃。 什么狗屁道德正义, 在仇恨面前都是虚伪。 以德报德, 以之报怨, 这才是磊落大丈夫。 对于龙晨的话, 冯和没有任何意义, 当年龙野战死后, 耶律红拿走了龙野的头颅, 荡酒气祭祀狼神, 成了贡品。 龙家四个儿子的头颅做成了精气, 摆在朝提寺阵魔。 石勒的行为更加卑劣恶心, 龙晨杀石勒后宫也在情理之中。 大丈夫处事, 当快一恩仇, 有仇不报, 枉为人子。 目前就这些。 冯和江南梁和西夏的事情说完了。 龙晨问道, 天下会总部的事情吗? 没有动静吗? 冯和摇头说道, 没有, 金陵城那边左思也在盯着, 他没有在联系那个朱姓女子。 可能天下会总部不存在了。 龙晨语气坚定地说道, 不, 肯定还在, 他们藏得更深了。 而且, 他们连天下会覆灭都在所不惜, 肯定有更大的阴谋, 继续查。 冯和点头道, 好。 龙晨又问道, 万金楼呢? 他们怎么样? 冯和挠头说道, 万金楼现在分了两部分, 沈万金做天下会的明面生意, 手下还有人继续干刺客的勾当。 我们的人渗透进了万金楼, 但时间上早, 还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消息。 龙晨微微点头, 万金楼这条线慢慢挖, 看看背后的主子是谁, 藏得这么深。 冯和猜测道, 万金楼背后的主子会不会和天下会一样。 龙晨摇头说道, 不晓得两边都没有确切消息。 对了, 我过两天要去御佛关了, 你跟我一起去。 冯和拜道, 遵命。 龙晨起身, 说道, 你慢慢烤火吧, 我出去走走。 冯和黑黑笑道, 羡慕大人有美人取暖。 龙晨冷笑道,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 你到胭脂巷去, 随你挑。 出了卧室, 龙晨走进了别院, 张倩几人正在说西夏的事情。 什么时候去? 我们一起出发。 张倩首先问道, 她打仗的经验最丰富的。 不, 我先一个人去, 你们继续在这里修炼。 我先到御佛关那边打个前战。 西夏是一个百年的国家, 要灭一个国家, 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一步一步来。 白婷婷和吴湘云还没有突破, 自然不好说什么。 张倩说道, 我们跟夫君一起吧, 他们如果围攻, 你一个人怎么应付? 西夏还有好几个高手, 张倩担心龙晨被围攻。 不用, 我没准备立即和他们厮杀。 我到御佛关做些准备事情, 等准备好了, 就可以进攻了。 御佛关外第一站就是镇国寺, 龙晨打算悄悄地去。 那, 我们在家里等消息。 龙晨坚持不让张倩他们跟过去, 肯定有龙晨自己的考虑, 张倩也就不再坚持。 其他四人也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起来, 龙晨换了一身巢符, 骑马出了门。 走在街上, 撂翘的寒风吹在脸上, 还是感觉很冷。 街面上的雪没有了, 阴暗的角落里还有积雪, 屋顶背阴处也还有。 融化的雪水顺着屋檐低落, 街上也看起来潮湿。 化雪的天气尤为寒冷, 大家穿着厚厚的衣服, 手放在袖子里, 不敢拿出来。 到了凤鸣宫, 门口的侍女见龙晨过来, 立即拜道, 武王。 龙晨问道, 圣上在吗? 侍女立即恭敬地回道, 在的, 奴婢这就通报。 侍女往里通报, 龙晨不等侍女回来, 直接往里走。 通报只是一个形式, 龙晨和女帝的关系很好了, 直接进去就行。 到了御书房, 女帝正在和段双双说 国库税收的事情。 微臣拜见圣上。 女帝见到龙晨进来, 笑道, 武王出关了。 女帝知道龙晨在玲磕练兵, 故意这样说的。 对, 闭关了一个冬天, 刚刚出关。 女帝对段双双说道, 就这样吧, 你先退下。 段双双对着女帝一拜, 微臣告退。 转身又对着龙晨拜了一拜, 款步退出了御书房。 坐吧。 女帝放下户部的账目, 斜靠在凤椅上。 龙晨谢过座, 在女帝对面坐下来。 玲磕阁的新军练得如何? 女帝看着龙晨问道。 龙晨回道, 已经熟练了, 微臣擅自让公孙玲磕做统领了, 此事尚未禀明, 请圣上恕罪。 虽说龙晨有权自己, 任命统领, 女帝这边还是说一句。 女帝说道, 玲磕人不错, 火器都是他锻造的, 又是老祝国的孙女, 让他当统领正合适。 龙晨说道, 微臣也是这样考虑的。 女帝顿了顿, 问道, 令仪在那里练兵还好吧? 果然, 女帝知道, 地令移去了玲磕阁。 龙晨脸皮厚, 也不觉得尴尬, 回道, 挺好的, 帮了很大的忙。 新君虽然用的是远程火器, 近战格斗也要学, 三公主在玲磕阁教授刀法。 女帝意味深长笑了笑, 说道, 山上有玲磕在, 他们住一起吧。 龙晨立即回道, 对, 他们一起住, 微臣单独住。 身为女帝, 居然问这样的问题, 也不害臊。 女帝嘴角微微翘起, 问道, 新君的名字定了吗? 龙晨回道, 原本微臣打算叫雷火营, 后来和公主, 玲磕商量了一下, 新君叫雷火军团, 下辖两个三个营, 两个火枪营, 一个火炮营, 一个统领, 三个校尉。 原来的名字不太合适, 龙晨改了一下。 女帝微微汗手, 这名字倒也贴切, 就这样吧。 你今日来, 还有其他事情吗? 龙晨回道, 微臣打算过几日, 便去御佛关了, 灭西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需要慢慢筹划, 这一战恐怕要数年。 西夏毕竟是一个国家, 有几十万的军队, 想要灭掉, 没有那么容易。 女帝神色凛然, 身子也坐直了, 不再和龙晨玩笑。 你就打算把雷火军团调过去? 女帝以为龙晨练兵完毕, 就打算动手。 龙晨说道, 不, 雷火军团继续训练, 在过些时候, 微臣会让玲磅蜅前行到御佛关会合。 微臣打算先一步到玉佛关搅乱西夏的局势。 女帝问道, 灭国不容易, 你怎么想的? 龙晨回道, 微臣原来说过, 击败军队容易, 灭掉人心难。 灭国最难的是灭掉人心, 只要人心还在, 他们的反抗会很激烈。 就算灭掉了西夏, 人心不散, 就有复国的可能。 所以, 微臣打算先去搅乱西夏的人心,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心所向, 坐地称王。 当年秦朝军队那么猛, 横扫六国。 可是秦始皇一死, 六国贵族立即起兵复国。 因为六国虽灭, 人心还在。 处虽三户, 王秦必处。 人心不死国不灭, 向良向余领八千江东子弟攻入关中, 火烧阿旁攻, 秦朝土崩瓦解, 秦朝反受其害。 龙晨打算了灭西夏, 就必须动摇西夏的人心。 女帝点头道, 不错, 天下三分数百年, 西夏的百姓 并不愿意成为大洲的子民。 你就算攻破了石勒, 也只能吞并土地, 想要并齐国, 西夏的百姓不会答应。 龙晨说道, 正是如此, 微臣已有对策。 女帝看着龙晨, 徐徐点头道, 好, 你有对策就好, 朕也不问你是何对策, 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张倩他们, 和你一起去吗? 龙晨说道, 不, 微臣独自前往, 先不打草惊蛇。 女帝说道, 需要什么, 就跟朕说。 龙晨拜道, 谢圣上。 事情说完了, 龙晨说道, 微臣告退了。 哼哼。 女帝笑了笑, 并不挽留龙晨, 一副你爱走不走的表情。 龙晨心中略微失望, 起身拜道, 微臣告退。 龙晨起身走向门口。 等等。 龙晨就要走出御书房的时候, 女帝突然说了一声。 龙晨回身走到女帝对面, 龙晨拜道, 圣上还有何事? 龙晨重新回到御书房, 女帝问道, 正听说张倩他们闭关修炼所用的功法, 是你自创的。 龙晨心中生起一丝警觉, 当初自己就怕因为功法问题被发现。 没想到, 女帝还是发现了端倪。 回圣上, 是微臣瞎写的。 女帝笑了笑, 说道, 瞎写的? 瞎写的功法, 还能让张倩三人突破武皇境界, 不简单啊。 龙晨尴尬地说道, 其实, 微臣就是用圣上的百鸟嘲凤爵, 功法融合的, 还有藏武阁的秘籍,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龙晨没有隐瞒龙家心法, 但只是说龙家军的功法, 这样虚虚实实, 最好蒙混过关。 女帝微微汗手, 说道, 郑很好奇, 什么样的功法效果如此之好。 你莫写出来, 给郑看看。 女帝拿起桌上的毛笔, 示意龙晨写下来。 龙晨犹豫了一下, 女帝不喜道, 郑的白鸟嘲凤爵都给你了, 你还设不得给郑? 龙晨笑道, 怎么会, 微臣那些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女帝对龙晨太好了, 皇族专用的心法给了自己, 女帝现在的要求不好拒绝。 接过女帝手中的毛笔, 龙晨就在桌上将自己创立的龙凤心诀墨写下来。 龙晨想过, 是不是魔改一下, 给女帝一份错误的心诀? 但是最后, 龙晨还是如实写了。 女帝是帝尊镜, 货真价实的帝尊。 龙晨虽说突破了武皇境界, 但总觉得自己的帝尊镜差了点什么东西。 给他一份假的心诀, 女帝肯定会发现。 圣上见笑了。 龙晨乖乖地呈给女帝。 女帝接了, 从头开始看着龙凤心诀。 女帝双目逐字逐句细看,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变得十分严肃。 龙晨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被发现了? 其实, 微臣真的只是乱写的。 龙晨想极力解释一下。 女帝却没说什么, 只是将龙凤心诀收起来, 说道, 不错, 有精妙独到之处。 好了, 你回去吧, 到了玉佛关那边, 替朕慰问一下诸位将士, 需要什么跟朕说? 龙晨拜道, 微臣领旨, 微臣告退。 女帝不会发现吧? 龙晨一边想, 一边往宫外走去。 玉书房里。 龙晨走后, 女帝重新展开龙凤心诀, 双目仔细扫过每一个字, 口中呢喃道, 果然如此。 龙家心法, 龙家的仙祖。 仔细看了两遍后, 女帝将龙凤心诀收起来, 然后坐在榻上, 开始盘腿打坐, 按照龙凤心诀开始修炼。 龙晨出了皇宫, 骑马往回走。 走到聚精堂时, 就是以前的四方楼, 孟兰笑盈盈走出来, 拦住了去路。 妾身拜见武王。 孟兰掌柜, 有事吗? 龙晨礼貌地笑了笑, 没有任何打去调戏的意思。 孟兰说道, 我家楼主想请武王到阁楼一续。 龙晨望了一眼聚精堂, 笑道, 正好进去讨杯茶喝。 孟兰带路, 龙晨上了阁楼。 楼主, 武王来了。 孟兰拜道。 沈万金手捧暖炉, 坐在暖阁里, 笑呵呵说道, 武王请坐。 龙晨坐下来, 看着手捧暖炉的沈万金, 笑道, 楼主越来越像傅家翁了。 以前的沈万金一身不一, 手里两颗铁胆, 看起来很贫寒。 现在身穿丝绸衣服, 手里带着珠宝, 手里捧着暖炉, 哪里像个刺客之王。 武王说笑了, 就是个卖货的。 沈万金对现在的享受生活很满意, 龙晨的打趣, 他也不在乎。 楼主找我何事? 黑风送了茶进来, 龙晨却并没有喝。 孟兰和黑风一起退出了暖阁, 只留下沈万金和龙晨。 武王给的三个新东西, 卖得很好, 我也赚了点小钱。 武王说的事情, 我答应。 去年秋天的时候, 龙晨和沈万金谈了一笔生意。 龙晨给沈万金三样产品, 沈万金帮龙晨刺杀西夏云城的将领。 当时沈万金没有立即答应, 想要龙晨先给产品, 看看产品卖得如何。 现在一个冬天过去了, 产品让沈万金赚了很多, 沈万金就答应了这笔买卖。 我早说了, 楼主不会吃亏, 你就是信不过我。 龙晨呵呵笑了笑。 这个事情早在意料之中, 龙晨并不觉得意外。 沈万金笑道, 老夫年纪大了, 怕被武王骗呀。 龙晨甘笑道, 楼主说笑了, 您老是刺客之王, 谁敢骗您啊? 俗话说, 姜还是老的啦, 我们毛头小子, 怎么斗得过您老? 沈万金黑黑笑道, 这话别人说还行, 武王说就见笑了。 景天烈死在了武王手里, 天下会被武王一举消灭, 南梁的人就不说了。 跟武王打交道, 老夫可是吃不安睡不稳啊。 沈万金这话有些夸张, 但也差不多。 沈万金是真的害怕被龙晨坑, 做事小心翼翼, 生怕哪里中计了。 龙晨笑道, 楼主不帮忙的话, 我也灭不掉天下会。 楼主说担心我, 我也担心楼主对付我呀。 我听说楼主的刺客组织还在, 而且越来越多了, 该不会是为了对付我吧。 沈万金从生意上赚的钱, 投入了刺客组织, 扩张的速度加快了。 当然, 因为扩张速度快, 龙晨才有机会让西场的案子渗透进入。 凡事有利有弊, 就看自己如何利用。 沈万金甘笑道, 做人不能忘本, 老本行不敢丢啊。 哪天武王利用完了我, 不要我们了, 我还能有口饭吃。 龙晨笑道, 怎么会, 我相信我们能有始有终, 这次合作一定能愉快。 沈万金点头道, 嗯, 一定愉快, 祝武王灭西夏, 早日迎娶公主。 龙晨笑了笑, 说道, 多谢吉言, 若无其他事, 我先走了。 沈万金起身笑道, 武王慢走。 开了门, 格东东正好走过来, 沈万金说道, 送送武王。 格东东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着龙晨下楼。 下了阁楼, 走在路上, 格东东与龙晨只有半步的距离。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龙晨低声说了一句。 格东东愣了一下, 神色骤然变了, 眼睛突然睁大, 死死盯着龙晨, 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继续走, 不要被发现了。 龙晨冷冷说了一句。 龙晨从阁楼下来, 慢慢往外走, 格东东奉命送龙晨出门。 走到没人的地方时, 龙晨问格东东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格东东愣住了, 龙晨让他继续跟着走。 格东东这才抬脚跟上来, 质问道, 你怎么知道? 龙晨笑呵呵地说道, 晚上紫时, 左腹部疼痛, 又不是特别疼。 龙晨边走边说, 脸上始终笑呵呵地, 看起来就像在攀台而已。 格东东脸色更难看了, 低声逼问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 龙晨笑了笑, 并未回答, 只是继续往外走。 到了大门口, 龙晨的手在袖子里移动, 一粒丹药弹射进了格东东的袖子里。 格东东猛然一惊, 手中多了一粒东西。 扶下去, 今晚就不痛了。 龙晨笑呵呵说道, 不劳多颂, 都是老熟人了。 一个仆役牵马过来, 龙晨上马回府。 格东东望着龙晨远去, 手中捏着丹药, 心中不断地回想和龙晨的每一次碰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什么时候被下毒的? 为什么以前没有感觉? 他今天是特意来的吗? 格东东心中闪过一堆猜想。 怎么了? 身后一个声音传来, 格东东惊醒过来, 袖子里的丹药立即藏好。 这个龙晨恩不是善茶, 最好不要跟他接触。 格东东脸色一冷, 眼神带着厌恶地说道。 黑风走到身边, 点头道, 可是好东西在他手里, 我们也没办法。 你好像很讨厌他。 格东东鼻子里哼出一声, 嘴皮微微抽动, 说道, 当年在他的地牢, 差点被折磨死, 这次折磨人的功夫一流。 我现在审讯犯人的手段, 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真的好用。 想到这里, 格东东突然明白了。 当初他和另一个刺客被抓的时候, 龙晨给了他一粒丹药。 当时以为丹药没问题, 现在毒性开始发作了。 黑风见格东东脸色煞白, 以为格东东回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心中害怕。 怕什么? 你现在是百金使, 万金楼的阁主, 他还敢对你怎么样? 黑风拍了拍格东东的肩膀, 出言安慰几句, 便转身到阁楼伺候审万金去了。 格东东转身回到房间, 感觉浑身又冷又热。 从袖子里拿出丹药, 格东东盯着丹药看了很久。 这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 格东东看了很久, 想把丹药丢掉, 腹中却传来一丝痛感。 揉了揉肚子, 格东东将丹药塞进了一个瓶子。 这个狗贼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他想干嘛? 格东东在房间里坐立不安, 他不知道龙晨到底想干嘛。 被龙晨盯上的感觉让他毛骨悚然。 天下会都被灭掉了, 何况他一个小小的摆金石。 要不要告诉楼主? 格东东想请沈万金出面, 让龙晨解毒。 不可以, 绝对不行。 格东东立即否决了这个想法。 龙晨给格东东下药很久了, 如果让沈万金知道, 肯定会怀疑格东东给龙晨送情报。 到时候, 格东东说不清楚, 会死得很惨。 格东东摊在椅子上, 他发现自己没得选了。 告诉沈万金死路一条, 只能找龙晨要解药。 可是, 想从龙晨手里拿东西, 肯定要付出代价。 格东东后悔自己太天真了。 当初觉得龙晨帮了自己, 凭借龙晨的几笔生意, 他平步青云往上爬。 现在猛然发现, 龙晨下了钩, 自己一直被吊着。 不能坐以待毙, 自己找药。 格东东不想死, 也不想和龙晨有联系, 他要自己找解药。 这是唯一的活路。 龙晨出了聚金堂, 并没有直接回五王府, 而是往城北, 到了一处僻静的宅子。 格东东的毒药, 是几年前留下的, 那时候里程道找万金楼刺杀龙晨, 火烧五王府。 格东东和另一个刺客被抓, 在地牢里, 龙晨给格东东吞下了毒药。 这个毒药的药效很慢, 到现在才慢慢发作。 毒性慢的药, 解毒也慢, 格东东不可能自己解毒。 给格东东吞下毒药后, 龙晨故意给他单子, 让他提升地位。 现在, 格东东已经成了 沈万金手下得力助手。 聚金堂除了黑风氏贴身侍卫, 孟兰、 又轩和格东东 是沈万金的直接下属。 孟兰不用说, 被龙晨死死拿捏, 该做的不该做的, 反正都做了。 龙晨没有对孟兰提什么要求, 如果提了, 孟兰大概率会听话。 至于格东东, 有毒药控制, 不怕他不就范。 如此一来, 沈万金三个办事的手下, 两个被龙晨掌控。 当然, 今天只是提醒一下格东东, 龙晨没让他干嘛。 这颗棋子就放在那里, 等要用的时候再启动。 今日只是提醒一下格东东, 让他知道自己的小命 掌控在龙晨手里。 到了宅子门口, 龙晨敲了敲门。 大门打开, 秀娘在里面奄然一笑, 拉着龙晨进了院子。 大门关上, 马就在院子里停着, 秀娘迫不及待地 拉着龙晨进房间。 你一个冬天都不来。 龙晨说道, 我在玲瓏阁练兵, 一个冬天都没下山。 秀娘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在玲瓏阁练兵? 那里不是锻造兵器的地方吗? 玲瓏阁是东周的武库, 各种精巧的兵器都从那里来, 秀娘自然知晓。 龙晨说道, 这是一支新的军队, 用的兵器完全不同, 我们也西夏, 就要用他们。 秀娘问道, 那你现在下山, 是兵马已经练好了吗? 龙晨点头道, 对,练好了, 我准备明日就出发往玉佛关去。 听说明天就走, 秀娘顿时支起身子, 问道, 就走啊, 那你这一去, 多久才回来? 为了隐藏踪迹, 秀娘只能一个人住, 真的很孤单, 很冷清。 龙晨看着秀娘的样子, 心疼地说道, 我想想办法, 把你接过去。 我这一去, 最快也要一两年, 甚至几年。 秀娘听说要去几年, 更加着急了。 不是她不懂事, 而是一个人, 真的太孤单了。 我等夫君的消息, 你怎么安排, 我就怎么来。 秀娘知道, 战场之上不可能顾及她, 肯定以军务为主。 第二天早上, 吃过午饭, 龙晨从宅子出来。 走在街上, 龙晨心中暗存, 昨晚上没有回去, 万一公主茶岗怎么说? 当然, 帝洛西未必会到王府, 可凡是有万一。 去摩羯那里喝杯茶, 会比较保险。 龙晨策马上了真佛寺, 监院红瑞笑嘻嘻过来迎接。 五王许久没来了, 听说一直在府上闭关。 红瑞亲自替龙晨牵马。 对, 在家里闭关修炼了一个冬天, 刚刚出关。 摩羯在吧。 红瑞笑道, 在的, 五王请。 红瑞将马给了一个僧人, 亲自带着龙晨往方杖室走去。 走到门口, 见到玄慧小和尚。 几个月不见, 这小子长高了不少。 玄慧, 过来。 龙晨冷冷喊了一声, 玄慧见到龙晨, 脚下停住了, 两只眼在龙晨身上打亮一番, 表情犹豫了一下, 转身就要跑。 红瑞呵斥道, 玄慧, 五王叫你, 快过来。 玄慧没法子, 只得转身走过来, 光溜溜地脑袋滴着, 两只手不知道放哪里, 眼珠子上翻, 有些畏惧地看了一眼龙晨, 然后拜道, 拜见五王。 龙晨摸了摸玄慧的秃头, 说道, 你小子, 没有, 方丈有事, 让我去办。 龙晨揪住玄慧的领子, 说道, 有个屁的事情, 跟我来。 揪着玄慧, 龙晨进了摩羯的方丈室。 一股熟悉的檀香味, 摩羯正坐在房间里看经书。 哟, 席客呀。 我说, 早上枝头喜鹊叫, 蛛丝挂在门上, 原来今日五王大驾光临。 摩羯笑着起身, 从暗后迎出来。 龙晨笑骂道, 好你个秃驴, 我许久不来, 一来就被你编排。 龙晨松开玄慧的领子, 玄慧迅速走到摩羯那边。 红睿见龙晨和摩羯聊起来了, 自己便退下。 坐下来, 摩羯吩咐道, 快去煮一壶水来, 用后山的泉水。 玄慧立即提着水壶去打水。 今日如何得空到我这里来? 我听说, 你在府上闭关了一个冬天, 果真如此。 摩羯收了经书。 在真佛寺, 来找摩羯的人很多, 经师中的达官贵人 都喜欢和他聊天下棋。 但摩羯只是应付而已, 这些人说不出佛法争议, 棋义又很一般。 唯独龙晨精通佛法, 下棋又好, 摩羯盼盼着来。 龙晨笑道, 真假有什么要紧, 反正我一个冬天没来。 摩羯拿出一个棋盘, 说道, 来一局。 龙晨拿起一枚棋子, 笑道, 你一个出家人, 还有胜负心。 摩羯笑道, 不过游戏而已, 贫僧没有胜负之意, 倒是武王自己, 龙晨首先落子, 站了有力位置, 摩羯也落了一子。 黑子和白子落下, 棋局慢慢开始。 玄慧提着一壶泉水进来, 放在火炉上烧着。 湖上的水滴落在炭火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瞬间被气化。 玄慧坐在旁边, 看着两人下棋。 你这棋下的杀鸡毕露, 又要打仗了吧? 摩羯从龙晨落子之间, 看到了杀意。 龙晨笑了笑, 说道, 还是你眼间。 摩羯微一笑, 没有再说话。 龙晨要灭西夏, 这个事情摩羯也知晓。 他身为西夏人, 不动心是假的。 但国家之间的纷争, 他不想过问。 妻子相继落下, 水慢慢烧开, 玄慧拿来茶具, 泡了一壶茶。 倒了两杯, 放在摩羯和龙晨旁边。 龙晨喝了一口茶, 转头问玄慧, 你小子怎么不下山, 来我府里玩了? 玄慧脸色略显尴尬, 说道, 要做功课, 不得空。 龙晨笑道, 你小子这么勤奋, 带我回去问问, 画怎么回事。 玄慧急了, 立即说道, 无需问的, 就是功课太多。 摩羯笑道, 别人不想说, 你又何必问? 龙晨不知道, 玄慧有什么事情, 既然他不想说, 那就作罢。 估计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事情, 和画有矛盾什么的。 两人喝着茶, 下着棋。 原本两人旗鼓相当, 今天摩羯却一败涂地, 被龙晨杀得很惨。 龙晨笑道, 方丈今日心不在焉。 摩羯笑了笑, 说道, 既不如你, 我认输。 正要再来一局的时候, 红锐和玄一从门外走进来。 五王。 红锐正要说, 玄一先抢了话, 说道, 小龙龙, 公主到处找你。 果然, 蒂洛西到了府上找人。 龙晨庆幸自己机智, 躲在了真佛寺, 没有被抓到。 红锐站在旁边笑呵呵不说话。 摩羯笑道, 看来这局下不成了, 改日再下吧。 龙晨起身笑道, 好, 改日。 转过身, 龙晨对玄一说道, 走, 下山回去。 两人往外走, 摩羯和红锐一起送龙晨往山门走去。 玄慧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没有跟过来。 到了山门, 一个僧人牵马过来, 玄一的马也在山门外。 告辞。 慢走。 龙晨上马, 和玄一往山下走, 刚走没几步, 摩羯从身后喊道, 我。 龙晨和玄一停下来, 回头看着摩羯。 摩羯站在山门口, 欲言又止。 龙晨回了一句, 我知道。 说完, 龙晨骑马下山。 摩羯望着龙晨远去的背影, 双手合十念叨, 阿弥陀佛。 红锐听得莫名其妙, 龙晨到底知道了什么? 摩羯什么都没说啊。 红锐不明白, 又不好多问。 等龙晨走了, 摩羯也回了方丈市。 龙晨骑马和玄一下山, 玄一问道, 刚才摩羯说什么? 玄一也没有听懂什么意思。 龙晨说道, 摩羯知道我要对西夏动手, 想让我手下留情。 摩羯虽然顿入空门, 远离俗世, 但他毕竟是西夏人。 人非草木, 龙晨要大举进攻西夏。 摩羯想为西夏人求情。 那你答应了? 玄一看着龙晨问道。 龙晨说道, 不杀百姓, 士兵投降免死, 但昭提寺和郑国寺的人 还有十乐王族大臣全杀。 当年他们杀我十万龙家军, 此仇必报。 百姓是无辜的, 这一点没错, 龙晨不会对百姓下手。 普通的士兵投降, 可以免死。 龙晨做到这些, 就是人至义尽。 家人的仇, 十万将士的仇, 必须报。 玄一点点头, 说道, 只能这样了, 战场之上, 不杀人怎么打仗, 难道等着被杀吗? 玄一跟随地洛西打仗多年, 深知战场之上, 你不杀人, 人就杀你。 你死我活的地方, 怎么能心慈手软? 更何况, 龙晨有血仇在身。 呼。 龙晨呼出一口白色的雾气, 天色已经黑了, 山风呜呜地吹来, 感觉很冷。 我过几天就去玉佛关, 你要和公主往临江城去。 我在玉佛关开战, 里程道必定在南边侧营。 战马慢慢往山下走, 路有点湿滑, 马蹄走得很慢。 玄一有些不舍, 说道, 我听说你这一次要去好久, 那我很久见不到你了。 龙晨笑道, 怎么, 舍不得我。 玄一娇声说道, 谁舍不得你, 公主舍不得。 龙晨笑了笑, 骑马进城, 回到府上。 房间里, 蒂洛西一群人正在玩闹, 玄一立即加入。 龙晨在蒂洛西旁边坐下来, 说道, 我已经禀明圣上了, 不日将启程去玉佛关, 准备灭掉西夏了。 蒂洛西说道, 进攻是大事, 你不打算停意吗? 这次进攻西夏, 不是简单地打一仗, 而是要灭齐国。 如此大事, 案例十与欧, 应该在朝堂上停意。 特别是兵部需要提出意见。 龙晨说道, 不了, 我虽然故意把消息放出去, 让西夏和南梁紧张, 但战术上要欺骗他们,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所谓兵者鬼道, 偷袭是最好的办法。 停意太麻烦了, 必须把问题摆出来, 然后大家商议。 其他大臣肯定会问龙晨打算怎么做, 兵部需要提供多少兵马粮草。 这些问题一说出来, 时乐立即会察觉, 到时候, 郑国四不好打。 张倩点头道, 也是, 如果时乐将所有兵力囤扎在镇国寺, 二十万龙家军恐怕不够用。 帝洛西微微点头, 几百年了, 还从来没有打过灭国的大仗, 我跟你一起去。 灭国之战不好打, 帝洛西担心龙晨一个人能不能应付。 而且, 东周还没有全国动员, 可用的兵马就是二十万龙家军。 凭借这点兵力灭国会打得很艰难。 时乐认为龙晨虚张声势, 也是看到这一点。 如果龙晨真打算和西夏全面开战, 那必然要全国动员。 可是东周没有这么做, 所以时乐认定龙晨在虚张声势。 龙晨说道, 大战一起, 南境必然大兵压境, 你和令仪要镇守南边。 我先去玉佛关, 欠欠他们五个会, 随后赶来, 我这边至少有四个高手压战, 我们没事。 反倒是你们南边, 你和令仪两个人压力很大。 南梁高手众多, 兵力也多, 南边的防守压力很大。 好在临江城和采石城兼顾, 可以固守兼城。 张倩说道, 公主放心, 我们会跟着大人。 蒂洛西悠悠叹息一声, 说道, 好吧, 你们也要小心, 不能大意。 还有, 夫君喜欢冒险, 你们看着点。 龙晨每次打仗都喜欢用奇谋奇兵, 做事非常冒险, 蒂洛西很担心龙晨玩拖。 张倩点头道, 我们会看着的, 公主放心。 蒂洛西微微点头, 南梁, 皇宫, 偏殿里, 李承道穿着一身龙袍, 外面披着明皇外套。 南梁的春天比东周的暖和, 李承道穿的衣服也更少。 钟贵从门外走进来, 说道, 皇上, 蒂洛来了。 李承道微微点头, 说道, 让他进来。 很快, 蒂洛穿着一身布衣, 从外面慢慢走进来。 此时的蒂洛行销鼓励, 颧骨突出来, 两塞凹下去, 眼窝凹陷, 胡须虽然修理过, 但是看起来很邋遢。 见到李承道, 蒂洛恭敬地弯腰朝拜, 微臣蒂徽, 拜见皇上。 李承道看着蒂徽的样子, 心中没有什么怜悯, 反倒有一股厌恶。 李承道, 此人薄情寡义, 对人只看有用没用, 不计什么恩情。 蒂徽受伤后, 太医院给他治伤, 命算是保住了, 但是修为全部废掉了, 成了一个普通人。 甚至说, 连普通人都不如。 普通人有这个体型, 至少还能当个武卒, 可蒂徽这个样子, 连武卒都不如, 就是个病老鬼。 李承道为了安抚人心, 给了蒂徽进军参事的职位, 就是个贤职。 蒂徽此人知道进退, 平时就穿不衣, 遇到事情也不提意见, 做个老好人养老而已。 李承道看着蒂徽, 说道, 朕有个事情问你。 中贵退出偏店, 把门带上了。 李承道有事情要问, 蒂徽立即攻身行礼, 等着李承道说话。 朕问你, 龙承恩当时如何伤到你的? 你仔细说说。 李承道想问, 就是龙承的手段, 如何把蒂徽打成残废的? 说起此事, 蒂徽心中悲凉, 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回皇上, 当时? 蒂徽把当时在福元楼和龙承的战斗 仔细叙述一遍。 听到关键之处, 李承道问道, 你确定龙承恩的拳头 没有接触到你, 力道却到了? 蒂徽拜道, 正是如此, 十分诡异,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暗器, 可是威承感觉又不像。 李承道的龙椅旁边放着一个茶几, 上面摆着一个瓷瓶。 李承道慢慢起身, 走到茶几旁边, 对着蒂徽冷冷说道, 你看好了, 是不是这样? 说着, 李承道的手掌撑开, 放在离瓷瓶只有半分的地方。 李承道额头青筋抱起, 脸色张红, 眼珠子布满血丝, 样子好像到了极限。 蒂徽看得出来, 李承道在拼尽全力, 催动体内蒸气。 蒋徽想让李承道小心点, 这样容易经脉锻炼, 自废武功。 可是蒋徽又不敢说, 他现在的身份就是个废人。 呼! 蒋徽感觉房间里似乎有微风吹过, 茶几上的瓷瓶突然掉落。 啪! 瓷瓶摔得稀碎。 李承道缓缓收工, 脸上的胀红消退, 抱起的青筋也沉入皮肤之下。 是这样吗? 李承道冷冷问道。 蒋徽惊恶地败道, 正是如此。 李承道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好, 你退下吧。 蒋徽拜了一拜, 退出了偏殿。 钟贵在门口候着, 见蒋徽出来, 他就进去了。 蒋徽恭敬地对着钟贵拜了一拜。 他现在谁都不得罪, 对谁都很礼貌。 蒋徽也算是个明白人, 能上能下, 能屈能伸。 看一个人的修养, 要看他凭借之时, 如何处事做人。 蒋徽慢慢出了皇宫, 回到宫门口旁边的小房间。 这里只有一张床, 一张陈旧的桌子, 摆着一盏油灯, 一个就茶壶, 三个杯子。 人眼竹高低, 以前蒋徽身为进军统领, 衙门里的东西奢侈豪华。 现在这个房间, 只比一般的卒子好些。 这样的待遇很差, 但蒋徽没有任何怨言。 李承道为了收买人心, 显得自己不是薄情之人, 让蒋徽担任参事, 蒋徽也立即领旨谢恩。 皇权之下, 都是诸狗, 皇帝的赏罚, 必须领旨谢恩。 蒋徽慢慢坐下来, 心中暗道, 上尉也学了龙承恩的功法吗? 龙承恩是龙家郡的人, 他能用龙家郡功法。 上尉是皇帝, 知晓龙家郡的功法也正常。 龙家, 龙家真的有特殊功法吗? 难道传闻是真的? 龙家真的有可以修炼到帝尊的功法? 蒋徽脑海中不断地思索着, 有或没有, 与我何干? 蒋徽摇头笑了笑, 倒出一杯茶, 却发现是冷的。 喝了一口冷茶, 含在嘴里污热, 然后才吞下去。 蒋徽现在身子不好, 不敢直接喝冷水了。 放下茶杯, 蒋徽盖上被子睡觉。 偏殿里, 中贵走进去, 发现瓷瓶碎了一地。 皇上, 您没事吧? 中贵立即收拾地上的残片。 李承道没有说话, 他在心中暗思, 果然是龙家心法, 这个龙也该死。 地重就轻, 给镇什么战报? 说什么帝尊镜, 在于在冰死状态爆发体内真气。 而最关键的龙家心法, 却只字不提, 真的该死。 李承道按照龙也上奏的册子 闭关修炼, 但是没什么效果。 后来他联想起龙臣潜入内裤偷盗, 被偷走的是功法。 于是, 李承道回忆龙家修炼的心法要诀, 按照龙家心法修炼, 果然可以控制体内真气, 武皇巅峰的修为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可是, 李承道知道的心法不全, 他无法全面修炼。 把于府国叫来。 李承道冷冷说道, 正在收拾残片的中贵 立即起身拜道, 遵旨。 中贵出去传旨, 于府国很快到了偏殿。 奴才于府国拜见皇上。 于府国躬身行礼。 李承道说道, 朝中和龙爷有来往的, 还有谁? 龙家军余孽, 除了龙承恩和吴贱, 还有其他人吗? 于府国感觉非常诧异, 这么多年了, 李承道这是要再次清理朝中大臣。 于府国小心地回道, 奴才要查一查, 按理说, 上次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 李承道眉头紧锁, 显然听了心情不好。 给朕找, 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特别是武学上和龙家有渊源的, 一定要找出来。 于府国立即拜道, 奴才领旨, 奴才绝不放过一人。 李承道神色一变, 冷冷说道, 朕让你找你, 不是杀人。 找到以后, 好好招待, 要奉为座上宾。 于府国更加糊涂了, 但他不敢多问, 连忙败道, 奴才领旨。 李承道挥挥手, 于府国退出偏殿。 东周, 京师, 武王府, 起床了, 日上三干了。 苏友荣的声音让蒂洛西从睡梦中醒来, 清月和悬衣跟着苏友荣从外面进来。 看着蒂洛西昏睡, 清月说道, 公主, 不早了, 该起床了。 蒂洛西悠悠醒来, 在苏友荣的搀扶下起来, 清月和悬衣拿来衣服, 替蒂洛西穿好。 扶着蒂洛西下床, 坐在梳妆台前梳头洗脸。 等梳洗完毕, 到了吃饭的房间, 香宁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坐下来, 蒂洛西问道, 小龙龙呢? 苏友荣说道, 刚才叫了她吃早饭, 该来了吧。 正说着, 龙晨从外面进来, 坐在蒂洛西对面。 龙晨给蒂洛西倒了一碗豆浆。 公主喝点豆浆解解渴。 蒂洛西看着豆浆的颜色, 又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龙晨, 龙晨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 说道, 我不喝豆浆, 给我换一个汤来。 龙晨笑道, 干嘛不喝? 龙晨喝了一口, 说道, 挺好喝的豆浆, 干嘛不喝? 苏友荣说道, 大人, 你少说两句, 别把公主惹生气了。 我给公主换一碗乌鸡汤来。 很快, 一碗乌鸡汤端过来, 蒂洛西这才慢慢喝起来。 吃过早饭, 蒂洛西带着清月和悬衣回西宫, 龙晨则在军械房收拾东西, 准备往御佛关去。 夫君, 我们什么时候与你会合? 张倩在房间里帮着收拾。 龙晨说道, 等我消息, 准备好了, 你们就过来。 婷婷和项云的修为还没有突破, 你们帮帮他们。 张倩帮龙晨收拾好东西, 又确认了一遍。 什么时候走? 龙晨说道, 明天或者后天, 我和冯和一起走, 对外还是说我闭关。 公主那边你跟她说说, 平时到府上做做, 如果蒂洛西一直不来, 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 张倩点头道, 好, 我跟公主说。 收拾好了东西, 张倩陪着白婷婷和吴湘云进密室修炼。 龙晨则一找摩羯下棋的名义出门。 从后院走出来, 到了前院, 见到正在练功的小虎和画。 画。 画听到龙晨的声音, 立即跑过来, 拜道, 老爷。 龙晨问道, 玄慧那小子怎么回事? 怎么躲着我? 画突然害羞地低头, 看着脚尖不说话。 龙晨笑道, 算了, 没事。 何军陶牵马过来, 龙晨上马出门。 何军陶送龙晨出去后, 问道, 是不是玄慧的事情? 画点点头。 何军陶笑道, 那小子, 人小鬼大。 画修道, 陶姨, 您就别说了, 修死了。 何军陶打句道, 大人不是说过, 让玄慧还俗取你。 画被说得不好意思, 转身跑走了。 龙晨骑马出门买东西。 聚金堂。 格东东忙了一天, 回到自己的院子, 进了房间坐下。 两个俏丽的侍女, 立即过来替他换衣服拖鞋。 格主累到了吧。 一个身材风云的俏丽侍女, 非常温柔地替格东东捏肩膀。 另一个轻瘦的侍女, 立即倒了热水, 过来替他泡脚。 最近堂内生意好, 差不多脚不粘地。 格东东靠在椅子上, 手捏着侍女肉肉的腿, 感觉很舒坦。 对比以前当底层刺客暗杀, 刀尖舔血过日子, 现在的生活简直是神仙日子。 在聚金堂里有独立的院子, 有侍女伺候。 大家都说格主要提升为千金石呢。 正在洗脚的侍女奉承道。 格东东哈哈笑道, 小妮子嘴巴甜, 来,赏你的。 格东东的脚从水里抬起来, 侍女非常乖巧地双手捧着, 开始慢慢吃。 格东东享受着两个侍女的伺候, 舒舒服服到了晚上。 躺在床上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 腹中突然开始隐隐作痛。 这种痛觉刚开始不明显, 后来越来越疼, 就连做梦都感觉疼。 格东东额头冒着冷汗, 从床上爬起来。 他不敢叫唤, 怕被人听见。 龙承恩, 狗贼! 格东东咬住被子一脚, 双手按压腹部, 强忍着疼痛。 以前他总能忍忍过去, 只要半个时辰就行。 可是这一次, 实在是太疼了。 格东东从床上爬下来, 到了抽屉旁边, 拉开抽屉, 拿出一个药瓶子, 倒出一粒丹药。 这是龙承恩给的丹药, 他没空去想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 仰头吞入腹中。 一股清凉的感觉在腹中化开, 格东东摊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身上的睡衣完全汗透了。 躺了一会儿, 地板的冰冷透过肌肤, 格东东挣扎着爬起来, 脱掉汗透的睡衣, 钻进被窝里躺下。 这一次的腹痛超过了以往, 格东东被疼得死去活来。 龙承恩。 格东东躺在床上, 心中充满了憎恨, 但是他又不敢说。 如果早点发现龙承给他下毒, 他可以向沈万金禀名。 那时候还可以解释。 可是现在几年过去了, 这时候告诉沈万金, 说龙承给自己下毒, 沈万金一定会怀疑格东东和龙承 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格东东只有死路一条。 而龙承那边, 沈万金顶多吵一架, 沈万金现在不敢和龙承翻脸动手了。 自己的小命被龙承捏住了。 格东东对龙承的恐惧 甚至超过沈万金。 怎么办? 格东东不停地想着对策。 早上。 龙承刚起床不久, 何君陶就跑进来, 说道, 大人, 老祝国来了。 龙承立即穿衣洗漱, 快步进了客厅, 果然看到公孙云 一脸宠溺地抱着走开。 老祝国。 龙承笑呵呵坐下来, 何君陶又换了一道茶。 小虎说你欺负他, 有没有这回事? 公孙云满脸不悦地说道。 龙承看了一眼邹凯, 笑道, 老祝国这是哪里话, 没有的事情。 邹凯躲在公孙云怀里, 看起来有恃无恐。 公孙云拍了拍邹凯, 说道, 别怕, 有我在。 转头对龙承说道, 你要出发了。 龙承说道, 对, 明日就走。 公孙云点点头, 又问道, 听说你在玲珑阁练兵? 龙承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慌了。 难道说公孙云都知道了? 龙承玩了公孙云的宝贝孙女, 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对, 奉圣上旨意, 秘密在玲珑阁练兵。 那个, 三公主也在的, 并非我一人。 龙承尽量让自己说话正常一点。 做贼就是心虚啊, 就算龙承脸皮后面对家长, 还是感觉很尴尬。 公孙云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只是微微汗手, 说道, 我昨日进宫见了圣上, 他告诉我, 说你让玲珑统领新军, 还说, 你练的新军将无敌于天下。 我是想说, 你不要因为我帮过你, 就把最好的军队给玲珑。 玲珑这丫头做事不够沉稳, 不要因私费功。 龙承松了口气, 原来公孙云不知道啊。 好险好险。 老祝国放心, 这支新军不一样, 用的是新式武器。 而这个新式武器正是玲珑一手打造的, 由他统领最合适。 再说了, 玲珑还小, 所以星星看起来不沉稳, 多磨练一下就好了。 公孙云点点头, 说道, 那便好, 凡是先攻后司, 带兵打仗是国之大事, 千万不可殉思。 龙承点头赞同, 公孙云又说道, 好了, 打仗的事情你比我厉害, 我就不说了。 公主下架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会礼部给你办好。 龙承连忙败谢, 多谢老祝国。 公孙云摸了摸邹凯的脑袋, 说道, 还有一个, 你这一去会很久, 小虎就到我家里住下吧。 龙承呵呵笑道, 这是最好不过了。 这个公孙云, 今日的真实目的, 怕不是为了拐走邹凯。 邹凯听说, 要去公孙云家里, 变得非常开心。 龙承眉头一皱, 邹凯连忙缩头, 公孙云见了, 则声道, 还说, 没有欺负小虎。 龙承笑道, 老祝国千万不可溺爱, 小时候不学, 长大后不成才。 公孙云冷哼道, 老夫比你多活了几十年了, 养育过孩子, 不用你教。 好了, 我走了。 公孙云牵着邹凯, 静止离开了五王府, 龙承一路送到大门口。 回到后院, 龙承进了卧室。 打开墙体的暗格, 龙承拿出一个小瓶子, 里面是蒂洛西炼制的枯木丹。 小兴收了枯木丹, 龙承找到苏有荣。 姑姑, 我明天一早就走, 后院你看着点。 张倩他们闭关修炼, 也劳烦你照顾。 龙承随口交代一下, 苏有荣做过西宫的公正, 这些事情他都知晓。 大人到了外面注意安全, 鸡餐可饮的, 不要伤了身子。 龙承要走, 苏有荣有点舍不得。 第二天, 西城门打开, 早已经等待在门口的商旅行人, 缓缓出城。 几辆马车缓缓驶出, 马车上坐着龙承, 马夫是冯河。 冯河扬起鞭子, 慢慢往西而去。 龙承与西厂的人扮作商人。 龙承拿出自己制定的作战方案, 仔细反复推敲细节。 大人, 我们这样走要几天的时间啊? 冯河轻轻挥动鞭子, 两匹马缓缓拉着马车往西走。 龙承掀开帘子, 问道, 你现在修为怎么样了? 冯河觉得奇怪, 这么多年了, 龙承很少过问他的修为问题。 还行吧? 当然, 和大人一比, 那是萤火虫比浩越了。 龙承说道, 你虽然主要负责情报刺探, 但修为也要跟上, 我不是给过你修炼的秘籍? 你都没有练吗? 冯河黑黑笑道, 大人, 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秘籍在藏五格放了那么久, 真练成高手的又有几个? 有秘籍, 还得有天赋才行。 我的天赋就在于打探消息, 修炼我不真不再行。 冯河的修为, 一直停留在王者中期, 无法再往前。 龙承给过好的秘籍, 冯河也确实用心练了, 但是效果甚微。 所以到最后, 冯河自己也放弃了。 龙承放下帘子, 回到马车里坐着。 冯河说得也不错, 一个人只要把自己擅长的事情 做到极致就行。 人无完人, 不可能样样都精通。 路上人不少, 时不时有同行的人一起走。 一路上小行夜宿, 很快到了西风城附近。 龙承骑在马上, 看着逐渐消融的冰雪, 远处的旷野逐渐有了些青涩。 马车坐久了憋得慌, 还是骑马舒服。 金陵城的春色应该很好了。 龙承看着略显荒芜的旷野说道。 冯河点头道, 是啊, 此时的金陵城, 江边的柳树应该发芽了, 芦苇也该长出来了。 大人什么时候带我们回去看看, 看看金陵城的春色。 龙承笑了笑, 说道, 等再次回到金陵城, 我给你封猴。 冯河大喜道, 这话小的记住了, 大人不要食言。 冯河很聪明, 龙承所做之事, 绝非单纯为了东周, 也绝非单纯为了两个公主, 龙承有自己的打算。 龙承说给她封猴, 只有帝王才能给她封猴。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龙承没有继续说, 骑马走在最前头。 路上的行人少了, 前后没有人, 只有龙承一支商队, 缓缓往西。 前方, 突然来了一队人。 这队人全部走路, 而且全是女子。 这些女子身穿白色衣裙, 衣裙上绣着云纹, 脸上戴着面纱, 遮住了眼睛以下。 最前面的两个女子提着两个香炉, 身后的女子手持长剑, 中间是一顶轿子。 四个精状的妇人稳稳抬着轿子, 上面坐着一个女子。 轿子由金丝楠木制成, 四周围着金色沙曼, 轿顶由纯金打造, 看起来贵气无比。 后面还跟着几十个女子, 一样戴着面纱, 手持长剑。 轿子的女子看不清面目, 也看不出年纪。 队伍缓缓走来, 最前面的两个女子走过, 在望秦阁时, 龙晨被清冤吓过一次毒, 就是通过熏香下毒的。 龙晨不敢再闻熏香。 冯和也一样平住呼吸。 轿子缓缓过去, 龙晨看了一眼轿子, 里面的人似乎也微微转了一下头。 那是什么人? 龙晨望着过去的队伍问道。 冯和摇头, 说道, 没见过, 不过, 他们的服饰和打扮, 很像江湖上有名的宗门, 长生宗。 龙晨望着远处的轿子, 喃喃自语道, 长生宗, 江湖门派。 穿越过来后, 龙晨一直身处皇宫, 要不就是沙场征战。 对于江湖的事情, 他几乎没有过问。 唯一有瓜葛的就是, 天下会和万金楼, 江湖其他宗门从未接触过。 今日, 还是第一次遇到江湖宗门。 有他们的情报吗? 龙晨对这个长生宗产生了一点兴趣, 感觉肯定不简单。 冯和摇头说道, 没有, 我们西场刺探的对象是朝廷军队和万金楼, 天下会这些对朝政有影响的组织。 像长生宗这种纯粹的江湖门派, 我们没有刺探过。 冯和的任务很明确, 就是辅佐龙晨打仗, 帮助龙晨打天下。 江湖门派不在冯和的目标之内。 哦? 轿子消失在视野外, 龙晨淡淡应了一声。 冯和见龙晨的样子, 嘿嘿笑道, 大人, 听说长生宗的宗主角色? 传闻这种事情最不靠谱。 你怎么知道里面不是一个老太婆? 冯和说长生宗的宗主是绝色美女, 龙晨当然不信。 冯和不知道长生宗的情况, 仅凭传闻就如此说, 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冯和笑道, 大人手段通天, 看看就知道了。 龙晨摇头冷冷说道, 人都走了, 你说个屁啊。 车队进了西风城, 这里依旧热闹繁华。 城主已经更换了朝廷命官, 田梁在御佛关躲着不敢出来。 龙晨给田梁写过信, 让他继续担任城主。 但田梁不敢, 他担心天下会报复。 龙晨也没说什么, 就让田梁在关内躲避。 天下会总部没有踪迹, 田梁的担心不无道理, 龙晨不会逼迫田梁。 过了西风城, 就到了御佛关。 到了关口, 士兵照例查看车队, 龙晨给士兵看了录影。 确认没问题后, 士兵放行通过。 龙晨和冯和从车队下来, 其他人继续出关, 往西下去。 这是为了掩人耳目, 如果一个车队突然消失了, 也会引起注意。 冯和先一步到了龙家军大营, 找到了吴剑。 吴剑听闻龙晨到了, 兴冲冲地迎出来, 带着龙晨进了帅府房间。 少将军! 吴叔辛苦了。 少将军哪里话, 本就是带兵打仗的命。 两人坐下来, 吴剑倒了两杯茶, 就是简单的粗茶, 谁也是冷的。 军中没有那么讲究, 有水喝就行。 龙晨喝了一杯, 吴剑又倒了一杯。 郑国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吴剑说道, 原本空祭在郑国寺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石勒到了, 空祭就回去了, 石勒现在也回去了。 郑国寺目前只有德善和尚一个人镇守, 手下有几个僧兵将领, 修为都是王者境界。 郑国寺有僧兵二十万, 铁药子八万, 人数超过了我们。 还有郑国寺的防御攻势做得很结实, 他们一个冬天把西夏数百里的百姓争掉过去了。 龙晨缓缓点头, 说道, 他们打算死守郑国寺, 堵住不让我们出去。 吴剑说道, 不错, 他们就是这个打算, 在我们小城无礼处, 德善也修建了一座小城, 驻扎了两万兵马。 龙晨笑道, 没事, 随他们怎么修建, 最后都是我们的。 吴剑知道龙晨的意思, 说道, 好在少将军早有准备, 要不然这么坚固的攻势不好打。 龙晨问道, 龙家军这边呢? 情况还好吧? 吴剑说道, 都好, 韩子平, 唐黑子和夜长领兵, 一切正常。 西风城现在是我们的了, 周围的百姓信奉真佛寺, 也没有闹事的。 龙晨点头道, 那就好, 后方不乱, 打仗没有后顾之忧。 说完了军中事务, 龙晨问吴剑的情况。 吴说, 我给你的阴风掌炼得怎么样? 上次在御佛关的时候, 龙晨给了吴剑阴风掌的功法, 还有姬仙炼制的冰清丹和公孙云炼制的丹药。 龙晨希望能借助阳金石, 让吴剑突破五皇境界。 吴剑说道, 一直在炼, 修为提升了很多, 可是无法突破五皇境界。 龙晨从身上拿出一个瓶子, 放在吴剑手里。 这是四公主给我炼制的枯木丹, 我也不知道有用没有。 吴剑拿着瓶子, 手微微颤抖一下, 激动地说道, 邵将军没有吃啊。 说完这话, 吴剑又笑起来, 说道, 邵将军本来就不是太监, 确实用不到。 龙晨说道, 我也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是否真的有用。 如果有用, 吴叔就不用冒险服用火金石, 强行突破了。 吴剑没有推辞, 开心地收下了枯木丹。 这个丹药龙晨用不着, 他却非常需要。 多谢邵将军。 吴剑很高兴。 龙晨说道, 这次来御佛关很多事情, 我后面慢慢跟吴叔说。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 吴叔扶下枯木丹试试, 看看是否有效。 吴剑拿起瓶子, 微微点头。 拔开筛子, 倒出一粒木纹丹药, 一股药香味扑鼻儿来。 吴剑捧着丹药的手有点发抖, 嘴巴动了动, 口腔分泌出唾液, 喉结微微动了动。 吴剑抬头看着龙晨, 龙晨微微点头, 吴剑放下瓶子, 右手捧着枯木丹, 仰头吞下去。 丹药入腹, 吴剑仔细感觉了一下。 如何? 龙晨比吴剑更紧张。 十万龙家军, 只剩下吴剑一个人, 他是龙晨唯一可以完全信任, 不做任何保留的人。 龙晨希望吴剑能重新变回男人, 能娶妻生子, 守护龙晨的江山。 吴剑微微摇了摇头, 说道, 好像没什么感觉。 龙晨慢慢呼出一口气, 叹息道, 果然没用吗? 龙晨预料到了这个可能。 枯木丹这个方子, 不过是蒂洛西从藏武阁找的一个古方而已。 要效如何? 无人知晓。 而且, 龙晨其实有一样的疑虑, 如果枯木丹真的有用, 从古至今那么多太监, 为何没有一个炼制? 就好比那个大太监成为之, 他当时权力那么大, 完全可以炼制枯木丹, 取代杨金石。 可是成为之没有这么做。 吴剑笑了笑, 说道, 邵将军不用叹气, 反正当了这么多年太监了, 无所谓了。 其实吴剑心里也很失落, 他也想重新长出来, 变回男人。 谁也不想当太监。 龙晨微微叹息道, 我们在想办法, 总有办法的。 吴剑突然捂住肚子, 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说道, 邵将军, 好像有点用, 感觉肚子里冰冰凉凉的, 不是, 不是冰冰凉凉, 而是那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龙晨惊喜道, 是不是丹药起作用了? 有没有感觉, 那个。 吴剑伸手掏了掏, 摇头说道, 没有, 但是我感觉修为在提升。 龙晨失望地说道, 只是对修为有提升作用啊。 又失望了。 吴剑却说道, 少将军, 如果枯木丹可以让我提升修为, 不用服用阳金石, 这就足够了。 想象也是, 虽然不能枯木重生, 但能突破修为也不错。 总比完全没有药效强。 蒂洛西花了那么精力炼制的丹药, 龙晨也不希望是一颗废丹。 吴说, 你现在盘腿坐下, 我有一门新的功法, 你按照我说的修炼。 吴剑立即在房间里坐下来, 龙晨在旁边将龙凤星爵念出来, 吴剑按照龙晨的话, 慢慢运转真气。 房间里, 服用枯木丹后, 吴剑按照龙凤星爵修炼入定, 龙晨在旁边护法。 整整两天过去, 吴剑才从入定中醒来。 在这期间, 韩子平来找过一次, 龙晨让韩子平告诉其他人, 说吴剑在修炼。 慢慢地, 吴剑睁开眼睛, 房间里有一股微微的风吹过。 吴剑双手握拳, 高兴地说道, 我突破了。 龙晨坐回椅子上, 庆幸道, 狮之东鱼, 收之桑鱼, 枯木丹虽不能枯木再生, 却让吴叔突破了武皇境界, 可喜可贺。 吴剑惊喜地问道, 少将军, 你刚才的心法要绝哪来的, 效果奇佳? 吴剑在龙家军时, 没见过这么神妙的心法, 他猜测是女帝给的。 龙晨不隐瞒, 吴剑点头道, 难怪效果这么好。 吴剑慢慢起来, 坐回椅子上, 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 这里天气冷, 茶水放两天没事。 吴说, 我有个事情要和你说。 少将军请讲。 吴剑放下杯子。 龙晨说道, 这次灭西夏以后, 我就要对南梁动手, 等我攻破金陵城, 我就再金陵称帝。 说完这话, 龙晨顿了顿, 他在等吴剑的反应。 吴剑愣了一下, 随即热泪盈眶地说道, 好, 好啊, 少将军能灭了李承道这个狗贼, 夺取他的江山, 老将军和十万龙家军兄弟, 在天有灵, 也会高兴的。 杀了李承道太便宜了, 夺了他的江山才解恨。 吴剑无数次梦见, 跟着龙晨攻破金陵城, 揪住李承道的头发质问, 为何要对龙家军下手? 我在金陵城称帝, 就是和女帝翻脸绝恋。 那个时候, 我需要自己的军队守住金陵城。 吴剑猛地点头, 说道, 不错, 我们用东周的军队攻破金陵城, 如果邵将军称帝, 女帝必然反目。 我们手里的龙家军恐怕有一半要走,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能稳住。 手下的龙家军虽然任龙晨, 但他们的家人都在东周。 要他们抛弃弃子, 跟着龙晨造反, 他们很难答应。 龙晨不可能违背人性。 邵将军要我怎么做? 吴剑知道龙晨有计划, 这个计划需要他执行。 龙晨说道我和龙帮的帮主姬仙有合作, 他已经到了南梁, 我让他秘密在南边蛮族边境训练军队, 锻造兵器。 等我攻破金陵时, 他带着军队入城与我会兵。 我想让吴叔也去南梁, 和姬仙一同操练军队。 吴剑问道, 邵将军一直和龙帮合作。 龙晨点头道, 对, 此事我一直保密, 只和你说了, 她是居兰国的公主, 我答应帮她复国。 这么一说, 吴剑明白了。 刚开始, 吴剑感觉奇怪, 为何龙帮要帮龙晨? 现在明白两人利益攸关, 这样的合作才保险。 吴剑说道, 邵将军想派我去, 是因为信不过姬仙先吧? 龙晨说道, 对, 我和他关系不错, 但这种大事我除了吴叔, 谁都信不过。 在攻击郑国寺的战斗中, 我会设计让吴叔阵亡, 然后冯和会派人将吴叔送到金陵城。 到了金陵城, 你与姬仙会合, 秘密在南梁练兵。 等我们再次见面, 我将在金陵城称帝。 龙晨和姬仙先关系很好, 两人有夫妻之时。 龙晨能感觉到姬仙先对自己的感情, 自己也确实对姬仙先有情。 但利益面前, 感情是不靠谱的。 龙晨要称帝, 姬仙先要复国, 两人谋划的都是大事, 男女感情随时可以撕破。 所以, 龙晨才派吴剑过去。 如果, 龙晨攻破金陵称帝的时候, 姬仙先却被判了, 那龙晨只有死路一条。 吴剑高兴地答应了。 少将军放心, 我一定做好。 吴剑感觉龙家的少将军长大了, 不再是只知道打仗的猛将, 而是一个志在夺取天下的枭雄。 好了, 打坐两天, 吴叔吃些东西去吧。 吴剑开门把韩子平, 唐黑子和夜长叫过来。 三人进了房间, 对着龙晨拜道, 拜见武王。 龙晨笑道, 坐吧, 跟我磕套什么。 吴剑又叫厨房做了两大碗面, 切了一大盘羊肉进来。 放下东西, 龙晨说道, 我不跟你们客气了。 韩子平笑道, 我们都吃了。 龙晨和吴剑很快吃完了面和肉。 收拾碗筷出去, 吴剑关了门。 龙晨说道, 辛苦你们镇守御佛关, 我这次来的目的你们也知道, 就是为了灭掉西夏。 韩子平三人听到热血沸腾, 样子很激动。 龙晨说道, 第一站是镇国寺, 你们做好准备, 但对外要不露声色。 三人拜道, 末将明白。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好了, 你们去吧, 我在御佛关的事情保密。 三人起身退出房间。 吴剑看着三人离去, 说道, 少将军, 这三人可用。 龙晨知道吴剑的意思, 说道, 他们是我从前将军带回来的, 可以作为心腹。 田梁在哪里? 我跟他谈谈。 吴剑问道, 少将军的意思。 龙晨笑道, 把他叫过来, 我来说。 吴剑立即将田梁带过来。 田梁一身不一, 样子有些憔悴。 见到龙晨在房间里, 田梁立即拜道, 拜见武王。 田梁的神情有惊喜有惊讶, 他心里应该五味杂陈。 是我害了田城主, 抱歉了。 龙晨笑呵呵说道, 田梁立即说道, 哎呀, 武王这是哪里话, 是武王救了我的贱命。 若非武王手下留情, 我已经是刀下之鬼了。 如果不是龙晨看在田梁给了血丹和百慕丹的情分上, 真的可能一起杀了。 田梁现在想起来, 真的庆幸自己当初卖好给龙晨。 就是那么一个人情, 救了自己一条命。 龙晨笑道, 我不是忘恩的人, 田城主求人得人而已。 田梁感叹道, 武王讲情义, 若是换作其他人, 我还是死路一条。 田梁说的是天下会, 击罢做事做无情, 根本不讲什么恩情。 龙晨笑了笑, 没有说这个事情。 田城主在这里还习惯吗? 田梁千功的拜道, 武王称呼晓得田梁即可, 晓得已经不是城主了。 那就叫田掌柜吧。 龙晨笑了笑, 示意田梁坐下说话。 田梁重新坐下来。 田掌柜有经营之财, 留在玉佛观赋贤太可惜了。 我不绕弯子, 我想让田掌柜到南梁去一趟。 龙晨的话让田梁感到疑惑, 为什么要去南梁? 不知武王拆小地去南梁, 所为何事? 田梁是东周人, 从未到过南梁, 心里自然是不愿意去的。 龙晨说道, 我要灭西夏和南梁, 需要有人在南梁练兵侧应, 吴将军也会去。 我想让田掌柜和吴将军一同去, 等我大军从北进攻时, 你们就从南边发兵侧应。 田梁看向吴剑, 吴剑微微汗手。 田梁心中犹豫不决, 他是东周人, 到南梁去练兵, 这一去数千里, 生死前途未卜。 我知道田掌柜的疑虑, 南梁地方湿热难熬, 确实不容易。 我是这样想的, 田掌柜有晶莹之财, 留在这里实在可惜。 到了南梁那边, 本就是保密的, 不用担心天下会报复。 再则, 田掌柜训练兵马, 等我攻破精灵, 那便是大功一剑。 到时候, 田掌柜败将封侯没问题。 当然, 这只是我的想法, 如果田掌柜不愿意去, 那便算了。 玉佛关几十万兵马, 田掌柜留在这里, 不过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龙晨看中田梁经营的才干, 想让他帮吴剑的忙。 吴剑擅长兵马统领, 但粮草钱财之类的, 还需要一个副手, 田梁最合适。 田梁被判了天下会, 他担心被追杀, 只能依附于龙晨, 所以, 此人可靠。 田梁沉默很久, 然后眼神决然地看着龙晨, 龙晨拉着田梁的手笑道, 不急, 到时候, 我会安排你与吴将军一同前往。 田掌柜, 我不是个说大话的人, 我许诺你, 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给你封喉。 田梁起身拜道, 谢武王。 这个话若从他人嘴里说出, 田梁绝对不信, 但从龙晨口中说出, 田梁信了。 想自己一生, 从天下会跑腿做起, 做到了堂主, 田梁觉得, 天下会是自己的福星。 后来天下会倒了, 被龙晨一夜之间, 弄得天崩地裂。 现在, 龙晨又给了一个机会。 田梁敏锐地察觉到, 或许自己一生的富贵就在这里了。 所以, 田梁最终答应了。 小的有个请求。 田掌柜请说, 小的一家老小都在这里, 还请武王照顾。 龙晨笑道, 这个你放心, 我保证他们周全。 田梁拜道, 如此, 小的没有顾虑了, 全凭武王驱使。 龙晨笑道, 好, 你去准备吧。 田梁出了房间, 把门关上, 吴建问道, 邵将军为何要让田梁跟我去? 此人以前背叛过天下会, 我觉得不可靠。 龙晨说道, 也不能说他背叛天下会, 那时候我在西风镇, 他只是想卖好给我, 多个朋友多条路。 他现在别无选择, 只能跟着我。 而且, 此人有功利心, 不会甘心就此老死, 所以可用。 另外, 你到南梁, 不仅要练兵, 各种粮草, 军饷生意, 都需要有人打理, 田梁给你副手最合适。 吴建点头道, 这倒是, 好歹在玉佛关这么久, 算是老相识。 龙晨点头道, 对, 就是如此。 这几天我就在房间里, 吴叔刚刚突破, 还需要再修炼稳定一下。 你再把韩子平三人叫过来, 我让他们一起修炼龙凤星爵。 龙凤星爵, 虽不是具体的武功秘籍, 但对于提升修为有大用。 韩子平三人是心腹, 龙晨对他们非常大方。 在这之前, 龙晨就从藏武阁 专门给他们挑选了秘籍, 抄路以后送到了这里, 让他们修炼。 还专门让玲瓏阁 给他们量身定制兵器。 吴建出去叫人, 很快, 韩子平三人进来。 龙晨将龙凤星爵传授三人, 让他们好好修炼。 随后, 龙晨便在玉佛关潜藏下来。 镇国寺, 一个和尚穿着厚厚的僧衣进了房间, 德善和尚身披袈裟, 坐在房间里和十几个僧人军官议室。 方丈, 今日玉佛关还是没动静。 进来的和尚在德善的左手边 第一个位置坐下来。 此人是镇国寺的监院绝空。 旁边一个身穿黑色铠甲的将军冷笑道, 这次果然虚张声势, 一个冬天过去了, 一点动静也无。 此人是驻扎镇国寺的铁药子统帅马兴。 对面一个面容凶恶, 鼻孔外翻的僧人附和道, 我看也是, 秋天说要进宫, 一个冬天过去了, 这都开春了, 还不见动静。 此人是镇国寺的僧兵将领广祥。 监院绝空看向德善, 等着他说话。 德善微微点头, 说道, 龙承恩这丝诡计多端, 不可大意。 不管他是不是虚张声势, 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 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刚才我与众人商议, 打算主动进攻。 监院绝空扫视周围的僧兵和铁药子将领, 略微惊讶地问道, 可是, 王上和师伯不是说让我们守住就行? 我们贸然出击, 万一? 绝空原本跟着前任监院扶海做副手, 赤岩妙一战, 扶海被俘身亡, 绝空成了新任监院。 经过上次的战斗, 绝空对龙承有恐惧感。 铁药子降临马兴黑黑笑道, 绝空大师, 你是被龙承恩杀破胆了吧? 王上让我们守住镇国寺, 这个没错, 但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那龙承恩所住的兵法也说和余力而动, 我们现在兵力占优势, 如果集结兵力突袭玉佛关, 定能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僧兵将领广祥也说道, 出其不易攻其不备, 这是龙承恩惯用的伎俩, 我们也可以一样化葫芦。 这些人对龙承写的孙子兵法, 烂属于凶, 随口就能说出来。 德善微微点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龙承恩太嚣张了, 我们必须反击, 让东周见识一下我西夏的军力, 省得他一天到晚叫嚣。 僧兵将领广祥说道, 方丈说得对, 光凭一句灭西夏, 就把我们搅得鸡犬不宁, 我们也要让龙承恩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其他人纷纷附和, 监院绝空见大家想法一样, 说道, 弟子听从方丈安排。 德善微微点头, 来, 再商议一下作战方案。 众人继续商议突袭方案。 御佛关, 龙家军有序的巡逻操练, 西面是防守的重点, 两座小城各有两万驻军, 随时警戒郑国寺方向。 教场里, 吴剑手持一柄九环大刀, 脚踩在石子地上发出砰砰的闷响。 九环大刀的刀身暗黑色, 刀刃发出圣人的寒光, 刀背上九个金色铁环。 这柄九环大刀是龙承让玲珑阁打造的, 适合吴剑的刀法。 随着九环大刀舞动, 铁环发出郎郎的声音。 吴剑运其体内蒸气, 周围的空气被带动, 刀身掠过地面, 地上的石子被带起来。 吴剑脸色激动, 手中的大刀舞得更快了。 就是这种感觉, 蒸气散发引动外舞, 武皇修为才有特点。 手中大刀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顺, 直到大汗淋漓, 吴剑才收刀。 少将军的功法真是精妙。 吴剑收刀, 慢慢走回帅府。 进了房间, 龙臣正在与冯和商议事情。 昭提寺那边还在球子, 只是人数稍微降了点。 原本东周也有人去, 现在没有了, 西夏的人还是照常。 大人让我找的人, 我也找到了, 现在怎么办? 冯和蹲在地上, 手放在中间的炭火上烤。 春寒撂翘, 外面走一圈, 还是冷得慌。 吴剑走进来, 把九环大刀挂在墙上。 剑冯和如此怕冷, 吴剑笑道, 冯和, 大人的阴风掌你不学, 这都春天了, 你还怕冷。 阴风掌修炼阴寒之气, 能让人不怕冷。 当年折花仙的弟子小林, 能在冬天雪地里狂奔, 就是因为体内有阴寒之气。 冯和嘿嘿笑道, 老挝, 你在玉佛关闲着没事就练功, 我跟着大人东奔西跑, 哪有闲功夫好好练功? 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是老相识。 冯和原本是上官威的部下, 和龙晨, 无间都认识。 不过, 冯和不敢确定龙晨的真实身份。 龙晨对外宣称, 是龙家军的低级军官, 但冯和不是傻子, 他一直都猜测龙晨就是龙野低无子。 这个事情, 冯和从来不提, 龙晨和吴剑也不说, 这是默契。 吴剑不懈道, 你这话说得老子吃白饭一样。 冯和嘿嘿笑道, 老吴, 今儿没了, 脾气还在。 吴剑眉头一皱, 勃然怒道, 冯和, 你他妈再说一句。 龙晨则声道, 冯和, 你欠揍啊。 冯和白手笑道, 我嘴见, 吴将军息怒。 吴剑黑着脸坐下来, 把火盆往自己和龙晨脚边挪了挪, 不给冯和烤火。 老吴, 有必要吗? 龙家军和上官军就剩下我们三个了。 冯和搬了一张凳子过来, 围着火盆坐下来。 说正事吧。 我打算先搅乱西夏的后方, 把昭提寺的事情抖出来, 让百姓憎恨时乐。 如此一来, 西夏国内离心离德, 军心也不稳, 我们再进攻。 自从龙晨知晓, 昭提寺在秘密做囚子的生意后, 龙晨就想到了今天的事情。 利用此事离间西夏军臣百姓, 让西夏内部崩溃。 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是丈夫。 身为丈夫,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妻子和别的男人勾搭。 勾搭也就算了, 还挺着肚子回来养一个杂种作为儿子。 只要把此事捅破, 西夏国内必定大乱。 而且, 这种荒唐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食乐和空气想出来的馊主意。 西夏地小人少, 食乐想让百姓长得健壮, 就用昭提寺的和尚改良人种。 可是, 如何才能让西夏所有百姓知道呢? 我们告诉西夏百姓实情, 食乐他们也会辩解。 吴建觉得龙晨的主意很好, 可是实行起来有难度。 龙晨有嘴, 可以说食乐让所有西夏男人当了乌龟, 养了一群王八蛋。 可是食乐和空气不是哑巴, 他们会辩解, 说龙晨散布的是谣言。 食乐是西夏国王, 空气是西夏国师, 而龙晨是敌人。 两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时, 西夏的百姓肯定偏向于食乐和空气。 如此一来, 煽动百姓的计划就失败了。 龙晨点头道, 你说得对, 所以我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有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 这个事情必须一击必重, 如果一次不行, 后面就行不通了。 告诉西夏人, 他们养的都是朝提寺的野种, 这个事情必须一次成功。 如果第一次失败了, 以后再说这样的话, 西夏百姓也不会相信。 冯河说道, 按照大人的计划, 先散布谣言, 搅乱西夏的后方, 再发兵进攻。 吴剑微微点头道, 大人这个计划不错, 如此最好。 碰。 房门突然被撞开, 韩子平慌张地冲进来, 拜道, 我啊, 将军, 我们关外的小城被围了。 吴剑猛地起身, 惊问道, 怎么回事? 吴剑很震惊, 火盆被他踩翻, 炭火盖在了吴剑的鞋子上。 吴剑往后退了一步, 鞋子已经被烧穿了。 龙城的脚往后挪了一下, 炭火没有烧到。 老吴, 冷静点。 韩子平, 慢慢说。 越是危急时刻, 越要冷静。 惊慌失措, 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失控。 韩子平这才发现, 放家里多了一个不认识的缝和。 缝和一直隐藏在暗处, 韩子平从未见过。 韩子平没有在意缝和, 而是说道, 郑国寺的僧兵和铁药子突然出动, 突袭了关外小城, 两边正在激烈交战。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切断了关内和小城的联系, 两座小城被孤立了。 吴剑惊恶道, 郑国寺敢主动出兵。 龙城心中略意思索, 说道, 郑国寺利用了我们的想法, 反将了一军。 大家都觉得, 龙家军处于攻势, 郑国寺处于守势, 只有龙家军进攻郑国寺, 郑国寺不可能发动进攻。 而恰恰相反, 德善这次杀了个出其不意。 两座小城轻易就被围困, 还阻断了御佛关的援兵。 走! 跟我出关, 击破那帮突驴。 吴剑拿起挂在墙上的九环大刀, 就要往关外厮杀。 龙城拉住吴剑, 说道, 老吴, 冷静。 吴剑停下来, 侧身对着龙城, 焦急地说道, 大人, 如果他们猛攻小城, 兄弟会支撑不住。 龙城说道, 不要急, 先把鞋子换了, 我们一起出去看看情况。 吴剑把九环大刀递给韩子平, 自己连忙换了一双鞋子。 龙城也换上了一套普通的龙家军铠甲, 扮作普通士兵的样子, 然后和吴剑, 韩子平往御佛关西面去。 龙城跟在吴剑身后, 身上穿着普通军士的铠甲, 看起来就像侍卫一样。 龙城故意比韩子平慢半步, 让韩子平比龙城靠前一点, 这样走路才符合龙城伪装的身份。 走到御佛关西面, 唐黑子和叶长剑吴剑过来, 立即说道, 将军,我们被挡住了。 小城那边正在激烈厮杀。 吴剑登高而望, 手里拿出单筒望远镜, 看向远处的小城。 镇国寺的僧兵正在搭起云梯往上爬, 铁药子在周围警戒, 随时准备和御佛关出来的龙家军厮杀。 关外,镇国寺的兵马建立起了鹿角屏障, 隔断了出关的道路。 小城的守军正在和宫城的敌人厮杀, 声音传到了御佛关, 众人听得双目圆睁, 牙齿咬得咔咔响, 手中兵器紧握, 恨不得立即出城厮杀救援。 将军, 末将请求出战! 末将请战! 杀了这帮秃驴狗娘养的! 将军, 下令吧! 众将使望着吴剑请求出战。 吴剑想问龙臣的意思, 又不好说破。 冷静! 你们三个进来, 我们商议对策。 吴剑点了韩子平和叶长, 谈黑子三人。 几人立即进了城上的剑楼小房间, 龙臣也进去了。 关了门, 吴剑问道, 大人, 出战吗? 龙臣说道, 不出战。 韩子平急了, 说道, 大人, 现在群情激愤, 如果不出战, 恐怕弟兄们不答应。 城外被围攻, 所有人都很激愤, 恨不得立即出战厮杀。 此时如果选择不出战, 军中将士肯定会不满。 甚至有的将士可能为令出战。 龙臣说道, 不, 不出战, 让大家憋着。 韩子平三人还想争辩, 吴剑说道, 听大人的。 叶长和谈黑子一口气憋得脸皮都红了, 右手紧紧按住腰刀。 龙臣说道, 关外两座小城虽然不大, 但是很坚固, 他们不可能轻易攻破, 弟兄们能守住。 关外的小城被围攻过一次, 之后龙臣特意加固过, 城内有充足的食物, 水和军械。 两座小城可谓城小而兼, 得善想攻破小城没有这么容易。 叶长, 你立即点一千精锐步兵, 所有人穿金甲, 带燕灵刀和小弩机, 在城内集合, 等天黑以后, 跟我走一趟。 叶长是步军少将, 所以龙臣点塌。 听说要集结精兵, 叶长立即明白, 龙臣不是不出战, 而是要搞夜袭。 老欧, 你们三人在关内准备, 看到信号, 你们就出关猛攻。 吴剑败道, 知道。 唐黑子有些担忧地问道, 大人, 关外至少二十万兵马, 您带一千步兵夜袭, 恐怕。 唐黑子知道龙臣勇猛, 可一千突袭二十万, 兵力差距太大了。 叶长也冷静下来, 犹疑地看着龙臣。 龙臣黑黑笑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本王自有妙计。 吴剑也说道, 别担心了, 大人去年就开始准备了。 叶长, 你立即照办, 你们两个随我来。 房间门打开, 叶长立即去挑选最精锐的步兵, 龙臣跟在叶长身后离开。 吴剑则带着韩子平和唐黑子 回到了西城墙。 见吴剑过来, 将士围上来, 喊道, 将军, 下令吧。 将军, 弟兄们在厮杀, 下令吧。 末将愿为先锋。 吴剑望了一眼城外, 斩钉截铁地说道, 时机未到, 不许出战。 众位将士愕然, 稷而激愤地说道, 将军, 弟兄们在死战, 如果小城被攻破, 西下必然进攻御佛关。 面对众位将士的请战, 吴剑大声呵斥道, 本将说了, 时机未到, 不许出战。 敢有再言出战者, 斩。 冷冷丢下一句话, 吴剑转身回了帅府。 城墙上顿时既然, 将士近声不语, 却都心中憋着一口气。 韩子平说道, 将军说时机未到, 待时机到了, 我们再说。 一个校尉问道, 韩将军, 那什么时候才算时机到了? 另一个校尉也质问道, 难道等小城破了, 弟兄们死了, 才算时机到了吗? 唐黑子说道, 时机到没到, 吴将军说了算, 大家准备好, 出战便是。 都去准备, 时机到了, 都给老子冲。 有唐黑子这话, 大家的愤怒稍微平息一点, 各自莫马力兵, 准备出关作战。 关外, 德善与绝空骑在马上, 手里拿着单筒望远镜, 远远望着御佛关。 方丈, 他们居然不敢出关救援。 奸怨绝空大喜过望, 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御佛关居然不敢出兵。 德善得意地笑道, 果然不出贫僧所料, 龙家军虽是精锐, 但领头的是龙承恩。 所谓蛇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没有龙承恩领头, 龙家军只能守住御佛关而已, 他们根本不敢出战。 这次出击, 德善和尚就是看准了龙承不在。 德善没有直接进攻御佛关, 他知道很难攻破御佛关。 如果战局僵持, 龙承从金师赶过来, 德善只能退兵。 所以, 德善选择围攻小城, 堵住御佛关的援兵。 只要拿下两座小城, 战线就可以往前推, 贴着御佛关的脸助兵。 绝空喜道, 方丈用兵, 深得兵法妙异, 此战, 我们吃定了。 德善摇头笑道, 此战要速战速决, 绝不能等龙承恩赶来。 上次就是九托不绝, 龙承恩从金师赶来, 最后功败垂成。 上一次, 龙承被击败重伤, 西夏在天下会授意下, 进攻御佛关。 空继和德善两人围攻, 地令仪在御佛关苦苦支撑。 因为战事拖延, 龙承悄悄到达御佛关, 杀了十名, 又潜入西夏腹地, 杀得西夏焦头烂额。 想到这里, 德善突然心中一紧, 脸上骤然变了。 绝空发现了德善脸色的变化, 问道, 方丈怎么了? 德善回头望向郑国寺方向, 然后摇摇头, 说道, 没什么, 只是使我想多了。 绝空不明白什么意思, 问道, 什么想多了? 德善没有说话, 转头看着两座小城, 说道, 杀, 不惜一切代价, 务必两天之内攻下两座城池。 德善刚才突然心生警召, 担心龙承会不会再次搞偷袭, 又把郑国寺烧了。 但是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探子送来的情报, 说龙承还在武王府玩女人, 根本不在于佛观。 吴剑肯定会送信回京师, 如果用飞鹰传书, 需要一天的时间战报才能送到京师。 龙承从京师飞马赶来, 至少要两天。 所以, 德善有三天的时间攻城。 德善决定, 必须在龙承赶来之前, 两天之内拿下两座城池, 然后有一天的时间布防。 德善下了死命令强攻, 郑国寺的僧兵像疯了一样, 以赴而上。 铁药子在城下对着城内射出一波波乱箭, 僧兵的云梯靠在城墙上, 举着盾牌往上爬。 工程车慢慢推过去, 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城下已经失机如山。 城上的龙家军也不好过, 乱箭如雨下, 城墙上堆满了尸体, 重箭的士兵无人救援, 都忙着反击爬上来的僧兵。 石头和雷幕砸下, 光溜溜的脑袋被砸破, 僧兵发出惨叫, 但是下一波的僧兵又往上爬。 长枪不停地乱刺, 枪头沾满了血, 红鹰上的血凝固在一起, 枪杆成了暗红色。 大刀乱砍, 刀刃砍得卷起来。 弟兄们, 顶住啊! 守城将军曹方琪 脸上沾满了血污, 手中大刀砍出了缺口, 身上的铠甲 还挂着几只折断的羽箭。 曹将军, 他们的进攻太猛了。 校尉拖着刀, 蹲在城墙下坐着。 他的腿中箭了, 血从伤口渗出来, 战衣被浸透了。 撑住, 吴将军会增援的。 曹方琪大喊, 手中大刀, 又劈开一个秃头。 校尉望着御佛关, 无奈地说道, 十几万兵马堵在关口, 吴将军恐怕出不来了。 厮杀太惨烈了, 校尉斗志有点动摇。 曹方琪怒道, 慌什么, 只要撑过两天, 五王就能赶来, 到时候, 这帮秃驴不得好死。 说到龙臣, 校尉突然斗志又回来了。 对, 上次也是如此, 撑住, 等五王赶来。 校尉爬起来, 手中长枪, 刺向一个爬上来的僧兵。 城下, 僧兵降临广祥, 手持一柄虎头刀, 大喊道, 上, 给我杀。 僧兵不停地往上爬, 又不停地坠落。 广祥丝毫不在乎, 两只眼睛如虎狼般盯着城墙。 见到城上的校尉, 持枪刺杀僧兵, 广祥将虎头刀挂起来, 悄悄拿起一张弓, 对着校尉射出一只冷剑。 校尉身体一软, 从城上坠落下来。 守城将军曹芳其剑校尉中了冷剑, 指着城下放冷剑的广祥骂道, 老子定要宰了你。 广祥冷笑道, 城破之时, 佛爷要生吃乳肉。 曹芳其暴怒, 举刀立即砍死几个僧兵。 宫城之战杀得非常惨烈, 等到天黑之时, 城下堆积了两万多尸体, 城内的伤亡也有一万。 玉佛关西城门, 火盆和火把将城头照得明如白昼, 天上的寒月今夜也分外惨白。 龙家军的将士披甲持兵, 围在城门口躁动不安。 大家都在等着吴剑出关进攻的命令。 可是等了这么久, 吴剑却没有下令。 到底什么时候开战? 唉, 憋了一天的鸟窃。 老子的刀都磨顿了。 城门口躁动不安的时候, 龙晨正在准备夜袭。 房间里, 龙晨穿上自己的青椒铠甲, 手里一把黑色长剑, 小弩机挂在腰间。 吴剑替龙晨系好铠甲的牛巾丝带, 又拿来蛟龙都磨。 少将军, 你小心点, 德善上次吃过亏, 肯定有防备的。 龙晨说道, 有防备又如何, 他早就在圈套里了。 吴剑点头道, 是啊, 少将军做事想得很远。 我在西门等少将军的信号, 到时候前后夹击。 龙晨拍了拍吴剑, 说道, 吴叔不用担心, 等我消息。 说完, 龙晨走到了轿场。 叶长穿戴铠甲, 带着一千步兵精锐猎阵。 大家知道要夜袭, 但他们不知道行动计划。 叶将军,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步兵校尉薛平摩拳擦掌, 想即刻出去厮杀一阵。 不急, 等等。 叶长语气很冷, 心里其实也很激动。 今晚可以跟着龙晨突入西夏作战, 这是一种荣耀。 还等啊, 等什么呢? 薛平有些按捺不住了。 叶长呵斥道, 哪来这么多话? 薛平这才善善地笑了笑, 不再说话。 这时, 龙晨带着吴剑走过来, 走上了江台。 叶长立即拜道, 拜见武王。 借着火光, 众人震惊地发现龙晨居然站在眼前。 武王? 龙将军? 武王什么时候来的? 众将士惊呼不断, 他们不敢相信龙晨居然到了。 看着台下的惊呼声, 龙晨举起右手, 示意大家安静。 弟兄们, 德善老徒驴围攻小城, 以为我们不敢出击。 今夜, 你们随我杀入敌后, 你们只需记住一句话, 杀无赦。 台下将士震臂高呼, 杀无赦。 等了这么久, 没想到等来了龙晨, 众人的心激动地要炸了。 龙晨扫尸台下, 说道, 走。 说完, 龙晨在前面, 叶长带着一千金兵, 跟着龙晨出了御佛关北门。 龙晨走后, 吴剑立即赶往西城门。 众人见吴剑过来, 以为可以开始出关作战了。 吴将军, 下令吧。 众将士激动地喊道, 吴剑说道, 别急, 等我将练。 吴剑站在城门口, 等着龙晨的信号。 龙晨带着一千金兵出了北门, 一路往北走。 叶长带人在身后跟着。 借着月色, 众人勉强能看清楚道路。 薛平低声问道, 叶将军, 武王带我们去哪里啊? 叶长低声说道, 别问, 跟着就是。 龙晨一路往北走的树里, 叶长心里也觉得奇怪。 难道龙晨想从北边绕道进入西夏? 上一次, 龙晨就是这样走的, 西夏吃过亏。 现在那条路已经被封锁了, 有士兵看守, 根本过不去。 龙晨走在最前面, 到了一处山崖时, 龙晨停了下来。 武王, 您想从这里下去? 叶长站在悬崖边上, 惊讶地问道。 这里是一处断崖, 叶长和大多数将士都知道, 有几十米高。 龙晨说道, 那里有个坟墓, 把木门砸开, 把东西拿出来, 就从这里下去。 叶长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远处的坟墓。 这个坟墓修建在一座土山上, 墓碑看起来很陈旧了。 挖人坟墓啊。 校尾薛平嘀咕一句, 挖人坟墓很不道德, 这样的事情。 龙晨说道, 那个坟墓是我修建的, 没有尸骨, 都是些绳索, 全部拿过来。 叶长立即让人把木门砸开, 里面放着很多麻绳, 还有很长的钢钉和锤子。 东西拿出来, 叶长诧异地问道, 武王何时准备的? 龙晨说道, 去年就准备好了, 打下钉子, 系上麻绳, 就从这里下去。 玉佛关附近气候干燥, 麻绳放在洞里, 也不会朽坏。 众将士立即把粗长的铁钉 打装下去, 麻绳系在铁装上。 龙晨抓住麻绳, 说道, 我先下去。 龙晨第一个抓住绳子 划下山崖, 然后立即在山崖底下 点了一个小火堆。 山崖下属于视线盲区, 点了火堆也不会被发现。 步兵下来需要光线, 月光却被挡住了, 照不到崖底。 所以, 龙晨先下去, 点了一堆火。 叶长在崖边, 说道, 下。 龙晨都下去了, 其他人没有二话, 立即顺着麻绳而下。 很快, 一千人下了山崖。 人齐了以后, 龙晨熄灭火堆, 继续借着月光往西边前行。 众人口咸眉, 无声无息地往西走。 一直走到营时, 众人已经到了郑国寺附近。 刚开始, 大家都以为此次夜袭的目标是关外的敌军。 到了这里, 大家都明白了, 此次的目标是郑国寺。 只是, 据他们所知, 郑国寺的守备很严。 因为上次被突袭过一次, 这次顾忌重施, 还有用? 众人心中有疑问, 但是谁都不敢说。 龙晨用兵从来不按常规, 别人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在龙晨身上往往就成了。 反正, 跟着龙晨不会错。 停下! 龙晨突然喊了一声, 众人立即停下脚步。 远处, 一对骑兵举着火把巡逻, 离龙晨只有一百米的距离。 前方是一座小山, 道路绕着山, 变成了一个死角, 没能在远处发现。 众将士低伏下身子, 手里紧紧按住腰刀。 这对巡逻的骑兵人数不多, 只有十几人, 手里举着火把, 速度也不快。 前方在打仗, 还让我们巡逻个鸟。 一个骑兵发着牢骚, 骂骂咧咧地往前走。 领头的骑兵说道, 就是因为前方在打仗, 我们才要防备。 你忘了上次的事情了吗? 空济和德善两位大师 在御佛馆打仗, 龙晨钻到了镇国寺, 一把大火烧的金光。 身后的骑兵说道, 镇国寺还有几万人守着, 怕什么, 再说了, 那条路不是堵死了, 还建了一座庙, 在那里守着。 龙晨上次走的小路, 德善不仅派人镇守, 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庙, 长期守在那里。 德善做事, 不可谓不惊细。 骑兵慢慢往前走, 龙晨一动不动, 等着巡逻的骑兵过去。 骑兵走远后, 龙晨起身继续往前走。 一个时辰后, 龙晨终于到了镇国寺山下。 一座座专实建造的堡垒 立在山上, 镇国寺被层层围住, 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山。 三角支架上放着火盆, 木柴的火焰熊熊燃烧, 照亮了整座镇国寺。 僧兵和铁药子不停地来回巡逻, 整个镇国寺像铁桶一般。 看到如此场景, 夜长忍不住说道, 五王, 怎么攻入啊? 目测镇国寺的守军至少五万, 龙晨只有一千人。 如果想强攻上山, 无异于以卵击石。 就算龙晨修为高深, 能以一敌千, 那又如何? 身后的薛平等人也犯敌过, 感觉龙晨这次有点不靠谱啊。 摸了一晚上的夜路, 结果就这。 龙晨笑了笑, 说道, 谁说要攻入? 所有人跟我来。 龙晨带着人, 悄悄到了一处废弃的宅子, 周围散发着恶臭。 薛平一脚踩在地上, 感觉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月色不够明亮, 他看不清, 但是能闻到恶臭。 什么东西? 薛平低声说了一句。 龙晨说道, 这里是镇国寺的店户, 欧肥的地方。 镇国寺占据了很多肥沃的田地, 然后雇佣周围的百姓为他们耕种, 成为店农。 镇国寺实际上成了一个大地主。 这个地方是店户欧肥的地方, 把各种粪堆在这里发酵欧熟。 好在天气不太热, 发酵的臭味不那么大。 听龙晨这一说, 薛平立即知道自己踩到的是什么了。 干嘛来这里? 薛平有些无奈, 又不敢抱怨。 走到一个山坡前, 还是一座坟墓。 龙晨说道, 这里通往镇国寺山顶, 你们随我来。 龙晨一脚踢碎木门, 众人跟着钻进去。 里面是有棺材的, 但已经朽烂, 只剩下一些白色的骨头碎片。 木门不大, 进去以后的通道却很宽敞, 足够三人并肩行, 而且不用低头。 这么宽敞的通道, 什么时候修建呢? 夜长有些诧异, 他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条通道。 龙晨说道, 去年占领镇国寺的时候, 我让老吴修建的。 夜长心中暗暗赞叹, 武王律师深远, 去年就留了后手。 通道的墙壁上留了荧光石, 光线不亮, 但足够众人隐约看清脚下的路。 走了一千多米, 龙晨慢慢停下来。 从这里开始, 奋出了三条岔路。 龙晨把夜长和薛平叫过来, 低声说道, 这里有三个口子, 通往镇国寺的三个地方。 从这里开始, 各自分兵, 你们各自带四百人, 我带二百。 从口子出去后, 剑人就杀, 不必留守。 镇国寺里面都是僧兵和铁药子, 不是五股百姓, 自然不用心慈手软。 夜长和薛平领命, 立即奋兵, 选了两边的口子, 龙晨则在中间。 抬头看着木板封住的口子, 龙晨拔出黑色长剑, 对着木板一剑斩下。 哄。 口子裂开, 一堆砖石砸下来, 刚好可以垫脚爬上去。 龙晨提着剑, 一跃而出, 落在了镇国寺一间偏殿。 殿内点着油灯, 皈依佛面目争鸣地俯视着龙晨。 此时已经拂晓时分, 正是人最累的时候。 殿内灯火通明, 但空无一人。 镇国寺僧兵和铁药子 都在山下和半山腰防守, 谁都想不到龙晨会出现在山顶。 龙家军从洞里爬出来, 龙晨提着剑往外走, 重将士跟在身后。 走到大门口, 正好撞见两个巡业的僧人。 见到身穿青椒铠甲的龙晨, 还有身后的龙家军 眼皮沉重的巡业僧人愣住了。 你, 你慢。 僧人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 我, 做梦了。 僧人正疑惑的时候, 龙晨黑剑挥舞, 两颗圆溜溜地秃头落地。 杀。 龙晨大喝一声, 龙家军纷纷拔刀, 冲进僧房里, 见了就杀。 龙晨拿起一盏油灯, 点燃了殿内的漫杖, 大火很快烧起来。 叶长和薛平也出来了, 能听到厮杀的声音。 龙晨提着剑一路往外走, 僧房里的僧兵听到动静, 纷纷穿着睡衣提刀出来。 谁? 起火了? 僧人见到龙晨,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看到着火的大殿, 惊慌的大喊。 龙晨身形一闪, 飞剑掠过, 十几颗脑袋落地。 按照龙晨原本的打算, 到了玉佛关后, 先藏起来搞事情。 把昭提寺球子的事情散布出去, 让西夏内部军臣百姓离心离德, 然后再开战。 但没想到, 德善居然以为龙晨不在玉佛关, 突然出兵围攻小城, 妄图先攻占两座小城, 威逼玉佛关。 龙晨只好临时改变策略, 先行带兵潜入郑国寺, 杀德善一个措手不及。 去年攻占郑国寺的时候, 龙晨就做好了准备, 在郑国寺地下开挖了地道。 借助地道, 龙晨带着一千人在扶晓时分成功潜入。 德善和尚带兵进攻玉佛关的时候, 想到自己在前方对阵时, 龙晨有可能潜入后方, 他特意留下自己的德意弟子洪惠, 留守郑国寺。 洪惠此时正在僧房里, 抱着一个白嫩风雨的女子, 呼呼大睡。 郑国寺的和尚不讲究什么清心寡欲, 平时吃饱喝足啥是不干, 除了小女人没别的。 洪惠搂着胖女人, 在被窝暖暖和和睡觉的时候, 梦里突然见到龙家军从玉佛关冲出来, 自己身处千军万马之中, 龙晨手持长枪杀来, 眼看就要刺死, 洪惠下的浑身一颤, 身体猛地一哆嗦, 两只眼睛猛地睁开。 怀里的胖女人哼了一声, 嘀咕道, 干嘛呢? 洪惠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冒冷汗, 枕头被冷汗浸湿了。 男人身太虚的时候, 就容易做噩梦出冷汗。 这个洪惠平时纵欲过度, 所以做了噩梦, 把自己吓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 洪惠慢慢坐起来, 将身上汗头的僧衣脱下。 起火了, 就火呀。 龙晨恩杀来了。 杀。 洪惠把汗头的僧衣搭在旁边的椅子上, 默默地看向外面还未亮的天。 夜空还是漆黑的颜色, 但周围的房屋却映出火焰的颜色, 洪惠甚至能看到火光。 厮杀声, 惨叫声, 瓦片碎裂声, 烈火燃烧声。 这一切非常真实, 和真的一模一样。 洪惠挠了脑肥到长者子的后脑勺, 一层汗水沾满了手。 奶奶的, 梦中梦啊, 还没醒来。 洪惠嘟弄一句, 以为自己还在做梦。 旁边的风雨女人却醒了, 慌忙从被窝里钻出来, 惊慌地喊道, 着火了, 着火了, 大师, 着火了。 看着风雨女人吓得颤抖的身子, 洪惠黑黑笑道, 慌什么, 你在佛爷的梦里呢? 风雨女人惊慌地指着门外, 喊道, 大师你疯了, 这哪里是梦, 真的着火了。 洪惠愣了一下, 随即一巴掌扇在女人的脸上, 问道, 疼吗? 风雨女人捂着脸说道, 疼。 呼。 洪惠立即跳下床, 匆忙穿上鞋子, 拔出墙上的大刀, 拉开房门, 光着膀子冲出去。 门外, 身穿青色铠甲的龙家军, 正在到处杀人放火, 地上满是僧人的尸体。 洪惠就横死当场。 洪惠顿时傻眼了。 得善让他留守郑国寺, 防止龙臣偷袭。 千防万防, 最后还是没有防住, 龙臣还是偷袭了。 突驴。 一柄大刀迎面披来, 洪惠见到一个身披铠甲的将军跳过来, 正是步兵少将夜长。 洪惠大怒, 骂道, 你敢偷袭。 洪惠此时悔恨万分, 他不明白龙臣是怎么攻入郑国寺的。 明明山下五万兵马防守, 连只苍蝇都无法飞上来, 龙臣到底怎么做到的? 来不及多想, 夜长的大刀已经到了面前, 洪惠提刀和夜长厮杀在一起。 洪惠是德善的清传弟子, 修为武艺都不弱, 夜长一刀劈来, 洪惠身子一侧躲过夜长大刀。 洪惠一招缠头爆刀, 从侧面劈向夜长。 夜长一刀不中, 立即收刀格挡。 大案。 洪惠虽然甚虚, 但仗着身高力大, 大刀还是很沉, 夜长被劈得脚下不稳, 退后了一步。 洪惠是出了夜长的实力, 心中顿时暴怒, 就你这修为, 也敢偷袭。 洪惠双手握刀, 大踏步杀向夜长, 手中大刀猛地下劈。 夜长大怒, 一个突驴, 也敢嚣张。 两把大刀正面厮杀, 火光下, 刀光闪动, 两人杀得有来有回。 洪惠身材武艺占优势, 夜长杀得很艰难。 此时, 两人都很着急。 夜长急着早点结果洪惠, 好带人往山下杀去。 洪惠也急着杀了夜长, 好平定这次偷袭。 快增援助持。 几个僧兵看到洪惠 在和夜长缠斗, 立即冲过来围攻。 夜长心中暗暗叫苦, 一个洪惠已经难以对付, 再来几个僧兵助阵, 会很棘手。 僧兵加入, 夜长被杀得手刀法剑乱, 洪惠哈哈大笑, 就凭你也想杀本佛眼, 让龙承恩自己来。 呼。 洪惠瞅准夜长的破绽, 一刀斜劈, 刀刃扫向夜长的脖梗。 洪惠大喜, 这一刀下去, 夜长必死。 火光下, 洪惠面目猙獰, 夜长此时却突然露出一个冷笑, 洪惠心中一惊, 劈向夜长的大刀猛地回收, 绕到自己身后格挡。 当。 洪惠没有回头, 就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道袭来, 手中的大刀被震飞, 后背好像被人裂开。 主持。 围攻夜长的僧兵, 见到一个身穿青色蛟龙铠甲的男子突然出现, 手中黑色长剑斩断了洪惠的大刀, 没等洪惠回头, 第二剑闪过, 洪惠的秃头滚落在地上。 周围的场景变得非常混乱, 洪惠感觉天旋地转。 火光, 人影, 地面, 人腿混杂交织在一起, 这是洪惠最后看到的东西。 头颅被斩落的瞬间, 眼睛还能看到东西, 大脑也有反应, 但是很快, 一切消失了。 龙尘正带着龙家军往外冲杀, 就看到夜长和洪惠缠斗, 龙尘一出手, 就杀了洪惠。 洪惠一死, 周围的僧兵吓得一哄而散。 夜长快步赶上, 挥一刀劈死几个。 龙尘弯腰想捡起洪惠的头颅, 却发现洪惠的脑袋没有头发, 不好拿。 秃驴就是麻烦。 龙尘快步追上, 抓了一个活的僧人。 这人是你住持? 龙尘捏住僧人的脖子。 僧人吓得瑟瑟发抖, 哀求道, 将军饶命, 这是寺中住持洪惠大师。 龙尘冷冷说道, 把他的头捡起来, 告诉所有人, 洪惠死了。 僧人不敢违抗, 瑟瑟发抖地捡起地上洪惠的脑袋, 仰头大喊道, 主持死了! 主持死了! 夜长走过来, 说道, 五王想瓦解他们的斗志。 龙尘说道, 我们毕竟人少, 不能死斗, 只能打击溃战, 打不了歼灭战。 此战的目的在于夺取郑国寺, 击溃这里的守军。 想全部歼灭五万守军, 这不现实。 一千对五万, 数量差距太大了。 我再去杀。 夜长赞同龙尘的说法, 想凭借一千人灭掉五万人, 这不现实。 而且, 这种打法会很惨烈, 自己损失会很大。 要杀出气势, 让敌人丧胆! 龙尘吩咐, 夜长领命, 压着僧人往前冲杀。 夜长带兵在前面厮杀, 僧人抱着洪惠的脑袋大喊, 住持死了。 看到僧人怀中的脑袋, 僧人惊慌失措。 夜长突然灵机一动, 大喊道, 龙尘恩已到, 洪惠被杀。 相比于洪惠被杀, 龙尘的到来才是镇国寺僧人最大的噩梦。 跟我一起喊。 夜长大声呼喊, 龙家军跟着一起呐喊。 龙尘恩已到, 洪惠被杀。 龙家军一边厮杀, 一边呐喊。 僧人听到龙尘名号, 杀了洪惠, 龙尘没有停留, 转身准备冲出山门杀下去。 却看到房间门口, 一个风鱼的妇人惊恐地看着龙尘和地上无头的尸体。 龙尘瞥了一眼, 并未理会这个妇人。 提着黑剑, 龙尘往南杀过去, 路上遇到的僧人和士兵全部斩杀, 鲜血四剑, 青椒铠甲染血。 镇国寺外的堡垒中, 僧兵和士兵还在睡觉。 突然听到山顶的厮杀声, 从堡垒冲出来, 就看到火光冲天而起, 夜空被烧红了。 惨叫声从山上传来, 僧兵衣衫凌乱, 光着脚往山下冲, 边跑边喊, 龙尘恩, 龙尘恩杀来了, 住持被杀了。 僧人慌乱地往下乱冲, 堡垒中出来的僧兵和士兵感觉莫名其妙。 山脚下和山腰上的守卫好好的, 龙尘怎么就出现在了山顶? 难不成飞上去的? 一个僧兵将领, 揪住一个仓皇奔逃的僧人, 质问道, 怎么回事? 龙尘恩为何出现在寺里? 僧人认得此人是五僧院的院守福慧。 福慧负责镇国寺僧人的武艺教学, 修为在王者巅峰。 在寺中, 除了德善, 就属福慧的修为最高。 福慧身材高大魁梧, 一手将僧人提在半空中。 僧人两只手胡乱挥舞, 脚在半空中乱踩, 惊恐地说道, 不知道啊, 住持被杀了, 龙尘恩突然就出现了, 我们被杀了很多了。 一个身材中等, 身材特别敦视的方脸僧人, 提着两把板斧冲过来, 吼道, 院守, 怎么回事? 此人是五僧院复院守明禅。 院守福慧将逃下来的僧人丢在地上, 贺问道, 他们有多少人? 僧人不知道, 胡乱回道, 很多, 大概有上万人。 复院守明禅差一道, 上万人? 他们怎么上去的? 其他僧人也一样奇怪, 上山只有一条路, 他们死死守住了, 为什么龙尘还能上去? 大火还在燃烧, 僧人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一样, 从寺内冲出来, 往山下狂奔。 夜里天黑, 僧人脚下不稳, 一个个像萝卜一样滚下来, 山上一片混乱。 院守福慧大怒, 管他什么狗屁龙尘恩, 老子五万兵马在此, 今日定要杀了他。 所有人随我来。 福慧拿起月牙缠杖, 袒露一条胳膊, 僧依寄在腰间, 带着人大踏步往上冲。 山腰的僧人和士兵跟着往上冲, 山脚下的士兵和僧兵健壮, 纷纷往山上赶。 上山只有一条路, 这样做原本是为了防止偷袭。 如果发生战斗, 只需要死死守住这条路, 镇国四就能守住。 而此时, 这条路显得太拥挤, 僧兵和士兵乌泱泱往上冲, 兵器相互撞击, 甚至有人被枪毛扎出血的。 你没长眼啊? 老子也被扎了。 去你妈的秃驴? 你一个丘巴敢骂佛爷我? 队伍闹哄哄一片混乱, 慢慢往山顶挪动。 院守福慧和复院守明禅冲在最前面, 身后跟着僧兵和铁药子。 不许退, 杀回去。 见到从寺里往外涌出来的僧兵, 复院守明禅大声呵斥, 手中板斧劈死了几个逃跑的僧人。 但是僧人被龙家俊杀得丧胆, 还是往前冲。 明禅性子暴躁, 提着板斧一边杀僧兵, 一边往上冲。 这人急眼了, 连自己人都傻。 终于, 明禅看到了在僧兵身后追杀的龙家俊。 青色的铠甲是龙家俊的标配。 见到龙家俊, 明禅暴怒, 举着两把板斧冲上去, 怒吼道, 杀。 人群中突然闪出一道人影, 速度极快。 明禅一看这速度, 就知道来者定是高手, 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手中板斧迎着那道影子猛地劈去。 一道剑光闪过, 明禅的板斧并未砍中那道影子, 板斧甚至没有触碰到剑光。 可是, 明禅感觉身体突然失去了知觉, 喧闹嘈杂的世界突然安静了。 院守福慧震惊地看着那道影子掠过, 副院守明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甚至都无法触碰那道影子, 人就被分成了两半。 明禅的身体被切开, 从头到脚, 人完全裂开了, 内脏洒落, 两柄板斧掉在地上。 杀了明禅后, 那道影子慢了下来, 手中长剑挥舞, 紧随其后的五僧院僧人瞬间被杀十几个。 这一下, 福慧看清楚了, 此人正是龙臣。 龙臣第一个杀出, 一剑斩杀明禅, 再杀进五僧人群中。 剑光闪过, 头颅手脚掉了一地, 惨叫声四起。 夜长和薛平带人随后杀来, 和僧兵铁药子杀在一起。 龙臣一人一剑站在上山的主道上, 将涌上来的人全部斩杀。 黑剑是公孙玲珑亲手锻造的, 锋利无比。 每一剑挥出, 鲜血泵射, 残肢飞舞, 龙臣脚下的尸体越来越多, 血水汇聚, 沿着台阶往下流淌。 山腰河山下的士兵还在往上挤,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上去不去? 怎么回事? 往上走啊! 你TM倒是走啊, 上去啊! 走不动, 前面在厮杀! 废话, 老子知道山顶在厮杀, 给老子冲。 你的长枪收好, 捅到老子定了。 主道上的士兵挤在一起, 龙臣一人一剑堵在口子上, 脚下的尸体已经成了屏障。 叶长和薛平带人在镇国四周围 与从其他方向涌上来的僧兵作战, 山顶上的战线成了一个圈。 龙家军守住了战线, 但山下和山脚的僧兵, 铁钥子还在往上冲。 他们不知道情况, 只想增援山顶。 龙臣正在厮杀症厉害的时候, 镇国寺的武僧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愿守呢? 武僧纷纷看向躲在人群中的武僧愿守福慧。 寺中武僧杀了许久, 死了很多人, 他们才发现愿守福慧没有参战。 山上修为最高的就是福慧, 龙臣一个人已经杀了数百人, 地上的尸体堆满了, 血顺着阶梯往下, 汇聚成了一条泄溪。 这时候, 最应该站出来拼杀的是福慧。 终于, 一个武僧喊出了福慧的名字, 大家纷纷看向躲在人群中的福慧。 福慧手持月牙禅杖, 脸色尴尬中带着恐惧。 龙臣刚才一招将妇院守名禅披成两半, 这实力太过惊悚, 福慧被吓到了, 他不敢过去。 福慧有自知之明, 龙臣现在的修为绝对在德善, 空气之上, 他过去就是死。 刚才僧人说龙臣杀到了山上, 福慧以为是僧人乱说。 因为白天的时候, 德善还说趁着龙臣不在御佛关偷袭一波。 他以为潜入镇国寺的龙家军, 称死就是无剑带队。 无剑的修为不过是王者巅峰, 和他一样。 一样的修为, 凭借五万兵马围攻, 杀掉龙家军板上钉钉。 所以, 武僧和士兵往前冲的时候, 福慧反而趁乱躲在了人群中。 他想下山, 但是士兵堵住了下山的路。 而且, 他的身份太扎眼, 动作太大会被发现。 可是没想到, 就还是记起了他。 众僧看向福慧的时候, 龙臣也注意了到了福慧。 龙臣站在尸体之上, 身上铠甲沾满了血和肉墨子, 黑剑变成了暗红色, 血顺着剑人流淌。 天色威明, 龙臣在暗淡的光线中, 好像地狱走出来的修罗恶鬼。 山下的士兵已经不敢往上冲了, 他们在离龙臣数米外的地方停住了。 人群还在骚动, 前面的人想退动不了, 后面的人想冲击不动。 龙臣冷冷看着福慧, 手中黑剑指向人群中的福慧, 大喝道, 龙臣恩在此, 过来与我一战。 主道上的士兵望着如修罗恶鬼般的龙臣, 惊恐地喊道, 龙臣恩, 他是大洲武王龙臣恩? 怎么可能, 龙臣恩怎么会在这里? 快, 快退, 快退啊! 别挡老子的路, 滚啊! 主道上的士兵终于丧胆。 还在身后, 厮杀的夜长剑敌军终于开始松动, 一把揪住蹲在地上的僧人, 骂道, 还不快喊。 那僧人嗓子都哑了, 勉强爬起来, 跌跌撞撞跑到龙臣身后, 抱起住持红慧的脑袋, 喊道, 住持死了, 龙臣恩在此。 这一声呼喊, 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喉, 士兵终于开始往后退。 福慧见士兵溃散, 自己也想浑水摸鱼, 趁机逃跑。 龙臣从尸山上一跃而起, 飞向福慧, 贺道, 哪里走? 福慧见龙臣杀来, 吓得转身就跑, 速度比其他僧人快了几倍。 人群太混乱, 龙臣追上去, 提见杀了几十个僧人和士兵, 但福慧已经混入人群, 冲下了山腰。 龙臣追杀不及, 只能将逃跑的僧兵, 再杀几十人。 等到天亮的时候, 镇国寺已经被攻取。 山顶的大殿房屋还在燃烧, 浓浓的黑烟飘出很远。 夜长走过来, 疲惫地败道, 武王, 他们都跑了。 龙臣说道, 看看伤亡情况, 没有受伤的弟兄跟我来, 负伤的弟兄就地治疗。 夜长顾不得疲惫, 立即清点伤亡情况。 昨夜的厮杀很惨烈, 一千金兵伤亡五百多, 能跟着龙臣下山追杀的不到三百人。 武王, 弟兄们, 夜长想说能否暂时休整一下, 喘一口气。 龙臣看着铠甲上全是写的龙家军, 说道, 忍一忍, 跟我走。 龙臣提着黑剑下山, 夜长跟在身后, 薛平留下占领镇国寺。 到了山下, 龙臣找到铁药子的军营, 这里有很多战马。 龙臣让大家上马, 直奔御佛关。 龙臣带来的士兵是步兵, 但骑马还是会的, 只是不善于马上作战。 御佛关。 龙臣走后, 吴剑一直在御佛关等消息。 从入夜, 一直等到饮食, 仍然不见任何动静。 手下的将士一夜未睡, 大家没有任何睡意, 都在等着吴剑出战的将领。 可是等了一晚上, 吴剑只是望着西边, 丝毫没有出战的意思。 吴将军。 一个公努营的校尉, 焦躁地走过来, 想说些什么。 吴剑抬起手, 示意他不用说。 校尉无奈, 只得猛叹一口气, 信心地退下。 其他人和校尉一样, 等得干都冒烟了。 吴将军, 还没有任何动静, 不会。 韩子平低声担忧地说道。 吴剑微微摇头, 说道, 不会的, 武王打仗从未失守过。 这次是偷袭, 更不可能出问题。 吴剑非常信任龙臣, 他相信龙臣绝对不会出问题。 唐黑子也安慰韩子平, 说道, 别急, 再等等。 这话在安慰韩子平, 也是在安慰自己。 众人耐着性地等候, 时间慢慢过去。 吴剑在关内等待时, 德善和监院绝空, 僧兵降临广祥, 铁耀子, 同龄马兴四人, 在帐篷内筹划。 坐在帐篷里, 德善心情不错。 今日突袭切断了小城和玉佛关的联系, 明日再强攻一天, 我估计就能拿下了。 德善估计得非常乐观。 广祥却有些为难, 说道, 方丈, 这小城虽然小, 却坚固得很, 我们今日宫城可没有占到便宜啊。 今天宫城死的, 基本都是镇国寺的僧兵, 铁耀子在外围放剑而已。 监院绝空说道, 方丈, 强攻下策, 我有个想法。 德善微微点头, 监院绝空继续说道, 小城他小, 我们用火攻, 我们准备了不少火油, 丢进城内烧他们。 广祥立即附和道, 好主意, 监院的主意不错。 那城池小而坚固, 强攻上不去, 最好用火烧。 依我看, 不仅要把火油丢进去, 再从周围找木柴, 一起丢进去, 增加火势。 一座小城, 如果烧起大火, 里面的房屋和军械粮草 都可能被点燃。 到时候, 里面就是一座火城, 此计确实精妙。 铁耀子将领附和道, 不错, 监院的计谋很好, 我赞同。 绝空颇为得意地说道, 和龙承恩打了几次仗, 贫僧也学乖了, 不能仅靠蛮力强攻, 必须智取。 德善微微汗手, 说道, 好主意, 和龙承恩打仗, 确实不能蛮干, 必须斗智斗勇。 广祥, 你去准备火油和柴草, 明日一早攻城。 广祥立即高兴地去准备。 德善问绝空, 玉佛官那边什么情况? 德善问绝空玉佛官的情况, 绝空不屑地说道, 没怎么样, 虚张声势罢了。 在西门集结了兵力, 一直做出要进攻的样子, 但就是不见出来。 方丈说得不错, 他们没有龙承恩就是没有主心骨, 根本不敢出战。 绝空一直在注意玉佛官的情况。 刚开始, 他也担心玉佛官的守军会不顾一切冲出来救援。 可是过了一天了, 就是不见龙家军出来。 绝空认为德善的预料非常正确, 只要龙承不在, 无剑根本不敢出战。 铁药子统领马兴嘿嘿激笑道, 无剑不过是龙承恩的狗罢了, 主人不在, 无剑不知道该咬谁。 我估摸着, 此时无剑已经飞鹰传输经诗, 请求龙承恩火速增援。 德善微微汗手, 笑道, 等龙承恩过来, 至少还需要两天, 那时候我们已经攻破小城了。 明日全力攻城, 定要拿下。 绝空和马兴拿起桌上的酒杯, 笑道, 尽方丈一杯, 此战大功一箭, 王上必定赏赐。 德善拿起酒杯, 一口闷了。 哈此战足解我心头之恨。 上次镇国四支战, 德善吃了大亏, 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这一次, 出其不意夺取两座小城, 多少可以挽回一些脸面。 至少, 他杀了龙承一个措手不及。 绝空笑道, 方丈宽心, 这一战只是开始, 占据小城后, 我们直逼玉佛关。 如果龙承恩来了, 我们固守, 如果他不来, 我们上走王上, 集结兵力一鼓作气, 攻破玉佛关。 德善微微摇头, 说道, 你太乐观了, 也太小看龙承恩了。 此贼不是泛泛之辈啊, 夺取小城之后, 立即修善固守, 不可贪功冒尽。 德善有自知之明, 此次出兵能成, 完全是因为突然出手, 龙承又不在玉佛关。 如果龙承赶来, 德善能守住救阿弥陀佛, 更别想攻占玉佛关。 马兴黑黑冷笑道, 方丈何其窃眼。 德善不以为伍, 呵呵笑道, 马同龄可曾与龙承恩正面遭遇过。 马兴微摇头, 说道, 不曾。 德善摇头笑道, 等马同龄与龙承恩正面遭遇, 便知道贫僧为何胆怯了。 德善地位高, 马兴虽然心中有些鄙视, 但也不好多说, 只是笑了笑, 继续喝酒。 突然, 帐篷被掀开, 广祥慌张地说道, 方丈, 郑国寺好像失火了。 德善感觉如遭雷击, 猛地站起来, 立即冲出了帐篷, 爬上了临时搭建的剑楼。 剑楼上的少兵立即说道, 方丈, 郑国寺方向似乎有火光。 德善望着西边的火光, 心中已经凉了大半。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从筹划出兵的那一刻, 德善就担心郑国寺会被偷袭。 没想到真的被偷袭了。 可是不对啊。 无见在玉佛关, 谁带兵偷袭的? 德善心中猜测, 偷袭郑国寺的人必定是龙臣。 可是他无法相信, 根据探子的情报, 龙臣明明在京师, 什么时候到了玉佛关, 还带兵到了郑国寺? 难道探子的情报又出错了? 方丈, 怎么回事? 监院绝空在底下焦急地问道。 剑楼很小, 最多占三个人, 德善又重, 绝空不敢爬上来。 德善望着郑国寺方向的火光, 又回头看了一眼玉佛关上的篝火, 然后立即跳下剑楼。 广祥, 你在此守住, 绝空你驻广祥守住少卡, 我与马统领即刻回援郑国寺。 德善当机立断, 决定立即回援郑国寺。 广祥为难地说道, 方丈若带走铁药子, 我手里只有十二万僧兵, 如果龙家军出来。 本来带了十五万僧兵过来, 今日工程死伤了两万多, 只剩下十二万。 这一点兵力, 想阻挡关内的龙家军很难, 更别说工程了。 而且, 德善带人走了, 会动摇军心。 到时候军心不稳, 城内的龙家军和关内的龙家军 理应外合, 广祥恐怕难以善终。 你只需要守住关口, 然后等天亮了, 你须须退兵。 记住, 绝对不可慌张。 德善已经不想夺取城池的事情了, 他只想回兵救援郑国寺, 保证兵马安全后撤。 绝空说道, 方丈, 既然要退兵, 不如趁着天黑即刻退兵回援。 吴剑在关内按兵不动, 必定是等郑国寺的信号。 郑国寺已经被突袭, 吴剑肯定会出兵的。 方丈让广祥留守, 起飞。 绝空以为让广祥留下来殿后, 可能就是送死。 绝空心中也有不好的预感, 他预感龙臣骑士到了, 而且正在郑国寺大开杀箭。 广祥等着德善的决定。 德善此时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郑国寺那边的情形到底如何。 到底是不是龙臣突袭郑国寺? 如果现在全部退兵, 那吴剑必定追杀。 如何才能两全? 德善犹豫不决的时候, 玉佛关上的哨兵看到了郑国寺方向的火光。 郑国寺离玉佛关距离不近, 但因为是晚上, 火光就显得特别明显。 城楼上的哨塔远远望见火光照亮了夜空, 对着底下喊道, 将军, 郑国寺方向有火光。 听闻郑国寺有火光, 无间蹭地一下爬上了哨塔, 从怀中拿出单筒望远镜, 对着郑国寺方向看去。 黑夜里, 那照亮夜空的火光格外显眼。 哨塔下, 韩子平和唐黑子交集地问道, 将军, 是不是得手了? 两人的话让其他将士很疑惑, 问道, 两位将军, 什么得手了? 韩子平没有理会其他人, 仰头等着吴剑的消息。 吴剑收了单筒望远镜, 扶着哨塔对着底下喊道, 武王得手了。 听到武王二字, 其他将士更加疑惑。 武王? 什么武王? 武王何时到了? 镇国寺? 吴剑高兴地喊道, 告诉你们, 武王昨日就到了御佛关, 今夜武王亲自带兵突袭镇国寺, 武王已经得手了。 德善老兔驴的老巢被武王端了, 这群兔驴无家可归了。 弟兄们, 听我号令, 打开城门, 给我杀。 将士们憋了一天一夜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听说龙臣到了, 又像上次一样突袭了镇国寺, 众人倍感振奋, 举刀大喊, 武王到了, 杀呀! 西城门打开, 龙家军猛地冲杀过去。 城外大营。 德善还在犹豫不决, 御佛关的龙家军已经从西城门涌出, 呐喊着杀过来。 武王已到, 杀贼! 龙家军呐喊杀来。 听到呐喊声, 德善心中咯噔一下。 最坏的打算可能成真了, 龙臣真的到了, 而且突袭了镇国寺。 德善不敢逗留, 即刻下令撤退。 撤! 全部撤回镇国寺。 铁药子统领马兴有些不甘心, 说道, 眼看就要攻破小城, 不如舍弃了镇国寺攻破小城再说。 绝空骂道, 你疯了吗? 镇国寺若失手, 我们就被堵在中间。 马兴只是一时气急, 并非不懂这的道理。 德善说道, 就算真是龙承恩突袭了镇国寺, 他所带的兵马也必然不多, 此时镇国寺一定在激战。 我们回兵包围镇国寺, 以二十万兵马围困, 龙承恩就算插翅也难飞。 攻破两座小城, 不如斩杀龙承恩。 德善立即想到了另一个计策。 小城不要了, 只要把突袭镇国寺的龙承围困斩杀, 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杀了龙承, 这是天大的功劳。 监院绝空赞同, 说道, 方丈好计策, 镇国寺固若金汤, 龙承恩想攻破, 没有那么容易。 此时回兵, 一定能将龙承恩围困擒杀。 绝空以为龙承正在从山下往山上进攻, 这样进攻绝对损失巨大, 而且一时半会儿无法得手。 只要他们回兵镇国寺, 龙承就是问中之鳖。 铁耀子统领大喜道, 若能杀龙承恩, 比这两座小城强多了。 比起攻占两座小城池, 龙承的命比什么都值钱。 如果能杀了龙承, 马兴自信可以成为票机大将军, 统领膝下所有骑兵。 想到这里, 马兴激动了, 说道, 立即回兵吧。 德善下令前队变后队, 后队改前队, 立即回援镇国寺。 二十多万兵马, 立即往回撤退。 此时天还未亮, 加上是出突然, 军营变得一片混乱。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听到龙家军杀出官来的声音。 怎么回事? 方丈下令撤兵了。 撤兵? 为何突然撤兵? 我们不是明日破城吗? 听说龙承恩杀来了, 镇国寺又被偷袭了。 镇国寺又被龙承恩偷袭了? 完了, 我们吴家可归了。 上次就是如此, 这次又是如此。 士兵慌乱地拿起兵器后撤, 队伍完全乱了。 兵找不到将, 将找不到兵。 德善心中焦急, 带着将领在最前面策马狂奔, 顾不上身后的士兵如何。 吴剑带兵冲出了御佛关, 前面的将士把德善布下的障碍清除, 后面的骑兵和攻骑兵追杀敌军。 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刚冲出来不久, 德善就带着大军撤退了。 吴剑立即喝止, 停下, 小心有埋伏。 虽然龙承偷袭镇国寺得手了, 但德善突然完全退去, 这太不正常了。 吴剑担心德善有诈。 可是大家心中憋了一口恶气, 又听说龙承到了, 根本不听得吴剑的将领, 拿着兵器猛地往前冲杀。 就连韩子平和唐黑子都没有理会吴剑, 全部往前冲。 混乱中, 西夏僧兵被杀得惨叫连连, 完全成了追杀。 吴剑见状, 知道喝止无用, 干脆跟着一起追杀。 两座小城里, 厮杀了一天的士兵正围在篝火旁打盹, 手中的兵器抱在怀里, 随时准备厮杀。 夜里偷袭是常有的事情, 谁都不敢躺着睡觉。 守城将军曹芳奇正在城上昏睡, 迷迷糊糊中听到战马撕鸣声和喊杀声。 曹芳奇立即爬起来, 大喊道, 嫡媳, 迎战! 一声大喊, 所有人跟着爬起来拿起兵器对准城外。 但是他们没看到西夏军队攻城, 只看到御佛关的龙家军冲出了关口, 正在全力追杀西夏敌军。 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的副将寒霜惊讶地说道。 曹芳奇立即做出判断, 说道, 吴将军夜袭敌军成功。 副将寒霜问道, 那我们? 寒霜想出城驻镇追杀, 但守将曹芳奇却摇头, 说道, 不, 我们不能动, 万一得善老徒驴炸败, 我们就中计了。 所有人听着, 守好城门, 不许妄动。 寒霜立即下令众人不许出城作战, 全部守住城门。 曹芳奇在城上望着无剑带领大军在昏暗的夜色中追杀, 西夏军队丢盔弃器甲, 一片混乱。 曹将军, 他们看起来不像庄的。 寒霜看了一会儿, 心中齐痒难耐, 就想出去助阵厮杀。 白天打得太憋屈了, 他想出战报仇。 曹芳奇坚持自己的想法, 说道, 如果吴将军得手了, 我们出去帮忙, 只是锦上添花, 无足轻重。 如果得善使诈, 我们两座城池守不住, 不许出战, 等天亮了再说。 吴剑的进攻非常顺利, 曹芳奇出去也不过是多一些人而已, 对于整个战局来说, 不会有多少的帮助。 如果说吴剑出城作战, 遇到了西夏军队顽强的抵抗, 两边厮杀非常惨烈, 那曹芳奇一定会立即选择出城驻战。 现在这种情况, 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他必须防止另一种可能, 但如果得善使诈, 小城守不住, 损失就大了。 面对不确定的情况, 曹芳奇求稳, 选择了不出战。 城下, 吴剑提着九环大刀, 借着月色追杀。 龙家军的青色铠甲很显眼, 铁药子和僧兵明显不一样。 铁药子的衣甲是土黄的皮甲, 僧人穿着明皇僧衣, 特别是光头很扎眼。 众人见到光头就杀, 一路上全是尸体。 德善在前面跑, 吴剑在身后追。 韩子平拨马过来, 喊道, 将军, 我们要追多远? 吴剑说道, 往前追杀, 与武王会合。 得了将令, 韩子平大喜, 策马往西狂追, 身上的羽剑都射完了, 只能用枪刺杀。 此时天色渐明, 德善带着绝空, 广祥和马兴一众将校僧官往西狂奔。 德善心中惦记龙臣, 只要将龙臣围困, 郑国寺有五万兵马, 加上自己手里二十万, 足够斩杀龙臣。 至于无剑的追兵, 德善并不担忧。 只要到了郑国寺, 他们就可以反击。 轰隆隆。 千军万马的铁提升轰隆隆作响, 龙家军在身后追杀, 但前面的将官根本不在乎。 死一些士兵没什么,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只要能杀了龙臣, 任何损失都可以接受。 方丈, 前里有人? 马兴眼间, 看到前方有人冲过来。 德善拔出马背上的大刀, 身子微微低伏, 准备和来人大战一场。 是福慧? 监怨绝空, 借着细微的陈光, 看清了来人, 正是武僧院院守福慧。 福慧? 他怎么? 广祥说了一半就明白了, 郑国寺失守了, 福慧落荒而逃。 按照德善的计划, 他带兵回援郑国寺, 龙臣被堵在山下或者半山腰, 上下一起围攻, 将龙臣斩杀于郑国寺。 所以, 他不顾无间地追杀, 带兵往西狂奔。 郑国寺留下了五万守军, 还有坚固的堡垒攻势, 他觉得, 郑国寺的守军一定可以守住。 可是, 万万没想到, 留守郑国寺的福慧居然出现在这里。 德善的心都凉了。 怎么回事? 德善再马上一把揪住福慧凌乱的僧衣, 历生质问。 福慧手里提着月牙缠杖, 垂头丧气地说道, 弟子在寺里防守, 一直盯着山下, 防备着龙承恩。 可那龙承恩突然出现在寺中, 从山顶往下杀, 寺中无人是他对手, 弟子, 弟子也无奈啊。 福慧从山上逃跑的时候, 就知道会被德善责骂。 但责骂归责骂, 总比被当场斩杀要好。 而且, 这次失守的确不是福慧的错。 谁能想到, 龙承会带兵出现在山顶。 原本福慧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看到德善杂乱无章的队伍, 他猜到德善也战败了。 既然师父也吃了败仗, 大家都是龙承的手下败将。 他这个做弟子的逃跑, 也不算丢脸。 监院绝空没听明白, 问道, 什么意思? 龙承恩出现在寺里, 你们不是在山下防守吗? 他怎么杀上山顶的? 福慧委屈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龙承恩不是杀到山顶的, 他是突然出现在山顶。 我们山下防守, 把郑国四围地跟铁桶一般, 可龙承恩却突然出现在山顶。 他带着人到处冲杀, 弟子带兵往山上增援, 却遇到了龙承恩, 弟子不是他对手, 只得, 哎。 福慧至今想不明白, 为何龙承会突然出现在郑国四山顶。 德善听得莫名其妙, 但他没有时间多想, 因为无剑的龙家郡已经从身后杀来。 僧兵和铁药子也从后面冲上来, 大家都在拼命奔逃。 溃败的势头已经开始, 无人能阻挡赫止。 方丈, 现在怎么办? 僧兵降临广祥猛逼了。 老巢已经被攻破, 身后十几万追兵必须做出决断。 德善和尚看着福慧身后的残兵败将, 这些人除了慌慌张张以外, 没看到任何伤痕。 龙承恩有多少人? 福慧知道龙承人不多, 但如果说龙承只有一千人左右, 他脸上挂不住, 德善也必然暴怒。 数万, 具体不知道, 他们的进攻非常凶猛。 福慧撒谎了, 故意把人数多说。 身后跟过来的僧兵降校有些不知情况, 知道情况的也不戳破。 大家都是逃兵, 把龙承说得厉害一点, 大家都有好处。 数万人, 德善脸色很难看。 还以为撑死数千人, 上次龙承突入西夏腹地, 也就五百人而已。 没想到, 这次居然有数万, 龙承到底怎么上去的? 方丈, 我们怎么办? 铁药子降临马兴, 焦急地问道。 龙家军的追兵已经到了身后, 喊杀声能清晰地听到。 德善叹息一声, 说道, 往赤岩庙去, 固守带园。 德善没有选择逃回西夏腹地, 而是赶往赤岩庙。 他想在赤岩庙立足, 然后请求十勒发兵增援, 再夺回郑国寺。 走! 德善做了决断, 立即带兵往赤岩庙狂奔。 德善与福慧, 绝空, 广祥和马兴一众人带着兵马, 慌乱地往赤岩庙方向狂奔。 往西冲出树里后, 此时天色大亮了。 初春薄薄的尘雾, 随着尘封如蛛丝般挂在空中, 德善在雾气中狂奔。 突然, 前方又出现一对人马。 马兴以为, 又是郑国寺退下来的败兵, 声音有些颤抖地喊道, 小心, 龙承恩来了。 透过薄薄的薄物, 德善看到一匹马, 从白色的雾气中突出, 马背上一个身穿青色蛟龙铠甲的战将, 手中一柄黑剑, 浑身带血, 样貌看起来十分恐怖圣人。 龙承恩? 德善感觉浑身一凉, 从内心深处就感到恐惧。 方正, 我们人多, 宰了他。 铁药子马兴见到龙承的样子, 也被吓了一跳。 不过, 他很快回过神来, 心中的愤怒超过了恐惧。 德善环视四周, 自己这边确实人多。 龙承是武皇修为, 他德善也是武皇修为, 再加上福慧和绝空, 广祥, 马兴三人, 那就是四个人围攻一个, 他稳站上风。 杀? 德善怒吼, 提着大刀往前冲, 马兴把长枪挂在马背上, 拿起一张硬弓, 对着龙承先射出两箭。 绝空和广祥见德善往前冲, 两人紧随其后, 一起往前冲杀。 反倒是福慧多了一个心眼, 他在镇国寺, 见识了龙承的恐怖, 他慢了一步, 先看情况。 如果德善确实战上风, 他再加入不迟。 如果说德善打不过, 那就随时准备跑路。 德善带着兵马几个将领, 还有身后的将校僧官, 一起冲杀。 对面, 龙承从薄雾中冲出, 身后是夜长和三百步兵。 这些人的骑马作战的战斗力并不强, 这一点龙承很清楚。 远处能听到龙家军追杀的声音, 龙承要做的并不是截住德善的大军厮杀。 而是, 龙承手持黑剑对着德善猛冲过去。 马蹄声急促, 如暴雨打在地上。 蛟龙都谋下, 龙承眼神冰冷, 黑剑割开如白沙一样的宝物, 德善很快到了眼前。 德善为首, 身边是绝空和广祥, 马兴随后弯弓, 再往后便是僧官和将校。 秀! 一声尖锐的呼啸声传来, 龙承猛的一发力, 身体一跃而起, 坐下战马承受不住力道, 马背瞬间被压断, 扑倒在地上。 龙承纵身往前, 躲过了两只冷剑, 手中黑色长剑直指德善。 见龙承飞身杀来, 德善暴怒, 手中大刀迎着黑剑斩去。 龙承在距离德善半米开外的地方, 忽然猛的一剑斩落。 德善大刀劈了个空, 他感觉很奇怪, 为何龙承会对着空气挥剑? 难道龙承算错了距离? 不可能啊, 凭借龙承的修为, 不可能落空。 身边的绝空和广祥同样觉得诧异, 随即便是狂喜。 绝空纵马冲过去, 手中长矛刺向龙承。 一个连挥剑都能错的人, 能是什么高手, 徒有虚名而已。 绝空就是这么想的。 旁边的广祥也觉得龙承失守了, 这是击杀的最佳时机。 提着大刀, 广祥与绝空一起围攻龙承。 铁药子统领马兴两只冷剑落空, 他并不觉得可惜。 冷剑不过是碰碰运气, 能射中最好, 射不中也没什么。 放冷剑的目的是制造击杀的机会, 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绝空冲向龙承, 长矛猛地刺出, 龙承眼神冰冷, 反手一剑劈断长矛, 脚踩在了德善的码头上, 然后反手一剑将绝空斩于马下。 德善眼睁睁看着龙承脚踩在自己码头上, 眼睁睁看着龙承手中黑剑将绝空连头带肩膀斩于马下, 自己却感觉僵住了一样, 手中的大刀没有再举起。 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一瞬间, 德善感觉周围特别安静, 自己的内心也特别冷静, 他好像进入了缠定一般。 为什么会这样? 德善看着龙承借住码头的力道, 身体又跃起来, 将随后冲来的广祥一剑斩断双手, 广祥一头栽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惨叫。 而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这么看着。 为什么会这样? 德善看着龙承杀了广祥后, 又转身杀向铁药子统领马兴。 为什么龙承恩不杀我? 德善感觉很奇怪, 这到底是为什么? 杀了广祥后, 龙承夺了广祥的战马, 对着马兴冲过去, 两码相交, 马兴的长枪猛地刺出, 龙承侧身闪过, 黑剑顺着长枪划过去。 战马的速度很快, 黑剑顺着长枪划过, 片刻就到了马兴身前。 马兴吓得丢弃长枪, 翻身从马背上坠下, 黑剑划过马兴的胳膊, 尖吞被一剑裂开, 胳膊差点被削掉。 坠在地上的马兴狂喊, 方丈, 杀呀! 马兴的怒吼, 让德善回过来神, 他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龙承就在眼前, 就在自己眼前杀了绝空, 砍掉了广乡的双臂, 马兴抵挡不住, 自己如果不做些什么, 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龙承安? 德善怒吼一声, 踢着手中大刀, 就要厮杀。 扑斥。 德善感觉用不上力, 自己的屁股坐不稳, 从马上坠落下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感觉天旋地转, 看到了很多战马和僧兵, 然后马蹄践踏而来。 他想大喊救命, 可是喊不出来。 他想撑起身子爬起来, 才发现自己的下半截不见了。 我被腰斩了? 德善说不出话, 脑海中却很清醒。 可他还是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 什么时候? 龙承什么时候将他腰斩的? 明明龙承的黑剑没有斩到自己, 为什么会被腰斩? 德善还在发猛, 远处的马兴眼睁睁看着德善 突然断成两截, 又眼睁睁看着德善 被乱军的战马踩得稀烂。 郑国寺的方丈就这么没了。 龙承杀了绝空和广祥之后, 又一剑斩落马兴, 他没有任何停留, 提剑冲进了西夏将校中间, 逢人就杀。 德善被腰斩, 看到的将校吓得肝胆剧烈, 慌忙夺路逃亡。 龙承也不追赶, 还在乱杀。 黑剑起落, 惨叫声此起彼伏, 人头和肢体掉在地上。 马兴侥幸逃过一劫, 他再也不想杀龙承立功的事情。 只一个照面, 德善就被腰斩, 自己过去就是送死。 混乱中, 马兴爬上了一匹战马, 疯狂地往西边奔逃。 跑出一段, 马兴看到一个龙家军将领杀来, 正是夜长带人冲杀。 马兴不敢练战, 拨马躲开, 趴在马背上逃跑。 失去了主将, 西夏军队兵败如山倒, 闹哄哄往西逃跑。 马兴冲过三百龙家军的阻拦, 头也不回地往西狂奔。 吴剑带着大军从身后赶来, 韩子平和唐黑子带着弓骑兵和枪骑兵到了。 龙晨还在前面奋力斩杀将校, 吴剑大喊, 投降免死。 身边的龙家军跟着一起大喊, 投降免死。 跑了时机里的西夏军队, 纷纷气泻投降, 蹲在地上不动弹。 望着往西逃走的僧兵和铁药子, 龙晨停下了手中的黑剑。 这一趟, 杀得够多了。 黑剑在衣甲上擦了擦, 血污被擦掉一些, 剑刃已经被砍出缺口。 这么好的剑, 居然砍成这样。 叶长从身后过来, 脸上沾满了血迹。 大人, 我们赢了。 叶长高兴地举起手中大刀。 吴剑望着蹲在地上的僧兵和铁药子, 高兴地笑道, 大人亲自出马, 何仇不成。 龙晨收了剑, 说道, 把德善他们的尸体收起来, 投降的全部压戒回玉佛关。 韩子平, 选三万, 宫骑兵继续追杀, 唐黑子和叶长, 你们各带三万步兵和骑兵 随我占领郑国寺。 郑国寺那里只剩下数百伤兵, 必须及时增兵占领。 这一次, 龙晨不会再将郑国寺归还西下。 郑国寺将是东周在西面新的国剑。 韩子平立即点了三万公骑兵, 先一步往西追杀。 叶长和唐黑子很快点了六万兵马, 龙晨带着兵马往郑国寺去。 吴剑则带着剩下的兵马 押送俘虏回御佛关。 一路回到郑国寺, 龙晨下令占据山下和山腰的堡垒。 又让人把山顶的大火扑灭。 受伤的士兵立即治疗, 战死的兄弟送回御佛关。 叶长站在山顶, 望着山下的堡垒, 嘿嘿笑道, 大人, 德善老秃驴替我们做嫁衣。 德善为了防备龙晨, 把防御攻势做得跟铁桶一般。 他万万没想到, 龙晨留了后手, 在地下挖好了地道。 记得去年占领郑国寺的时候, 大人让吴将军偷偷挖了很多土, 原来是地道啊。 唐黑子记起来了, 那时候从山顶运了很多土下去, 唐黑子以为是修房子挖出来。 龙晨说道, 我帮他们修了几间屋子, 而且修得很结实。 我料定食了没钱, 他们一定会留着。 就是有点可惜, 又把这里烧成了灰烬。 放火是为了造势, 让敌人胆寒, 烧掉房子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有那么多俘虏, 让他们做苦力重修。 夜长靠在断墙上, 摘下沾血的头盔, 样子看起来很疲惫。 守住山下, 其他人休息。 唐黑子, 你辛苦一下, 夜长一晚上没睡, 我们休息一下。 唐黑子拜道, 大人放心休息吧, 我来。 唐黑子立即安排士兵布防。 山下的防御攻势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毁, 唐黑子直接派士兵接管。 龙晨和夜长找了一间 没有烧掉的房间, 脱掉铠甲, 就在床板上呼呼大睡。 厮杀了一晚上, 都很累了。 韩子平带着龚骑兵 一路追杀, 追了三十多里才返回。 到了郑国寺的时候, 唐黑子已经完全 接管了郑国寺。 大人呢? 和夜长在山上休息呢? 你又抓了俘虏回来? 对, 他们投降了, 我想杀又下表手。 韩子平有些无奈地 看着数万俘虏, 他本想全部杀了的。 但是杀掉数万 已经投降的俘虏, 韩子平良心过不去, 所以抓回来了。 送回玉佛关去吧, 留在这里, 他们还会跑。 唐黑子觉得 不能把这些俘虏 留在郑国寺。 韩子平想了想, 说道, 也好, 我押送回去。 弓骑兵压着俘虏 回到玉佛关, 吴剑已经把原来的俘虏 关起来了。 吴将军, 我们抓了俘虏。 吴剑有些头疼地说道, 加上你的, 差不多八万。 韩子平挠头说道, 八万啊, 这么多人要吃要喝, 怎么办? 吴剑点头道, 我正头疼这个呢, 问问大人吧。 俘虏已经看好, 吴剑和韩子平 带了兵马往郑国寺去。 玉佛关这边 让曹芳琪镇守。 很快, 吴剑和韩子平 到了郑国寺。 唐黑子立即到了山下迎接, 拜道, 吴将军。 吴剑问道, 五王呢? 还在房间里睡觉呢? 唐黑子带着吴剑上山。 到了山顶, 夜长已经起来了, 见吴剑上来, 走上来拜道, 吴将军。 吴剑望了一眼 房间里睡觉的龙臣, 说道, 把郑国寺各处守好, 我们这次杀了德善, 破了他二十多万大军, 时乐必定报复。 我们这次要守住郑国寺, 绝不会再退让了。 还有, 郑国寺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全部搜查一遍, 小心他们也留了机关密道。 夜长点头道, 吴将军说得不错, 我们留了密道, 他们也可能留下密道。 吴剑又看了一眼龙臣的房间, 说道, 让大人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们不要打扰他。 房间里? 龙臣一觉睡到了日落十分, 才慢慢醒来。 姑姑, 水。 迷迷糊糊中, 龙臣喊了一声。 一碗水递过来, 龙臣爬起来, 接了一碗水, 正要喝的时候, 龙臣愣了一下, 抬头一看, 却见一个风鱼的女人, 穿着土黄的衣裙站在旁边, 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你是谁? 龙臣脸色骤变, 神经紧张起来。 眼前这个女子看起来不会武艺, 而且有点眼熟。 龙臣记起来了, 这个女子是昨晚上在 红绘房间里的拼头。 龙臣脸色骤变, 女子被吓到了, 慌忙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将军饶命, 奴家只是想服侍将军, 没有别的意思。 龙臣看着眼前的女人, 脸色无奈地说道, 你出去吧, 福慧死了, 郑国寺也完了, 回家找你汉子去吧。 这个女人只是福慧的拼头, 并非欺小, 龙臣没必要对她动手。 女子慢慢抬起头, 人家想留下来服侍将军。 龙臣放下谁碗, 郑重地说道, 这位大姐, 我是大洲武王, 现在郑国寺属于大洲了。 我们大洲的将军, 不需要女人服侍, 你回去吧。 女子跪在地上步起来, 红着眼睛看着龙臣, 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说实话, 这个女子有点姿色, 可龙臣平时玩的是公主, 女将,花魁。 这种略有姿色的女子 实在难入龙臣的眼。 而且, 这个女子是红绘的拼头, 龙臣绝对不会接受。 老我。 龙臣喊了一声, 房门很快被推开, 夜长走了进来, 就看到一个女子跪在地上。 大人, 这。 夜长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一个懂了的奸笑。 龙臣则声道, 笑个屁呀, 把这个女人送回去, 从哪来回哪去。 夜长走到龙臣身边, 嘻嘻笑道, 大人, 其实吧, 在这里, 这样的娘们算不错了, 要不大人将就一下。 所有人都知道龙臣好色, 夜长也知道, 所以才如此说, 龙臣鄙视道, 道义有道, 也不看看什么人, 再说, 老子揍你了。 夜长黑黑笑道, 大人, 我让他走, 他还不一定走呢。 夜长看向跪在地上的女子, 女子立即爬过来, 抱着龙臣的脚哀求道, 将军, 让奴家服侍您吧, 奴家什么都会, 我的嘴巴特别灵活。 说着, 女子动了动嘴, 舌头像一条蛇一般灵活。 死。 有那么一瞬间, 龙臣居然觉得不错。 蒂洛西是公主, 有时候自持身份, 龙臣让他做一些事情, 蒂洛西不愿意。 比如, 蒂洛西的舌头也很柔软的, 可是他不愿意那样做。 你回去吧, 我们大洲的军人不是银僧。 龙臣言辞拒绝。 如果这个女子是个黄花大闺女, 龙臣可以接受, 只让她用嘴就是。 可是她和红慧搞了拼头, 龙臣绝不要。 将军, 求您了, 奴家如果回去, 会被家里扫地出门的。 女子呜呜地哭起来。 龙臣觉得奇怪, 问道, 你回家去, 你家汉子应该高兴才是, 为何会将你扫地出门? 莫非是嫌弃你? 女子没有回答, 只是呜呜地哭泣。 叶长在旁边解释道, 大人, 有些事情您不清楚, 我给您说说。 这郑国寺占据了方圆百里的土地, 凡是肥沃一点的, 都是寺里的产业。 这些僧人招募店户耕种, 收取租金。 龙臣微微点头, 这些事情他知道。 叶长继续说道, 郑国寺的租金很高, 九成上交, 一成归店户, 平时还要供奉归衣服。 有些店户, 为了少交一点租金, 就让自己婆娘到寺里服侍僧人, 可以减免租金。 那些婆娘长得俊的, 或者自己闺女长得俊的, 就送过来当奴婢。 这个大姐, 估计就是家里汉子, 让她过来服侍的。 其实, 过来服侍的女子, 在这里可以吃饱饭, 家里又可以减免租金, 皆大欢喜。 叶长说得有些无奈, 求您让我服侍您吧, 我什么都会。 龙城听得勃然大怒, 骂道, 这群租驴不配做人, 收了这么重的租金, 还要迎人妻女, 简直混账东西。 龙城大怒, 吓得女子连连磕头。 龙城弯腰扶起女子, 拉着她在床上坐下, 说道, 大姐, 你也是苦命人。 但是, 事情到此为止。 我是大洲的武王龙城恩, 德善老租驴被我杀了, 郑国寺现在属于大洲。 你不用担心, 你回去, 告诉你家汉子, 告诉所有人, 从今以后, 你们耕种的地, 就是你们的。 租金, 我们只收一城, 九城归你们, 你们也不用侍奉什么狗屁, 我们大洲的军人, 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勾当。 龙城回头对夜长说道, 寺中, 还有和他一样的吧。 夜长点头道, 有, 还有几百个呢。 龙城说道, 你派人一起送回去, 同时告诉所有的殿户, 德善被我杀了, 从今日起, 耕种的田地归他们了。 说服改了, 我们只收一城, 没有其他附加。 龙城还要打仗, 还要养兵, 不可能完全不收租金, 军队要吃粮。 但是龙城可以减免, 只收一城的租金。 夜长点头道, 好, 我立即去办。 龙城对女子说道, 大姐, 你回去吧, 以后不用这样了。 我? 龙城在身上摸索一阵, 找了几个金币出来, 塞进女子的手中, 说道, 我没带什么钱, 这个你拿着, 回去吧, 只要我龙城恩在这里, 没人再敢这样。 告诉所有人, 我们大洲军队不一样, 我们不是图律银僧。 女子看着手里的金币, 扑通一声跪地上, 使劲磕头, 谢谢将军, 谢谢将军, 归依佛保佑将军成佛。 龙城扶起女子, 说道, 我们不信归依佛, 我们信奉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 众生平等, 大家都一样, 要做善事, 借色借杀。 好了, 回去吧。 夜长, 全部派人送回去。 夜长拜道, 遵命。 大姐, 随我来吧, 我送你回家。 女子一步三回头地感谢龙城。 夜长立即将山上所有女子集合起来, 点了一千骑兵, 全部连夜送回家去。 吴剑走进房间, 笑道, 邵将军救了一群苦命的女子。 吴剑走进房间, 把门关了。 龙城怒气未消, 骂道, 这群秃驴太过分了, 丈夫给他们种地收租, 妻女送过来, 为奴为婢。 这样的人, 也配说自己是僧人, 也配说我佛慈呗, 彤彤该死。 龙城在想, 要不要把投降的僧人全部杀了, 反正都是一群王八蛋。 最后, 想想还是算了, 一次屠杀几万人, 太过残忍。 邵将军息怒, 西夏不如东周, 三六九等很分明。 这里的百姓过得其实都不如大周, 甚至不如南梁。 吴剑感觉有些奇怪, 眼前这个邵将军更关心百姓了。 对百姓受到的疾苦, 龙城总是很愤怒。 以前的邵将军不是这样。 以前的龙城是龙爷的小儿子, 从小娇生惯养, 和百姓接触很少, 只懂得战场杀敌, 百姓的生死不看重。 而现在眼前的龙城不一样, 他知道心疼百姓, 对欺压百姓的人不可容忍。 吴剑没有怀疑, 眼前的人其实已经变了, 根本不是同一个。 他觉得, 这是因为龙城长大了, 知道心怀天下, 心系百姓。 龙城坐下来, 拿起碗喝了一口水, 感觉有点咸。 郑国寺这边的水土很硬, 水里含矿物质多, 所以喝起来咸咸的。 吴叔请坐。 吴剑坐下来, 龙城问道, 今日斩货如何? 伤亡情况怎么样? 吴剑说道, 斩杀七万多, 俘虏八万, 加上昨日攻城的伤亡, 西夏这次损失十七万多。 我们这边损失很少, 昨日守城伤亡六千多, 跟随少将军夜袭的步兵, 阵亡四百多人, 我们总共的损失不到七千。 少将军, 你又打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仗。 二十比一的伤亡率, 这样的战斗打得十分惊艳了。 龙城说道, 侥幸而已, 德善知道郑国四尸首, 一路仓皇逃跑, 我们在身后追杀, 所以才损失小。 如果我们和德善正面对决, 没有几万伤亡不可能。 西夏的僧兵不弱, 特别是铁药子, 是西夏的精锐。 如果正面放开了打, 龙家军必定伤亡惨重。 灭了西夏以后, 龙城还要依靠龙家军灭南梁, 他必须尽量减少伤亡, 不愿意正面打消耗战。 吴剑点头道, 是啊, 正面对决, 就是你一刀我一枪, 大家都得死。 所以邵将军才说, 凡战者, 以正合, 以其胜, 故善出其者, 无穷如天地, 不劫如江海。 龙城笑了笑, 说道, 出骑兵的前提是, 自己实力足够, 如果实力不够, 骑兵没用。 所谓四两拨千斤, 必须有千斤的力道, 没有千斤力, 合来四两弓。 吴剑说道, 我刚才审了西夏的僧官, 他们说, 德善当时想回兵郑国寺, 把邵将军围在山上, 然后全部拒检。 龙城点头道, 好计策呀, 如果他实力足够, 我确实可以被杀。 当时的情况, 德善这个决策没有问题。 龙城突袭郑国寺, 德善选择回兵围困, 把龙城堵在山上, 然后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碾压。 如此一来, 龙城就会陷入绝境。 但龙城实力太强了, 红会和福会没有守住郑国寺。 福会带兵败逃, 龙城追杀, 迎面遇到了德善。 如果德善当时实力足够, 凭借十几万乱兵, 也足以杀了龙城。 当时的龙城只有三百多人而已。 只要德善能压制龙城, 战场的形势就可以反转。 问题还是在于实力, 现在的龙城太强了, 他已经突破武皇, 领悟了帝尊敬。 两边刚一碰面, 龙城一道剑气斩断了德善的身子, 结局已经注定了。 计策再好, 也要有实力才行, 德善已经死了。 吴剑说得很开心。 在御佛关和郑国寺对峙, 吴剑和德善时不时有冲突发生, 两边都有积怨。 龙城说道, 吴叔, 你这样, 郑国寺这里囤积十万重兵防守。 赤炎庙那边囤兵五万, 剩下的五万兵马守住御佛关。 德善被杀, 郑国寺失守, 时乐一定会起兵, 企图夺回郑国寺。 我们守住郑国寺, 占据赤炎庙城脊脚之势, 相互侧应。 我在郑国寺, 你在赤炎庙。 吴剑点头道, 好, 我马上去办。 吴剑立即出门, 指挥韩子平三人, 调集兵马步防。 龙城在房间里, 立即修书一封, 将这次战斗的情况发往惊失, 同时让张倩五人, 立即赶过来助阵。 玲瓏阁那边暂时按兵不动, 雷火军团留着关键时刻用。 写好了战报后, 龙城拿出封泥, 将战报封了, 再用自己金章盖上印记, 最后装进一个竹筒。 龙城出了房间, 见到龙家军正在紧锣密鼓的布房。 走过几间屋子, 龙城找到冯和。 把战报即刻送回去, 再给万金楼捎个信, 让他们做好准备。 冯和拿了竹筒, 立即安排人送战报回京师。 铁药子统领马兴和武僧院院守福慧, 各自带着残兵败将, 一路狂奔。 韩子平的宫骑兵在身后紧紧咬住, 一连追杀三十余里, 杀的路上全是尸体。 马兴和福慧无心作战, 只知道一路狂奔。 终于, 韩子平的宫骑兵没有在追, 两人的战马也乏了, 各自下马, 躺在地上休息。 马兴的右胳膊还在流血, 他扯下一个士兵的衣服, 把右臂的伤口包扎起来。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就失手了? 马兴怨恨地看着福慧。 福慧冷冷笑道, 老子还想问你呢, 你们二十多万兵马, 围攻玉佛关, 怎么就被人追杀? 马兴骂道, 方丈看你镇国四起火, 才慌乱回兵增援, 结果被龙家军钻了空子。 如果你们不是无能, 我们岂会有今日之惨败? 福慧冷笑道, 老子怎么会知道, 龙承恩突然就出现在山顶, 那斯的厉害你也见识了, 老子哪里是他对手。 马兴还想再骂, 却不知道从何骂起。 龙承确实太厉害了, 福慧不是对手, 自己也不是对手。 反正两人都是废物, 骂谁都没用, 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斯, 那斯到底用了什么妖法, 居然腰斩了德善大师。 马兴看着福慧说道, 他的语气还在颤抖, 为之是最恐怖的。 马兴看得很清楚, 龙承的剑根本没有挨到德善, 可德善就是被杀了, 被拦腰斩断。 福慧摇头说道, 你可知道他在镇国寺的模样, 他一出现, 冥禅师弟就被劈成了两半, 他一人站在上山的主道上, 杀了上千人。 马兴没有怀疑福慧的话, 龙承这样的人可以做到。 他们两人躺下来, 其他僧兵和铁药子也躺下了。 众人哀声叹气,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马兴问道, 现在该如何? 回王城还是待在这里? 福慧说道, 不能回去, 回去就是一个死, 丢了镇国寺, 方丈也被杀了。 我们到最近的阳城休整, 然后上奏求援, 等王上和世伯大军一到, 我们再反攻, 夺回镇国寺。 吃了这么大的败仗, 福慧根本不敢回新庆城。 他怕食乐一怒之下斩了它。 留在这里, 还能争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走吧。 马兴躺在地上休息够了, 慢慢爬起来。 他和福慧的想法一样。 吃了这么大的败仗, 如果这样回去, 食乐必然暴怒。 圣怒之下, 把他们斩首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 躲在这里等着, 送一个战报回去求援。 等援兵到了, 食乐的怒气应该消了, 不会一时动怒杀人。 而且, 战报怎么写, 他们两个可以商量。 收集逃回来的残兵, 福慧和马兴进了阳城。 太守慌忙带人迎接, 福慧和马兴即刻写了一封战报, 送往新庆城。 信使快马加鞭, 即刻送往新庆城。 新庆城, 王宫。 马芳拿着一封战报, 匆匆进了后宫。 走到一处暖阁前, 马芳停下来, 整理一下自己, 然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入。 食乐正在和贵妃李燕下棋, 几个宫女伺候着, 旁边放着一盆炭火。 李燕手中捏着一枚棋子, 看着棋盘不知道该落子在何处。 爱妃举气不定啊。 食乐笑呵呵说道。 李燕撒娇道, 王上棋一惊战, 说好了让着臣妾的。 食乐笑道, 不过是棋局游戏而已, 又不是什么真的, 输了再来便是。 李燕趁机扶乱了棋盘, 笑道, 王上说的, 那边再来一局, 王上可呀。 李燕撒娇还没完, 马芳就走过来, 拜道, 王上, 郑国寺战报。 马芳弯腰低头, 双手捧着战报, 送到食乐面前, 他不敢抬头看食乐。 食乐听闻郑国寺的战报, 脸色立即沉下来, 不再与李燕嬉笑。 食乐命令郑国寺守住便可, 不许打仗。 郑国寺却送来了战报。 这战报不是报喜打了胜仗, 就是吃了大败仗。 食乐心中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迅速拆看战报, 食乐脸色巨变, 起身愤怒地扯碎战报, 骂道, 德善老糊涂了, 本王让他守住, 他却贸然进攻, 现在好了, 自己被杀, 郑国寺也丢了, 损兵折降十几万。 废物, 废物。 食乐暴怒, 吓得贵妃李燕花容失色, 身边伺候的宫女 更是纷纷匍匐在地上, 不敢动弹。 马芳也在旁边不敢说话。 此时的食乐在气头上, 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眉头。 碰。 食乐一巴掌拍在棋盘上, 玉石座的棋盘被拍得粉碎, 贵妃李燕吓得尖叫倒地。 去! 把空气找过来! 还有朝中的文武大臣, 都来议事。 食乐愤怒地大踏步出了暖阁, 往正殿走去。 等食乐出了暖阁, 马芳立即招呼宫女过来, 快扶贵妃娘娘起来啊。 宫女过来扶起花容失色的李燕, 发现她的脸被崩碎的玉石渣子刺破了, 已经开始流血了。 娘娘, 你的脸! 宫女惊恐地看着李燕的脸, 划开的口子不大, 但在后宫激烈的争夺中, 脸上这样的瑕疵是致命的。 我的脸! 李燕惊慌地碰了碰自己的脸, 鲜血粘在手中, 李燕惊呼道,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马芳没空管李燕, 西夏现在的情况很危急, 必须立即招呼大臣商议对策。 马芳没有看战报, 但他见送信的使者样子很狼狈, 就先问了情况。 使者说, 郑国寺被龙臣突袭, 德善被镇斩, 郑国寺失守, 孙兵近二十万。 如此大败, 举国震动。 马芳不再理会李燕, 立即出了暖阁, 招呼一群宫里的太监送信传旨。 招提四。 空继正在大殿内巡视, 看供奉的信众多不多。 每年开春, 是信众上香供奉的高峰期, 空继一般都会在大殿和信众见面。 方丈。 一个慈眉善目, 年纪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 对着空继深深一礼, 弯腰成九十度, 样子极其虔诚。 王大善人, 您的腿脚可好了。 空继立即扶起男子, 笑呵呵地问道。 拖方丈和归一佛的佛, 腿脚还能走。 趁着还能走啊, 过来拜佛, 建一下方丈。 这个王大善人名叫王赫, 是昭提四的大主顾, 捐了很多钱。 王赫祖祖辈辈善于经商, 商队往来于乌斯国和西夏、 东周、南梁积攒了亿万家私。 可是他们家有个问题, 家中男子年纪到了四十岁, 腿就会逐渐僵硬, 最后变成瘸子。 这成了王家世代遗传的诅咒。 到了王赫这一辈, 他是昭提四虔诚的信徒。 他成亲时, 特意带着婆娘在昭提四住了一晚上, 在镇摩殿拜过归一佛, 又请空继和尚守了一夜。 后来, 王赫生下的儿子非常健康, 现在差不多三十岁了, 长得身强体壮, 武艺高强, 就是不太喜欢经商。 令郎现在可还好, 没有腿脚不利索的迹象吧。 空继和尚明知顾问, 他给王赫老婆守夜的时候, 折腾了一晚上。 那时候空继年轻,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王赫的老婆刘氏是个绝色女子, 空继用弥香弥倒刘氏后, 一晚上都在折腾。 从昭提四回去后, 刘氏立即就怀上了。 好的很, 拜了个武师学艺, 颇有天赋。 王赫很高兴, 虽然儿子不经商, 家族产业不好传承。 但相比于成为废人, 王赫更愿意自己儿子身体健康。 反正家里亿万家财, 足够他子孙享福。 那便好, 佛祖保佑。 空继双手合十, 笑呵呵说道, 面对这个被自己戴了绿帽, 替他养野中的王大善人, 空继心中没有丝毫愧疚感, 甚至想起了那晚上的事情, 刘氏真的很润啊。 只是可惜, 王赫每年都来供奉, 刘氏后来从未来过, 空继没有办法再折腾。 方丈, 我想再去祥谋店拜拜, 不知是否方便。 王赫用请求的语气问道, 空继微愣了一下, 王赫以为空继不愿意, 立即解释道, 我最近腿脚越发不好了, 想白白降魔佛。 我今日带了一万金币的供奉, 已经交给了普玄大师。 空继和尚并非介意, 而是说起降魔殿, 他突然想起了龙城。 哦, 并无什么不方便, 王大善人随平僧来。 空继和尚心念一转, 笑呵呵带着王赫往大殿后走去。 两个身强力壮的仆人扶着王赫慢慢往后走。 这个王赫腿脚不利索, 却很喜欢走路, 不喜欢别人抬他, 也不愿意坐轿子。 人就是这样, 缺什么就执着什么。 眼神不好地喜欢看, 腿脚不好地喜欢走。 空继和尚在前面走着, 王赫慢吞吞在后面跟着。 走过热闹的龟一殿, 出了后门, 转过回廊, 到了更为安静的降魔殿。 降魔殿涂着黑色的油漆, 看起来森然压抑。 走进去, 便看到一尊五米多高的佛像。 这尊佛像有四张面孔, 每一张面孔的表情都不一样, 有愤怒, 有慈悲, 有争鸣, 有冷笑, 身上四条胳膊, 各自拿着宝剑, 降魔杵, 大刀, 斧头, 一双血红色的大腿, 踩在一颗石头雕刻而成的骷髅头上。 骷髅头下, 放着四个头颅, 正是龙家四子。 白狼山之战, 十万龙家军覆没, 龙野和四个儿子战死, 龙臣坠入山间躲过一劫。 叶绿红抢走了龙野的头颅, 做成了酒器, 送到圣山供奉狼神。 龙骑拿走了四个儿子的尸体, 砍下头颅后, 做了苗晶的骷髅头, 放在降魔殿, 作为镇寺之宝。 龙骑走进了降魔殿, 站在降魔佛面前, 双手合十败了一败。 王赫在两个仆人的搀扶下, 走到了降魔佛面前, 抬头看着凶恶的佛像, 慢慢地艰难地跪下去, 对着降魔佛礼拜, 祈求自己的腿脚能好些。 身后两个仆人, 望着降魔佛凶恶的样子, 立即低头礼拜, 不敢直视。 空骑和尚看了一眼前程礼拜的王赫, 目光落在龙野四子的骷髅头上, 心中生起一股异样的思绪。 当年天下会作局, 李承道派龙野攻入西夏, 又故意将情报泄露, 西夏和蛮族设下陷阱, 十万龙家军覆灭。 那一战, 沙的山河变色, 日月无光, 昭提寺也死了很多人。 龙野当时的凶猛, 空骑想起来, 公众恐惧龙家, 把龙野说成恶魔, 将四个儿子的尸首带回, 制成骷髅头, 放在降魔殿镇压, 不让龙家转世。 龙承恩,龙承。 空骑和尚总觉得龙承恩就是龙承, 却又找不到证据。 当年就该彻底搜山, 找到龙承的尸首, 彻底消除隐患。 王赫行完了大礼, 慢慢爬起来, 两个仆人立即上前搀扶。 多谢方丈恩允。 王赫很高兴。 空骑笑呵呵说道, 王大善人何必见外? 两人慢慢走出降魔殿, 回到龟一殿。 鸟鸟的烟气充斥着大殿, 在屋顶汇聚成白色的雾气, 嘈杂的人声和僧人念经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香烛的味道太重, 有些刺鼻。 明年我若是还能走, 一定再来供奉。 若是腿脚不争气, 我让犬子过来。 王赫对昭提寺非常虔诚, 不管自己身体如何, 都会过来供奉。 龟一佛保佑, 王大善人的腿脚一定能好。 空骑笑呵呵安慰, 王赫感叹道, 希望降魔佛能保佑, 我先告辞了。 空骑送王赫到门口, 看着他上了马车, 这才转身, 准备回方丈室。 王赫是昭提寺的大金主, 空骑自然要对他礼貌。 刚转身没走几步路, 空骑就听到一道田诺的声音, 方丈流步。 听到这个声音, 空骑和上浑身的鸡皮疙瘩兜起来了, 他想跑, 但是这里人太多, 又觉得不好。 空骑往前走也不是, 转身又不想, 就这么僵在原地。 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传来, 一个身长九尺, 绑大腰圆, 盘着元宝记, 浓眉大眼, 嘴唇胡须浓密, 抹着腮红的女子, 抢不到了空骑身前, 怀里抱着一个大胖小子。 此人正是李夫人。 去年, 李夫人找空骑重金求子, 空骑为了钱, 舍命和李夫人来了一次。 李夫人身强体壮, 把空骑折腾得够呛, 装满了东西才作罢。 回家后, 李夫人顺理成章地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儿子。 李夫人很清楚, 招提四球子怎么回事, 她喜欢空骑和尚, 此事是她自愿的。 所以生下儿子后, 等孩子长大一些了, 天气暖和了一些, 便急匆匆抱着孩子过来, 给空骑看看。 因为生了孩子的缘故, 此时的李夫人身材非常丰满, 胸比孩子还要大。 这样的身材, 孩子肯定吃得饱饱得胖胖的。 拦下空骑和尚, 李夫人让跟着的丫鬟退下。 大师, 您看, 奴家去年向您求的儿子, 长得可好了。 李夫人一脸宠溺地看着怀中的儿子, 又一脸热切地看着空骑, 想让他看看自己的儿子。 空骑和尚, 此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喜欢的流逝不来, 恶心的李夫人, 像苍蝇一样甩不掉。 恭喜李夫人, 这是皈依佛保佑, 李夫人可以带孩子去大殿还愿。 空骑和尚, 想支开李夫人。 李夫人却不依不饶, 表情委屈中带着撒娇说道, 大师何必拒我于千里之外, 这孩子是不是归一佛保佑, 您还不清楚。 空骑和尚听得脸色骤变, 焦急地看了看四周的相克, 拉着李夫人匆匆进了方丈室。 李夫人没想到空骑会让他进方丈室, 他感觉这是两人的私密空间。 大师, 您看看, 您仔细看看, 他长得多壮实啊, 就跟大师您一样。 李夫人摸了摸孩子的脸蛋, 说得非常开心。 空骑关了方丈室的门, 对着李夫人说道, 李夫人, 平僧当时说得很清楚, 你我不过是顺应佛祖意思, 并无任何男女之情, 你剩下子嗣后, 也与平僧无关。 你今日为何带着孩子来找平僧? 你这是背信弃义, 佛祖会惩罚你。 李夫人原本充满母性的脸, 变得委屈, 眼泪顺着脸颊落下来, 打在了孩子的脸上。 李夫人迅速从袖子里拿出丝巾, 擦干孩子脸上的泪水。 大师, 为何如此薄情对我? 我并未忘记当时所言, 我也并非背信弃义。 我只是觉得, 这是我们的孩子, 带过来给大师看一看。 空气和尚其实有些急了, 他甚至想杀人灭口。 可是看到李夫人这样子, 他又心软了。 不管李夫人长得如何, 怀里的孩子确实是空气的种。 平僧已经看过了,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 李夫人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说道, 这孩子还没有名字, 大师赐一个名字吧, 我以后不再来了。 空气和尚看着李夫人怀中的孩子, 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就叫佛生吧。 李夫人点点头, 看着怀里的孩子, 轻声说道, 佛生, 大师给你起了名字。 李夫人看了一眼空气, 苦笑道, 我知道大师嫌弃我样貌丑陋, 我以后不再来了。 大师再看一眼孩子吧, 他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空气慢慢走过来, 看着李夫人怀中的孩子, 心中五味杂陈。 犹豫了片刻, 空气摘下手中的佛珠, 戴在了孩子的手腕上, 念了一声, 我佛慈悲。 李夫人没想到空气会将佛珠相赠, 她很开心。 后退一步, 对着空气微微欠身谢过, 李夫人打开房门, 头也不回地走了。 空气望着李夫人远去的背影, 心中突然有点感伤。 这么多年了, 那么多人求子, 李夫人是最丑陋的。 可今日李夫人却让他心生愧疚。 冤灭。 空气长叹一声, 双手合十莫诵佛经。 国师! 空气听到声音, 立即睁开双眼, 就看到马芳一路小跑进来。 马公公? 王上找平僧有事? 空气见马芳如此慌张, 料定出了大事。 马芳看着空气, 嘴里的话还是吞了回去。 王上有急事商议, 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商议, 请国师立即过去。 空气问道, 何事如此焦急? 马芳不说, 只是说道, 国师随我来吧。 空气跟着马芳急匆匆往王宫去。 空气跟着马芳匆匆进了王宫, 走进大殿, 见到石乐黑着脸坐在王座上, 眼睛红通通地布满了血丝, 两只手紧紧抓住王座的扶手, 似乎要责任而逝。 殿内站着世子石浩然, 二王子石韵成, 书密使卢其昌, 票计大将军福永, 统军司统军石李成烈, 户部尚书温启宁, 杜之思乐于。 所有人恭敬地站着, 头微微低着, 不敢看石乐。 气氛很压抑, 连呼吸都慢慢地, 生怕自己的呼吸声惹怒石乐。 空气和尚走到左边第一个位置站着, 看了看站着的众人, 问道, 王上, 出什么事了? 空气发问, 打破了殿内的沉寂, 所有人这才敢抬头, 看向王座上的石乐。 石乐目光落在空气身上, 脸上带着愤怒和指责, 冷冷说道, 镇国似尸首, 你的师弟德善, 被龙承恩临阵斩杀, 损失兵力二十万。 死。 空气愣住了, 殿内其他人同样被震撼到了。 他们只接到圣旨, 让他们到大殿议事, 但所一何事, 他们并不知晓。 进了大殿后, 见石乐黑着脸, 他们也不敢问。 直到石乐开口, 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么, 怎么会这样? 空气忍不住说道。 石乐牙齿咔咔作响, 他再忍, 忍着不骂空气。 德善擅作主张攻打玉佛冠, 最后损兵折将被龙承偷袭。 德善是昭提四出来的, 是空气和尚的师弟, 但此事和空气无关, 事情又不是空气做下的。 不过, 石乐就是想找个人发现, 想骂人。 本王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本王离开镇国寺的时候, 说得一清二楚, 让他守住即可, 不要轻举妄动。 本王三番五次说, 龙承恩诡计多端, 我们一旦有任何举动, 就会被他钻空子, 就会有可乘之机。 本王说了这么多, 可最后呢, 德善这次还是擅作主张, 居然清朝出动, 进攻玉佛冠。 龙承恩又一次偷袭镇国寺, 又一次得手了。 二十万, 二十万兵马, 没有了。 石乐猛地站起来, 指着空气大吼大叫。 空气和尚看着暴跳如雷的石乐,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没有感觉委屈, 也没有变白, 只是冷冷地看着石乐指责。 德善死了, 镇国寺没了, 笋兵二十万。 空气此时脑海中浮现出 德善被杀的样子。 其他人都不说话, 空气呆呆地望着石乐。 说呀, 都哑巴了。 石乐转头, 对着其他人破口大骂。 众人身子动了动, 连忙呼吸几下, 然后又都安静下来, 谁都不说话。 殿内再次陷入寂静。 太监马芳悄悄站在王座旁边, 如泥塑一般, 不动不说不看。 终于, 世子实好然说道, 父王, 镇国四尸首, 我大厦东面门户大开, 如果龙承恩趁机进攻, 我大厦腹地不保。 而且, 龙承恩可以从镇国四 往南进攻盘河行攻, 父王。 石乐很喜欢自己的盘河行攻, 听到这个, 石乐微微理智了一些。 重新坐回王座, 石乐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 又长长地从嘴里呼出来。 给国师赐座。 石乐微微叹息一声, 马芳立即搬来椅子, 请空气和尚坐下来。 空气慢慢坐下来。 被石乐劈头盖脸一顿骂, 空气却不生气, 他慢慢回过神来, 开始思索如何应对了。 都说龙承灭西夏的话是忽悠, 现在看来不是。 龙承真的打算灭掉西夏, 而且已经动手了。 镇国四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东边门户大开, 西夏东面无险磕首。 怎么办? 都说说吧, 如何应对? 石乐感觉很头疼。 其他人没有说话, 都看向空气和尚。 空气说道, 王上, 镇国四失守, 现在的情况如何? 大家只知道, 镇国四失守了, 德善死了, 损失很大。 其他情况却无一所知。 龙承如何吸取镇国四的, 带了多少兵马, 来了多少战将, 帝洛西和帝令仪他们到了没? 龙承吸取镇国四以后, 是不是占领了镇国四? 溃败的士兵, 现在何处? 这些事情都不清楚。 石乐转头对马芳说道, 杏使何在? 马芳拜道, 在宫外候着。 马芳从杏使那里知道镇国四大拜后, 就让杏使在门口候着。 他知道, 石乐有可能要问情况。 让他进来。 石乐吩咐, 马芳立即小跑出门。 不一会儿, 一个杏使走进来, 跪在地上对着石乐磕头拜道, 铁药子校尉李六, 拜见王上。 石乐冷冷说道, 把镇国四的情况说说吧。 这个姓使是马芳手下的校尉。 铁药子校尉李六把当时的情况仔细说了, 众人仔细听着。 事情就是如此。 李六说完, 又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 石乐看向空济和尚。 空济微微叹息道, 师弟啊。 舒密使卢其昌骂道, 龙承恩这丝太狡诈了, 一直以为他在金师玩公主, 没想到突然出现在玉佛关。 身后的票级大将军浮涌捋着长长的胡须, 说道, 恐怕这丝早就潜伏在玉佛关, 只等德善大师出兵。 票级大将军浮涌, 胡须很长, 一直到腹部有点像关羽, 不过此人肤白, 身材也高大, 是膝下一个美男子。 世子石浩然听了感觉奇怪, 问校尉李六, 李校尉, 你说郑国寺有五万守军, 那龙承恩为何能突然出现在山顶? 难不成龙家军都长了翅膀, 飞上去的? 石乐和空济也不明白, 郑国寺他们都见过, 建造得跟铁桶一般。 五万军队守山, 想强行攻入郑国寺, 几乎不可能。 更别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山顶了。 校尉李六为难地说道, 各位大人, 小的也不知道啊, 我们都很奇怪, 为何龙承恩能上去? 众人面面相去, 想不明白为什么。 此时, 空济却说话了。 龙承恩这丝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在镇国寺山下挖了密道, 通过密道潜入镇国寺。 空济和尚终于想明白了。 石乐咒没说道, 不可能, 如果他挖了密道, 我们修建宫事的时候, 肯定能发现。 空济和尚苦笑道, 龙承恩那丝心思缜密, 他肯定料到我们会修建堡垒, 他的密道必然很深, 而且很隐秘。 去年的时候, 他攻占了镇国寺, 还在山上修建了一些房屋殿宇。 我们当时没钱, 就留下没有拆除, 如果平僧所料不错, 他就是通过那些房子潜入山顶的。 这次料定我们没钱, 料定我们会留着那些房子。 他去年就准备好了, 只等时机成熟。 我们中计了。 石乐听完, 心中懊悔不已。 当时不该贪便宜, 就该把房子都拆了重建。 他当时想着拿钱修建盘和行宫, 镇国寺那边能省一点是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中了龙臣的圈套。 嗨! 石乐猛的抬手拍在扶手上, 悔恨不已。 众人都是摇头大骂龙臣太诡诈。 父王, 目已成舟, 多说无意。 我们要想想, 如何夺回镇国寺。 二王子石韵城看大家都在骂龙臣, 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 此时最该考虑的是如何夺回镇国寺。 石乐问道, 国师有何计策? 空济和尚语气沉重地说道, 哪有什么计策, 镇国寺是我大厦东面门户, 如果被龙承恩占据, 他尽可攻退可守, 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 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未经之际, 我们应该立即集结兵力, 夺回镇国寺。 空济这个老兔驴前驴技穷了, 想不出什么奇谋良策, 只能正面对决了。 统军司的统军使李成烈说道, 可是镇国寺修建了那么多堡垒, 我们如果强攻, 恐怕损失会很惨重。 统军司负责兵马的粮草供应, 也负责战争筹划, 相当于一个参谋部。 石乐看向空济, 说道, 统军使说得不错, 龙承恩占据镇国寺, 他二十万龙家军镇守, 我们如果正面强攻, 定然损失惨重。 空济和尚很无奈, 说道, 平僧也知道, 但镇国寺位置太过重要, 若不夺回, 我大厦腹地将无险可守。 就算损失惨重, 这一战也必须打。 石乐看向票弃将军福永, 和舒密使卢其昌。 福永说道, 国师所言有理, 龙承恩刚刚占据镇国寺, 我们应该趁其立足未稳, 即刻发兵强攻。 如果给他十日, 凭借纳斯的轨迹, 镇国寺必然变成东周的要塞。 卢其昌附和道, 微臣复义。 护部和杜之思也赞同。 石乐略显无奈, 说道, 好吧, 舒密院立即集结兵马, 会兵扬城, 与龙承恩决战, 夺回镇国寺。 国师, 你昭提寺情况如何? 原本昭提寺有三大弟子, 都是人杰。 可惜死了两个, 被策反一个。 以前打仗, 昭提寺能派出高手参战, 现在? 空济和尚神色微动, 说道, 平僧一直在抓紧调教, 已经有两个弟子突破武皇境界, 可以参战。 石乐这才心情好些, 说道, 好, 龙承恩纳斯只有一个人, 手下都是些王者修为, 不足为惧。 这一次, 本王御驾轻征, 我们高手多, 到时候和他斗江, 只要杀了龙承恩, 事情就好办。 舒密使卢其昌赞同, 说道, 不错, 到时候集结精兵突入敌阵, 将龙承恩当众斩杀, 大势可定。 石乐起身说道, 传令各地, 到阳城与本王会合, 决战镇国寺, 杀龙承恩。 空机又说道, 王上, 还有一事, 我大夏与南梁定有盟约。 我们与龙承恩开战了, 请王上派使者往南梁去, 请李承道出兵。 石乐点头道, 对, 本王差点忘了。 舒密使, 此事由你来办。 舒密使卢其昌立即拜道, 微臣领旨。 石乐深吸一口气, 语气坚决地说道, 好了, 都去吧, 两日后出发。 众人起身拜道, 谨遵圣旨。 众人散去, 西夏全国各地的兵马, 立即往阳城集结。 镇国寺。 龙承走在主道上, 看着一层又一层用石头建筑的堡垒, 说道, 这个德善老秃驴给我们留下了好东西啊。 拍了拍坚固的墙体, 龙承感觉德善这人不错。 吴剑笑道, 那是, 他争掉了很多名符, 把周围的石头都挖空了。 这么坚固的堡垒, 如果不是我们去年准备了地道, 想要攻上来, 几乎不可能。 德善留下了五万守军, 想要强攻镇国寺, 二十万龙家军要血战好几天, 没有十万的伤亡, 别想拿下。 当时撤离镇国寺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会这样。 德善吃过一次亏, 必定把镇国寺修得跟铁桶一样。 强攻肯定不行, 必须搞齐席, 而且必须从内部攻破。 所以我才让你挖地道, 果然用上了。 龙家军已经完全接手了镇国寺, 山顶的庙烧了就烧了, 反正龙臣不用拜佛。 只要山下和山腰的堡垒能用就行, 还有铁药子留下的六万多匹战马和粮草, 都是完完整整的。 赤岩庙那边怎么样? 龙臣说要在赤岩庙屯兵, 和镇国寺形成脊脚之势, 相互侧应。 吴剑说道, 我想了想, 让唐黑子领兵去那边了。 赤岩庙是坡地, 适合骑兵冲锋, 他的枪骑兵镇守最合适。 这边我们有堡垒, 公务手和步兵在这边镇守。 龙臣点头道, 镇国寺这里有我, 赤岩庙那边你来指挥。 唐黑子毕竟只是骑兵少将, 龙臣不放心。 吴剑说道,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吴剑立即带人往赤岩庙去。 龙臣回到山上的房间, 冯和进来说道, 大人, 时乐在集结兵力, 西夏各地的兵马正在往阳城汇聚。 龙臣坐下来, 喝了一口咸咸的白开水, 还是有些不习惯。 意料之中的事情, 丢了镇国寺, 时乐会苟急跳墙。 我就在这里等着, 和他大战一场。 占据了镇国寺, 龙臣就占据了主动权。 求战的不是龙臣, 而是时乐。 龙臣可以凭借镇国寺兼顾的防御攻势, 和时乐好好杀一场, 让时乐的精兵死在镇国寺山下。 吴剑说道, 我们的兵力足够, 但是将领不够, 西夏的高手不守。 龙臣说道, 不用担心, 张倩他们会赶过来。 张倩和独孤伽丽, 吴楚楚都是武皇强者了, 加上吴剑, 龙臣这边有四个高手。 白婷婷和吴湘云虽然还没有突破, 修为也很高, 两个围攻一个武皇不是问题。 算下来, 龙臣手下有五个高手, 足以对付时乐了。 最关键的, 龙臣已经突破武皇。 如果空气和时乐没有猜到龙臣的厉害, 那就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无知, 将他们斩杀。 冯和说道, 就等金师的大将过来了。 金师, 大明宫。 女帝坐在凤椅上, 迪瓦站在旁边, 帝宇威和帝星碗在文官一列, 帝洛西站在武将一列。 其他文武百官各自站好。 一个胡须花白的大臣站在中间, 正向女帝禀报。 南边的百姓面临耕牛不够的问题, 当地刺史让我们私农寺想办法。 这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老臣也不能变戏法, 变出耕牛来啊。 这个大臣是私农寺亲孙鹿, 他正在禀报春耕的事情。 请圣上想的法子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 如果影响了春耕, 势必影响秋收。 私农亲孙鹿胡须抖动, 对着女帝拜了一拜。 朝中其他大臣听得连连摇头, 有些人甚至笑了起来。 女帝有些无奈地说道, 孙大人, 你是私农亲负责大洲的农士。 春耕缺少耕牛, 你应该想办法才是, 这是你分内之事。 你却在朝堂上让朕给你想法子, 这私农亲的位子不如朕来做。 这个孙鹿居其位不谋其事, 典型的尸位素餐。 私农亲孙鹿感觉委屈, 说道, 圣上不是老臣尸位素餐, 确实无可奈何呀。 女帝嫌弃地看着孙鹿, 实在懒地跟他说, 王尚书。 兵部尚书王威立即站出来, 拜道, 威尘在。 女帝说道, 把军中淘汰的战马送到南边去, 给缺少耕牛的农户。 战马虽然老了, 耕地还是可以的, 可以暂解燃眉之急。 王威拜道, 威尘领旨。 女帝又对户部尚书段双双说道, 你从户部支一些钱出来, 到南梁买些牛过来, 也给缺乏耕牛的周骏。 段双双拜道, 威尘领旨。 私农亲孙鹿连忙说道, 圣上, 南梁知道我们缺乏耕牛, 他们不卖。 李承道为了限制东周, 禁止将耕牛卖给东周, 有钱也不给。 段双双笑道, 孙大人, 这个您不用担心, 我们有法子。 女帝语气不悦地说道, 孙大人多向后辈学学, 如何为观。 这个孙鹿祖上有功劳, 年纪又大了, 私农寺也不算多重要的衙门, 所以女帝容忍她。 孙鹿一脸无趣, 善善地退回班列战好。 还有何事? 女帝扫视群臣。 女帝问完, 大家都不说话, 事情已经说完了。 那就退潮吧。 女帝起身, 底腕跟着往内停走。 这时, 尹凤突然走进来, 手中拿着一份急报, 脸上挂着激动的神色。 圣上。 尹凤将手中急报呈给女帝。 本想散朝回家的大臣停下来, 等着看到底什么急报。 女帝停下来, 站在台上拆开竹筒和风靡, 展开后, 女帝目光变得灼热, 脸上粘开笑意。 诸位爱卿, 武王发来劫报。 女帝高兴地坐回凤椅, 将手中战报挥舞, 笑道, 武王夜袭郑国寺, 临战斩杀得善, 杀敌九万多, 俘虏八万, 郑国寺已经在大洲手里了。 女帝说完, 一直魂不守舍的帝洛西突然来了精神, 高兴地跑上去, 一把夺过女帝手中的战报。 仔细看了后, 帝洛西高兴地扑进女帝怀中, 笑道, 母后, 她坐到了, 她真的赢了。 朝堂之上这样做不合礼仪, 但女帝没有斥责, 大臣们也没有说什么。 他们被这个消息震撼到了。 武王不是在府上修炼吗? 原来武王已经到了玉佛关, 他根本不在京师。 哎呀, 武王就是武王, 又把郑国寺夺回来了。 恭喜圣上, 我大洲打开了西夏的门户。 恭喜圣上! 女帝很高兴, 抱着帝洛西笑道, 好了, 起来吧, 看把你高兴的, 这么怕嫁不出去。 帝洛西爬起来, 重新回到班列站好, 对着女帝拜道, 恭喜母后。 女帝坐好, 高兴地说道, 几天前, 武王秘密去了玉佛关, 没想到这么快, 就攻占了郑国寺。 杀敌九万, 俘虏八万, 我军伤亡不到七千。 这话再次震撼了朝中大臣, 兵部尚书王威, 听得目瞪口呆。 朝中大臣轰动了。 伤亡不到七千, 武王这也太厉害了吧。 临阵斩杀得善, 必然经过一场恶战, 我方损失才七千。 这怎么听起来不太合理啊? 震撼过后, 大臣开始怀疑龙臣谎暴。 兵部尚书王威走出来, 拜道, 圣上, 武王所奏, 不合情理。 大家都知道, 王威和龙臣关系不好。 这时候, 他应该站出来说话。 女帝笑道, 朕知道你们不信, 朕也不相信, 不过就是如此。 把战报念给众位爱卿听听吧。 尹凤接了战报, 将作战过程念了一遍, 众位大臣直呼精妙。 难怪损失这么小, 原来武王用了奇谋。 我早该想到, 武王用兵最善用奇兵。 若是正面交战, 我军伤亡至少十万。 不, 龙家军是精锐, 五万伤亡足够了。 众人还在议论的时候, 女帝说道, 众位。 众位大臣安静下来, 女帝继续说道, 武王在镇国四大节, 大洲与西夏的战事已经开始了, 大洲进入战争状态。 王尚书, 兵部立即动员 所有力量保证龙家军的后勤。 兵部尚书王威立即拜道, 威臣领旨。 女帝又对帝洛西说道, 李承道与时乐签订了盟约, 西夏战事开始, 南边必然声势, 你即刻准备赶往临江城。 帝洛西拜道, 而臣领旨。 女帝起身说道, 好了, 诸位都回去吧。 女帝转身进了内庭, 尹凤和迪婉跟在身后。 把令仪叫回来, 让她和洛西准备去临江城。 尹凤立即往玲龙阁找帝令仪。 何君陶快步进了后院, 找到苏友荣。 姑姑, 张倩他们还在闭关吗? 苏友荣点头道, 在呢, 倩倩他们帮婷婷修炼呢。 张倩三个已经突破五皇境界的 在帮白婷婷和吴湘云修炼, 希望他们两个能尽快突破。 其他练武的人都不会希望别人突破, 他们五个却同心。 这就是一起打仗生活的好处, 虽然只有一个老公相互坚却没有隔阂。 马上叫他们出来, 大人送信回来了。 何君陶是西场的人, 冯和的消息自然到了他这里。 苏友荣知道何君陶负责消息传递, 立即到别院打开密室。 张倩五人正在修炼, 苏友荣又不敢催促, 只能在旁边等着。 过了一个时辰, 白婷婷才从入定中醒来。 好了没? 苏友荣亲身问道。 张倩问道, 怎么了姑姑? 苏友荣说道, 君陶说大人送信回来了, 给你们的。 五人听说龙臣来信, 立即从密室出来。 到了书房, 何君陶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 夫君怎么说? 五人一进门就问。 何君陶说道, 大人和西夏开战了, 他在郑国寺斩杀了德善, 占据了郑国寺。 大人说, 时乐必然报复, 让你们尽快去郑国寺, 与他会合。 这一次, 我和你们一起去。 姑姑, 五王府就拜托你了。 苏友荣立即说道, 你们放心吧, 打仗我帮不上忙, 家里你们不用担心。 何君陶说道, 我们尽快收拾, 我出去一趟, 马上回来就出发。 张倩五人立即收拾东西。 何君陶起码出门, 到了如归客栈。 进了门, 店小二热情地招呼, 娘子, 住店吗? 何君陶不废话, 直接说道, 我是五王府的, 找你们掌柜。 店小二立即改了脸色, 说道, 请随我来。 上了二楼, 店小二走到一个房间门口, 小心地敲了敲门。 掌柜的, 五王府来人了。 进来。 店小二推开门, 何君陶见到孟兰在里面起身看着门口。 何君陶走进去, 店小二关了门。 何管事,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孟兰笑呵呵起身招呼。 何管事请坐下说话。 孟兰准备给何君陶倒茶, 何君陶说道, 不用客气了。 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个主筒, 说道, 请转交沈大人, 五王的信。 孟兰立即放下茶壶, 接了主筒, 问道, 五王怎么了? 何君陶知道, 龙城和孟兰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他不敢妄加猜测, 只是说道, 掌柜见谅, 我不便多言。 孟兰点点头, 说道, 好, 我不多留何管事了。 何君陶拱手一败, 开门下楼回府。 孟兰则拿着主筒出了门, 马夫立即被马, 孟兰乘坐马车进了聚金堂。 从马车下来, 正好遇到宥轩在指挥伙计做事。 见孟兰下车, 宥轩冷冷瞥了一眼, 没有和孟兰打招呼。 孟兰也懒得理会这个贱人, 直接往阁楼走去。 宥轩见孟兰要上楼, 立即问道, 你来干嘛? 孟兰没有理会, 静止上楼, 宥轩快步跟在身后。 到了阁楼, 孟兰推门进去, 见到沈万金正在和黑风说话。 楼主, 龙承恩的密信。 孟兰立即将主筒呈上, 宥轩也跟进来了。 沈万金接了主筒, 孟兰立即退出房间。 沈万金拆开主筒, 宥轩走过去, 沈万金看了一眼宥轩, 说道, 你出去忙吧。 宥轩心中不悦, 却也不敢违逆, 只得退出房间。 拆开主筒, 沈万金迅速浏览一下, 表情惊恶地说道, 这次居然得手了。 龙承的密信上说, 郑国寺已经攻破, 随时可能对西夏腹地发动攻击, 请沈万金安排刺客, 准备对云承动手。 看到密信, 沈万金惊讶万分。 他一直派人盯着龙承, 知道龙承前几天去了御佛关。 可这才几天, 龙承居然就得手了。 龙承恩在御佛关得手了。 黑风以为, 龙承只是在御佛关打了胜仗而已, 不知道具体情况。 沈万金说道, 这次说攻占了郑国寺, 让我们派刺客前去, 准备对云承动手。 郑国寺被攻占了? 怎么可能? 郑国寺被德山那老秃驴 修建得跟铁桶一般。 龙承恩怎么可能刚到, 就攻占郑国寺? 他用的什么诡计? 万金楼一直关注御佛关的情况, 郑国寺有多少兵马, 谁是主将, 谁是副将, 防御攻势如何, 他们都很清楚。 沈万金和黑风讨论过, 如何攻破郑国寺, 他们的结论是以十万伤亡为代价, 才能攻破郑国寺。 而且, 这十万兵马必须是精锐。 龙承刚到玉佛关, 就攻破了郑国寺, 简直匪夷所思。 沈万金放下手中密信, 问道, 甘心和燕霜玉没有消息过来吗? 甘心是万金楼在西夏的千金使, 负责西夏的刺杀。 沈万金与龙承合作以后, 甘心继续潜伏, 没有露头。 西夏那边的情报, 都是通过甘心送回来的。 而燕霜玉在西丰城, 接管了天下会在西丰城的买卖。 玉佛关附近的消息收集传递, 由燕霜玉负责。 黑风摇头说道, 还没到, 不过按理说应该快到了。 龙承的消息送来, 甘心和燕霜玉的消息也该来了。 登登登。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一个身材精瘦, 长着一对老鼠胡须的男子钻进房间, 手中拿着两封密报。 楼主, 甘心和燕霜玉的密信。 黑风接了密信, 转身呈给沈万金。 拆开密信, 沈万金仔细看了,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则则说道, 这个死太监居然早有埋伏, 德善老和尚被灵战斩杀。 黑风盯着密信, 问道, 早有埋伏? 什么时候埋伏的? 德善将密信递给黑风, 说道, 这次去年就留了后手, 德善这次时运不济, 他想偷袭玉佛关, 却没想到正好撞进了龙承恩的圈套, 时也命远。 黑风迅速看完后, 有点不敢相信。 这是不是太巧了? 如果龙承没有到玉佛关, 如果德善没有偷袭玉佛关, 一切都不会发生。 郑国寺那么坚固, 不应该出问题的。 沈万金摇头冷笑道, 我们是刺客, 看过的巧合太多了。 人啊, 有时候就是运气差, 吃饭噎死得没少见。 什么是天命之子, 就是运气好的人, 加上些许能耐。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气英雄不自由。 时运站在了龙承恩这边, 他就是天命之子。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而且有时候是关键的一部分。 沈万金看过太多运气不好, 刚好被杀的。 黑风说道, 可是龙承恩要立即进攻西夏腹地吗? 我看他们的秘性说, 龙承恩在固守郑国寺, 等着时勒进攻。 我们有必要立即派出刺客, 配合龙承恩的行动吗? 还是在等等? 沈万金摇头说道, 龙承恩固守郑国寺是上策, 时勒和龙承恩必定有一场大战, 借助郑国寺的坚固攻势, 但是龙承恩可以占据绝对优势。 他何时进攻西夏腹地, 我们不知道, 但刺客得立即过去, 用兵跪在神速, 他不可能等我们。 你立即派出刺客, 这次你挑选好人, 全部用金锐。 黑风有些诧异, 问道, 楼主, 我们有必要替龙承恩卖命吗? 出动刺客就不错了, 居然还要出动金锐, 黑风觉得不值当。 沈万金微微摇头, 说道, 不,这样做值当, 我们的生意得靠他。 而且, 我看这次真有天命加持, 灭掉西夏指日可待。 只要灭了西夏, 东周国力暴增, 和南梁伯仲之间。 到时候, 这次灰冰南夏, 这天夏真的可能一统。 我们得好好帮他, 积攒些人情有好处。 黑风明白了, 沈万金看中的是以后。 等天下一统, 如果万金楼和龙承的关系好, 各种好处源源不断。 属下明白, 这就去安排。 黑风立即去选人, 透过窗户, 沈万金望着黑色的屋顶, 京师繁华如景, 有钱人的日子真舒服。 比起之前东躲西藏搞暗杀, 他慢慢喜欢上了这种富贵翁的日子。 如果龙承果真一统天下, 他沈万金攀龙赋缝而上, 以后的日子更舒坦。 摊开一张纸, 用一块西域阳之域压住边角, 沈万金提笔写下三个字, 招财令。 写完信, 收了毛笔, 轻轻吹了一口气, 带墨迹干了, 沈万金小心地封好。 石涵? 沈万金喊了一声, 刚才那个身体精兽, 长着老鼠须的男子钻进来, 拜道, 楼主。 沈万金把密信丢给石涵, 说道, 给燕双玉。 石涵接住密信, 转身出了阁楼。 何君陶从如归客栈出来, 立即回到了武王府。 简单收拾一下, 他和张倩五人立即带着东西, 各自牵了两匹马, 飞奔出了西城门, 往玉佛关去。 玲珑阁。 公孙玲珑和蒂令仪正在后山训练雷火军团。 火枪队现在的配合非常默契, 一对射击, 一对预备, 一对填装。 一阵劈啪炸响, 靶子被精准击中。 蒂令仪说道, 练了这么久, 我看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龙承恩在玉佛关怎么样了。 公孙玲珑说道, 等他通知吧, 他说, 如果开战会告诉我们。 正说着, 尹凤以极快的速度冲下来, 喊道, 公主, 圣上召你回宫。 见到尹凤, 两人都很诧异。 你怎么来了? 什么事情? 帝令仪转身迎上去。 尹凤说道, 五王在玉佛关开战了, 圣上让你进宫, 准备和四公主往南边镇守。 帝令仪听说龙承在玉佛关开战了, 连忙问道, 怎么样? 打得如何? 公孙玲珑也很担心, 等着尹凤说话。 大姐, 五王宫占了镇国寺, 镇展德善, 杀敌九万, 俘虏八万, 我们损失不到一万。 帝令仪大喜道, 打得好, 走, 我们回去。 帝令仪拉着尹凤往山上走去, 公孙玲珑追在后面, 焦急地问道, 那我呢? 圣上没让我去吗? 尹凤停下来, 说道, 没有啊, 圣上只说让三公主回宫商议。 公孙玲珑有些失望, 又问道, 那五王没说让我去玉佛关? 尹凤摇摇头, 说道, 也没有。 公孙玲珑叹了一口气, 说道, 好吧。 尹凤看出了公孙玲珑的失望, 说道, 玲珑你放心, 最强的军队在你手里呢, 五王肯定会找你的, 等着吧。 公孙玲珑想想也是, 雷火军团在自己手里, 龙臣早晚会找他的。 尹凤和帝令仪即刻下山回宫。 帝令仪跟着尹凤回到皇宫, 正要往凤明宫去, 帝令仪突然停下来, 问道, 洛西也在吗? 尹凤想了想, 说道, 可能在。 帝令仪立即说道, 你先去, 我回宫换一下衣服。 尹凤了然一笑, 自己先行一步。 进了御书房, 帝洛西果然在停止。 令仪呢? 见尹凤进来, 女帝开口问道。 帝令仪说道, 三公主马上过来, 她的身子还是不太爽力。 帝洛西问道, 三姐在宫里卧币一个冬天了, 我上次去看她, 温书真不让我进去。 三姐到底什么病吗? 这么严重? 母后, 三姐不会有事吧? 帝令仪对外宣称生病了, 谁都不见也不上朝。 帝洛西去过一次北宫, 但温书真说帝令仪的病症很奇怪, 怕传染给帝洛西, 不让她进门。 女帝呵呵笑了笑, 说道, 大概是镇守夜门关的时候, 受了风寒吧, 镇派太医去了, 说是快好了。 帝洛西感觉奇怪, 问道, 夜门关不是很久了吗? 怎么现在才发病? 女帝说道, 病根吧, 现在好了就好。 帝洛西没有继续问, 而是等着帝令仪过来。 两个女儿同时正一个男人, 一个订婚了, 一个在偷。 女帝这个做母亲的, 在中间很难做人。 帝令仪事情都做下了, 女帝只能替帝令仪隐瞒。 不多时, 帝令仪慢慢走进来, 脸色看起来有点白, 说话不是很有利。 而陈拜见母后, 帝令仪拜了一拜, 女帝看帝令仪的样子, 心中忍不住暗笑, 装得不错呀。 坐吧, 病了一个冬天。 帝令仪谢过, 就在旁边坐下来。 帝令仪担忧地问道, 三姐,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严重? 帝令仪心虚地看了一眼帝令仪, 装模作样咳嗽一声, 说道, 没事。 偷了亲妹妹的男人, 帝令仪做贼心虚, 不想和帝令仪多说话。 女帝说道, 好, 说正事吧, 玉佛关开战了, 南梁和西夏是盟友, 南边必定生事。 朕的意思, 你们两个即刻赶往临江城, 守住即可, 不可出兵。 帝洛西拜道, 而臣领旨。 女帝看向帝令仪, 问道, 身体要紧吗? 帝令仪立即说道, 不要紧, 都好了, 而臣立即启程。 帝洛西看帝令仪虚弱的样子, 说道, 要不三姐等等吧。 帝令仪立即说道, 不用, 都好了, 一个冬天了。 女帝笑了笑, 没有戳破帝令仪的谎言, 说道, 好, 你们去吧, 带上自己的步将。 帝洛西和帝令仪起身出了御书房, 立即点了步将, 收拾东西, 赶往临江城。 人走后, 女帝靠在御榻上, 问道, 那个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尹凤说道, 线索太长了, 云里雾里的查不清楚。 不过, 长生宗的人最近活动很频繁。 女帝神色一变, 问道, 去哪里了? 尹凤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 女帝思索片刻, 说道, 去查, 看看他们下山做什么。 尹凤拜道, 是。 南梁, 皇宫。 玄姬子从玄姬罐出来, 快步往御书房走去。 春天的气息越发浓郁, 微微地春风拂面, 让人感觉暖洋洋醉醺醺醺的, 身子骨都松开了。 枝头上的鸟成双成对, 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 十分热闹。 道长, 玄姬子正要穿过一条回廊, 却听到一道胶软的声音。 玄姬子立即停下脚步回头, 恭敬地拜道, 平道见过梅飞娘娘。 梅飞此时穿的衣衫薄了许多, 杏黄和天蓝色搭配的衣服, 和他风雨白嫩的肌肤相得一张, 身上的肉感觉凝一下就能出水一般。 如此水嫩的妃子在面前, 玄姬子却不为所动, 甚至没有看一眼。 道长要面胜吗? 是, 尚未让平道过去一试。 哦, 道长忙吧。 平道告退。 玄姬子转身继续往御书房走去, 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 梅飞看着玄姬子离去, 也和侍女继续往花园走去。 玄姬子进了御书房, 于府国和于子民都在。 道长坐吧。 玄姬子谢过, 就在旁边坐下来。 李承道说道, 刚得到消息, 龙承恩杀了德善, 攻占了镇国寺, 这寺真的动手了。 玄姬子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李承道, 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诧异。 龙承恩动手了, 而且打得非常顺利, 你们说说吧, 打算如何? 兵部尚书于子民说道, 皇上, 微臣建议立即发兵进攻采石城和临江城, 牵制东周的兵力。 如今我大梁与西夏互为纯齿, 纯王则齿寒, 绝对不能让龙承恩灭掉西夏。 李承道看着于子民, 问道, 于尚书, 你觉得龙承恩能灭掉西夏? 玄姬子和于府国看向于子民。 于子民脸色肃然, 拜道, 皇上, 龙承恩乃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大奸大恶之人必有大智大勇。 从郑国四一战来看, 西夏恐怕无人是其敌手, 德善是空计的师弟, 居然被临阵斩杀。 而且, 郑国四一战, 西夏损兵折将十七八万, 东周死伤不到一万。 微臣从未见过如此善用兵者, 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 于子民身为兵部尚书, 看过战报以后, 心中已经有了判断。 于子民的话, 让李承道心冷了一大截。 李承道是个有能耐的皇帝, 对打仗也很清楚。 他看过战报以后, 也觉得龙承很厉害, 但他不愿意相信 龙承真的能灭掉西夏。 现在于子民这样说了, 李承道心中的侥幸被打破, 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道长, 你怎么看? 李承道暗暗叹息一声, 看向玄机子。 玄机子说道, 平道还不太清楚。 李承道转头看了一眼中贵, 中贵立即将战报送给玄机子。 玄机子看过后, 脸色凝重地说道, 皇上, 郑国寺是西夏的门户, 德善又是西夏的高僧大将。 郑国寺打得这么惨烈, 西夏的国运难料啊。 李承道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道长也觉得西夏会灭国吗? 玄机子沉默不语, 他不好直说。 玄机子没想到, 龙承能以这么小的代价攻占郑国寺, 他低估了龙承的能耐。 李承道微微点头, 说道, 好, 就以西夏王国为结局, 说说我们该如何。 于子明说道, 龙承恩如果灭了西夏, 必定兵封难向, 对我大量动手。 郑国四一战, 龙承恩虽然打得漂亮, 但他靠的是偷袭, 往后的仗未必能如此顺利。 微臣仍然建议, 发兵临江城和采石城, 牵制东周兵力, 让龙承恩得不到增援。 仅靠二十万龙家军, 没有数年的时间, 他无法攻破西夏。 同时, 在临江城和采石城发动进攻, 消耗东周的兵力, 把东周的精锐打完。 如此旷日持久, 东周疲蔽, 事情就有转机。 李承道微微汗手, 问玄机子, 道长觉得呢? 玄机子说道, 于尚书所言不错, 如今我大量与西夏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龙承恩和西夏大战, 我们理应侧应, 平道估计, 西夏的使者也要来了。 可是有个问题, 我们大量, 难道真的要亲力出动, 和东周一战吗? 西夏的战事, 如果旷日持久, 我们大量是否也和东周 一直打下去, 直到东周被打垮。 李承道听着玄机子的话, 坐在龙椅上不说话。 他其实不想和东周开战, 因为现在的南梁 其实内外交困。 和东周的几次大战 都以失败告终。 上次又被龙承闹了一次, 金陵城北面至今没有修复。 手下死了三元大将, 可用之人不多了。 胡飞扬和球阔海市老将, 还可以用用。 新提拔的薛泽, 童渊和柳飞白三人不堪大用。 上次让他们三个围攻踩石城, 蒂洛西一个人挡住了三个,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英雄台还在招人, 这些人就算修为不错, 可带兵打仗是两回事, 需要历练。 最重要的是兵员问题, 死了那么多人, 再要征兵, 国内恐怕会骚动。 南边的兵力, 抽调往北边抵御东周, 南蛮蠢蠢欲动, 安南郡太守已经发来两封奏报, 请求朝廷派兵提防。 于府国 李承道看了一眼 一直不说话的于府国。 于府国立即拜道, 回皇上, 奴才对打仗之事不太了解。 可奴才以为, 此时若不出兵, 等龙承恩灭了西夏, 我们大梁独目难知啊。 李承道沉音不语, 看着桌上的笔架出身。 这个笔架是龙也送的, 李承道没有丢掉, 留下来了。 门外, 一个年轻的官员站在门口拜道, 微臣红炉寺少卿廖青求见。 众人的目光看向门口。 红炉寺负责外交事宜, 廖青到了, 就是说西夏的使者到了。 李承道冷冷说道, 进来吧。 廖青进来, 拜道, 微臣廖青拜见皇上。 李承道冷冷问道, 是不是西夏的人到了? 廖青拜道, 皇上英明, 西夏特使来了, 求见皇上。 李承道沉音片刻, 说道, 不必见镇了, 告诉他, 镇立即发兵进攻东周, 侧应西夏。 廖青立即拜道, 微臣领旨, 微臣告退。 廖青退出御书房, 李承道语气决然地说道, 此时不出兵, 后患无穷, 若等龙承恩灭掉西夏, 我们追悔莫及。 于尚书, 传令前线, 发兵进攻临江城和采石城。 兵部尚书于子明拜道, 微臣领旨。 李承道对于府国说道, 把皇城私地撒出去, 帮着兵部好好杀一场。 于府国立即拜道, 奴才领旨。 于子明退出御书房, 立即传令前线, 进攻临江城和采石城。 东周, 西丰城。 六个女将骑着马到了西丰城东门, 正是张倩六人。 从武王府出来, 六人一路狂奔, 终于到了西丰城。 守城门的校尉立即拦下六人, 呵斥道, 干什么? 御佛官正在打仗, 张倩六人装束不像普通人, 马上还带着兵器, 这样人必须盘查。 张倩拿出腰牌, 说道, 武王府骑将张倩。 见到武王府的腰牌, 士兵立即行礼放行, 将军请。 张倩六人急匆匆进了东门, 穿过热闹繁华的街道, 直奔西门出去, 朝着御佛官赶路。 御佛官的战事阻断了往西的商路, 很多商旅都在城中歇息, 城内反而显得更加繁华。 搭搭的马蹄声消失在远处, 路边的阁楼上, 一个鼻梁高挺, 眼窝有些深, 眼眸棕色, 皮肤很白皙的女子, 身穿杏色长袖金衫, 深蓝绣花马面裙, 梳着凌云记, 脸上淡淡抹着腮红, 头发上沾着一根金布窑, 看起来雍容富贵。 此人便是西风城御佛楼的 唐主燕霜玉。 西风城处于东周, 西夏和南梁三国交界之处, 商旅往来众多,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沈万金让燕霜玉负责御佛楼, 算是重用。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子站在身后, 看着策马过去的张千六人, 声音低沉地说道, 唐主, 龙承恩的家将到了。 此人是御佛楼的管室李三娘。 燕霜玉在布庄的时候, 手下有个管室宇文吉。 到了御佛楼, 燕霜玉重新提携了一个管室, 宇文吉留在布庄打理染房的生意。 燕霜玉说道, 听说石勒的大军正在集结, 石勒也到了扬城, 镇国寺有一场大战了。 李三娘说道, 听说楼主答应了帮龙承恩, 我们这次是不是也要出手了? 燕霜玉摇头说道, 不知道, 我们按照指令行事, 其他的不问不管。 作为刺客, 纪律这一点管得极其严格。 让做什么便是什么, 不可有任何愉悦。 一旦不遵命令, 官封使者立即出手追杀。 李三娘说道, 按理说张倩他们到了, 楼主的命令也该到了。 刚说完, 一个女子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竹筒, 拜道, 唐主, 聚精堂的信。 燕霜玉立即接了竹筒, 女子退出房间, 李三娘也后退几步避开。 燕霜玉打开竹筒, 展开纸张, 看完信商内容, 燕霜玉愣了一下。 她以为自己看错了, 又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面露难色地收了密信。 李三娘见燕霜玉神色不对, 问道, 唐主, 怎么了? 任务很难。 燕霜玉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说了, 楼主让我, 色又龙成恩。 李三娘愣住了, 诧异地问道, 色又龙成恩? 为何? 燕霜玉微微摇头, 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 脸色也红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我以为楼主会让我配合龙成恩刺杀, 没想到。 其实, 前些时候, 沈万金给燕霜玉下过指令, 让他做好刺杀准备, 目标是云城的将领。 燕霜玉本以为沈万金会让他组织刺杀, 没想到结果是色又龙成。 他负责色又, 那刺杀的任务肯定给了西夏的千金使甘心。 燕霜玉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恶心的感觉。 这不是色又, 这是卖身。 沈万金看龙成仗打得很好, 很有可能灭掉西夏。 等西夏被灭, 那龙成的权势将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沈万金想巴结这棵大树, 而自己成了献祭的祭品。 龙成好色, 自己又美貌, 而且是完毕之身, 多完美的祭品啊。 作为刺客, 燕霜玉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但他却没想过, 有一天要利用身体去勾引。 在万金楼里, 有一帮女子专门训练过, 用色又之术接近目标。 这些女子对男女之事, 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乎。 但燕霜玉和秀娘两人是例外, 这两个人都不愿意。 燕霜玉和秀娘都有经营之材, 全凭本事吃饭, 没想到还是要出卖身子。 李三娘知道燕霜玉的性子, 无奈地安慰到, 唐主,其实,听说龙承恩此人还不错, 她是公主未来的驸马, 跟她也不算糟蹋。 李三娘只能这样安慰, 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说辞。 燕霜玉冷冷笑道, 是啊,两位公主看中的男人, 多好啊, 文韬武略, 无人能比。 可我。 李三娘知道燕霜玉的意思, 她可以主动接近龙承, 主动和龙承共赴乌山云雨, 她接受不了被卖身。 这是心里的一道坎, 她过不去。 唐主,这是楼主的命令。 李三娘无奈地叹息, 燕霜玉拿起秘信又看了一遍, 抬头的招财令三个字, 极其扎眼。 招财令是万金楼最高指令, 任何人不得违抗。 这三个字, 一般都是死局才用的。 比如要刺杀某个人, 行动必然有去无回, 刺客一定会死。 这时候, 为了防止刺客打退唐古, 万金楼就会用招财令, 强制刺客执行。 如果不执行, 官封使者千里追杀, 死无葬身之地。 招财令, 燕霜玉微微叹息一声, 慢慢收了密信, 走到梳妆镜前坐下, 看着镜子里的脸, 问道, 三娘, 你觉得我如何? 李三娘站在身后, 说道, 唐主风华绝代。 燕霜玉摇头苦笑道, 风华绝代吗? 看跟谁比了? 她知道自己长得很美, 她和秀娘被称为 万金楼两朵带刺的霸王花。 但是, 龙臣平时和公主私混, 美女见多了。 自己过去献身, 龙臣会不会玩过之后, 气如碧履。 想到这里, 燕霜玉心里又是一阵堵。 像玩具一样, 玩一阵子, 然后丢入垃圾桶。 唐主, 您和秀娘一样美貌, 她当时都能迷住龙臣恩, 你肯定也可以。 李三娘帮燕霜玉里了里头行, 看着镜子里的脸, 她很羡慕。 李三娘长相老气, 嘴上一颗眉婆质, 致上长了两根长长的黑毛, 很是难看。 说起秀娘, 燕霜玉说道, 楼主一直怀疑秀娘没死, 她到底。 李三娘立即说道, 唐主, 秀娘当初接近龙臣恩是为了刺杀, 此事不可再提。 燕霜玉点点头, 她当然知道。 自己过去, 开口就说秀娘的事情, 指不定龙臣以为燕霜玉接近, 也是为了刺杀。 好吧, 这是楼主的招财令, 谁敢不从? 燕霜玉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 拿起胭脂盒子, 慢慢打扮。 张倩一行人过了西丰城西门, 很快就到了玉佛关。 玉佛关的士兵认得张倩, 立即开了城门迎接。 张倩五人带过龙家郡, 大家听说他们到了, 都很高兴。 张倩没有在玉佛关停留, 即刻出关到了镇国寺。 到了山下, 张倩看到一群衣衫褴褴的百姓堵在那里, 正在和韩子平说着什么。 怎么回事? 哪来这么多百姓? 白婷婷奇怪地问道。 吴楚楚胆了胆裙子上的灰尘, 摇头说道,不知道啊。 韩子平见到张倩几人, 高兴地分开人群过来迎接, 高兴地笑道, 五位将军好久不见了。 独孤嘉丽问道, 韩子平,怎么回事? 韩子平以前是独孤嘉丽的手下。 韩子平拜道, 独孤将军, 这些人都是周围的百姓, 他们听说时乐到了扬城, 都来投军, 说要替我们打仗, 武王让我们劝他们回去。 张倩诧异地问道, 西夏的百姓要帮我们打仗, 为什么? 大家都很惊讶, 龙城刚刚攻占郑国寺没几天, 怎么周围的百姓就要投军了? 这收买人心的手段, 也太绝了吧。 韩子平笑道, 张将军, 你有所不知, 原本这方圆一百多里的百姓, 都是郑国寺的殿户, 每年九成的收成上交, 妻女还要到郑国寺陪这里的僧兵。 武王打下郑国寺以后, 规定所有田地都归殿户, 谁耕种就是谁的。 只需上交一成的收成, 我们也不像那秃驴银僧要人妻女, 所以周围的百姓对武王感恩戴德。 听说石勒带兵杀回来了, 他们担心田地被没收, 就想过来投军, 帮我们打仗。 韩子平这一说, 几人都明白了。 这些人并不是喜欢东周, 也不是喜欢龙城, 而是看中自己的田地。 有些殿户几代人都给郑国寺为奴为币, 龙城一来就把田地分给他们, 这些殿户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处。 他们肯定想保住土地, 想石勒打败仗。 白婷婷说道, 夫君这办法好熟悉啊。 吴楚楚说道, 当年在乾将军就是如此, 把三族的产业分给了城中百姓, 那些百姓立即投靠我们, 帮着我们打三族和海扣。 吴湘云说道, 对,我也记起来了。 当初在乾将军时, 龙城就是用这个法子, 让城内的百姓, 甚至三族的手下, 变成了自己人。 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龙城把这个真理玩得明明白白。 夫君在哪里? 吴湘云问道, 韩子平指了指上山的路, 说道, 在山顶呢, 各位将军请。 张倩五人立即骑马上山。 走在主道上, 吴楚楚说道, 这里的堡垒修建得好结实啊。 吴湘云附和道, 是啊, 听说夫君挖地道上山的。 两边的龙家军见到张倩几人, 都很高兴。 张将军, 独孤将军, 吴将军好。 白将军好久不见了。 到了山顶, 见到叶长在指挥一群僧兵建造房屋。 叶长? 吴楚楚喊了一声, 叶长转身, 连忙笑着跑过来。 吴将军, 你们可算来了。 吴湘云笑问道, 你们在干嘛呢? 叶长说道, 听说几位将军要来, 临时建造几间房子。 山顶的寺庙烧毁了, 只留下了几间能住。 叶长觉得张倩几人是女将, 对住的地方要求高一点, 就抓了几千僧兵过来盖房子。 我夫君呢? 吴湘云毫不忌讳, 大家都知道他是龙晨花了一袋金沙买来的。 叶长笑着指向房间, 说道, 武王在房间里呢? 六人立即走向房间。 进了房间, 见到龙晨正在看地图。 这么快就到了。 龙晨从房间出来, 带着几人到了帅府议事厅坐下。 张倩说道, 接到你的信, 我们连夜兼程而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 龙晨把情况说完, 然后说道, 先休息吧, 准备战斗。 几人立即下去休整。 镇国寺往西150多里, 有一座大城, 城墙高十多米, 城上守军严阵一带。 这里便是阳城, 石勒会兵的地方。 陆陆续续有军队会合到这里, 城外扎满了帐篷。 城内太守府, 石勒端坐在主位, 两侧坐着柿子石浩然, 国师空继, 舒密使卢奇昌, 统军司李成烈, 票弃将军福永, 还有阳城太守马文山。 空继和尚身后, 还站着两个面向凶恶的僧人, 这两人是昭提寺新条叫出来的弟子, 新空, 新静。 再往后, 还有两个站着, 这两人便是福慧和马兴。 他们很显然被嫌弃了, 站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 石勒到了阳城后, 气消了不少, 福慧和马兴只是被骂了一顿, 连板子都没有打。 各地的军队陆续赶来, 除了西面的尚未到达, 北面云城守军防备蛮足, 其他都到了, 总计兵力32万。 舒密使卢奇昌, 禀报汇兵的情况。 石勒听了并不满意, 问道, 全国的兵力汇集, 为何只有32万? 在石勒的印象中, 西下的男子都可以当兵, 因为这些男子都是朝提四的种, 生的人高马大, 适合当兵打仗。 当年, 石勒建新庆城, 有些百姓长得瘦小, 甚至还有残疾的。 石勒觉得, 这些长得矮小, 残疾的人就是废物, 浪费了西下的粮食, 无法为国效力。 他找空气和尚商议, 最后定下了囚子的计划。 朝提四一直都有囚子的人, 但朝提四不提供囚子的服务。 后来才有了囚子院, 专门挑选精壮的僧人, 给女子囚子。 卢奇昌说道, 王上, 上一次的战斗损失尚未恢复, 和天下会的战斗又损失了一些。 而且, 这一次镇国四支战, 损失太多了。 镇国四一战, 损失17万, 加上这里集结的32万, 已经差不多50万大军了。 从数量来说, 真的不少。 三国当中, 西夏最小, 人口最少, 国力最弱, 但征兵的数量却不少, 比例很高。 兵役比例高, 士兵抽掉的是最精锐的人口, 精壮都被抽走了, 还要交粮食养兵, 百姓的负担就重。 最好的男人战死在沙场, 百姓的家底被掏空, 战争对于国家的损耗极大。 时勒很不满, 却又无可奈何, 说道, 如果男子不够了, 那就组建女子兵团, 东周不就有女兵, 而且战斗力很强。 卢其昌有些无奈地说道, 东周向来有女子服兵役的传统, 女帝本身就是女子, 帝洛西和帝令仪两位公主, 又能争善战, 所以, 女子兵团才厉害。 而我大夏从无女兵, 临时组建的兵团恐怕。 西夏没有女子兵团的传统, 也没有女将可以统领。 如果让现在的将军统帅, 肯定会一团糟。 时勒冷冷说道, 京香是不错的人选, 你考虑下。 时京香是时勒的女儿, 西夏的二公主喜欢武枪弄棒, 平时就在军营私混, 骑射很厉害。 卢其昌无奈地不说话。 世子时浩然说道, 舒密使, 父王的话不错, 如今国家存亡之际, 匹夫有责, 东周的女子可以打仗, 我大下的女子为何不行? 二妹从小习武, 武艺不在我之下, 让她组建军团可行。 卢其昌见时勒和时浩然都如此说, 她也不好再反对, 拜道, 微臣领旨, 立即让舒密院会同二公主, 组建女兵军团。 时勒微微点头, 说道, 好, 早些去办。 郑国寺那边的情况如何? 负责消息打探的统军使李成烈说道, 龙承恩已经占据了郑国寺, 在郑国寺屯兵十万, 他亲自担任统帅, 又占据了赤岩庙, 部署五万骑兵, 统帅是吴剑和唐黑子。 郑国寺和赤岩庙互为机脚, 相互侧应。 时勒心中慢慢盘散。 十万龙家军把守郑国寺, 如果强攻, 三十万军队全部扑上去才行。 可如果全力进攻郑国寺, 赤岩庙的骑兵必然从身后突袭。 郑国寺是个硬骨头, 可惜德善就这么丢掉了。 时勒恨不得把德善挫骨扬灰。 这时, 门外一个后妻到了门口, 拜道, 郑国寺有急报。 后妻到了门口, 时勒让后妻进来。 启奏王上, 郑国寺有新情况, 龙承恩手下五名女将都到了。 德善吃了情报的亏, 不知道龙承到了郑国寺。 时勒担心龙承在耍花招, 派后继一直盯着郑国寺, 所有举动都要禀报。 后继刚刚探知郑国寺的情报, 立即回来禀明。 空继立即问道, 哪五个? 后继回道, 张倩, 独孤嘉丽, 白婷婷和吴楚楚, 吴湘云两姐妹。 哦, 还有一个未曾见过的女子, 似乎是龙承恩的管家何君陶。 空继又问道, 没有其他人? 后继摇头说道, 未曾发现其他人。 确定无误后, 空继和尚松了口气, 说道, 王上, 事情好了。 这五人是龙承恩的部将, 不过与其说是部将, 不如说是他的拼头。 五人的修为不过王者, 最高的那个张倩, 不过是王中后妻而已, 其他人更不足道。 他们随军, 不过是和龙承恩风花雪月而已。 我们有五个武皇高手, 龙承恩只有一个, 届时阵前斗将, 定能大胜。 空继和尚越说越高兴, 连石乐也高兴了, 说道, 龙承恩居然不带高手助阵, 他是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世子实昊然说道, 而臣以为, 不是龙承恩狂妄自大, 而是东周无人可用了。 龙承恩进攻我大夏, 南梁必定发兵进攻, 帝洛西和帝令仪必须往南边镇守。 女帝则必须坐镇京师, 如果情况危急, 她必须往南边镇守。 所以, 大周能用的高手, 只有张倩几人而已。 石浩然觉得东周无人可用, 所以才会这样。 票计大将军服勇赞同石浩然的说法。 世子所言不错, 东周这些年打的胜仗, 全靠龙承恩轨迹。 若说高手, 东周确实没几个, 龙承恩无人可用, 只能靠自己。 可就算龙承恩浑身是铁, 又能打几颗钉子。 到时候, 我们五人围攻, 龙承恩必败。 浮勇的估计非常乐观, 越想越感觉这一仗有打头。 卢其昌问后继, 还有其他情报吗? 后继犹豫一下, 说道,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卢其昌脸色一冷, 有些慌张地问道, 什么事情? 卢其昌担心, 龙承又出妖蛾子。 后继说道, 郑国寺周围的那些殿户 都去了郑国寺头军, 要帮着龙承恩打仗。 卢其昌面露诧异, 其他人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殿户会支持龙承, 还要帮着龙承打仗? 听到此话, 时乐勃然大怒, 骂道, 这些贱民吃里扒外, 本王无兵可用, 他们却投敌叛国, 都给本王杀了。 后继败道, 末将临职。 后继就要出去传令, 空继起身阻拦。 且慢, 王上, 此中必有蹊跷。 你可知, 那些殿户为何投身龙承恩? 空继比较冷静, 立即阻拦时乐。 其他人心里也不赞同, 但时乐在气头上, 他们不敢阻拦。 时乐靠在椅子上, 怒目冷看, 后继不说话。 后继转身回来, 对着空继败道, 国师, 那龙承恩下令, 周围百里原本属于郑国寺的土地, 全部归属耕种的殿户。 那些殿户担心土地被收回, 就帮着龙承恩打仗。 空继微微汗手, 对时乐说道, 王上, 这些殿户并非投靠龙承恩, 只是见利妄议。 平僧建议, 不如下一道王命, 凡郑国寺的殿户愿意投军参战的, 就把土地赐予他们。 龙承恩毕竟是外来的敌将, 王上才是大厦的王, 王命名正言顺, 殿户必定听从王上参战。 世子实好然反对, 说道, 那田地是郑国寺所有, 也是我大厦王庭所有, 怎么能给这些建民? 他们是大厦子民, 跟从父王作战是本分, 为何要给他们土地? 殿户是社会最底层, 无有利锥之地, 石浩然看不起殿户。 在石浩然看来, 殿户天生就该为王族作战, 没必要给任何好处。 书密使卢旗昌是外妻, 也看不上殿户, 附和道, 如果将土地给殿户, 他们才肯作战, 那以后如何统领大厦? 难道每次打仗, 都要将土地分给殿户? 我们有多少土地可以分? 今日分了郑国寺的土地, 明日就该分了昭提寺的土地, 那后日呢? 是否要将王上的官田分了? 票其将军福永和统军使李成烈也不同意。 这些人都有大片的土地, 妥妥的大地主。 他们不愿意把土地分出去, 怕最后割自己的肉。 空气焦急地看了一眼石了, 对众人说道, 这只是应急之策, 暂且将土地赐予, 带击退龙承恩, 再收回便是。 如今, 那土地不在我们手里, 就算给了, 也不过是口惠而已, 与我们无损, 却可以让殿户为我们而战。 即便殿户不参战, 至少他们不会投靠龙承恩, 此乃权宜之计, 并非常测, 请王上采纳。 空气如此说, 石浩然一干人不再说话。 他们不反对, 也不赞同。 后期等着石勒决定。 石勒思索再三, 说道, 国师所言有理, 并非要将土地给那些贱民, 只是权宜之计。 传令, 将郑国寺土地赐予殿户, 但每家每户, 必须出一个兵, 立即到阳城集结。 如今最大的敌人是龙城, 只要能把龙城搞死, 什么都行。 土地给殿户, 只是说说而已, 等打完了仗, 再收回便是。 不但要收回, 还要将这些刁民狠狠杀一批,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西夏的王, 吃里爬外死路一条。 后继败道, 末将临职。 去,堂内继续一试。 龙城恩的部将到了, 我们的兵马也差不多集结完毕, 该是和龙城恩杀一场的时候了。 时乐很想和龙城正面打一场, 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 统军时李成烈说道, 再有两日, 我们的兵马可以集结完毕, 到时候就可以开赴镇国寺, 一决刺凶。 石浩然跃跃欲试, 朗生说道, 上次没有杀掉龙城恩, 这次我要亲手斩下此疗的手机。 上一次, 石浩然和龙城交过手, 他吃了亏。 回去后, 石浩然苦练武艺, 实力提升很多。 如果和龙城再杀一场, 石浩然觉得有把握赢, 甚至可以振展龙城。 空继看石浩然如此自信, 心中不以为然。 空继详细问过附会当时的情况, 德善被龙城一箭腰斩, 情况太诡异了。 龙城的修为肯定有了大幅提升, 石浩然如果和龙城单挑, 最后的结果恐怕。 世子如今修为大涨, 定能压制龙城恩。 统军使李成烈拍马屁, 石浩然摩拳擦掌。 石勒微微点头, 说道, 整顿兵马, 做好攻坚准备。 两日后, 发兵镇国寺。 众人败道, 微臣临职。 众人散去, 书密使卢其昌不情不愿地写了一封信, 回新庆城书密院, 说石勒下旨, 让二公主石金香组建女子军团作战。 后继领命出了太守府, 策马冲过城门口, 一辆马车刚好进城。 守卫将马车拦下来, 贺问道, 干什么的? 下车! 一个圆脸霍牙的老马夫, 立即将鞭子放下, 陪着笑脸说道, 军爷, 是我呀, 马家酒铺的。 守军指着另一个身材精瘦, 长着老鼠虚的男子, 贺问道, 他又是谁? 老马夫张着没有门牙的嘴, 笑呵呵说道, 这是我们店里的伙计啊, 军爷有些时候没来店里喝酒了。 说着, 老马夫塞了点碎银子到士兵手里。 士兵收了银子, 恍然笑道, 哦, 你们店里伙计啊, 现在打仗嘛, 你们小心点, 别让龙承恩的奸血混入城中。 老马夫笑哈哈说道, 有你们守着, 怎么可能? 守军挥挥手, 让马车进了阳城。 破旧的马车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 车轮碾过土黄的街道, 两边的住户家门紧闭, 街上到处是士兵, 到处弥漫着大战的气息。 马车一直拉到一个酒铺前, 一个破旧的招子迎着风胡乱摆动, 老马夫下来, 牵着马慢慢进了后院。 车上的金兽猥琐男子跳下车, 立即进了后院的一个房间。 房间里, 一个年纪六十多岁的老者, 枯松般的手捏着一根汗烟杆, 烟杆上吊着一个金丝烟袋。 布满皱纹的嘴唇长着稀疏的短白胡须, 嘴唇微微吸一下, 烟斗的火光亮了一些, 随着火光再次暗淡, 老者把鼻子里喷出一团白色的烟雾。 甘堂主 金兽男子正是替沈万金送信的石涵。 而这个老者正是膝下千金使甘心。 楼主的指令。 石涵恭敬地将竹筒盛上, 上面的风靡完好。 甘心接了竹筒, 石涵立即退到墙边低头不看。 甘心将竹筒放在桌上, 慢慢抽完最后几口汗烟。 抬起脚,烟斗在鞋底上敲了敲, 烟灰从烟斗里掉出来, 落在地上。 把汗烟杆子挂在腰间, 甘心这才拿起竹筒打开, 仔细看上面的信。 看完密信, 甘心又拿起腰间的汗烟杆子, 把密信揉成一团, 慢慢塞进纯金的烟斗, 又从金丝烟袋里 粘出一些烟丝塞进去。 拿出火折子, 点在烟丝上, 甘心慢慢地吸着。 当嘴里喷出一口淡淡的烟气时, 甘心收了火折子。 知道了。 甘心声音很温和, 就像隔壁的大爷和邻居的小孩说话一样。 石涵这才抬头败道, 小得告退。 甘心继续抽着汗烟, 石涵退出房间。 镇国寺。 张倩五个人住在一间新修建的房间里, 床单、被子和一英洗漱用具 都从玉佛关送来的。 玉佛关附近有西丰城, 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韩子平他们安排士兵到西丰城采购, 东西很快齐全了。 张倩和吴楚楚独孤嘉丽在山上布房, 准备和西夏杀一场。 石勒的军队已经在阳城集结, 大家都知道一场大战随时会来。 白婷婷和吴湘云在房间里继续修炼, 希望能突破武皇修围。 龙晨起身出了房间, 走出门外, 撂翘的寒风吹在脸上, 还为完全干的汗被吹得毫冷。 龙晨往山下走, 独孤嘉丽正在指挥士兵驾起投石车。 你怎么在山腰上驾投石车? 龙晨觉得有点奇怪, 投石车一般都是工程用的, 驾在半山腰上往山下投石。 独孤嘉丽说道, 对, 我把玉佛关的火油罐子搬过来了, 等西夏军队进攻就把火油罐子抛下去, 效果肯定不错。 龙晨站在投石车的位置算了算距离, 点头道, 不错, 这个位置投下去刚好能打到山下。 独孤嘉丽说道, 我在四面都安装了投石车, 可以攻击所有方位的来犯敌军。 镇国寺是一座山, 石勒大军进攻的时候很可能全面围攻。 所以, 独孤嘉丽在四面都设着投石车, 火油罐子在堡垒里放着, 保证石勒好好喝一壶。 叶长急匆匆跑过来, 说道, 大人, 有情况。 独孤嘉丽立即停下来, 龙晨问道, 什么情况? 石勒开始发兵了? 看叶长如此慌张, 大概是石勒开始动身了。 叶长摇头说道, 不是, 石勒还在阳城集结兵马。 独孤嘉丽奇怪地问道, 那是什么问题? 值得你如此慌张? 到底什么问题? 龙晨也很奇怪,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叶长又急又气地说道, 那些店户, 前两天还想投军帮我们打仗, 刚才听说又到阳城投军去了, 要反过来打我们。 这群人真是白眼狼, 天地白给他们了。 独孤嘉丽诧异地问道, 不会吧, 前两天堵在山下不肯走, 说要帮着我们打败石勒。 怎么又反过来要打我们了? 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龙晨甘笑道, 原因呢? 叶长摇头说道, 不清楚, 反正那些人跑去阳城了。 独孤嘉丽看着龙晨, 龙晨说道, 把何君陶找过来。 叶长马上去找何君陶。 独孤嘉丽愤愤不平地说道, 西夏人果然不行, 做贱民做惯了。 龙晨笑了笑, 说道, 不能这么说, 他们这样做肯定有原因。 他们是最底层的店户, 很多事情没得选, 不管是到怎么样, 底层百姓总是最苦的。 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不要怪罪老百姓。 独孤嘉丽无奈地叹息一声, 夫君, 有时候我觉得你对老百姓太好了。 跟着龙晨这么久, 独孤嘉丽算是看清楚了。 龙晨对豪强官员特别狠, 但是对老百姓有时候太过仁慈了, 总说老百姓过得最苦。 龙晨笑了笑没说话, 等着何君陶过来。 不多时, 何君陶过来了。 大人, 那些店户怎么回事? 何君陶说道, 正要向大人禀报此事, 石勒下了一道亡命, 将郑国寺的土地赐予了店户。 条件是, 店户帮着石勒打仗, 每家每户出一个兵, 那些原本投奔我们的店户, 现在都去扬城当兵了。 叶长怒道, 见利妄议的小人, 早知道不给他们了。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这个计策不错, 把土地作为奖励, 店户到时候必然死战, 兵源又可以增加数万。 本来, 郑国寺周围的店户支持龙晨, 现在石勒这样做, 事情被反转了。 不得不说, 石勒做得很漂亮。 独孤伽厉问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就看着石勒这样? 何君陶说道, 我看石勒也并非真想把土地给店户, 他只是看店户帮我们, 就以土地为诱饵。 等仗打完了, 土地肯定还要收回去, 他们继续当贱奴。 叶长说道, 大人, 我们可以派人出去, 告诉这些店户, 就说石勒不是真的想把田地给他们, 等打完了仗, 石勒就会把田地收回, 只有支持我们打仗, 才能保住土地。 何君陶点头道, 我赞同叶将军的意见, 这样做应该有用处。 独孤伽厉也说道, 对, 石勒会说, 我们也会说。 龙晨微微摇头, 说道, 这样做有点用, 但是作用不会太大。 你们想想, 如果你们是西夏的店户, 你们是相信石勒, 还是相信我? 三人沉默不语。 石勒是西夏国王, 龙晨只是一个敌将, 如果他们是西夏的店户, 他们肯定相信石勒, 而非龙晨。 王命肯定比龙晨的将领管用。 容我想想, 如何应对? 龙晨慢慢踏步, 心中思索如何应对? 独孤伽厉也没心思部署投尸车了, 等着龙晨想对策。 君陶, 你去办一个事情。 龙晨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对策。 大人请吩咐。 何君陶大喜, 龙晨这样说, 就是想到了办法。 叶长和独孤伽厉等着龙晨说话。 龙晨说道, 你派人到西夏后方去, 就说, 石勒为了和我打仗争兵, 许诺将所有地主豪强的田地分给殿户。 何君陶听完, 恍然大悟, 欣喜地说道, 大人妙记啊, 石勒欺骗殿户打仗, 我们就利用石勒的谎言, 策反鼓动西夏的地主豪强, 让他们内部动荡反目。 妙记啊! 镇国四周围的殿户已经信了石勒的鬼话, 龙晨不管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信。 既然他们不信, 那就算了, 不跟殿户说。 龙晨反过来, 去跟地主豪强说, 用石勒的鬼话, 恐吓那些地主豪强, 让西夏内部动荡分裂。 独孤伽厉咒媚道, 可是, 镇国四周围的殿户还是会投军参战。 龙晨叹息道, 没办法, 他们自己信了, 肯定会被当作炮灰冲在最前面。 既然他们选择了投军, 拿起了兵器, 那就不是殿户了, 他们是敌人。 龙晨心疼百姓, 但他不是圣母, 百姓拿起兵器要杀自己, 那就是敌人。 夜长点头道, 他们要杀我们, 我们总不能伸长脖子带宰吧。 龙晨说道, 现在就去, 多派些人手。 和军陶拜道, 遵命。 和军陶立即找冯和, 把西厂的探子撒出去。 望着西面, 龙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东周和南梁都称帝了, 为何西夏只称王? 东周是女帝, 南梁是李承道, 他们两人都称帝了。 为何石乐只字称王? 如果从等级来说, 王比皇帝低一个等级。 石乐完全可以称帝, 和女帝, 李承道平起平坐。 夜长被龙晨的问题问到了, 这个一直都是如此。 大家都习惯了, 觉得很正常, 西夏本来就是王, 东周和南梁本来就是皇帝, 本就如此。 直到龙晨问起来, 他们才发现, 确实很怪异。 独孤嘉丽说道, 可能因为西夏国小利弱吧, 不足以称帝。 龙晨微微摇头说道, 不对, 地方再小, 石乐也是一国之君, 完全可以称帝, 为何只称王? 夜长挠头道, 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龙晨摇摇头, 带着夜长巡视完兵力布防, 回了山顶的房间。 两日后, 杨成太守府正堂。 石乐坐在正守, 世子石浩然, 书密使卢奇昌, 票弃将军服勇, 统军使李成烈, 马兴站在左侧, 右侧站着空际和尚, 星空, 星晋和福慧站在右侧。 这次的大将都在这里了。 石乐坐在太师椅上, 问卢奇昌, 现在兵力多少? 卢奇昌说道, 回王上, 我们如今有四十万大军。 这两天, 又陆陆续续来了数万军队, 加上从军的殿户, 石乐凑足了四十万大军。 石乐微微点头, 满意地说道, 四十万大军, 今日本王要荡平镇国寺, 将龙承恩的手机带回去, 放在朝提寺镇压。 福慧附和道, 龙承恩就是恶魔将士, 应该将他塑精身, 埋在降魔殿, 永生永世镇压, 不得翻身。 石乐扫了一眼福慧, 脸色冰冷地说道, 福慧, 今日是你一雪前耻的机会, 不要让本王失望。 空忌看向福慧, 心中微微叹息一声。 福慧立即拜道, 平僧一定斩下龙承恩手机, 陷于仗下。 石乐冷冷一笑, 说道, 好, 就由福慧大师打先锋。 福慧感觉身体一凉, 这是明白着, 要自己送死啊。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 福慧又不敢拒绝, 只得硬着秃头拜道, 平僧领职。 马兴在对面低头不语, 他心里暗道, 福慧自己找死, 这个时候闭嘴才是真理。 石乐哈哈大笑道, 好, 本王让马兴助你一臂之力。 马兴浑身一颤, 这特么人在旁边站, 祸从天上来。 马兴咬牙出炼, 拜道, 末将临职。 石乐冷冷看着马兴, 说道, 好, 先锋大将已经定了, 出发。 石乐大踏步走出正堂, 太监马方备好了战马。 石乐踩着马凳, 上了一匹汉鞋宝马。 门外, 一众将校已经披挂完毕。 石乐往外走, 空计一众人纷纷上马。 出了太守府, 过了城门, 四十万大军整装待发。 石乐望着大军, 回头说道, 先锋大将何在? 福慧和马兴两人拍马上来, 拜道, 贫僧在, 末将在。 石乐将一杆先锋大旗递给福慧, 说道, 杀。 福慧接了先锋大旗, 和马兴带着先锋骑兵走在最前面。 石乐打着一仗, 带着大军随后缓缓出发, 杀往镇国寺。 大舟, 京师, 真佛寺。 玄慧从后山回来, 手里提着一壶清泉水, 慢慢走进方丈市。 监院洪瑞和尚正在和方丈摩羯说话。 听说武王府的五位大将已经赶往御佛关, 武王在镇国寺杀了德善, 石乐和空计正在集结兵马围攻。 看样子, 镇国寺会有一场大战, 武王和空计之间也有一场恶战。 弘瑞说得很小心, 因为摩羯是空计的弟子。 虽然都是前程往事, 但此时说出来, 还是担心摩羯不高兴。 玄慧将茶壶挂在蜂窝煤炉上, 壶身上的水滴落在通红的蜂窝煤上, 发出滋滋的响声。 摩羯微叹息一声, 说道, 阿弥陀佛, 我已经和武王说过了, 让他少杀一些人。 可是打仗嘛, 总是要死人的。 各有各的因果, 各有各的归宿, 一切都是缘分。 弘瑞见摩羯如此说, 也不知道摩羯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这是南梁报国寺通知大师送来的新茶, 奸院尝尝吧。 通知大师曾经听过摩羯的说法, 后来时常来真佛寺听法, 两人算是好友。 摩羯拿起一罐子新茶, 泉水已经烧开了。 摩羯慢慢地泡了一壶茶, 给弘瑞倒了一杯, 说道,尝尝吧。 弘瑞拿起茶杯, 慢慢品着新茶。 镇国寺。 龙晨在房间里, 张倩拿起青龙铠甲, 替龙晨穿好。 君陶说, 时乐已经发兵了, 估计五时就到山下。 西场在阳城有探子, 时乐发兵的消息到了镇国寺。 龙晨说道, 跟我们估计的差不多, 昨天兵力集结完毕, 今日发兵决战, 时乐极不可耐。 镇国寺一战, 得善败得太惨了, 他不服气很正常。 心里不服气, 就想自己捅兵和龙晨大战一场。 夫君有什么奇谋吗? 镇国寺有十万龙家军, 赤岩庙五万, 御佛官五万预备。 龙家军的兵力不少, 但时乐这次动用了四十万大军。 如果正面对决, 龙家军的伤亡恐怕会很大。 所以, 张倩问龙晨, 有没有奇谋? 龙晨摇头说道, 没有, 不是每一次都能出奇兵, 有时候就是硬仗, 谁厉害, 谁赢? 青椒铠甲穿好, 张倩拿来都谋。 龙晨慢慢戴上, 拿下墙上的铁枪, 龙纹。 这支枪是公孙玲珑重新锻造的, 专门刻了龙纹。 披挂完毕, 龙晨想了想, 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把火枪。 这是什么? 张倩还没有见过这么短的火枪。 龙晨笑道, 我在玲珑阁制造的新玩意儿, 或许今天能用上。 张倩问道, 你让玲珑锻造的? 龙晨想了想, 说道, 对, 其实这是王娟锻造的, 见到火枪, 龙晨又想起了王娟。 王娟长相一般, 但身材构造很特别, 属于屈镜通幽。 等打完了仗, 龙晨还想再去玲珑阁找他。 把火枪藏在衣甲之下, 龙晨说道, 走。 打开房门, 龙晨走出来, 独孤伽厉, 吴楚楚, 吴湘芸和白婷婷身披铠甲, 韩子平和叶长也在门口候着。 武王? 众将拱手参见。 龙晨说道, 各自入阵, 今日和时乐好好杀一场。 众将领命, 回了自己的阵列。 龙晨提着长枪, 慢慢走到西面。 春天的寒风刮着地面, 沙尘被吹得漫天飞舞, 天上的日头变得昏尘。 龙晨抬头看了看昏黄的天, 龙家军的战旗烈烈舞动, 这样的天气正好厮杀。 龙晨上马, 提着长枪, 站在阵前, 等着时乐大军到来。 哒哒哒。 沉闷杂乱的马蹄声传来, 远处的尘土扬起, 在风的吹动下, 刮到了龙家军的阵地。 西夏军队到了。 后骑快速奔回, 大声喊道。 龙家军将士纷纷紧握兵器, 凝视着西面慢慢出现的 军旗和人影。 山腰上的夜长往西面看去, 能看到昭提寺的僧兵, 铁药子, 还有队形不整的殿户。 这些殿户明显胡乱拼凑, 甚至连一甲都没有, 就是穿着破烂的衣衫, 拿着刀枪走过来。 夜长催了一口, 这群白眼狼。 山下, 龙城在马上望过去, 最先出现的是铁药子, 为首是两员战将。 这两人龙城都有印象, 一个是福慧, 一个是马兴。 看到两人打先锋, 龙城感觉很好笑。 咻! 韩子平射出一只少剑, 弓弩手立即跟随, 射出一波羽剑。 羽剑落在地上, 划出一条羽剑构成的直线, 挡在膝下骑兵前面。 福慧和马兴看到羽剑飞过来, 立即停下战马, 身后的铁药子也停下来。 两军对阵, 先射一波与剑划下距离, 中间的地方就是两军斗江的地方, 这是交战的常规操作。 先锋骑兵停下来, 身后的石勒大军也停下来。 一个江台迅速搭建起来, 石勒缓缓登上江台, 清兵护卫在石勒周围。 空忌和世子实浩然, 舒密使卢七昌三人站在前面, 马方站在旁边伺候。 战鼓架起来, 强壮的鼓手拿起鼓锤, 狠狠地敲打鼓面, 发出咚咚的鼓声, 传遍整个战场。 石勒坐在龙椅上, 望着镇国寺上飘扬的龙家军军旗, 说道, 让先锋大将军去挑战。 传令使者立即策马飞奔到了阵前, 喊道, 王上有令, 先锋大将前去挑战。 传令完毕, 传令使者立即回到江台, 等候新的旨意。 听到王命看着对面手持长枪的龙臣, 夫惠转头看着马兴说道, 马统领, 他怎么肯去? 大师, 你是镇国四五僧院的院守, 你武艺高强, 还是你去吧。 两人相互劝对方出头, 样子十分滑稽。 罢了, 今日难逃一劫, 一起去吧。 传惠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江台, 石勒端坐骑上, 正看着自己。 马兴回望石勒, 常常叹息一声, 一起走吧, 路上也有个照应。 两人骑马出阵, 膝下的战鼓雷的更响了。 传惠和马兴骑马出阵, 张倩在龙城身后看着, 转头问韩子平, 这两个先锋大将是谁? 独孤伽厉和吴楚楚, 吴湘云, 白婷婷四人也没有见过, 很好奇西夏的先锋大将是谁。 传惠长得面容凶恶, 手中一把月牙缠障, 脖子上挂着硕大的佛珠, 看起来脉相不错。 马兴身材魁梧, 手中一杆长枪, 看起来有猛将之风。 韩子平见传惠和马兴出阵, 失笑道, 这两个, 哈哈, 怎么是这两个? 将军有所不知, 这两人, 那个突驴是郑国寺武僧院院守福慧, 那个原本是铁药子统领马兴。 听闻是武僧院的院守, 张倩眉头微皱, 问道, 你笑什么? 武僧院的院守必然是高手, 铁药子的统领也肯定不弱, 韩子平为何发笑? 韩子平黑黑笑道, 那个福慧原本奉命郑守郑国寺, 被大人杀得落荒而逃。 那个马兴本来围攻玉佛官, 也是大人的手下败将。 两个手下败将做先锋, 时乐怎么想的? 韩子平的话让张倩五人愕然无语。 先锋是替整个军队打头阵的, 必须是最厉害的猛将。 时乐却让两个手下败将当先锋, 时乐到底怎么想的? 难道先送两个人投为敬? 没等他们想明白, 福慧和马兴到了龙臣面前。 看着两个人过来, 龙臣呵呵笑道, 上一次你们跑得快, 没有杀掉你们, 这次送上门。 福慧和马兴与龙臣隔着十米的距离停下来, 两人其实都怕。 福慧看着龙臣, 说道, 龙臣恩, 我们自知不是你的敌手。 可是, 我们是先锋将, 你是主将, 你若自己出手, 便是以大欺小。 有种的, 让你的先锋大将出来和我们斗江。 福慧这丝心眼多, 故意用言语激将, 不让龙臣亲自出手。 马兴听完, 心中暗暗赞叹, 这个死兔驴说得好。 龙臣笑道, 我不介意以大欺小。 福慧愣了一下, 指着龙臣骂道, 龙臣恩, 你是大洲武王, 怎么能不要脸面? 你亲自下场和我们斗江, 有失身份, 让你手下将领出来。 龙臣愣了一下, 忍不住笑道, 我自己都不在意脸面, 你们倒在意, 你们这么怕死吗? 镇前的对话, 引起的龙家军哈哈大笑, 都说福慧耸包怕死。 福慧被嘲笑, 但他丝毫不介意。 被嘲笑总比被杀好。 你也是威震天下的英雄, 难道不要脸吗? 马兴指着龙臣大喊。 龙臣笑道, 你们两个是不是很崇拜我? 从头到尾都在说, 我是武王, 是英雄, 要脸面。 本王格外开恩, 只要你们两个投诚, 饶你们不死。 福慧和马兴两个先锋大将, 到了阵前叽叽歪歪一阵叫骂。 可龙臣听来听去, 感觉不对劲。 他们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吹捧, 逗得龙家军哈哈大笑。 石勒坐在江台上, 手里拿着一个单筒望远镜, 看着阵前的情况。 福慧和马兴怎么回事, 还在费什么话? 石勒对两人叽叽歪歪的样子, 很不满。 柿子石浩然立即拿起江台上的鼓锤, 咚咚咚地敲出急促的鼓声。 这是催促前方厮杀的战鼓。 阵前, 听到鼓声的福慧和马兴同时回头望向江台, 脸上露出艰难之色。 如何? 立即投降, 本王幽带俘虏。 龙臣提起长枪, 笑呵呵指着二人打去。 幽带俘虏? 身后的龙家军跟着起哄, 发出轰笑声。 福慧怒目盯着龙臣, 手中月牙缠杖指着龙臣, 贺问道, 此话当真。 龙臣愣住了, 还以为福慧要厮杀, 没想到真想投降。 当真。 龙臣脸色肃然, 不再嬉笑。 福慧一咬牙, 将手中月牙缠杖丢在地上, 抓起缰绳就往前冲。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旁边的马兴猝不及防。 福慧, 你要投敌。 福慧不管马兴, 几秒钟冲进了龙家军阵营。 距离只有十米, 战马的速度快, 福慧进了龙家军阵营。 韩子平立即带人将福慧拿下。 五王有令, 不得杀我。 福慧将手举起来, 看着龙臣大声呼喊。 龙臣回头看着下马投降的福慧, 一时间有些失神。 后代福慧法师。 龙臣下令, 韩子平笑黑黑说道, 请法师到后面歇息。 十几个士兵将福慧压下去。 先锋大将临阵投敌, 西夏先锋骑兵傻眼了。 马兴望着投敌的福慧, 自己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跟着福慧一起投敌。 不行, 家人都在西夏, 自己走了, 家人怎么办? 马兴不向福慧出家人无牵无挂, 他有家人, 有族人。 他若临阵投敌叛变, 必然抄家灭族。 马兴回头望向江台。 江台上, 雷鼓的石浩然停了下来, 呆呆地看向阵前。 石勒愣在龙椅上, 手中的望远镜定住了一般。 福。 石勒慢慢放下望远镜, 转头看向空气和尚。 空气和尚也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福慧居然临阵投敌。 王上, 这。 空气和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卢其昌看着空气说道, 国师, 福慧投敌了。 空气和尚猛然醒悟过来, 大怒道, 贫僧去清理门户。 空气和尚大踏步下了江台, 身上红色袈裟飞舞。 空气和尚快步奔到阵前, 两个弟子星空和星晋紧随其后。 到了阵前, 空气走到龙晨身前三米处停下。 抬头看着马上的龙晨, 空气和尚面色冰冷。 龙晨提着长枪, 俯视着空气光溜溜地秃头, 微微一笑, 空气大师别来无恙。 空气和尚冷冷说道, 龙晨恩又见面了。 龙晨笑了笑, 说道, 空气大师要当先锋, 和本王杀一场吗? 空气和尚双手合十, 念诵道, 我佛慈悲, 平僧与你的恩怨早晚要了结。 不过, 请你先将那匿图交出来, 平僧要清理门户。 福慧已经被压下去了, 不在阵前。 龙晨呵呵笑道, 福慧法师弃暗投明, 已经是我大洲法师, 与你招提寺无关, 何来清理门户一说? 星空在身后指着龙晨骂道, 死太监, 你挑唆摩羯�变, 今日又策返福慧, 若不交出来, 老子将你碎尸万段。 龙晨看着身材魁梧, 方脸高鼻浓眉的星空, 冷冷笑道, 空剑, 你弟子挺多的, 今日又送两个过来, 棺材备好了吗? 呼。 空继和尚被龙晨激怒, 突然杀向龙晨。 红色袈裟化作一道红色残影, 空继瞬间到了跟前, 对着龙晨就是一拳。 龙晨从马上一跃而下, 也不拿长枪, 赤手空拳迎着空继的罗汉拳对上去。 哄。 两人在阵前对了一拳。 哼。 一声闷哼, 龙晨稳稳落在地上, 空继却被打得倒飞, 一头撞在地上, 身子像胡萝卜一样打滚。 师父! 星空和星晋惊呼出声, 同时冲向空继, 扶起空继和尚。 哼。 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 空继和尚的右手被打得骨折, 脸和脑袋在石子地上摩擦, 弄得皮开肉绽, 细小尖利的石子刺进了皮肉里, 像是肉丸子撒了芝麻粒一样, 看起来很是凄惨。 空继和尚颤颤巍微地看着龙晨, 想一击重伤龙晨。 可没想到, 龙晨反手一拳, 居然把自己的右手打骨折。 他完全承受不住龙晨的拳头。 这是何等恐怖的威力, 这还是龙晨恩。 摩羯叛变时, 空继在真佛寺和龙晨打过一场, 那时候空继还占上风。 可是现在, 他完全被龙晨碾压了。 怎么可能? 龙晨给空继的感觉, 就像是女帝清灵。 这是来自帝尊镜的威亚。 可是怎么可能? 只有女帝才能突破帝尊, 其他人绝无可能。 震惊地不止空继, 将台上的石勒猛地站起来, 走到江台最前面, 双目死死盯着前方。 刚才空继突然出手, 石勒还在高兴, 觉得空继定能重创龙晨。 可是没想到, 空继居然被打得狗吃屎。 好! 龙家军爆出一阵贺彩。 西夏的国师, 红衣佛王, 被龙晨一拳打得满地爪牙, 龙家军欢呼声震天。 韩子平看着空继, 惊讶道, 大人的修为又暴涨了。 张倩笑道, 你以为武王在京师只是泡妞? 韩子平嘿嘿笑道, 不怕将军骂我, 大家确实这么说的。 龙家军经常调侃, 说龙晨在京师泡公主玩女将, 日子过得美滋滋。 独孤家里说道, 武王一直在家修炼, 筹备功灭西夏的事情。 韩子平嘿嘿笑道, 我信了。 镇后福慧在高处回头看到了这震撼的一幕。 师伯居然。 福慧庆幸自己明智, 没有选择作死和龙晨单挑。 镇前, 马兴看着凄惨的空气, 心里一横, 策马奔向龙家军。 我也投降。 秀! 马兴还没冲到镇前, 身后一只冷剑射来, 马兴中间落马。 铁药子镇中, 票弃将军服勇, 手持一张硬弓, 将马兴射杀。 马兴是服勇的部下, 如果马兴投敌, 他难辞其咎。 就像福慧投敌了, 空气要受到牵连一样。 马兴坠马身亡, 龙晨冷眼看向福勇。 福勇见龙晨看过来, 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大师, 还要和我单挑吗? 龙晨收回视线, 笑眯眯看向空气。 空气受了重伤, 右手骨折, 根本无力再和龙晨单挑。 龙晨安, 是不是女帝给了你功法? 空气和尚不甘地问道。 福慧和马兴只有王者修为, 石勒知道他们不是龙晨的对手。 他让二人打先锋, 就是想杀鸡给侯勘, 让手下的将领看看, 临阵脱逃的下场还是死。 石勒不担心先锋部队打败仗, 因为他有四十万大军, 他手下有五个武皇强者, 他胜券在握。 可是万万没想到, 福慧和马兴临阵投敌, 空气和尚亲自下场, 居然被龙晨一招打得吐血。 石勒和西夏的将士都被震惊到了。 空气和尚是西夏的战斗力天花板, 西夏最强高僧, 被龙晨一拳打得吐血, 还有谁是龙晨的对手。 比他们更猛逼的是空气。 他下场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偷袭, 所以故意走到三米的地方。 这个距离突然爆起, 龙晨肯定防不住。 只要偷袭成功, 就算杀不掉, 也能重伤龙晨, 战局就定了。 可是空气和尚怎么也想不明白, 龙晨怎么会修炼到如此境界? 空气已经是武皇巅峰的修为, 到了所有舞者的最高境界。 武皇巅峰后的帝尊镜, 只有女帝一人而已。 一直以来,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武皇巅峰不能突破。 可龙晨刚才那一击的威力, 绝对不是武皇该有的。 空气和尚怀疑女帝给了龙晨修炼的功法。 当然, 本王是大洲第一任驸马, 圣上什么都可以给我。 区区功法, 合足倒栽。 龙晨瞥了一眼被浮涌射死的马星, 缓步走向空气。 星空扶着空气, 星晨立即走出来, 指着龙晨呵斥道, 站住。 星晨身材一样魁梧, 身上穿着土黄僧衣, 头顶六个戒疤, 细眼长眉大嘴巴, 最显眼的是一对山风儿。 龙晨慢慢往前走, 笑呵呵说道, 小兔驴, 你师父不是我对手, 你还想阻拦我? 星晨刚才没看清楚, 但空气的样子足以说明龙晨的恐怖。 龙晨还在往前走, 星晨不自觉地后退半步。 放箭! 翘齐将军俯勇一声令下, 铁钥子射出一阵乱箭, 龙晨抽身击退, 数千只乱箭插在地上。 星空和星晨赶忙扶着空气后退, 回到了中军降台。 石勒众人立即走下来, 看着狼狈吐血的空气, 惊慌地问道, 国师怎么会这样? 空气和尚慢慢坐下来, 看着搭拉的右臂, 无奈地摇头, 说道, 王上, 女帝将功法传给了龙晨恩, 这思修为大掌。 石浩然瞪大了眼珠子, 脸上的胡须遮住了半张脸, 看不出她的表情, 但是从胡须的抖动能看出她的震惊。 早上出发的时候, 石浩然还想和龙晨单挑, 现在看来, 她不配。 石勒满脸震惊加疑惑地问道, 女帝将功法给了龙晨恩, 什么意思? 石勒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 空气和尚看了看周围的人, 无奈地说道, 龙晨恩突破了武皇巅峰。 此言一出, 石勒立即怒道, 不可能, 除了帝氏天, 无人能突破武皇巅峰。 石勒不敢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龙晨居然突破了武皇巅峰, 进入了帝尊境。 如果说龙晨修炼到了帝尊, 而且才区区二十岁出头。 这么年轻的帝尊, 谁是龙晨的敌手? 石浩然弯腰问道, 国师, 不会错了吧? 石浩然很激动, 脸上的胡须几乎要贴着空气的脸。 空气沉默片刻, 抬起头看着石勒, 眉头紧皱, 与其决然地说道, 王上无须担忧, 这次虽然厉害, 贫僧单挑不是他的敌手, 但我们人多。 莫说他龙晨恩, 就算当年的帝尊天, 不也被龙野父子围攻, 硬生生拿下了临江城。 这次既然突破了武皇, 我们绝不可留他, 今日必须将他斩杀于此。 众人看向石勒。 石勒站直了身子, 望着对面的龙家军, 微微点头道, 国师所言正是, 就算帝尊天亲自来, 我们六人也可以围攻, 和他斗上一斗。 这龙晨恩就算突破了, 修为也不稳固, 我们六人围攻, 他插尺难飞。 石勒绝对不允许, 东周出现两个帝尊, 必须将龙晨斩杀在这里。 石浩然直起身子, 点头道, 父王说得对, 今日必须将这丝斩杀, 否则后患无穷。 石勒看向空绩, 问道, 国师还能战否? 空绩和尚站起来, 咬牙说道, 不打紧, 不过是一条胳膊, 平僧还能再战。 回头对星空说道, 去, 把为师的兵器拿来, 还有丹药。 星空立即跑到后面, 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瓶丹药, 还有空绩的专属兵器, 酒膝缠杖。 师父, 星空把酒膝缠杖递给心境, 自己蹲下身子, 拔开药瓶的塞子, 倒出一粒暗红色的丹药。 空绩粘起暗红色的丹药, 一口吞了下去。 丹药入腹, 空绩和尚的身体渗出一层汗珠, 被石子磨破的脑袋又渗出一层血, 样子看起来很恐怖。 书密使卢其昌看着空绩的样子, 他知道这是昭提寺的独门密药, 可以短时间内激发气血, 但是副作用很大。 为了杀龙尘, 空绩和尚也是拼了。 星空重新把药瓶塞上, 空绩和尚却说道, 再拿一粒。 星空愣了一下, 迟疑地说道, 师父, 还要一粒。 空绩微微点头, 血和汗混成血珠子, 顺着鼻尖和下巴滴落在红色袈裟上。 星空又到处一粒, 空绩粘起来, 仰头吞了下去。 两粒丹药入腹, 空绩慢慢站起来, 左手捏住右臂, 猛地转动几下, 发出咔咔的声响。 空绩鼻子里发出沉闷的呻吟, 脑袋的血猛地渗出来, 几道血迹顺着脸流下来, 样子猙獰恐怖。 空绩的样子让石乐微微动容, 说道, 国师受累了。 面诵道, 我佛慈悲, 今日必当斩杀此魔。 星空和星镜对视一眼, 星空从瓶子里倒出两粒丹药, 两人各拿一粒迅速吞入腹中。 两人脖子和脑门的青筋顿时抱起, 眼球不满血丝。 他们两个人的修为不如空技, 承受药效的能力更差。 杀? 星空忍不住嘶吼一声, 躁动的气血让他只想杀戮。 星镜也一样, 眼珠不满血丝, 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吼道,杀了龙承恩。 卢其昌看着三人的样子, 暗暗后退了一步。 他们三人现在差不多失去理智, 搞不好连自己人都傻。 时勒脸色肃然, 喝道, 拿本王的兵器来。 两个士兵抬着一杆金色大挤过来, 时勒一手抓起, 说道, 走, 随本王出阵, 杀了龙承恩。 空忍拿起酒膝缠杖, 跟在时勒身后往前走。 星空拿着一把样子奇怪的剑, 剑身布满尖刺, 像是尺状排列, 两刃均有十二个巨尺, 这是昭提寺的独门兵器马牙刺。 星晋则拿着一杆练锤, 铁球上布满尖刺。 石浩然手持一杆长枪, 大踏步跟着往外走。 到了阵前, 票骑将军服勇下马拜见, 王上! 服勇没想到, 时勒会亲自出战。 时勒冷冷说道, 叫朕, 让龙承恩出来受死。 赤言妙。 一匹马飞奔冲上山坡, 齐都尉凌峰从马背上跳下来, 吴剑和唐黑子立即上前问道, 怎么样? 齐都尉凌峰说道, 两边对阵, 刚刚在斗江, 武王一拳重伤空击。 唐黑子有些不相信, 问道, 武王一拳重伤了老秃驴。 齐都尉凌峰高兴地说道, 对, 我在远处看到了。 吴剑似乎并不意外, 笑道, 大人的武艺果然精进了。 让弟兄们做好准备, 空击老和尚不是对手, 石勒可能会恼羞成目强攻。 郑国四开战, 我们就冲下去, 从背后夹击。 石勒在赤岩庙附近 安排了五万步兵阻拦, 还立了栅栏, 意图阻止无间侧影。 唐黑子立即下令做好准备。 郑国四, 龙尘一拳重伤了空击, 他本想乘胜追击, 但又怕空击使诈, 加上星空和星晋两人在旁边, 龙尘慢慢靠近。 浮勇见势不妙, 立即射出数千只乱箭, 龙尘只得后退。 身为主将, 龙尘不能冒险。 四十万大军围攻, 如果龙尘不慎中了圈套, 局势必危。 退回军阵, 张倩五人立即上来。 大人, 没事吧? 张倩上前查看龙尘的胳膊, 发现就是手背破了点皮, 其他地方没事。 这里是战阵, 张倩称呼大人, 不叫夫君。 没事, 空击老秃驴才有事。 龙尘甩了甩破皮的手背, 望着被扶着回去的空击, 心情很不错。 果然突破武皇巅峰后, 就算没有真正进入帝尊境, 也能碾压武皇修为。 难怪这些人如此女帝。 韩子平惊呼道, 大人,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龙尘笑道, 我一直都很厉害。 白婷婷望着被拖回去的空击, 说道, 大人, 我们豆浆赢了, 趁是杀过去吧。 一般来说, 豆浆赢了, 趁着士气旺盛, 一鼓作气, 杀过去最好。 龙尘摇头说道, 我们人手, 靠的是防御攻势, 我们不主动进攻。 龙尘选择在这里开战, 就是看中德善座的防御攻势, 让时乐进攻。 孙子兵法, 说,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是最下侧的选择, 对于防守的一方来说, 让敌人攻城是上侧。 所谓将不胜其分, 而以复之杀士族三分之一, 而成不拔者, 此攻之灾野, 只要稳稳守好, 可以非常有效地消耗杀伤敌军。 吴楚楚说道, 大人说得对,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防守屏障, 不能主动出击, 让他们来攻。 他们要斗将变斗将, 他要强攻就强攻。 吴楚楚出身武将世家, 在镇海县和海寇战斗过, 有守城, 厮杀的经验。 白婷婷的性格更像游侠, 喜欢主动突击进攻。 独孤嘉丽望着对面的票级将军俘勇, 冷冷说道, 纳斯躲在骑兵中, 想放冷剑偷袭, 没想到大人一拳打翻了空技, 他没有找到机会。 西夏做事卑鄙无耻, 不讲规矩。 龙晨说道, 此战关乎国运, 哪来什么规矩。 当年在白狼山和西夏打过仗, 龙晨知道石乐什么货色。 张倩, 嘉丽, 楚楚, 你们三个准备好。 空技被我中伤, 石乐剑单挑不是对手, 必然群起围攻, 你们先不出阵, 看准时机再突然出手。 张倩三人突破武皇修为的事情, 石乐并不知晓。 石乐以为龙家军只有龙晨一个高手, 那么围攻就是最好的选择。 龙晨将计就计, 让张倩三人先隐藏, 看准机会再偷袭, 必定能成功。 张倩担忧地说道, 可是大人, 你一个人如何抵挡他们? 龙晨笑了笑, 说道, 没事, 我也想知道, 我的实力到底如何。 当年在临江城, 女帝一个人单挑龙家父子六人。 龙晨想知道自己能应付几个。 韩子平愕然地看着龙晨。 白婷婷说道, 大人, 那我和湘芸呢? 龙晨说道, 你们跟他们一起吧, 注意安全, 不要勉强。 到时候, 白婷婷和吴湘芸肯定会出手, 龙晨说了也没用, 干脆让他们一起上。 而且, 和武皇高手过招, 对他们修为突破有好处。 好。 白婷婷和吴湘芸大喜, 他们还以为被嫌弃了。 龙晨对韩子平说道, 我们阵前斗江, 你和叶长指挥好军队, 小心趁乱偷袭。 韩子平败道, 末将领命。 传令兵立即传令叶长。 对面士兵一阵骚动, 石乐骑马出阵, 身后跟着五个人, 票计将军俘庸马背上挂着一张硬弓, 指着龙晨骂道, 太监龙晨恩, 我亡命你出来受死。 龙晨见状, 提着长枪, 骑着一匹黑马, 缓缓出了阵列。 隔着十米, 龙晨勒住缰绳, 看着对面。 石乐在中间, 空纪和尚和十号燃在两边, 星空和星晋在空纪一侧, 票计将军俘勇在十号燃一侧。 总共六个人。 咚咚咚。 两边都雷响了战鼓, 鼓声打在众将士的心上, 众人都知道, 一场激烈的豆浆即将开始。 见到我王, 还不参败。 浮勇指着龙晨怒吓。 龙晨哈哈一笑, 见到本王, 你敢如此无礼。 石乐是王, 龙晨也是王, 等级一样。 这就是龙晨疑惑不解之处, 为何石乐要自降身份, 只称王, 不称帝。 浮勇勃然大怒, 骂道, 我王乃是五圣定下的王爵,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女帝册封的王爵而已, 也敢与我王等通。 龙晨没有生气, 反而心中一阵了然。 浮勇解开了龙晨的疑惑, 西夏称王, 东周, 南梁称帝, 这是五圣王玉坤定下的。 石乐, 你是出来和本王骂街呢? 还是要和本王厮杀一场? 龙晨不理会浮勇, 此人不过区区票计将军, 无需搭理。 石乐盯着龙晨, 从头到脚仔细打量, 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好看一点。 石乐冷眼看着龙晨, 黑黑笑道, 龙晨恩, 今日就在阵前和你斗上一斗。 龙晨哈哈大笑道, 六个人和我斗吗? 你就如此不要脸面? 石乐坦然一笑, 说道, 没办法, 你厉害, 本王只能不讲规矩, 一起围攻你。 龙晨哈哈笑道, 不愧是西夏的王, 如此龌龊之举, 居然能说得如此坦然。 石乐呵呵笑道, 本王是西夏的王, 为了守住西夏, 本王在所不惜。 身边的空气和尚, 双目通红, 脑袋上的血被干燥的风吹干, 脸上斑斑勃勃, 活脱脱一只恶鬼模样。 王上, 不必与他废话, 杀了便是。 空气和尚吞服了密药, 体内气血沸腾, 就想厮杀一场。 星空和星晋早快压制不住体内的药力, 两只眼睛血红血红, 好像要爆开一般, 样子恐怖凶恶。 杀。 石乐抬起大脊, 指着龙晨冷冷说了一句。 一声令下, 浮勇拿起硬弓, 首先对着龙晨连射三箭。 空气提着九膝禅杖, 策马奔向龙晨, 星空和星晋紧随其后。 石浩然正要上前, 却被石乐贺主, 等等。 石浩然停下来, 石乐说道, 让他们先厮杀。 不急。 空气仕途三人, 加上浮勇掠阵, 石乐觉得应该差不多, 他和石浩然在旁边再等等。 石乐这样做, 其实是想近距离观察龙晨。 他很想知道, 帝尊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咚咚咚。 战鼓的声音回荡在镇国四周围, 场中正在激烈厮杀。 空气仕途三人首先冲出, 浮勇先射三只冷剑探路。 龙晨见浮勇弯弓, 坐下战马迅速往前冲刺, 身体微微侧开, 躲过了两只冷剑, 但第三只冷剑没有射向龙晨, 而是射向了坐下战马。 西绿绿。 坐下战马被射中喉咙, 发出一声悲鸣, 前蹄瘫软跪下, 往地上撞去。 战马失控, 石勒记得龙晨写过一首诗, 晚宫当晚强, 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浮勇伸之马战精益, 虚晃两剑射龙晨, 实则瞄准坐下战马。 空气见浮勇得手, 心中狂喜, 手中九膝缠杖猛的刺向 还在地上翻滚的龙晨。 石浩然紧紧抓住缰绳, 身子直起来, 伸长脖子看着。 他希望空气可以一击得手。 空气的九膝缠杖刺去时, 坐下战马突然发出一声悲鸣, 前蹄瘫软跪倒, 空气也从马背上撞下去。 浮勇转头看向龙家军阵营, 正见独孤伽厉左手弯弓, 又射出两箭。 浮勇放冷箭的时候, 独孤伽厉也瞄准了空气的坐下战马。 小心! 浮勇大喊一声, 星空和星晋跟着空气往前冲。 龙晨坐下战马倒地, 空气杀向龙晨, 两人觉得空气可以得手, 都很高兴。 不曾想, 空气的坐下战马也被射死, 空气猛地栽倒, 星空和星晋吃了一惊, 听到浮勇的喊话时, 独孤伽厉的剑已经到了。 两人的坐下战马同时被射中, 两人同时栽倒在地。 时乐岸较可惜。 射得好! 独孤伽厉三剑全中, 张倩大呼好剑法。 龙晨翻滚两圈, 立即爬起来, 手中长枪刺向 还没有稳住身形的星空。 龙晨没有进攻空气, 虽然空气受伤了, 但他毕竟修为高深, 而且老尖俱滑, 杀他不容易。 星空年轻急躁, 而且刚刚栽倒, 身形未稳, 突袭最合适。 长枪寒芒一闪, 星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枪尖到了眼前, 吓得大叫一声, 慌忙抓起马牙刺格挡。 龙晨脚下发力, 长枪往前突刺, 马牙刺只让长枪稍稍偏离, 枪尖还是刺进了星空的胸膛。 星空才刚刚爬起来, 就感觉星空一阵发热, 低头发现龙晨的长枪 已经刺进了胸膛。 招提四密钥让星空气血沸腾, 星空被扎穿的瞬间, 血立即喷出来。 刚刚出阵, 就被扎穿星空, 星空很不甘, 嘴里发出一声嘀吼, 两手猛地抓向长枪, 想钳制住龙晨的兵器, 为空际和星境创造机会。 一击得手, 龙晨毫不停留, 迅速抽出长枪, 立即杀向星境。 星空两手抓了个空, 星空的窟窿喷出一道血污, 身体往后栽倒, 软绵绵躺在地上。 天上灰蒙蒙的, 星空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星空虽有密钥加持, 但修为差距摆在眼前。 一个刚刚突破五皇不久, 一个已经进入帝尊修为, 差距太大了。 趁着龙晨杀星空的间隙, 星境已经爬起来了, 龙晨的长枪已经刺来。 星境大吃一惊, 手中链锤砸下, 长枪被震开, 身体慌忙退开。 空气和尚已经稳住身形, 见星空被一枪刺穿胸膛, 空气大怒咆哮, 狗贼! 九夕缠杖猛地砸向龙晨, 惊环发出哗啦啦的响动。 龙晨收回长枪, 转身和空气杀在一起。 星境被吓出一身冷汗, 旁边的星空躺在地上, 胸口不停地冒险, 看样子没救了。 哒哒哒。 浮勇骑马从星境身旁急驰而过, 围着龙晨转圈, 手里握着硬弓, 随时准备射击。 龙家军阵中, 吴楚楚看到浮勇转圈, 怒道, 加力! 射死他的战马! 独孤加力缓缓吸了一口气, 轻轻拈起两支羽箭。 场中, 龙晨已经和空气厮杀在一起。 九夕缠杖猛地砸下, 龙晨手中长枪架起上条, 正面迎击空气。 当! 铁枪和西杖撞击在一起, 爆出一阵巨响, 九夕缠杖被阵得弹起来。 巨大的力道, 震得空气又必钻心疼。 不管要力多好, 右臂毕竟刚刚骨折。 忍着剧痛, 空气和尚大踏步冲上来, 蝉杖哗啦啦转动, 直线刺向龙晨心窝。 在两颗密药的催动下, 空气和尚生猛无比, 龙晨刚刚也被震得手腕酸马。 空气杀来, 龙晨抖擞精神, 催动体内真气, 非但不退, 还往前跨出一步, 手中长枪如蛟龙探手, 迎着蝉杖刺去。 当! 又是一声巨响, 龙晨和空气同时被震得滑出树米。 若非密药加持, 空气早被龙晨震飞, 此时却势均力敌。 还不动手! 见心静发呆, 浮涌在马上大喝。 心静回过神来, 挥舞着链锤, 杀向龙晨。 咻! 见空气落了下风, 浮涌连射竖剑, 龙晨侧身躲过冷剑, 长枪刺进地面, 然后抬脚踢在枪身, 地面的石子被弹起, 射向浮涌。 浮涌举手遮挡, 心静从身后跳起来, 双手握住链锤, 对着龙晨猛地砸下。 龙家军阵中, 独孤嘉丽见浮涌遮挡面门躲避石子, 立即射出两剑。 浮涌善于骑射, 听到弓弦响动, 立即猛地提起缰绳, 坐下战马前蹄高高扬起, 独孤嘉丽的语剑居然落空了。 没中! 独孤嘉丽大失所望。 吴楚楚说道, 冷静! 再来! 场中, 心静的链锤猛地砸下, 龙晨知道链锤冲击力大, 后脚一撤, 躲过链锤攻击。 碰! 链锤砸在地上, 石子被砸粉碎, 碎裂的石子剑射飞出, 龙晨的脖子中了一枚石子, 欠进了肉里。 好家伙, 两个兔驴打鸡血了。 这个心静也明显不正常, 眼球充血, 样子十分疯狂。 心静一击未重, 又转身冲向龙晨, 空继提着缠杖冲上来一起围攻。 炼锤和缠杖轮番进攻, 龙晨舞动长枪, 边战边退, 两边杀得旗鼓相当。 石勒一直冷眼看着战斗。 龙晨一枪刺死星空的时候, 石勒被吓到了。 一个武皇高手, 居然被一枪毙命。 但是打到现在, 石勒觉得龙晨也不过如此, 也就是以一敌二的实力。 对于武皇强者来说, 能以一敌二, 而且不落下风, 确实很厉害。 但厉害归厉害, 龙晨不是无敌, 不用恐惧。 父王, 龙晨恩这丝不过如此。 石浩然也放心了, 他刚才把龙晨想得太厉害, 现在觉得也就这样。 石勒冷冷笑道, 不错, 本王高估了这丝。 走, 杀了龙晨恩, 再灭掉龙家军。 石勒一拉缰绳, 坐下汗鞋宝马, 发出清脆的嘶鸣声, 四提奋起, 奔向龙晨。 石浩然跟着石勒, 一起杀向龙晨。 龙家军阵中, 张倩见石勒和石浩然加入战斗, 心中焦急万分。 龙晨一个人斗两个, 已经很吃力, 石勒和石浩然加入, 情况必然恶化。 吴楚楚拿起泼刀, 上了战马, 随时准备冲出去。 张倩也拿起长枪, 上了战马, 白婷婷和吴湘云一起翻身上马, 随时准备出击。 龙晨见石勒和石浩然冲过来, 脚下步伐不慌不忙, 手中长枪荡开练锤, 一个抖动, 又将残杖击退。 空济和尚面目猙獰, 完全不顾右臂的剧痛, 他今日一定要杀了龙晨报仇。 龙晨安, 你死定了! 心境和龙晨厮杀几十个回合, 发现龙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心中已经不惧。 见石勒和石浩然加入战斗, 炼锤砸向龙晨的长枪。 龙晨长枪猛地一抖, 正开炼锤后, 立即收回。 炼锤是一个带铁字的圆形铁球, 一条铁链连接一根铁棍的兵器。 如果龙晨长枪不及时收回, 很容易被炼锤的铁链缠住。 就在龙晨收回长枪的时候, 心境见师徒二人立战拿不下龙晨, 心中又焦躁万分, 心境一发狠, 居然将手中炼锤抛出, 砸向龙晨面门。 龙晨挥枪荡开炼锤, 心境已经冲到了跟前, 对着龙晨扑过来。 这思想抱住龙晨, 为空济他们制造机会。 心境想一命换一命。 龙晨一个人独占招提四三人, 星空被一枪刺死, 空济和心境二人苦战不下。 时乐认为自己, 看穿了龙晨的虚实, 带着石浩然加入战场。 心境见时乐和石浩然加入, 认为时机一到, 拼了自己的命不要, 也要把龙晨杀了。 心境将手中炼锤砸向龙晨, 自己则飞身扑上去, 想抱住龙晨, 为空济四人创造机会。 只要有一个人得手, 龙晨就死定了。 心境扑上去, 空济眉头一紧, 知道心境这样做太过鲁莽。 打了这么久, 空济始终觉得龙晨有所保留。 因为福慧说过, 德善当时和龙晨一个照面就被腰斩, 而且没有剑伤。 空济见过女帝的手段, 帝尊镜可以隔空杀人。 而龙晨至今未曾使用隔空杀人的招式。 不过, 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空济终究没有阻止心境。 只要能杀掉龙晨, 死一个弟子算什么? 龙家军阵中, 心境扑向龙晨的时候, 张倩再也忍不住了, 两脚一蹬, 坐下战马冲入场中, 吴楚楚和白婷婷, 吴湘云三人同时冲进战阵。 独孤嘉丽却纹丝不动, 手里粘着两支剑, 耐心地寻找机会。 张倩四人进场, 浮勇转身连发四箭, 浮勇想阻拦张倩四人, 争取击杀龙晨的时间。 在浮勇看来, 张倩四人不过是王者修为, 近来也是送死, 只要拦住就行。 心境已经到了龙晨身前, 双手张开, 想抱住龙晨。 心境扑过来了, 空击在心境身后杀来, 浮勇弯弓对准张倩四人, 石勒和石浩然策马从身后杀来。 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龙晨此时十分冷静。 手中长枪刚刚荡开练锤, 来不及收回, 心境已经到了跟前。 龙晨右手持枪, 顺势往后横扫, 指向石勒左手一掌推出, 对准心境的胸口。 哼! 心境眼神决然, 眼看就要抱住龙晨, 却突然感觉胸口受到重击, 身体被打得往后飞起。 怎么会这样? 心境感觉很奇怪, 龙晨只是推出一掌, 并未打中自己, 为何自己就飞起来了? 空击看着心境飞起撞向自己, 他并未有多少惊讶, 这是帝尊的手段, 空击见识过。 脚下发力, 空击侧身一闪, 心境从身边飞过, 空击手持九膝缠杖, 继续杀向龙晨。 身后的石勒本想着, 一旦心境抱住龙晨, 他就可以一己刺穿龙晨后心。 没想到, 龙晨隔空将心境打飞, 长枪又指向了自己。 石勒猛地一扯马将, 战马从龙晨身边掠过, 大挤横扫, 和长枪撞击在一起。 石勒全力出击, 龙晨单手持枪, 长枪差点被震飞, 但石勒也没能刺中龙晨。 石浩然吃了一惊, 也从身边掠过, 手中长枪虚晃一下, 未能刺中龙晨。 身后危机暂时解除, 空济老和尚杀到了跟前。 龙晨右手的长枪收回肯定来不及, 空济已经到了身前三米以内, 龙晨果断从衣架下拔出火枪, 对着冲过来的空济扣动扳机。 砰! 一声炸响, 白色烟雾喷出, 空济和尚以为龙晨拿的是弩机, 他没有躲避, 他情愿被射中一箭, 只要不是要害, 不被射死就行。 没想到火枪发出炸响, 还喷出了烟雾, 空济和尚没见过, 心下吃了一惊, 身形就乱了。 火枪铁弹射出, 击中了空济的腹部, 空济的动作只是稍稍迟缓了一下, 继续杀向龙晨。 火枪的铁弹不大, 被击中的瞬间并不会让人失去战斗力, 在要力的作用下, 空济感觉自己还行。 不过, 能争取到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龙晨丢了火枪, 右手的长枪收回, 一枪荡开捅过来的九膝缠杖, 空济被震得后退两步。 砰! 心境重重地砸在地上, 浮勇丹药燥热的感觉消失了, 心口感觉很冷, 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前方, 浮勇射出四支箭, 想阻挡张倩四人。 羽剑掠过, 张倩四人侧身躲过, 战马很快到了浮勇身前。 浮勇见来了四个, 立即挂了硬弓, 拔出妖刀杀向张倩。 石浩然一枪未能刺中龙尘, 战马刚好冲向张倩四人, 石浩然顺势杀向冲过来的吴楚楚。 张倩手中长枪刺出, 浮勇冷笑一声, 提刀架起长枪, 张倩从身边跑马冲过, 白婷婷随后杀到, 追影剑刺向浮勇的腰部。 浮勇立即落刀, 挡住了追影剑, 吴湘云的燕灵刀又从另一侧劈来, 浮勇手腕一转, 腰刀又荡开吴湘云的燕灵刀。 浮勇长须飘舞, 瞬间接下了三次进攻, 刀法十分精妙。 扑! 正当浮勇暗暗得意时, 已经从身边掠过的张倩突然身体往后倒, 躺在了马背上, 手中长枪往后刺中了浮勇的后心。 这一手回马枪是龙尘骄的, 这是龙家枪的绝技。 张倩一枪刺穿了浮勇的护心甲, 直透心脏。 白婷婷和吴湘云见张倩得手, 两人反手挥舞刀剑将浮勇的头颅斩下, 带着头盔的人头滚下, 胡须拖在地上。 浮勇到死的时候才明白过来, 张倩和他一样都是武皇修为, 他被骗了。 张倩五人平时赤柱练功都在一起, 各自的武艺手段都很清楚, 配合起来十分默契。 一个照面杀了浮勇, 张倩马不停蹄, 很快到了新晋身前。 新晋刚被龙尘的鹰峰掌击中心窝, 结结实实挨了一掌, 躺在地上还没有回过神来, 张倩的长枪已到, 一枪刺穿了六个戒疤的脑袋。 长枪拔出, 脑浆和血水露出来。 石浩然持枪杀向吴楚楚, 长枪和坡刀撞在一起, 石浩然感觉到了一股距离。 战马交汇, 石浩然勒马回头, 吴楚楚提刀再来厮杀, 吴湘云也过来帮忙。 看到浮勇被一个回合斩首, 石浩然大惊道, 你们是武皇。 吴楚楚冷笑道, 你才发现。 吴湘云提刀杀来, 吴楚楚上前一起围攻, 两姐妹围着石浩然厮杀。 张倩一枪刺穿心静的头颅, 拔出长枪, 杀向空绩。 此时空绩被龙晨震退, 听到身后的声音, 连忙回头, 就看到张倩的长枪刺来。 九夕蝉杖回身横扫, 荡开长枪, 白婷婷的追影剑又杀来, 空绩合上弯腰躲过, 蝉杖砸中白婷婷坐下战马, 白婷婷立即飞起来, 稳稳落在地上。 张倩几人上场, 龙晨压力顿消, 吴楚楚和吴湘云缠住石浩然没问题, 空绩让张倩和白婷婷对付也行。 那么, 龙晨转身看着马上的石乐, 黑黑笑道, 石乐, 我们单独杀一场如何? 拂勇人头落地, 屋头身体还在马背上坐着。 心境脑浆都出来了, 死得透透的。 石浩然被吴楚楚两姐妹围攻, 居然斗得不分上下。 空绩也被张倩和白婷婷缠住了, 居然无法抽身。 石乐彻底傻眼了。 怎么突然形势就反转了? 他们, 你你使诈! 石乐指着龙晨怒骂道。 龙晨黑黑笑道,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什么时候使诈了? 石乐指着张倩四人骂道, 他们已经是武皇修为。 龙晨哈哈笑道,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问过我, 他们修为如何吗?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石乐气得浑身发抖, 本想六打一, 把龙晨斩杀在这里。 没想到, 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 星空一出手就被刺杀, 浮勇被斩首, 星晋被捅穿脑袋, 只剩下空忌, 石浩然和石乐三人。 而龙晨这边, 还有五个不对, 还有六个。 石乐, 有种和本王堂堂正正杀一场, 我饶他们不死。 龙晨冷冷指着石乐说道。 豆将一开始, 龙晨独自面对六个, 形势非常危急。 书密使卢吉昌和统军使李成烈 见膝下战尽优势, 高兴地让鼓手用力敲鼓助威。 谁曾想, 形势很快反转, 星空、 星晋和浮勇被杀, 场中只剩下三个。 而龙晨这边, 突然多出两个武皇高手, 还有两个身手厉害的王者修为战将。 不好, 王上有危险。 李成烈看得清清楚楚, 龙晨此人修为太高, 石乐肯定不是对手。 书密使卢吉昌也很焦急, 他想明镜收兵, 又不敢擅作主张, 只能干看着。 龙家军阵营这边士气高涨, 大家今日算是开眼了。 武王太厉害了, 一翼敌六。 死了, 那两个秃驴死透了。 那个放冷剑的是, 膝下票气将军服勇, 居然被张将军一枪刺死。 不是, 白将军和吴将军斩下的头颅。 你什么眼神, 张将军先刺中了服勇。 夜长看得目瞪口呆, 惊呼道, 服勇是武皇强者, 张将军难道也突破了? 韩子平在阵前看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自己也冲上去厮杀一阵。 场中局势反转, 刚开始龙城被围攻, 现在吴楚楚和吴湘云围攻十号燃, 张倩和白婷婷围攻空绩。 空绩和尚的修为高, 一开始张倩和白婷婷打得很吃力, 张倩的坐下马也被缠杖打断马腿, 张倩徒步厮杀。 但是慢慢地, 枪伤开始发作, 血从腹部流出来, 染红了红色的袈裟。 服用的密钥加速身体气血流动, 也加速了流血。 张倩剑撞心中暗喜, 喊道, 婷婷, 缠住就行, 耗死她。 白婷婷追引剑速度快, 虽然伤不到空绩, 也不会被空绩打中。 张倩用长枪, 白婷婷用长剑, 两人长短相互配合, 空绩杀得十分恼火。 十号燃被吴楚楚和吴湘云围攻, 手中长枪左右突刺, 吴楚楚和吴湘云居然压不住十号燃。 十勒在马上看着场中的情况, 气得手在发抖。 想好了没有? 龙晨抖了抖铁枪, 冷冷看着十勒。 本王杀你, 如杀鸡吐狗。 十勒大怒, 持己杀向龙晨。 大己对着龙晨横扫而来, 龙晨丝毫不避让, 对着大己就是一枪。 大己和长枪撞在一起, 爆出一阵巨响, 十勒力大, 龙晨的力更大。 龙晨被震得滑出半米, 脚下磨出两道痕迹。 十勒坐下的汗鞋宝马被震得扑地, 十勒从马背上跳下来, 两条胳膊感觉隐隐作痛。 这丝浩强的攻略。 十勒心中暗暗惊讶。 这一招, 十勒尽了全力, 龙晨能感觉出来, 十勒的修为比空气强。 同样的境界, 也有高下之分。 十勒和空气都到了武皇巅峰, 但两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空气修炼的是佛门秘法, 十勒修炼的东西似乎不同。 难道说, 能接住本王的大己, 看来传闻不假, 你突破了武皇境界。 第十天对你真好啊, 女儿给你了, 功法也给你了。 十勒暗暗活动一下胳膊, 准备再和龙晨厮杀。 龙晨看着十勒的大己, 呵呵笑道, 承蒙圣上台爱, 将百鸟嘲凤诀传授于我。 今日, 本王就用大洲的百鸟嘲凤诀, 试试武圣给你西夏的功法。 龙晨猜测, 东周、西夏和南梁 都有独门的功法, 这个功法是武圣王玉坤留下的, 只给帝王修行。 十勒冷冷笑道, 好啊, 本王倒要看看, 帝诗天到底有没有 将秘法真正传授于你。 果然, 龙晨猜对了, 武圣给三国都留下了特有的功法, 这些功法只给皇族和王族修炼, 外人根本无法接触到。 那就是说, 李承道也有特殊的功法。 在南梁时, 一直都有传闻, 说李承道才是南梁第一高手。 以前, 这只是传闻, 龙晨并不相信, 因为李承道从未出手, 没人见过他的武艺。 在龙晨眼里, 自己的父亲龙也才是南梁第一高手。 但是现在, 龙晨可以肯定, 李承道有特殊的功法, 那是武圣留给南梁皇族的秘法。 十勒震动手中长枪, 后撤半步, 体内的真气慢慢凝聚, 一股不可见的真气顺着长枪往前, 将长枪包裹起来。 这股真气只能感觉, 肉眼不可见。 龙晨身体周围的沙尘慢慢悬浮起来, 就像空气有浮力一般。 十勒见到这一幕, 他可以肯定, 龙晨突破了武皇境界。 十勒满是胡须的脸, 微微动容, 眼神变得坚毅, 不再有任何犹豫。 手中大吉指向龙晨, 脚下的沙尘猛地炸开, 十勒怒吼一声, 杀向龙晨。 这一声怒吼, 好像狮子出笼, 将两边的战骨都压下去了。 正在厮杀的六人都吃了一惊, 忍不住看向龙晨和十勒。 哄! 大吉和长枪拼了一技, 爆出一声炸响。 龙晨手中长枪舞动, 枪尖如银蛇吐信, 暴雨般刺向十勒。 十勒插开双脚, 稳稳扎在地上, 手中大吉挥舞, 挡住了龙晨的长枪。 稍微一分神, 空气和尚抽身就想过去帮十勒, 张倩连忙拦住空气, 长枪刺向空气的腹部, 那里的血已经染透了红色袈裟, 滴落在地上。 白婷婷立即从身后杀来, 前后一起围攻空气。 不远处, 十浩然也想过去帮忙, 吴楚楚立即提刀拦住, 十浩然大怒, 长枪荡开坡刀, 十浩然转身扑向吴湘云。 斗了几十个回合, 十浩然看出来了, 吴楚楚已经突破了五皇境界, 但是吴湘云还没有。 十浩然想先杀了吴湘云, 再来斗吴楚楚。 吴湘云见十浩然杀来, 手中燕灵刀狠狠劈下, 十浩然一枪挑开燕灵刀, 长枪立即落下, 后手发力, 长枪猛地刺向吴湘云。 吴湘云遮挡不住, 波马就往镇国寺奔去, 十浩然从身后追杀, 吴楚楚大怒道, 提着坡刀从后面追来。 十浩然不管, 他坐下汗血宝马速度快, 很快追到吴湘云身后, 手中长枪刺向吴湘云的后心。 小心! 吴楚楚大声惊呼, 吴湘云身体前倾, 趴在马背上, 左手抱住马头。 十浩然大喜, 长枪往下压, 刺向吴湘云的心窝。 就在十浩然以为自己能得手的时候, 吴湘云身体刚刚趴在马背上, 三只剑贴着吴湘云头盔上的红鹰飞过来。 十浩然吃了一惊, 慌忙举枪侧身格挡, 两只羽剑从脖子擦过, 第三只剑却刁钻地射中了马鞍的安桥, 然后弹射往上, 刺中了十浩然的下巴。 十浩然吓得灵魂出鞘, 如果剑从下巴刺入, 很可能会刺穿上额, 直入大脑。 吴湘云故意在前面跑, 还故意挡住了独孤嘉丽的冷剑。 这一手冷剑配合十分默契, 十浩然根本看不见。 吴楚楚从身后赶来, 泼刀朝着十浩然的脖子斩去。 十浩然吓得连忙拨马就走, 吴湘云回马和吴楚楚追杀, 独孤嘉丽又连发几剑, 射中了十浩然坐下战马。 但因为是从后面射箭, 宇剑虽然射中了战马, 但汉邪宝马奈腾, 还是驮着十浩然飞奔回阵, 吴楚楚两姐妹追杀不及。 十浩然跑了, 只剩下十乐和空绩。 十乐和龙臣大战, 他们不插手, 吴楚楚和吴湘云立即杀向空绩, 和张倩、白婷婷一起围攻。 独孤嘉丽收了弓, 上马提刀杀向空绩。 当年白狼山之战打得很惨烈, 龙家父子六人分开了。 十乐当时也亲自下场, 但龙臣没有和十乐交战, 所以不知道十乐的攻法。 这一次, 龙臣和十乐打了两个回合后, 立即判断出十乐修行了秘法, 就像女帝一样。 十乐用出了西夏王族秘法, 和龙臣恶战, 两边打得非常激烈。 龙臣修炼了龙家心法和白鸟朝凤爵, 手中长枪舞动, 既有龙家枪法, 霸龙枪法, 又有凤翅堂的攻法, 隐隐有龙凤之势。 十乐的大几尘猛, 好似狮王咆哮, 每一招都很猛。 大几挥舞, 周围的杀石被带起来, 在周围形成一道陈雾。 龙臣慢慢习惯十乐的距离, 慢慢逼近十乐, 手中长枪越杀越急, 最后一枪朝着十乐面门刺去。 十乐收回大几格挡, 身体往左边侧开, 长枪落空。 龙臣收回长枪, 枪尖往下一压, 刺向十乐胸口。 十乐自视, 有金甲护身, 不是很在意。 龙臣脸上略过一丝冷笑, 后脚往前踏出一步, 长枪刺在铠甲上, 十乐感觉一股距离穿透了铠甲, 结结实实击中了身体。 不好。 十乐猛然醒悟, 龙臣有帝尊的手段, 但是力道已经到了身上。 金甲虽然没有被完全刺穿, 十乐却受了一枪, 身体亮亮呛呛后退几步才稳住。 就在龙臣要继续追杀的时候, 十浩然突然从身边仓皇逃跑, 下巴带着一只羽剑。 十浩然的惨状让十乐吃了一惊, 再看空气那边, 吴楚楚两姐妹加入围攻, 独孤嘉丽又从阵后突出, 五个人围攻流血的空气。 龙臣安, 本王和你单挑, 让国师走。 五个人围攻一个, 空气和尚早晚被耗死。 十乐这时候才想起要和龙臣单挑, 想让空气和尚回去。 龙臣黑黑笑道, 十乐, 你当本王是三岁之童吗? 现在优势完全在龙臣这边, 空气和尚被五个人围攻, 早晚被杀, 龙臣怎么可能放他回去? 十乐大怒, 你敢耍本王? 十乐忍着胸腹的疼痛, 提着大己又来厮杀。 龙臣却没有理会十乐, 而是转身杀向空气。 这个时候, 先解决空气才是上策。 张倩四人长枪刀剑围着空气厮杀, 独孤嘉丽在外围拿起花雕弓, 随时准备放箭。 空气被围在中间, 手中九膝缠杖, 慌乱的格挡长枪刀剑轮番攻击, 被杀得十分狼狈。 围攻的人修为都不如他, 特别是白婷婷和吴湘云, 两个王者而已。 但是空气被龙臣中伤了右臂, 又被龙臣震伤, 腹部还被火枪击中。 所谓以多摇死相, 如果不是空气修为高深, 意志坚定, 早就被杀了。 吴楚楚战马掠过, 波刀猛地劈向空气头顶, 空气九膝缠杖挡住波刀, 白婷婷的追影剑又从身侧刺来, 空气抽身后退, 追影剑斩下一截红色袈裟, 差点刺中夜下。 刚躲过追影剑, 张倩的长枪又来了, 瞄准了空气的大腿, 空气慌忙荡开长枪, 吴湘云的燕灵刀又来了。 空气被杀得手忙脚乱。 说好六个人围攻龙臣, 现在成了五个人围攻自己。 空气感觉憋屈到了极点, 他一辈子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 就在这时, 张倩突然闪开, 龙臣突然出现, 空气吓得惊叫出声, 就看到一杆长枪刺来, 空气固步的其他人, 拼尽全力抵挡龙臣。 长枪刺来, 空气正面迎击, 九膝缠杖挡在身前, 长枪猛地撞击, 龙臣这一击尽了全力, 空气被震得气血翻涌, 身体倒飞撞在地上, 一口血从嘴里喷出。 吴楚楚几人大喜, 连忙策马过来补刀。 空气和尚毕竟修为高深, 禅修几十年, 身处绝境却仍然清醒。 靠着要力和意志, 空气迅速一个, 李渔达挺起身, 九膝缠杖荡开坡刀, 还反手将战马打翻。 吴楚楚从马背上翻滚落马, 吴湘云慌忙过来接应。 时乐已经杀到, 缠住龙臣, 不让龙臣追杀空气。 杀? 喊杀声四起, 天上突然出现数万只乱剑, 密密麻麻如飞黄过境, 西夏铁药子和僧兵突然进场, 不分敌我的射出一波乱剑。 乱剑太多, 张倩几人连忙抵挡。 龙臣也来不及和时乐厮杀, 因为除了乱剑以外, 西夏的几十万大军一起冲杀过来了。 撤! 龙臣大喊撤退, 张倩几人连忙往回跑, 空气和尚趁机躲过龙臣, 往西逃回了西夏大军。 西夏大军放剑冲杀, 韩子平举起弓大喊道, 举剑,床子弩同时发射。 山下前沿的盾牌兵将盾牌举起, 第一波乱剑落下, 发出冰雹打瓦的声响, 不少龙家军被射中倒地。 龙臣六人在乱剑中回到了阵后, 龙臣的小腿中了一剑, 好在只是擦伤。 白婷婷身后的铠甲上带着两支剑, 吴湘云吓了一跳, 问道,婷婷,你。 白婷婷把铠甲脱下, 里面还有一剑金丝甲。 好险! 白婷婷叹笑道, 如果不是金丝甲, 要被射穿了。 龙臣望着西面, 在公母营的攻击下, 西夏的僧兵和铁药子被射死一大片。 龙家军有防御攻势躲避, 有盾牌遮挡, 西夏士兵却没有。 而且, 好戏还没开始。 独孤伽利回到阵中, 立即传令投石车发动。 火油罐子放在投石车, 冒着黑烟, 拖着火焰尾巴的火油罐子掠过头顶, 砸向西夏的军队。 西夏因为皮毛多, 士兵很多穿的是皮甲, 火油粘在皮甲上, 烧得西夏士兵一片哀嚎。 当当当。 很快, 西夏明经收兵。 龙臣一点不感到意外, 西夏刚才突然出兵, 是为了救石乐和空气, 并非真的要强攻镇国寺。 西夏士兵退去, 留下一万多的尸首。 火油烧着尸体和毛发, 皮甲发出刺鼻的味道。 龙臣下令守住, 不许出战, 任由西夏收拾尸骸。 这一场镇前斗江, 龙臣杀了星空、 星晋和浮涌, 重伤空气和石浩然。 大洲军队大获全胜, 龙家军士气高涨, 大呼武王威武, 呼声震天。 镇国四伏惠望着山下狼藉的尸骸, 心中暗暗庆幸自己, 做了明智的选择。 如果不投降, 现在已经被杀了。 星空和星晋是空气亲手调教出来的高手, 两人第一次出战, 就被斩杀。 连空气也被杀得凄惨无比, 膝下根本无人是龙臣的对手, 投降才是正道。 我佛慈悲。 福慧念了一句。 旁边的龙家军哈哈嘲讽道, 还你佛慈悲, 空气老秃驴差点被杀了, 你的佛顶个屁用。 福慧被说得无言以对, 只得尴尬地笑了笑, 低头不再说话。 龙臣回到山顶的房间, 脱下青椒铠甲, 身上全是汗。 张倩五人也进了房间, 把铠甲脱下。 可惜, 没能杀掉空气那的老秃驴。 张倩又把身上的软甲脱下, 万分惋惜地摇头。 龙臣说道, 这次窦将我们大胜, 石勒遭受如此巨大损失, 必然恼羞成怒, 他们很快就会强攻, 让大家准备好,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 石勒本以为, 手下有五个高手, 这边只有龙臣一个, 所以想着窦将围攻, 杀掉龙臣。 没想到张倩三人已经突破, 龙臣又勇猛过人, 吃了大亏。 石勒绝不会因此退兵, 他会仗着兵多, 强行进攻郑国寺。 龙臣担心龙家军这边 高兴过头没防备, 所以特意提醒。 张倩点头道, 对, 要做好准备, 石勒很可能狗急跳墙, 我们这就去。 张倩五人立即换上铠甲, 拿起兵器重新出去。 龙臣在房间休息一阵, 也重新穿上蛟龙铠甲, 到了山下准备再战。 赤炎庙。 齐都尉林峰信冲冲骑马上山, 唐黑子上前拉住缰绳。 吴将军, 五王阵前斗江, 一人单挑六个, 杀了俯勇和昭提寺星空, 星镜, 空计重伤, 石浩然被独孤将军一剑射穿下巴。 西夏大军驱兵混战, 被五王乱射一阵, 杀了一万多。 林峰说得非常高兴。 吴剑立即问道, 五王呢? 林峰回道, 五王没事, 各位将军也没事。 吴剑松了口气, 一个人单挑六个, 这让吴剑想起了当年临江城之战, 龙爷老将军父子六人围攻女帝。 几年的时间, 邵将军已经成长到女帝的境界了吗? 唐黑子听得目瞪口呆, 问道, 五王一个人单挑六个。 哪六个? 唐黑子不敢相信, 龙臣居然能一打六。 林峰兴奋地说道, 石勒、空计、石浩然、 浮勇还有星镜, 星空六个。 五王一出手就杀了星空, 然后杀了浮勇和星镜, 石浩然被独孤将军一箭射穿下巴, 他如果不跑, 也被杀了。 空计老兔驴被五王打得浑身是血, 若非西夏混战, 也被五王杀了。 唐黑子惊恶地看着吴剑,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吴剑笑道, 别这副表情, 五王天资卓越, 非我们能比。 石勒吃了大亏, 小心他恼羞成怒, 让弟兄们准备好。 唐黑子默默地点头, 感叹道, 五王这也太厉害了吧。 西夏中军大仗。 石浩然躺在一张床上, 这张床很好, 是金丝楠木做成的。 石勒出征, 随军带了床过来。 石浩然直挺挺躺着, 手轻轻稳住刺入下巴的羽间, 他尽量不动, 但喉咙不自觉地吞咽, 还是疼得他身体微微抽动。 随军太医蹲下身子, 仔细地查看伤口。 石勒和卢奇昌, 马芳在旁边焦急地看着。 石浩然是西夏的世子, 未来的西夏王, 如果他出事了, 便是动摇果本。 薛太医。 石勒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太医惊到薛太医。 薛太医仔细观察后, 说道, 还好, 箭头没有脆毒, 没有射中血管。 石勒心下稍稍安定, 他就怕毒孤加厉地剑脆毒, 如果箭头带毒, 射中下巴这个位置, 神仙也难救。 王上放心, 可以治好。 薛太医让弟子拿来药和剪刀, 对着石浩然说道, 世子殿下, 请您缓缓张嘴, 再从您嘴里拔出箭头。 箭头带有倒钩, 如果拔出来, 会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 薛薛太医的方案是从外面剪断剑身, 然后从嘴里拔出箭头。 石浩然眼睛眨了眨, 慢慢张开嘴, 疼痛让他双手抓住床板, 脸皮微微抽动。 石浩然胡须浓密, 薛太医必须拨开胡须, 一手牢牢握住羽箭, 剪刀咔嚓一下剪断剑身, 然后迅速拿来钳子, 从石浩然嘴里拔出箭头。 搭啊! 箭头放在木盘上, 薛太医立即给石浩然止血, 又拿来针线把伤口缝好。 鞋把胡须染成了暗红色, 石浩然看样子很难受。 柿子不能再躺了, 只能靠着休息, 等伤口好些了才能躺下。 薛太医怕突然出血, 导致石浩然窒息。 石浩然眼神微动, 表示知道了。 薛太医起身, 说道, 王上, 微臣去看看国师。 石浩见石浩然已经好了, 立即跟着薛太医 往旁边的帐篷走去。 卢其昌犹豫一下, 还是跟着石浩出去了, 留下马芳在旁边伺候。 进了帐篷, 就看到空绩躺在床上, 身上的衣服染红了, 蓝绿的红色袈裟粘在褥子上。 旁边几个僧人, 急得脸都黑了。 见石浩进来, 僧人立即起身哀求, 求王上救救方丈。 空绩和尚的意识 已经有点模糊了, 状态十分不好。 写太医立即放下药箱和工具, 吩咐弟子准备好东西。 几位法师让一让, 僧人立即让开, 站在旁边候着。 薛太医拿起剪刀, 将袈裟和僧衣剪开, 空绩和尚的身子 差不多被血染透了。 右胳膊成了黑紫色, 腹部一个血洞。 太医, 国师他。 石勒本以为空绩只是流血而已, 没想到这么严重, 他有点慌了。 如果空绩死了, 西夏的佛门就完了。 薛太医摇头说道, 国师服用的密药本身就有毒, 腹部又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 不是弩箭, 更像是暗器。 薛太医拿来裂酒, 轻轻擦拭伤口, 仔细分辨血洞。 石勒说道, 当时龙承恩拿着一个东西, 对着国师发出一声炸响, 可国师当时并无大碍。 薛太医摇头说道, 那是密药作用, 国师当时看似无碍, 实则伤了内脏。 薛太医仔细检查一番, 确定空气的伤势有三个, 一个是服用密药造成的内伤, 一个是右臂的伤, 还有最棘手的血洞。 必须把暗器取出来, 这东西还在里面。 薛太医慢慢割开一道口子, 然后用小钳子寻找射入腹中的暗器。 小钳子在腹部寻找, 能清晰看到长子, 卢奇昌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 空气和尚虽然意识模糊, 但腹中长子的角洞也让他浑身抽搐。 终于,薛太医找到了那颗铁弹。 大。 铁弹落在木盘上, 石勒俯身仔细查看。 这个东西, 怎么射入的? 一颗圆溜溜的铁弹, 居然能射进腹部, 还让空气出这么多血, 石勒不明白龙臣怎么做到的。 卢奇昌说道, 王上, 这个龙臣恩会不会又鼓到出什么新的兵器? 他以前就弄出了床子弩和神臂弓, 这次指不定又有新兵器。 石勒眉头紧锁, 将铁弹放回木盘, 说道, 不可不防, 这丝狡诈异常。 石勒看向薛太一, 问道, 太一, 国师不会有性命之忧吧? 薛太一微微摇头, 说道, 微臣立即失救。 石勒有种不好的预感, 薛太一这样说是没把握了。 石勒和卢奇昌退出帐篷, 留下薛太一救治。 中军大仗给了石浩然, 石勒另外支起一个帐篷, 疏密使卢奇昌和统军石李成烈坐在旁边。 看着两边空荡荡的位子, 石勒常常叹息一声, 说说吧, 该如何? 石勒亲自带领四十万大军, 手下的高手都带过来了。 本想一次围攻杀掉龙晨, 没想到被打得这么惨。 坐在帐中, 石勒看着卢奇昌和李成烈, 心中拔凉拔凉。 王上, 这次, 这次只怪龙晨恩使诈, 他手下的部将修为提升了, 才导致这次失利。 卢奇昌开口安慰石勒。 石勒抬眼看了一下卢奇昌, 微微叹息道, 龙晨恩耐斯的兵法, 只得好好研读, 本王没有弄清楚情况, 才有今日之败啊。 六个武皇高手围攻龙晨一个, 最后被杀三个, 重伤两个, 只有他自己勉强全身而退。 不管如何找借口, 惨败就是惨败, 无法遮掩。 统军使李成烈叹息道, 龙晨恩身通兵法, 武艺又高, 实在, 唉。 帐内陷入沉寂,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石勒说道, 你们觉得后面的战士该如何继续? 卢奇昌脸色凝重, 说道, 王上, 其实, 其实微臣以为郑国寺太坚固, 攻坚并非良策。 时乐沉默不语, 卢奇昌继续说道, 微臣建议, 不如诱敌深入, 让龙晨恩继续深入, 我大下腹地, 我们则深沟高垒, 让他攻城。 微臣估计, 南梁在东周南边一定会开战, 则龙晨恩可用之兵, 不过区区二十万。 他还要留下兵马, 防守御佛官, 郑国寺, 能攻入我大下腹地的兵马更少。 如此一来, 攻守之势互换, 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卢奇昌说完, 静待时乐的抉择。 时乐看向李成烈, 问道, 统军实以为呢? 李成烈说道, 舒密实所言不错, 但舒密实所说, 乃是战场胜败之道。 郑国寺, 乃我大下东面门户, 若弃之, 则我大下门户大开, 龙晨恩进退自如, 我大下威夷。 还有, 如果我们退守腹地, 而龙晨恩占据郑国寺按兵不动, 我们又该如何? 卢奇昌从战场成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不该在郑国寺和龙晨硬拼这样做没好处, 应该诱敌深入, 让龙晨成为攻城的一方, 消耗龙家军的兵力。 但李成烈认为, 郑国寺太重要了, 必须夺回。 而且, 万一龙晨不追击呢? 卢奇昌摇头说道, 不, 龙晨恩这丝等着迎娶蒂洛西, 他不可能占据郑国寺按兵不动, 他必然会进攻。 而且, 我并非说不要郑国寺, 我只说不在此时进攻。 我的目的是引诱龙晨恩深入, 然后消耗龙家军, 等龙家军打完了, 我们再反攻夺回郑国寺。 李成烈反驳道, 公主下架, 动辄数年, 龙晨恩可恨至极, 但不可否认, 死贼能争善战, 金银才能掩饰绝佳。 给他两年的时间, 两人各持几件, 吵得很激烈, 时乐在正手一言不发。 等他们都吵完了, 时乐才开口道,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先休整一下吧, 明日再说。 如其昌和李成烈起身, 退出了帐篷。 人走后, 时乐也出了帐篷, 回到了自己休息的军帐。 这里放着各式宫中用具, 几个宫女立即过来伺候。 金色蛮尸甲解开, 时乐坐在床檐上。 解开衣衫, 时乐低头看向自己腹部。 刚才豆浆时, 时乐被龙尘的真气震了一下, 腹部已经变得紫黑。 他刚才没有让薛太医给自己治疗, 他担心军心动荡。 今日豆浆死了三个, 重伤两个, 如果连他自己也重伤, 军心避乱。 四。 时乐按了按腹部, 一阵透骨的疼痛传来。 王上! 一个长得漂亮的宫女连忙过来。 时乐抬手示意不要声张, 把药拿过来。 宫女立即从一个沉香木的盒子里 拿出疗伤的药, 时乐吞了药, 慢慢躺下来。 外面已经天黑了, 西夏军队支起帐篷, 点了篝火, 就在山下扎营。 卢其昌和李承烈两人代为统领军队, 在四处立下迎寨, 派出了大批后期巡逻, 防备龙尘偷袭。 镇国寺。 天色黑了, 山上点燃篝火, 照得整座山明如白昼。 龙尘仔细巡逻各处守备, 确保没有疏漏。 大人, 今日豆浆赢了, 食乐大将损失惨重, 我们不如夜袭。 白婷婷望着山下的军营, 觉得今晚是夜袭的好机会。 龙尘摇头说道, 白天大败, 张倩四人正在房间里看地图。 食乐吃了个大亏还不退兵, 是想跟我们混战了。 吴楚楚看着刚刚画出来的布防图。 吴湘云说道, 吃了这么大的亏, 他如果就此回潮, 肯定颜面扫地。 独孤嘉丽赞同吴湘云的说法, 异国之军亲自出兵, 结果被杀得如此凄惨, 回去如何向陈鸣交代。 我估计明日还有一场激烈厮杀, 我们要做好准备。 对, 食乐必定报复, 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来临了。 龙尘微微点头, 说道, 大家休息去吧。 几人回房休息, 龙尘坐在简陋的书桌前, 拿起毛笔, 将今日的战报送回京师。 可是, 手里拿着毛笔, 龙尘想了半天, 又不知道该如何上奏。 说自己以一敌六, 那女帝会如何想? 龙尘一直对自己的修为有所保留, 不想让女帝知晓自己突破到了帝尊。 可今日这么多人看着, 早晚要走漏风生的。 就算龙尘不说, 其他人也会说。 龙尘在床上躺下来, 思索如何把今日之事说得合情合理。 想了很久, 龙尘才想好怎么说。 占了墨汁, 龙尘开始写战报。 写好了以后, 龙尘开门把和军陶叫过来。 大人, 安排人将今日的战报送回京师。 何军陶接了, 立即安排西场的人拿着战报送回京师。 战报太重要, 必须让人亲自送。 探子接了战报, 从郑国寺下山进了御佛关, 很快到了西丰城。 西丰城此时城门紧闭, 探子拿出腰牌, 连夜过了城池, 往京师而去。 御佛楼上, 燕霜玉正在看万金楼探子送来的情报。 哒哒的马蹄声, 在宵禁的夜晚尤为清晰。 李三娘从窗户缝里看了一眼, 西场探子从楼下的街道冲过去。 离开窗户, 走到梳妆台前, 李三娘说道, 听说龙承恩今日一人独占石乐, 空气六人, 他何时变得如此恐怖? 今日豆浆太过震撼, 西丰城离得不远, 消息灵通的都知道了。 燕霜玉把情报给了李三娘, 说道, 难怪楼主对他多有忌惮, 空气修为高深, 石乐听说有秘法, 这两人加上四个帮手, 居然被龙承恩杀得大败。 李三娘看了情报, 说道, 原来张倩几人突破了武皇修为, 那就是说, 两边六个对阵六个, 并非龙承恩一打六。 燕霜玉摇头说道, 可即便如此, 石乐大败, 当场被杀三个, 空气和石浩然重伤不起, 龙承恩的实力还是很恐怖。 李三娘点点头, 说道, 今日杀了三个高手, 空气重伤, 石浩然重剑, 西夏已经无人可用了。 这样看来, 龙承恩灭西夏, 指日可待。 燕霜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说道, 今日过后, 西夏恐怕再也无人是龙承恩的敌手了。 还以为这场战争会旷日持久, 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李三娘看着还未卸妆的燕霜玉, 犹豫了一下, 说道, 堂主, 那你。 燕霜玉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李三娘, 说道, 我罚了。 李三娘退出房间。 人走后, 房间里空荡荡的, 烛台上点着几只蜡烛, 玻璃镜子反射烛光。 燕霜玉轻抚自己的脸颊, 手指划过艳丽的红唇, 慢慢站起身来, 将衣袋解开, 大红色的外套滑落在脚边。 燕霜玉继续解开内衬衣服, 只剩下一件白色的丝绸肚兜, 肚兜上绣着一株红霉。 燕霜玉反手慢慢解开, 背上肚兜的袋子。 白色丝绸肚兜滑落, 镜子里映出一个身材绝美的女子。 三十多的年纪, 女人最成熟, 最有风鱼的时候。 燕霜玉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慢慢扭动身子, 欣赏着自己的美艳。 就算跟了龙承恩, 也不算糟蹋。 今日一站, 可以看出, 龙承的武艺恐怕只在女帝之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武王, 把身子给他, 也算得起锁。 燕霜玉心中的结算是解开了。 三十多年了, 他也想做一回真正的女人。 武王? 燕霜玉听说过龙承的传闻, 都说龙承很厉害。 燕霜玉突然有些期待了。 镇国寺。 一夜无事, 龙家军守住镇国寺, 西夏军队整夜都在提防龙承夜袭。 时乐从军杖起来, 宫女立即过来伺候。 时乐靠在床头, 掀开衣服看自己的腹部。 黑子的淤血散了不少, 但疼痛的感觉更厉害了。 四。 时乐慢慢下床, 宫女伺候穿衣洗漱, 又端来早餐。 时乐忍痛喝了一点汤, 肚子实在太疼了, 根本吃不下去。 宫女拿来铠甲, 替时乐披挂完毕。 时乐走出军杖, 先到了中军大帐。 时浩然靠在床头, 马方在一旁拿着一个芦苇管子, 慢慢给时浩然喂水。 下巴被射穿, 时浩然不能吃东西, 只能用芦苇的管子送一些水和汤, 进入喉咙。 父王。 时浩然想起身, 时乐立即走上前, 说道, 不要动, 好好养伤。 时浩然重新坐下来, 想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说。 你今日先回王城养伤, 父王会派人送你回去。 时浩然这个样子, 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如果两军混战, 时浩然还是个累赘。 而且, 新庆城有更好的药物和住所, 治疗条件更好。 时浩然很无奈, 但他知道这样最好。 国师。 时浩然知道空气更惨, 他担心空气就不回来。 父王去看看, 你安心养着。 时乐起身走进空气所在的军帐, 薛太医一直守在旁边。 王上。 见时乐进来, 薛太医一众人立即起身拜见。 国师怎么样了? 时乐走到床前, 空气盒上又壁裹着厚厚的膏药, 腹部缠着纱布, 血水将纱布染红了。 空气的脸布满了结痂, 双目紧闭, 呼吸很乱, 正在昏睡。 不太好, 国师服用的密药反是太严重了。 加上湿血过多, 身子很虚弱。 薛太医微微摇头, 他也是昭提寺的信徒, 他的老婆也在招提寺求过子。 看到空气和尚这个样子, 薛太医很心疼。 时乐脸色凝重, 心中暗暗叹息。 空气这个样子, 没有一年半的好不了, 留在这里也没用了。 本王打算送国师和世子 回新庆城疗养, 你派一个弟子跟随。 薛太医拜道, 微臣遵旨。 时乐出了军帐, 把卢奇昌找过来。 你选五百精兵, 送世子和国师 回新庆城疗伤吧。 时乐常常叹息一声, 卢奇昌拜道, 微臣遵旨, 那我们。 空气和尚这样子, 军中已经没有大将可用, 这场仗变得很难打。 卢奇昌还是觉得 应该撤退, 没必要再打了。 时乐却语气坚定地说道, 本王带四十万大军而来, 岂能不这退。 声仗, 把军中将校集结起来, 本王亲自指挥, 攻下镇国寺。 卢奇昌心中暗暗叹息, 拜道, 微臣领旨。 时乐也知道 现在局势不妙, 死了三个高手, 重伤两个。 国师空气和票其将军浮涌 是最重要的, 一个被杀, 一个昏迷, 失去了左膀右臂。 卢奇昌劝时乐退兵, 暂避龙城锋芒的建议是对的。 可时乐不能就此退兵。 如果他退了, 那就是一败涂地, 无法向国内的臣民交代。 他这个西夏王的权威 会受到质疑。 他必须和龙城打一仗, 就算这一仗会打得很惨烈, 他也必须一战。 卢奇昌安排人手, 将空气和石浩然送回新庆城, 然后通知军中将校到军帐听令。 时乐坐在正手, 两边各自坐着卢奇昌和李成烈, 马芳站在旁边伺候。 底下左边站着昭提寺和郑国寺的僧兵将领, 右边站着铁药子的将领。 把中级军官拉过来, 帐内显得热闹了一些。 这些将领都知道了昨天的事情, 特别是僧兵。 昭提寺的两位高手第一次出征就被斩杀, 空气和尚又如此凄惨, 他们内心震动。 郑国寺的那些僧兵更是袒虎色变, 德善被一箭斩杀, 空气被打得半死不活, 说起龙臣的名字就怕。 铁药子的将领也怕, 票继将军居然死在了张倩三人手里, 他们都说龙家军的高手很多, 不止龙臣一个。 帐内诸将各有各的心思, 貌合神离。 时乐扫事堂下, 神色严肃地说道, 郑国寺乃大厦门户, 龙承恩用奸计夺取, 我们必须夺回来。 今日, 本王将与你们一同强攻镇国寺, 诸位将士当努力向前。 勇猛赶进者, 败将封侯, 临阵退缩者, 杀无赦。 唐下重将齐声败道, 末将临职, 末将定当奋勇杀敌, 夺回镇国寺。 时乐起身, 说道, 随本王出征。 时乐走在前面, 卢奇昌和李成烈跟在身后, 其他诸将一起出了军杖, 各自回镇领兵。 咚咚咚。 战鼓雷响, 时乐上了汉邪宝马, 士兵送来大吉。 时乐抓起大吉, 带着清兵出镇。 镇国寺。 龙承身穿青椒铠甲, 手里踢着长枪, 骑在马上望着慢慢推进的西夏军队。 时乐的王旗高高举起, 数百清兵簇拥拥着。 张倩冷冷笑道, 大人, 时乐居然还敢出战。 经历昨日的大败, 张倩以为时乐会暂时退却, 休整一段时间后再来厮杀。 龙承说道, 他不杀一场, 如何向西夏人交代? 来了才好, 我们平坚固守, 杀掉他们的精锐, 以后我们攻城就容易多了。 今日之战, 必须杀出龙家军的军威, 让西夏人胆寒, 让西夏人惧怕我们。 哀莫大于心死, 士兵没有斗志, 就是乌合之众。 龙承今日要打掉西夏军队的斗志, 让他们看到龙家军的旗号就怕。 以后进攻西夏腹地就可以容易得多。 大人, 他们要进攻了。 吴楚楚望着西面的军队。 在石勒的亲自指挥下, 西夏军队的投尸车一字排开, 盾排兵在前面, 步兵在后面, 铁药子伺机而动。 咚咚咚。 战鼓声隆隆, 一群衣衫褛褛的西夏军队被赶到最前面打先锋。 那是电护。 独孤嘉丽从士兵的装束判断出, 这些人就是刚刚投军的电护。 连身上的一甲都没有, 只给了刀枪, 很多人光着脚。 这些人, 我们给他们填地, 他们却情愿相信石勒, 当石勒的肉头。 吴湘云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龙臣微微叹息道, 自作孽不可活, 拿起了兵器, 那就是敌人了。 众帝的百姓可怜, 拿起刀枪就是兵, 龙臣不是圣母, 他只能下杀手。 咚咚咚。 西夏军队慢慢往前推, 弓弩鹰跟在盾排兵后面, 床子弩和神弊弓装备了军队。 床子弩和神弊弓本来是龙臣发明的, 如今西夏和南梁都装备了。 龙臣大喊, 弓弩鹰, 准备。 独孤伽厉策马在弓弩前面奔过, 喊道, 准备。 山腰上的床子弩和神弊弓准备, 投石车也准备, 还有普通的弓弩手, 全部准备好。 龙臣看着西夏军队慢慢靠近。 放! 龙臣大喝一声, 床子弩和神弊弓首先发射, 投石车跟着跑出火油罐子, 带着火焰黑烟的罐子划破天际, 砸向西夏的军队。 西夏虽然也能做床子弩和神弊弓, 但不如玲瓏阁做的精良, 射程也不如玲瓏阁。 所以, 龙臣先出手。 弩剑呼啸而下, 西夏的盾牌兵将盾牌举起, 挡在身前推进。 砰砰。 床子弩的剑两米长, 威力很大, 射在盾牌上, 震得盾牌兵手腕发麻。 这些盾牌兵都是精选出来的力士, 双手提着盾牌继续往前推。 盾牌兵挡住了弩剑的袭击, 身后的枪兵立即跟上。 呜呜。 火油罐子随着弩剑落下, 罐子碎裂, 火油爆开, 士兵的衣服和铠甲沾上火油, 开始燃烧。 士兵发出惨叫, 被烧得在地上打滚。 可即便如此, 士兵还是往前推进。 石勒在镇后指挥, 床子弩的车推到了镇国寺前面, 投尸车也到位了。 石勒大喊, 放! 弩剑和石头, 还有少量的火油罐子, 飞向龙家军阵地。 无处处见膝下的投尸车开始发动, 立即大喊, 手! 步兵举起盾牌, 护住周围的士兵。 一波乱剑袭来, 射在盾牌上, 发出砰砰乱响。 无砰! 一颗几十斤的巨石落下, 击中了一个士兵, 士兵瞬间被打扁, 血从嘴巴鼻子流出来。 一只床子弩的长剑飞过来, 直奔龙尘面门。 龙尘侧头躲过, 同时伸手猛地抓住, 弩剑瞬间刺溜往后猛窜, 但最终被龙尘稳稳抓在手里。 两边都进入了射程, 乱剑和投尸车相互进攻。 前面当炮灰的电护很快被杀, 尸体堆在山下, 盾牌兵还在往前推, 西夏步兵不要命地往前冲, 西夏军队已经冲到了山脚下的阵地, 云梯架在城墙上, 西夏军队拼命往上爬, 龙家军拿起弓母射击滚石雷木砸下, 龙家军和西夏军队开始混战。 石勒剑军队终于推到了城墙之下, 士兵已经开始往城墙上攀爬, 心下稍稍安稳一些。 只要短兵相接, 我们就可以凭借兵力优势取胜。 统军使李承烈高兴地说道, 石勒微微点头, 不错, 我们有四十万大军, 龙家军才十万而已。 本王倒要看看, 在绝对优势兵力面前, 龙承恩的诡计有什么用? 西夏军队和龙家军杀成一条线, 弩剑和火油罐子还在落下, 两边都在射击对面后方阵地, 留下中间相互厮杀。 大人, 石勒想混战取胜。 吴湘云有些担忧地说道, 龙承冷冷说道, 不急, 让他们进攻。 山下有坚固的城墙, 这些城墙有十米高, 非常厚实, 一层接着一层, 就算石勒攻下了第一层, 山上还有第二层。 当初用来对付龙承的城墙, 现在成了阻挡石勒的堡垒。 西夏军队不要命地往城墙爬, 龙家军则凭借城墙和攻势防御。 舒密使卢七昌看得焦急万分, 说道, 王上, 攻城的伤亡太大了, 能否? 石勒眼神冰冷, 说道, 今日必破镇国寺。 他不在乎死人, 他只要夺回镇国寺。 杀。 从早到晚, 石勒不停地下令进攻, 打完了一波又一波, 喊杀声不断。 城下的尸体越来越多, 居然快到城墙的高度。 夜长拖着刀跑过来, 说道, 大人, 弟兄们太累了, 西夏军队疯了, 他们的尸体快堆到城墙的高度了。 龙承望着城下如山的尸体, 微微点头道, 再换人, 让后面的弟兄替换。 每一座城墙上都有守军, 龙承已经换了好几波了。 夜长立即下令换人, 西夏军队还在往前扑。 大人, 这样打下去, 他们很快就能攻陷第一堵城墙了。 吴楚楚担忧地说道, 暗红色的日头缓缓吸尘, 所有的火油罐子丢出去了, 山下的尸体还在燃烧。 黑色的烟气遮天蔽日, 让暗红色的日头变得像鸡蛋黄一样。 石勒还在督战, 西夏军队一波又一波往前冲。 步兵不够了, 石勒下令铁药子骑兵下马, 改骑兵为步兵, 跟着往前冲。 石勒杀疯了。 卢其昌看得焦急万分, 这样打下去会把所有军队打完。 王上! 卢其昌看着石勒, 石勒却不理会他, 两眼紧紧盯着镇国四山下的城墙。 别担心, 我们死人, 他们也要死人。 石勒的目的已经不是攻下镇国四了, 他在消耗龙家军。 杀了一天, 石勒算是想明白了。 就算把带来的四十万军队打完了, 只要能把龙家军打光, 那就值得。 他可以再次征兵, 但龙城的龙家军只有二十万, 死一个少一个。 统军使李成烈赞同道, 龙家军也伤亡不清, 就这样打下去, 总能把龙家军打光。 一波攻击被龙家军击退, 膝下的铁药子死在城下, 尸体堆积成一个斜坡, 已经到了城头的高度。 石勒举起大挤, 李成烈回头大喊, 上! 一万多铁药子挥舞着弯刀, 呐喊着往前冲, 双脚踩在尸体上, 步伐跌跌撞撞, 但是无人后退。 龙家军阵地, 白婷婷说道, 大人, 他们这一波能冲上来了。 龙城冷冷笑道, 杀了一天了, 该我们下去了。 叶长! 叶长立即跑过来, 拜道, 大人。 龙城收了长枪, 拔出黑剑, 说道, 带上逆邻军, 随我下去杀一回。 叶长又激动又紧张地拜道, 遵命。 不多时, 三百步兵过来。 这三百人, 各个身材精壮, 身上的青色铠甲, 画着龙铃。 这三百人是无见在御佛关特训的步兵精锐, 逆邻军。 弟兄们, 可敢随本王一战。 逆邻军昨日见识过龙城的厉害, 今日能跟随龙城出战, 众人激动万分, 大声呼道, 怨随武王。 龙城提着黑剑, 大步走到堆满尸体的城头, 白婷婷高兴地跟在身后。 他最喜欢跟着龙城, 孤身杀入千军万马的感觉。 龙城走到了城头, 吴楚楚和吴湘云也跟了上来, 张倩也跑过来。 你们不必跟随, 继续指挥军队, 我今日只带逆邻军下去杀一场, 让石乐知道龙家军的厉害。 打了一天的消耗战, 石乐还不死心, 西夏的军队还在不要命地往前冲。 身为主将, 龙城很佩服西夏军队的无畏勇猛。 但从敌人的角度来说, 龙城必须让他们害怕。 张倩微微点头, 继续指挥军队作战。 西夏一万铁耀子踩着尸体冲上来, 龙城提着黑剑迎着冲上来的铁耀子身形一闪, 黑剑拦腰斩去, 十几个铁耀子眨眼间就被腰斩。 白婷婷跟在龙城身后, 追影剑速度很快, 剑光闪过, 铁耀子的喉咙被割开。 叶长跟在伸手, 手中一柄大刀和铁耀子杀在一起。 三百逆邻军全部穿金甲, 配特制的横刀迎着铁耀子俯冲下去。 铁耀子的往前冲的阵型立即被破开, 就像一支利剑直插过去。 龙城是箭头, 其他人是剑身, 一万的铁耀子被三百逆邻军视如破竹, 杀得惨叫震天。 石勒再马上望着龙城杀下来, 手中的大戟紧紧握住, 他想冲过去, 但又不敢。 这个时候, 他是西夏大军唯一的大将, 绝不能出事。 卢其昌, 李承烈一帮将领眼睁睁看着龙城逆向杀破工程的铁耀子, 他们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龙城的黑剑化作道道残影, 死在剑下的铁耀子已经有数百之多, 铁耀子的阵型已经崩溃, 逆邻军势不可挡, 如入无人之境。 石勒身边的卫队长马龙紧紧握住腰刀, 突然对石勒说道, 王上, 末将请求出战。 身边五百轻卫齐声喊道, 请求出战。 西夏军队最精锐的就是这只轻卫, 这是从千军万马中挑选出来的够忠诚, 够勇猛。 石勒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下旨, 准。 卫队长马龙拔刀, 喊道, 弟兄们, 杀! 轰隆隆。 五百轻卫骑着轻一色的黑马冲向龙城。 城墙上, 独孤伽厉看到马龙冲杀出阵, 他手中的化雕弓已经瞄准马龙, 但最后还是慢慢放下。 马龙是清兵的统领, 他必须死在龙城的剑下, 才能震慑敌军。 见到马龙带着轻卫杀来, 龙城冷笑一声, 迎着马龙冲过去。 马龙挥舞着妖刀, 望着龙城冲杀。 龙城正面杀来, 马龙眼神坚定, 对着龙城一刀劈下。 人影一闪, 马龙感觉天旋地转, 人头滚落在地上, 后面的战马冲来, 将头颅踩得稀碎。 马龙知道自己必死, 但他无所畏惧。 他就是要让西夏的军队, 让龙家军看看, 就算龙城无人能敌, 西夏的将士仍然敢拼死一战。 杀了马龙, 龙城身形如鬼魅般钻进了轻卫队, 剑光过处, 人头落地。 白婷婷随后杀来, 追隐剑杀的轻卫队惨叫连连。 夜长带着逆陵军杀来, 和轻卫军混站在一起, 铁药子将逆陵军包围, 慢慢压缩空间, 妄图将逆陵军围杀。 轻卫军确实厉害, 借助战马的冲击力, 居然将逆陵军的队形冲散, 逆陵军顿时陷入苦战。 但是轻卫军数量太少, 区区五百人, 根本禁不住龙城和白婷婷的冲杀。 龙城队前杀到队尾, 又从队尾杀回队前, 轻卫军阵行大乱, 白婷婷提着追隐剑在马背上飘动, 人头不断地滚落。 五百轻卫军很快被杀光, 龙城又重新杀入铁药子。 时乐眼睁睁看着 跟随自己十几年的轻卫军葬送, 却无可奈何。 西夏工程已经停下来了, 两边都在观战。 八千多铁药子, 围着三百逆陵军, 一层一层铁桶一般。 两边都不放剑, 就看着短兵厮杀。 龙城壮弱风魔, 黑剑已经砍成了锯齿状, 她不记得杀了多少, 但是很多。 白婷婷非常兴奋, 她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千军万马围困, 她跟在龙城身后厮杀。 厮杀持续了一个时辰, 天已经黑了, 篝火点起来, 昏暗的火光下, 夜长的大刀沾满了血, 逆陵军剩下两百步道, 铁药子的尸体堆成了一个圈。 龙城突入敌阵, 杀穿了敌阵, 转身又杀回来, 再次穿透敌阵, 根本没有人能阻挡龙城。 龙家军看得直呼过瘾, 膝下看得胆寒。 夜长手握大刀, 身边的逆陵军围成一个圈子, 横刀向外。 来啊, 杀。 逆陵军大吼, 重重包围的铁药子, 弯刀指着中间的逆陵军, 却不敢再向前。 杀。 夜长突然抱起, 提刀冲上去, 劈死了一个铁药子, 身边两个逆陵军跟着一起上, 横刀斜劈, 两个铁药子脖子被劈开, 脑袋挂在肩膀上, 身体倒在尸堆上。 铁药子怕了, 慢慢往后退了一步。 卢其昌和李承烈无奈地望着该心, 心中暗暗叹息。 时勒紧紧握住大脊, 看着手下士兵被碾压斩杀。 周围的将士都在偷偷看向时勒,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时勒大概能猜到。 王上, 不好了, 吴剑带领龙家军骑兵从赤炎庙冲下来, 慧贤大师被震斩, 我军溃败。 后其冲过来, 大声禀报。 时勒愣了一下, 卢其昌金问道, 慧贤大师被斩。 怎么会? 后继禀道, 那吴剑好像突破了武皇境界, 慧贤大师不是敌手。 李承烈惊讶道, 吴剑也突破了。 时勒闻此惊变, 看起来出奇的冷静, 缓缓举起大忌, 喊道, 收兵。 张倩几人都突破了, 吴剑身为龙臣手下第一大将, 肯定也突破了。 赤炎妙位置那么重要, 龙臣肯定会让一员大将镇守, 早该想到吴剑突破了。 再杀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了, 死的都是西夏的将士, 损耗的是西夏的士气。 如果等吴剑杀到身后, 龙家军从郑国寺杀出, 两边夹击, 后果未可知。 卢其昌有种如获大赦的感觉, 连忙喊道, 明金, 收兵。 当当当。 明金之声传遍了战场, 围攻逆邻军的铁药子哗啦一声, 全部往回跑。 他们根本就不想再杀, 他们也很清楚根本杀不过。 只是迫于亡命, 不得不往前。 铁药子逃跑, 时乐缓缓收兵。 大人, 趁势眼杀吧。 夜长激动地说道,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不, 让弟兄们休息吧, 杀了一天, 都累了。 西夏军队到了极限, 龙家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是肉做的人, 需要休息。 龙城带着逆邻军, 踩着西夏将士的尸体, 走回了城墙。 龙家军击退了西夏四十万大军围攻, 众将士士气高涨, 山呼武王威武, 赤言妙。 其都尉凌峰骑马上山, 气喘吁吁地禀道, 武王亲自带领逆邻军下场了, 正在与一万铁药子厮杀。 唐黑子急忙问道, 武王带领三百逆邻军和一万铁药子厮杀。 凌峰点头道, 对, 正在厮杀。 唐黑子看向吴剑, 吴剑说道, 逆邻军是武王让我训练的精锐, 由武王带领, 与一万铁药子厮杀不是问题。 既然武王亲自下场, 那就是到了关键时刻了。 传令, 所有人上马, 杀。 凌峰与唐黑子立即上马, 山顶惊奇摇动, 五万枪骑兵上马。 吴剑手持九环大刀, 到了骑兵队伍最前面。 大刀往山下西下迎寨一指, 吴剑第一个往下冲。 轰隆隆。 五万骑兵居高临下俯冲, 骑士如破竹。 山下西下迎寨多为僧兵, 统兵大将是镇国寺慧贤法师。 听到马提声, 慧贤法师立即手持三尖刀冲出来。 仰头望向赤岩庙的山坡, 只见身穿青色铠甲的枪骑兵 如山红爆发一样冲击下来, 感觉整座山要塌了。 杀! 慧贤法师大怒, 招呼僧兵拿起兵器抵挡。 慧贤法师认得吴剑, 知道吴剑的修为不过王者而已, 两人修为差不多, 慧贤法师不拒。 吴剑骑着马, 第一个跳进西夏营地, 九环大刀哗啦啦作响, 几颗秃头被斩落在地。 慧贤法师见吴剑杀来, 骑了一匹马也来厮杀。 吴剑! 慧贤法师纵马来杀, 三尖刀直取吴剑心窝。 吴剑听到声音, 心中冷笑, 迎着慧贤法师杀去。 三尖刀刺来, 九环大刀迎着横斩。 当! 三尖刀被震得脱手飞出, 慧贤法师吃了一惊, 他瞬间明白, 吴剑修为大掌, 绝非王者修为。 但是, 两马交汇对冲, 速度极快, 没等慧贤法师想完, 九环大刀已经到了。 慧贤法师慌忙侧身, 右臂被九环大刀斩断, 慧贤法师发出凄惨的哀嚎。 一刀未能斩杀慧贤法师, 吴剑暗叫可惜, 立即勒马回身, 再来追杀慧贤法师。 慧贤法师被一刀斩断右臂, 疼得趴在马背上夺路狂奔。 吴剑在身后狂追不舍, 骑兵居高临下, 冲开了栅栏, 僧兵的防线溃散。 慧贤法师一路狂奔, 吴剑挂起九环大刀, 拿起马背上的弓, 对着慧贤法师连发竖箭。 慧贤法师后背中箭, 速度慢了下来, 吴剑追上, 一刀将慧贤法师斩杀。 主将已死, 西夏军队很快崩溃, 纷纷往西逃窜。 吴剑大喊, 别追, 增援镇国寺。 唐黑子和凌峰带领骑兵 跟随吴剑直奔镇国寺。 到了镇国寺, 正看到往后撤的西夏大军。 吴剑提着刀, 冲进了撤退的西夏大军, 西夏军队急速后撤, 吴剑看天色已经黑了, 也不再追杀, 收兵进入镇国寺。 到了山下, 唐黑子看着失机如山的场景, 被深深震撼到了。 打了这么多年仗, 第一次见到如此凄惨的场景。 石勒疯了。 齐都尉临峰摇头叹息道。 吴剑带着人马进了镇国寺, 到了山顶, 见到龙城。 大人没事吧。 吴剑走进房间的时候, 只有龙城与和军陶两人。 老吴, 坐吧。 唐黑子, 坐下说话。 吴剑和唐黑子坐下来, 兵器放在旁边。 两人铠甲上都带血, 兵器上的血还未干。 今日杀得如此惨烈。 吴剑想起城下的尸体, 忍不住感叹道。 龙城冷冷说道, 石勒想妄图消耗我们的兵力, 他不在乎西夏人的死活。 其实, 站在石勒的角度来看, 石勒这样做是对的。 身为西夏的王, 只要能把龙城杀掉, 死多少人都值得。 吴剑问道, 我军的伤亡如何? 龙城说道, 还在清理战场。 龙城让韩子平清理战场去了, 看看战损如何。 过了会儿, 韩子平进来, 拜道, 武王、吴将军。 吴剑问道, 我们的伤亡如何? 韩子平说道, 今日杀得很惨, 我们死了差不多两万弟兄。 龙城眉头微皱, 这比他预计的要多。 原本, 龙城觉得凭借城墙堡垒, 最多一万的伤亡。 吴剑沉声问道, 杀了多少? 韩子平摇头, 说道, 敌军的尸体堆在一起, 大概十多万吧, 镇国寺残留的僧兵应该都死绝了, 昭提寺带来的僧兵也死得差不多了。 石勒攻城的时候, 打得太惨烈, 步兵打完了, 最后把铁药子当步兵用。 吴剑微微点头, 转头看向龙城, 我军伤亡两万, 敌军阵亡十几万, 不算亏。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我们龙家军只有二十万, 这样打下去, 承受不住。 今日一战, 西夏的步兵精锐应该打完了, 但铁药子还在。 石勒应该会撤退到阳城附近固守, 不会再对镇国寺发动进攻了。 攻城用的一定是步兵, 骑兵当步兵用, 就是混战打法。 石勒今日如此行事, 纯属杀红了眼。 等他气消了, 脑子清醒了, 就不会再这样做。 他应该会固守阳城, 修建防御攻势, 等着龙城进攻。 西夏最精锐的兵就是铁药子, 我们还有一场恶战要打。 吴剑语气沉重地说道, 在御佛关多年, 吴剑知道西夏的根本在于骑兵。 不把西夏的骑兵消灭掉, 西夏就还在。 龙城说道, 暂且不管他们, 今晚休息, 受伤的兄弟立即治疗, 战死的兄弟立悲安葬。 韩子平拜道, 末将领命。 吴剑和唐黑子起身, 拜道, 大人休息, 我们告退。 吴剑三人退出房间, 指挥士兵打扫战场, 救治伤员。 和军陶把门关上, 龙城展开一张纸, 拿起毛笔, 将今日的战斗仔细写好。 等墨迹干了, 龙城将纸卷起来, 塞进一个竹筒里, 然后用风靡封好, 再盖上自己的名字。 连夜送回京师。 和军陶接了, 立即送回京师。 龙城出了房间, 从山顶往下走, 不停地有附伤的士兵 抬进山顶临时搭建的帐篷, 军医匆忙地跑来跑去, 为受伤的士兵治疗。 白天打得惨烈, 但大家都很高兴, 士气阵望。 今日杀的西夏四十万大军溃逃, 这是大胜仗。 篝火烧起来, 士兵围着篝火吃马肉庆祝。 石勒撤退的时候, 那些死去的铁药子 留下了数万匹战马, 成了龙家军的口粮。 石勒明京收兵, 围攻的铁药子如获大赦, 纷纷跑回军阵, 西夏的军队骚动起来, 全部往西奔逃。 如其昌大贺, 不许乱, 稳住队形。 不管卢其昌和其他将校怎么呵斥, 军队已经开始松动逃跑。 一天的战斗, 死了十几万, 都是战死在城下的。 石勒让军队自杀式进攻, 西夏将士寒心。 龙城带领密林军的战斗, 让西夏将士胆寒。 明京收兵的号令一出, 队伍立即就崩溃了。 眼看拦不住, 李承烈焦急地说道, 请王上快撤, 龙城恩会趁机掩杀。 石勒却毫不在意, 冷笑道, 哼, 杀了一天, 龙城恩还有力气掩杀。 不管队伍如何, 石勒缓缓后撤, 丝毫不慌张。 后撤没多久, 无剑的枪骑兵杀到, 一阵混战之后, 无剑带兵回了镇国寺。 西夏军队溃败, 一直逃到了阳城才停下来。 此时, 已经到了丑时。 石勒骑着马, 缓缓进了阳城太守府, 太守立即过来, 站在旁边不敢说话。 卢其昌和李承烈两人, 也不敢说话。 石勒靠在太师椅上, 双目失神地看着外面,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许久, 石勒才缓缓说道, 今日损失多少兵马。 卢其昌败道, 尚未查点。 队伍很混乱, 刚刚在城外扎下营地, 卢其昌来不及清点。 石勒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本王应该听你的, 不该为了一时愤怒而攻城。 将不胜其分, 而以复之杀士族三分之一, 而成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龙承恩的兵法, 该好好研读一番。 统军使李承烈在旁边, 听得微微低头, 他是主张进攻的。 手握四十万大军, 进攻一座十万人防守的郑国寺, 理论上没有问题。 可是西夏的军队, 有五分之二是骑兵, 步兵只有二十多万。 二比一的兵力, 去攻打一座精兵防守的兼顾郑国寺, 并非明智之举。 当然, 这些都是马后炮。 石勒强打起精神, 说道, 好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既然攻城不立, 那就固守。 书密使, 如其昌败道, 微臣在。 石勒下令, 轻点兵马, 看看损失了多少, 整顿剩下的兵马, 在阳城周围迎建城池壕沟, 转攻为首。 再将阳城东面的空地清理好, 大厦的精锐是铁药子, 龙承恩若赶来攻, 便以骑兵冲杀。 打仗, 必须以己之长击比之短, 至于郑国寺派铁药子时时骚扰, 周围百里的店户全部往西迁移, 让他变成一座孤城。 卢其昌微微点头, 拜道, 王上好记策。 呼。 石勒常常呼出一口白气, 阳城晚上还是有点冷。 去吧。 卢其昌三人退出正堂。 马芳说道, 王上, 先用膳还是先沐浴? 石勒说道, 先沐浴吧。 马芳立即安排热水, 石勒在宫女的服饰下进了浴室。 一个巨大的沉香沐浴桶, 里面是加了药材的热水。 踩着木梯子, 石勒进了浴桶, 两个美艳的宫女蹲在水里伺候石勒。 马芳看到石勒发紫的腹部, 说道, 王上, 您的杀。 石勒低头看了一眼, 说道, 不要紧。 马芳不好多说, 让浴厨准备好晚饭。 石勒靠在浴桶上, 心情有些烦躁。 俏丽的宫女手拿毛巾替石勒轻擦拭, 她不敢太用力, 生怕触碰到腹部的伤痕。 一个在宫女在旁边, 一个宫女在前面, 两个慢慢擦拭。 突然, 石勒看了一眼前面的宫女, 宫女吓得手一哆嗦。 石勒伸出大手, 把宫女的头按进了水里。 咕噜噜。 一阵气泡从水里冒出来。 旁边的宫女一点不感到奇怪, 脸色平静地继续擦拭。 石勒有特殊的爱好, 伺候她洗澡的宫女都学过憋气潜水。 石勒死死按住宫女, 黑色的头发在水中飘动, 看起来跟水鬼一样。 咕噜噜。 时间过去了, 几分钟水里的宫女响起来唤气, 但是石勒的手死死按住, 不让宫女起来。 咕噜噜。 一阵急促的气泡从水中冒出来, 宫女的身体开始挣扎, 这是冰死之际求生的挣扎。 石勒仍旧没有松手, 继续按住, 又过了一会儿, 宫女的身体沉在水里不动了。 旁边的宫女此时吓得嘴唇颤抖, 擦拭的手也在颤抖。 你来。 石勒甚至没有转头看旁边的宫女, 只是冷冷说了一句。 旁边的宫女默默地游到前面, 眼泪从眼睛里不自觉地流出来。 石勒抓住宫女的头颅, 一样按进水里。 咕噜噜。 这一次, 宫女没有坚持多久就咽死了。 呼。 石勒靠在浴桶上, 望着屋顶的房梁, 然后起身走出来。 浴室里的宫女立即上前替石勒擦干身子。 换好了衣服, 石勒出了浴室, 回饭厅用膳。 马方挥挥手, 宫女把浴桶里的两具尸体捞出来, 简单用席子裹了, 随意丢到城外就算了。 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子, 两条命就是这样随手糟蹋。 站在权力顶峰的人, 不做圣人, 就做畜生。 杨成, 李家酒铺。 老马夫提着一桶马料倒进马槽, 鸡匹马慢慢嚼着马料。 老马夫慢慢走回后院, 进了房间, 甘心正在炕上抽烟。 石勒败了。 老马夫脸上没有半点憨样, 浑浊的双目看起来阴棚很厉。 石勒刚刚回城, 被龙承恩在郑国寺杀得大败。 昨日损了三元大将, 空继与石浩然今日刚刚送回去。 今日在郑国寺, 估计折损了十七八万人马, 石勒这次舒惨了。 老马夫站在炕前, 甘心坐在炕上, 从腰间抽出汗烟杆, 解开金丝烟袋, 掏出烟丝塞进去, 火折子点燃, 慢慢吸了一口汗烟。 嗯, 这个龙承恩太奇怪了, 六个人围攻他一个, 居然拿不下。 楼主说, 龙承恩的修为在他之下, 现在看来。 这个老马夫是甘心的心腹, 他这样说, 审万金不要紧。 老马夫说道, 堂主, 属下以为龙承恩肯定得到了女帝的秘法, 修为才会突然暴增。 记得去年对付天下会时, 龙承恩还寻求楼主的帮助, 说明那时候的龙承恩还在武皇阶段, 一人对付不了鸡霸和长老。 可昨日他以一敌六, 就算后来有张倩等女将协助, 也足以说明他的修为很可能如传闻那般, 突破了武皇境界。 而能够突破武皇境界的秘法, 唯有女帝的白鸟嘲讽诀。 甘心巴达巴达抽着汗烟, 昏黄的烛火照着他满是皱纹的脸。 楼主的眼光还是毒辣, 选择了与龙承恩合作。 甘心原本不赞同沈万金和龙承恩合作的, 现在觉得沈万金的决策很正确。 是啊, 当初以为龙承恩合天下会作对会无法收场, 没想到这次居然做成了。 老马夫知道当时的情况, 那时候他和甘心想法一致, 都不赞同帮龙承。 甘心吸完了一斗烟, 在脚底板上磕了磕, 烟灰撒在地上。 甘心这样子就像膝下一个普通的老汉,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去问问烟双玉, 龙承恩那边怎么安排的, 我们好早做准备。 龙承如此厉害, 甘心不敢怠慢。 因为甘心潜伏在暗处, 沈万金不想暴露甘心的身份, 所以让烟双玉当中间联络人。 烟双玉已经是玉佛楼的堂主, 身份已经公开, 大家都见过了。 当然, 其中还有沈万金想用烟双玉 对龙承用美人计的缘故。 老马夫点头道, 好, 我明天去问问。 太守府后衙 进军把守的大门, 四周也有卫兵把守。 时乐吃过了晚膳, 就在后衙住。 院子里, 时乐拿起大脊挥舞一下, 腹部传来隐隐的痛感。 呼。 时乐慢慢呼出一口气, 手中大脊紧紧握住, 体内的真气冲破三胶, 任督二脉开始流转, 他的身体周围渐渐地 居然有隐隐的金色光芒出现。 喉。 时乐抱贺一声, 手中大脊披在地上, 石头地板被披得粉碎, 碎裂的石子飞溅出去, 刺进了周围的墙壁, 门窗也被穿透。 门外把守的禁军立即冲进来, 他们以为有刺客。 王上! 时乐缓缓收了大脊, 说道, 无事, 本王练功, 你们出去。 禁军行礼, 退出后衙。 时乐拿起大脊, 看着地上的坑, 自言自语道, 龙承恩修炼了白鸟嘲凤诀, 修为突破了武皇境界, 但不是真的帝尊。 本王的狂视觉, 似乎可以压制他, 只是火候不够。 昨天窦江时, 时乐和龙承正面交战过, 他觉得自己的功法能压制龙承。 只是龙承的修为比他高, 所以时乐吃亏了。 只要精炼狂视觉, 时乐觉得自己至少能和龙承打个平手。 白鸟嘲凤诀, 那是女人修炼的功法。 时乐记得白鸟嘲凤诀只适合女帝家族修炼, 男人修炼的效果似乎不太好。 这也是时乐觉得只要自己炼好了狂视觉, 能够打赢龙承的原因。 时乐收了大脊, 独自回到房间。 盘腿坐在床上, 时乐开始修炼。 以前时乐没有修炼的紧迫感, 现在他急了, 必须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个世界武道称王, 修为不行, 就会被一个太监按在地上暴揍。 时乐闭上眼睛, 默默冥想狮子的形象。 等时乐再次睁开眼睛时, 天已经亮了。 时乐走出房间, 到了前崖, 卢其昌在堂内候着。 微臣拜见王上。 时乐坐下来, 问道, 多少? 卢其昌脸色凝重地说道, 郑国寺和昭提寺的僧兵几乎全军覆没, 铁药子也损失了不少, 总共死了16万。 卢其昌只说, 僧兵和铁药子的伤亡, 没有说电弧砸兵, 如果加起来, 差不多20万。 时乐心中暗暗叹息, 后悔昨天沙红了眼, 让士兵不停地往前冲。 那样的进攻方式极其愚蠢, 几乎等同于送死。 剩下可用的兵马, 还有多少? 卢其昌回道, 可用骑兵还有14万, 步兵还有3万。 时乐听得眉头皱出一个穿字, 可用兵马只剩下17万, 那和龙家军的数量差不多了。 龙臣手下还有四个武皇高手, 战将不占优势, 兵力也不占优势。 时乐悔不当初, 如果早听卢其昌的建议, 就在阳城修建宫室, 等着龙臣来宫, 局势不会变得如今这个样子。 心中虽然悔恨, 时乐嘴上是不会说的。 身为一国之君, 时乐要知错能改, 但绝不能认错。 再征兵? 17万绝对不够。 卢其昌为难地说道, 王上, 上次龙臣恩偷袭郑国寺, 已经折损了17万, 这次又伤亡16万, 我们短短半月不到, 损失了30多万, 再要征兵, 恐怕。 西夏的国土不大, 人口也不多, 以前因为和蛮族关系好, 所以国力压过东周。 后来龙臣杀了耶律宏, 扶植徒植登上蝉鱼的位子, 蛮族成了东周的盟友, 那个时候起, 东周的国力就已经超过西夏了。 现在西夏短时间内, 损失了这么多兵力, 再想征兵, 已经非常难了。 时勒冷冷说道, 本王知道, 但此危及存亡之际, 所有臣民百姓都必须为国御敌。 舒密院全国征兵, 守不住扬城, 大厦就要亡国, 到时候所有人都要死。 卢其昌心中无奈, 只得败道, 微臣临旨。 时勒想了想, 说道, 还有, 让二丫头组建一支军队, 男子不够, 那就女子上阵。 东周的女子能打仗, 大厦的女子岂会不如东周? 卢其昌再败道, 微臣临旨。 时勒点点头, 说道, 去吧。 卢其昌出了太守府, 时勒立即守树一份圣旨, 派人送回王宫, 命令二公主石金香 组建女子军团。 卢其昌从太守府出来, 回到自己的院子。 这里本是一个妇人的宅邸, 被卢其昌临时征用, 成了卢其昌的心愿。 进了院子, 卢其昌愁眉苦脸, 走一步叹息一声。 杨成太守见卢其昌不停地叹息, 问道, 卢大人这是怎么了? 卢其昌微微摇头, 进了房间坐下, 说道, 王上命我征兵, 可是大厦如今的精壮男子 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要征兵, 那就只能让老幼充俊, 如此一来, 国内必然骚动不安。 而且, 百姓未必愿意从军, 他们不愿意打仗, 到了战场也是送死, 甚至投降倒戈。 卢其昌并非庸人, 太多的后果很严重。 国内精壮拉去打仗, 没有人耕地种田, 还要征收军粮养兵, 整个国家会被掏空。 杨成太守想了想, 说道, 卢大人, 下官有一计。 卢其昌立即问道, 太守请说。 这个杨成太守, 号称智多兴, 足智多谋, 听说他有计策, 卢其昌立即询问。 时乐让卢其昌再次征兵, 这让感觉特别头疼。 西夏国内的百姓不多, 接连的败仗 已经消耗了国内的精壮男子。 再次征兵肯定会激起百姓的不满, 征兵会更加困难。 最大问题是士兵厌战, 就算来了, 也不肯好好打仗。 杨成太守想了想, 提出了一个办法。 卢大人, 作为一个男人, 你最怕什么? 太守脸色略带猥琐地笑问道。 卢其昌想了想, 说道, 自然是家人, 还有仕途出问题。 太守微微摇头, 指了指裤裆, 说道, 最怕失去这里。 卢其昌眉头微皱, 觉得太守所言有点下流, 他们都是高级官员, 不该如此说话。 注意到卢其昌不满, 太守立即陪笑道, 卢大人见谅, 属下建议散出小道消息, 就说龙承恩攻占郑国寺以后, 把周围百里的男人都淹了当太监, 然后霸占了他们的妻女。 如此一来, 我大下子民必定同仇敌忾, 踊跃参军。 死。 卢其昌起身赞叹道, 妙计, 妙不可言啊。 太守真足智多谋。 太守黑黑笑道, 雕虫小记而已, 卢大人见笑了。 卢其昌赞叹道, 这是好记啊, 就如此办。 卢其昌立即写了一封书信, 盖上自己的印章, 封好以后, 立即拆人送回书密院。 信使立即带着书信出了院子, 纵马冲过街道, 两边躺着很多伤兵, 煎药的味道弥漫在全城。 信使冲到城门口, 见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 信使大声呵斥, 让开。 守城士兵和马夫立即将马车往旁边赶, 信使快速冲出城门, 往西北方向挤驰。 这马车正是李家酒铺的老马夫吓得不轻, 说道, 吓死小老了, 差点被踩死。 这扬城四个大门, 为何一定要从这里过? 守城的士兵冷哼道, 老马, 现在战乱时候, 怎么可能四个城门都开? 老马夫敞着嘴, 一口豁牙看得清清楚楚, 憨笑道, 小老不懂这个, 就会赶马车。 士兵问道, 还是去西风城买酒。 老马夫憨笑道, 那里的酒最好, 军爷, 你们也爱喝。 士兵摆摆手说道, 走吧走吧, 经过镇国寺的时候小心点, 别让龙承恩把你的老鸟割了。 老马夫黑黑笑道, 我这老鸟, 人家也看不上啊。 士兵笑骂两句, 老马夫赶着马车出城。 往常老马夫出城, 士兵都会索要好处。 但今天士兵破例没要钱, 因为阳城内很多伤兵需要烈酒消毒, 李家酒铺的烈酒已经卖空了。 老马夫赶着马车, 慢慢出了城。 城外很多士兵正在挖嵌壕, 木头制作的栅栏围住了阳城。 老马夫费了些功夫, 总算从阳城出来, 赶着马车继续往东。 走了些时候, 到了镇国寺。 远远的, 老马夫能看到龙家军正在掩埋西夏镇王士兵的尸体。 还有不少周围的店户过来认领亲人尸体的, 龙家军也不阻拦, 随他们自己找。 武王为何不将这些尸体做成金冠? 是啊,我也觉得可惜, 十几万尸体累在一起做成金冠, 再刻上武王的名字多霸气。 所谓金冠是古代为炫耀战功, 聚集敌人尸体, 封土而成的高耸坟墓。 手下的将校有人建议, 但龙臣没有这样做。 你们没看出来吗? 武王不是试杀之人。 武王说, 用人的尸体炫耀武力太缺德, 让死者入土为安。 赶紧干吧, 这么多尸体不及时掩埋, 容易传播瘟疫。 士兵们纷纷挖土, 将尸体掩埋。 老马夫赶着马车缓缓经过, 听着士兵们的议论, 他有些期待, 想看看这个武王到底什么样。 如果石勒赢了这场大战, 杀龙家军十几万, 石勒肯定会铸造金冠炫耀的。 龙臣却没有这样做, 不管是真的厚道, 还是为了收买人心, 都比石勒强。 当然, 这只是平心而论, 作为一个刺客, 老马夫没有缺德不缺德的概念。 两军对阵,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杀掉对方才是最重要的。 马车过了镇国寺, 继续往东走, 到了御佛关西门, 龙家军严查过往人员。 龙臣没有完全封锁御佛关, 虽然西下的探子会混入, 但万金楼的人也要进出。 老马夫赶着马车排队, 慢慢往前走, 等了半个时辰才到自己。 君爷, 是我, 进去买酒呢。 老马呀, 进去吧。 老马夫乐呵呵赶着马车进了御佛关。 以前景天烈的赤燕君把守时, 也收过路费和好处费, 龙家军镇守以后, 就不收了。 过了御佛关, 很快到了西风城。 这里很热闹, 似乎不受打仗的影响。 车轮滚过街道, 老马夫到了御佛楼。 老马夫轻车熟路, 从后门进去, 到了后院停下。 一个伙计熟落得上前招呼, 老马, 又来买酒啊, 你生意不错呀。 老马笑呵呵说道, 这不是打仗吗? 那些当兵的受伤了, 买我加酒治病啊。 伙计立即摆手说道, 可不许这么说, 你这酒就是给客人喝的, 和西夏的军队无关。 老马立即捂住甘别的嘴, 说道, 我老糊涂了, 该打该打, 劳烦小哥给我装酒, 我还是现赢结账。 老马夫从贴身衣服里头拿出钱袋子, 伙计说道, 老规矩, 找三娘吧。 老马夫笑呵呵进了账房, 李三娘正在里头算账。 关了账房的门, 老马的气质立即变了, 说道, 堂主让我问问, 龙承恩那边的事情如何安排的? 李三娘说道, 宴堂主这边还没有和龙承恩见面, 计划还没有。 等宴堂主和龙承恩见过了, 定好了计划, 自然会告诉你。 老马点点头, 说道, 好, 我们等宴堂主的消息。 李三娘点点头, 脸上一笑, 说道, 老马今日买多少酒? 老马又恢复憨憨的样子, 笑道, 装满, 这是银子。 李三娘入了帐, 开了单子, 老马笑呵呵出了房间, 把单子给伙计。 酒很快装好, 老马夫连忙赶着马车出了西丰城, 过了御佛关, 又到了镇国四山下。 一队人马从身边走过, 一个年轻霸气的将军路过。 这个年轻将军穿着蛟龙铠甲, 身后跟着五个身材健美的女将, 还有一个男将军。 老马夫认得年纪大的男将军, 是御佛关首将吴剑。 吴剑跟在年轻将军身后, 那么, 此人的身份, 就是龙铠了。 老马夫忍不住瞥了一眼龙铠, 心中暗暗赞叹道, 果然鹦鹉不凡, 难怪两个公主清新。 老马夫看向龙铠的时候, 龙铠转头看过来, 老马夫立即收回视线, 继续赶着马车往西走。 怎么了大人? 张倩发现龙铠的脸色突然变冷。 吴剑顺着龙铠的视线看向, 说道, 那是阳城的, 经常从西丰城买酒, 我们有时候也从他手里买酒。 老马夫经常来回于西丰城和阳城, 御佛关是必经之地, 吴剑都认识了。 哦。 龙铠微微点头, 收回了视线。 把尸体清理干净, 损毁的城墙和堡垒修缮好, 压一部分俘虏过来, 让他们干活, 总不能白吃饭。 御佛关还有八万的俘虏, 吃了饭总该干活, 龙家军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吴剑点头道, 好, 我让他们押送一万过来。 龙城又望了一眼远处的老马夫, 骑马上了山顶, 吴剑立即安排人 把御佛关的俘虏押过来。 张倩几人在山下指挥军队。 到了山顶, 何军陶立即过来, 拜道, 大人, 石乐在阳城修建倩豪, 家后城墙, 看样子不打算再进攻, 转为防守了。 西场的探子送了消息回来, 何军陶立即禀报。 龙城进了房间, 把头盔摘下来, 说道, 意料之中的事情, 石乐昨天的进攻损失太惨重了, 他如果还敢那样, 西下所有的军队都可以死光。 昨天石乐失去了理智, 算上电护, 一次战斗被杀二十万, 龙城都被震撼到了。 何军陶说道, 大人, 如果石乐固守阳城, 我们就面临攻城的问题, 死伤会很大。 龙城说道, 我知道, 但石乐不是傻子, 总不能让他一直进攻郑国寺吧。 何军陶微微点头, 又说道, 还有一个消息, 石乐让疏密使卢奇昌在征兵, 杨城太守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卢奇昌散布谣言, 说大人要把西下所有男人淹了, 还要霸占他们的妻女。 杨城那么重要的地方, 西场探子肯定有人, 太守身边就有案子。 所以, 何军陶马上知道了消息。 龙城微微点头, 赞叹道, 这个太守很聪明啊, 这个计策够毒辣的。 何军陶说道, 杨城太守名叫赵伦, 外号智多星, 出身寒门, 非常诡诈。 只是, 这样的鬼话, 会有人相信吗? 龙城笑道, 惠信, 这个计策极好, 你知道什么样的谣言, 最容易让人相信吗? 何军陶微微摇头, 他作为西场的人, 也经常散播谣言, 但是什么样的谣言最容易传播, 他真没有想过。 龙城说道, 直接, 不需要思考, 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一定要和自己利益直接相关。 尤其是和身体, 生死, 妻女直接相关的, 最容易传播。 他这个谣言就很好, 很能煽动百姓。 龙城记得自己听过的谣言, 比如杂交水到吃了不好, 比如超市的大米是塑料的, 鸡蛋是人工合成的。 如此种种, 这些谣言无意不是和身体健康相关, 很容易理解, 谁都能说, 传播极快。 那我们如何应对? 如果西夏百姓真的信了, 时勒又可以拉起一支几十万的军队。 何军陶觉得, 龙城一定有对策, 就像上次一样, 龙城散布谣言, 说时勒要把地主豪强的田地分给殿户。 周围的地主豪强还真信了, 有些人还跟官府干起来了。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暂时没想到, 不过这个赵伦太聪明了, 必须解决他。 龙城喜欢聪明人, 但太聪明的人嘛, 还是死了比较好。 何军陶立即说道, 属下安排人刺杀。 龙城摇头说道, 不, 这个事情你不用管, 你继续散播谣言, 还是说时勒要把土地分给殿户。 何军陶拜道, 属下遵命。 龙城想了想, 说道, 你把老吴叫过来。 何军陶立即出去, 把吴建叫过来了。 吴建关了门, 坐下来问道, 邵将军什么事情。 虽然龙城封王了, 但吴建还是更喜欢邵将军这个称呼, 龙城听着也习惯。 龙城说道, 我打算把御佛官的俘虏, 再压一些过来, 周围的殿户走了, 田地撂荒了, 让他们屯田, 种出来的粮食应该可以解决一部分军粮。 郑国寺那些俘虏, 龙城一开始把他们关押在御佛官, 是因为郑国寺还有一场大战。 如果俘虏关在郑国寺, 这些人肯定会趁石勒进攻的时候闹事。 现在郑国寺的大仗打完了, 石勒被杀败了, 人也可以用了。 石勒修缮扬扬城, 准备和龙城打持久战, 龙城必须解决军粮的问题。 东周南边大概率已经开战了, 军需支出很大, 龙城不想增加百姓的税负。 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 让那些俘虏干活。 屯田? 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龙城在京师训练龙家军的时候, 用过屯田的办法。 那时大洲的国库不充裕, 龙城采取屯田制, 把荒帝开垦出来, 军队一半训练, 一半种地, 轮流着来。 种出来的粮食, 作为军队的口粮, 不用浇水。 对, 就是那样, 只不过现在种地的是西夏俘虏, 我们的人就看着。 以前龙家军自己种地很辛苦, 现在有八万俘虏在手上, 龙家军只需要监督就行。 明白了, 是个好办法, 但是这地方在西夏, 他们跑了怎么办? 吴剑担心俘虏种地的时候逃跑。 龙城说道, 简单, 故意放跑一些, 然后抓回来, 当众斩首立威, 吓唬他们。 再给些好处, 告诉他们, 帮着种地, 等我灭了西夏, 放他们回家, 算他们功劳。 种出来的粮食, 每个人可以留一些, 也可以算钱给他们。 等我放他们回家的时候, 手里会有余钱。 吴剑听了拍案叫绝, 笑道, 邵将军真是奸诈, 恩威病师, 他们肯定老老实实的。 龙城师笑道, 吴叔, 你夸我还是损我? 吴剑黑黑笑道, 当然是夸邵将军聪明, 我这就去办。 吴剑笑呵呵出了房间, 他感觉自己的邵将军 越来越聪明了。 吴剑走一步笑一声, 乐呵呵往山下走, 刚好碰到上山的和军陶。 吴将军,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吴剑笑道, 没事, 就是开心。 吴剑哼着小曲往山下走, 何军陶明白什么事情 让吴剑这么高兴。 不理会吴剑, 何军陶匆匆上了山顶, 敲门进了房间。 大人, 有个人送了一封密信过来, 自称万金楼的人。 何军陶将一个主筒递给龙城。 龙城接了主筒, 拆开后看了, 笑道, 刚说要解决赵伦, 万金楼就来了。 你跟我去一趟西风城, 现在就走。 这是燕霜玉送来的消息, 说想和龙城见一面, 说一说刺杀的事情。 正好, 龙城要解决赵伦, 可以让万金楼下手。 何军陶问道, 要准备一下吗? 何军陶的意思是, 要不要安排西场的人先去探路, 以防万金楼暗算。 何军陶信不过这些逐利的刺客。 不用, 沈万金有求于我, 而且, 此人很聪明, 知道该把宝压在谁身上。 龙城并非相信万金楼, 而是相信沈万金分的清楚, 厉害关系。 万金楼的生意要靠龙城, 以后的天下很可能龙城说了算。 面对这样的情况, 沈万金只会选择巴结自己, 不会设计陷害。 好, 我收拾一下。 龙城换了一身衣服, 只穿一身布衣出门。 何军陶把战马牵过来, 他外面穿着布衣, 里面还是穿了戏铠。 两人骑马下山, 张倩见到龙城两人下来, 问道, 大人, 你去哪里? 龙城说道, 我和军陶回一趟玉佛关, 这里你们看好。 张倩点头道, 放心吧, 路上小心。 龙城笑道, 知道了。 张倩担心石乐半路安排刺客埋伏, 龙城随口答应了。 这世上, 已经没有刺客能杀龙城了。 龙城与何军陶策马往西风城去, 此时落日西陈, 快要天黑了。 龙城从镇国寺下来, 带着何军陶策马到了玉佛关。 镇守玉佛关的将士见龙城回来, 激动地大喊, 武王回来了。 众将士冲到西门, 围着龙城大声高喊武王威武。 龙城抬手示意, 喊道, 都是弟兄们的功劳。 被围着庆祝了半个时辰, 龙城才从东门出来。 到了西风城时,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街上宵禁, 龙城哒哒的马蹄声格外清晰。 到了玉佛楼前, 原本关闭的房门立即打开, 一个盛装的妇人笑盈盈迎出来, 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女子。 玉佛楼燕霜玉拜见武王。 这个盛装的女子便是燕霜玉。 龙城闻到一丝淡淡的悠香, 感觉香味很好。 很多女子都会用胭脂, 就像很多女人都会喷香水一样。 但不同的女人, 香水的效果不一样。 有的女人喷了香水, 闻着只有香水的味道。 有的女人不一样, 她身体的气味与香水味融合, 变成勾人的迷魂香, 闻着就能让人生机勃发。 燕霜玉就是这种, 胭脂味和体香味融合, 闻着香味, 龙城有些心神摇动。 龙城从马上下来, 笑道, 宴堂主有礼。 燕霜玉抬头看了一眼龙城, 笑盈盈拜道, 请武王里面坐。 燕霜玉在前面引路, 何君陶跟在身后, 李三娘又在何君陶身后。 何君陶始终警惕地看着周围, 手轻轻落在腰刀上, 随时准备厮杀。 进了正堂, 里面灯火通明, 烛台上点着蜡烛, 正手摆着一张太师椅。 武王请上座。 燕霜玉笑盈盈, 让开一条路, 在旁边站好。 龙城不客气, 直接在正手的太师椅坐下。 龙城是客人, 但龙城也是武王, 连沈万经都有求于他, 燕霜玉当然低意的。 龙城落座, 燕霜玉在左边侧面坐下来, 何君陶在旁边护卫, 李三娘立即亲自泡了茶端上来。 一盏茶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李三娘恭敬地说道, 武王请用茶。 龙城拿起盖碗的盖子, 拨了拨茶水, 转头看向燕霜玉。 燕霜玉也在打量着龙城, 见龙城看来, 燕霜玉微微点头一笑。 今夜, 燕霜玉穿着带粉色内金衫, 外面是带粉色的外罩, 白玉子母扣在胸前, 底下穿着带粉色的褶裙。 头上梳着凌云记, 耳垂挂着明月当, 脑后一只金布瑶, 脸上略施粉带。 燕霜玉特意穿了戴粉色的衣服, 让自己看起来粉色娇嫩, 能年轻几岁。 沈万金让燕霜玉色又龙城, 这个任务不比杀人简单。 龙城看过来, 燕霜玉心里很紧张, 不知道有没有看中自己, 心里有没有好感。 奴家唐托, 这么晚约见武王, 还请恕罪。 燕霜玉起身微微一拜, 尽显娇柔体态。 龙城笑了笑, 说道, 没事, 我们要谈的事情, 也不适合白天。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多谢武王海涵。 龙城拨了拨茶水, 说道, 燕堂主坐吧。 燕霜玉谢了坐, 重新坐下来。 不知燕堂主今日找本王, 有什么要说的。 燕霜玉今夜的样子很诱人, 但何君陶与李三娘在旁边, 龙城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直奔主题。 燕霜玉看了一眼李三娘, 李三娘会议立即退出了房间。 龙城对何君陶说道, 你到外面去候着。 何君陶有些犹豫, 这里是万金楼的地盘, 万一发生刺杀。 没事你去吧。 何君陶这才出了正堂, 在外头站好, 李三娘并不在门外, 他似乎一点不担心。 想象也是, 这玉佛楼是燕霜玉的地盘, 李三娘没必要看着。 其实龙城也不用担心, 西风城是龙城建立的, 玉佛关几万龙家军镇守。 如果燕霜玉敢玩什么花招, 这些人逃不掉。 人走后, 房间里只剩下龙城和燕霜玉。 燕霜玉离龙城不到两米, 借着烛光, 能清晰看清龙城的长相。 许久未见武王, 今夜再见, 武王越发风神俊朗。 燕霜玉有吹捧的意思, 也是真心话。 刺杀鸡霸的时候, 燕霜玉和龙城见过, 当时游丰义, 前程和沈万金四人一同参与的。 只是那一次, 虽然三个人都没有戴面具, 却都化了妆容。 燕霜玉当时看起来很老气, 头发花白, 脸上皱纹很多。 沈万金这样做, 是担心刺杀不成, 他们也能继续潜藏当刺客。 在这个社会, 只要长相不暴露, 就很难找到。 没想到燕堂主是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龙城仔细打量燕霜玉一番, 她这一身带粉色的衣裙 很合龙城的胃口。 三十多岁的大姐姐, 懂风情, 有风韵。 武王恕罪, 上次刺杀天下会凶险异常, 奴家只得化妆。 燕霜玉站起身来, 对着龙城微微欠身致歉。 龙城笑道, 李姐, 燕堂主请坐。 燕霜玉重新坐下来, 龙城说道, 天色不早了, 本王直说吧。 我与沈楼主商议过, 由万金楼负责刺杀云城的守将, 此事燕堂主可知晓。 燕霜玉回道, 奴家知晓, 楼主已经仔细交代过。 龙城微微点头, 好, 燕堂主这边如何打算呢? 此次刺杀可是由负责?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其他的, 楼主会安排。 龙城想问, 这次刺杀谁负责, 是不是燕霜玉领头? 龙城知道, 沈万金隐藏了实力, 燕霜玉和前程, 游风亦三人, 绝非万金楼全部的千金石。 但燕霜玉不傻, 他只说, 沈万金会安排, 就此一语带过。 龙城不再继续追问, 微微点头道, 好, 那此事就是由燕堂主负责传话, 本王定了时间就告诉你。 燕霜玉微微点头微笑, 并未说话。 龙城还在试探, 试图从燕霜玉那里确定, 燕霜玉是负责刺杀, 还是只负责传话安排。 但燕霜玉不说话, 只是一笑了之, 龙城无从判断。 龙城心中暗道, 果然, 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不好骗。 其实本王今夜来, 还有一单买卖, 想和燕堂主谈谈。 燕霜玉脸色微动, 笑问道, 不知道是什么买卖? 目标是谁? 现在说买卖, 肯定不是货物, 而是杀人。 龙城说道, 阳城太守赵伦。 赵伦的计策毒辣, 留着此人在阳城, 是个大麻烦。 龙城喜欢聪明人, 但这个聪明人必须是自己人, 敌人太聪明, 不是好事情。 燕霜玉脸色严肃了一些, 与其平淡地说道, 此事, 奴家须上报楼主, 请他定夺。 龙城笑问道, 区区一个太守, 燕堂主也无权做主吗?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在城中刺杀赵伦并不容易。 龙城懂了, 这是在讨价还价。 龙城笑道, 燕堂主真会做买卖, 开个价吧。 燕霜玉笑了笑, 说道, 两万斤。 龙城笑着摇头, 说道, 太贵, 石乐虽在阳城, 但此时兵荒马乱, 防卫说不上森严, 潜入并不困难。 还有, 正因为石乐在阳城, 赵伦区区一个太守, 没人会关注他。 这个时候刺杀赵伦, 并非难事, 你这开价太高了。 燕霜玉奄然一笑, 说道, 楼主说和武王做买卖不容易, 果真如此。 龙城呵呵笑道, 和你们万斤楼做买卖, 本王哪次不是给高价? 燕霜玉笑着说道, 这次买卖, 武王就不能再给一个高价吗? 龙城摇头笑道, 每次都是你们占本王的便宜, 这次本王要占一次燕堂主的便宜。 燕霜哥哥笑道, 武王这是欺负奴家了, 楼主占了武王的便宜, 武王不惧找楼主理论, 却在奴家身上找乐子。 燕霜玉渐渐入戏, 表情也变得自然, 声音变得娇柔。 龙城笑道, 燕堂主不但擅长刺杀经营, 还喜欢栽赃陷害。 燕霜玉哥哥笑问道, 奴家何时陷害过武王? 便是借我天大的豹子胆, 奴家也不敢啊。 龙城盯着燕霜玉 带粉色内金山的领子。 你说本王在你身上找乐子, 本王何曾做过此等事情? 这话若是让沈楼主听了去, 怕不是要满世界刺杀本王。 龙城这话听得燕霜玉俏脸僵住了, 脸颊飞红。 龙城心中诧异, 燕霜玉这种杀人无数的千金屎, 女魔头居然会脸红。 装的? 肯定是装的, 装清纯。 龙城断定燕霜玉娇羞的表情是装出来的。 事实上, 燕霜玉是真的害羞了。 他杀过人, 也见过男女之事, 但他从未和男人调过情。 龙城是第一个这样调戏自己的。 武王果然有点坏。 燕霜玉红着脸,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龙城觉得燕霜玉是装的, 逢场做戏, 差不多就行了, 没必要入戏太深。 那燕堂主是不是给本王点优惠? 龙城说回正事, 燕霜玉也不跟龙城调情了, 正色道, 好, 八千金, 不能再少。 赵伦身为阳城太守, 西夏的能力八千金买命不算多。 这个价钱可以接受。 好, 八千金, 明日我便送钱过来。 龙城应承下来, 燕霜玉笑道, 武王爽快。 事情谈完了, 龙城起身说道, 如此, 先告辞了。 燕霜玉起身, 拜道, 武王若是得空, 可到玉佛楼做客, 奴家手艺还行。 龙城笑道, 手艺? 做菜? 还是做, 其他的? 燕霜玉微微一愣, 休笑道, 武王又调戏奴家。 龙城笑道, 本王没说什么, 燕堂主是不是想歪了? 燕霜玉红着脸不说话, 只是笑了笑。 推开门, 何君逃在门外守着。 大人, 走吧。 燕霜玉送龙城到了门外, 李三娘牵马过来。 龙城上马, 何君逃跟着。 武王有空常来。 燕霜玉迎迎一拜。 龙城在马上笑道, 好, 本王很期待燕堂主的手艺。 说完, 龙城策马往西回镇国寺。 人走后, 燕霜玉回了房间, 李三娘走进来, 问道, 唐主, 谈得如何? 燕霜玉在梳妆台前坐下来, 微微呼出一口热气, 平复内心的激动。 李三娘见燕霜玉举止怪异, 问道, 唐主怎么了? 那个龙城安? 李三娘问道, 那为何? 唐主答应八千斤? 李三娘不会以为燕霜玉对龙城一见钟情, 大家都是成年人, 而且是刺客, 绝对没这么容易动情。 甚至说, 李三娘觉得燕霜玉根本没有情, 心早就冷了。 燕霜玉是绝对的蛇蝎美人, 她擅长用毒, 心思也歹毒。 她有个外号, 叫做批霜。 所以, 燕霜玉给龙城优惠价, 绝对不是因为动情。 楼主, 为了巴结龙城恩, 可以把我送出去, 优惠两千斤算什么? 杀人杀个死, 送佛送到西, 既然有意巴结龙城恩, 那就做得好一些。 李三娘微微点头道, 唐主说得有理,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燕霜玉说道, 等龙城恩的钱到了, 我们就通知甘心, 让他动手, 他们有人在扬城。 李三娘皱眉道, 甘心会听我们的? 燕霜玉和甘心同属千斤时, 级别一样, 没有同属关系, 甘心肯定不会听燕霜玉调度。 燕霜玉冷冷一笑, 那就飞音传书回京师, 让楼主下令吧。 李三娘也觉得, 有沈万金下令最好, 说道, 如此最好。 燕霜玉当即写了密信, 李三娘拿了密信, 立即安排送回京师。 燕霜玉独自坐在镜子前, 慢慢摘下头饰, 浓密的秀发散开, 落在地上。 想着刚才的对话, 燕霜玉有点回味。 龙晨的样子, 他看清楚了, 鹦鹉非凡, 幽默懂风情。 刺杀天下会的时候, 燕霜玉见过龙晨, 但那时候他没在意, 因为那时候的龙晨是个太监, 没什么好看的。 燕霜玉慢慢躺下, 脑海里又出现龙晨的样子。 怎么回事? 我不会真的动情了吧? 怎么可能, 老娘杀了几十年的人, 怎么会对别人动情? 燕霜玉否定了自己的感觉, 盖上被子睡觉。 东周, 京师。 女帝坐在大明宫凤椅上, 迪瓦站在旁边伺候。 帝宇威, 帝心碗, 兵部尚书王威, 户部尚书段双双, 一帮文臣在堂下站着。 唯一不同的是, 老祝国公孙云今日也来了, 在侧面的太师椅上坐着。 上朝! 迪瓦喊了一声, 众人肃然而立。 女帝坐在凤椅上, 徐徐开口。 众位爱卿, 今日停役, 还是镇国寺和临江城, 采石城的战事。 武王习取镇国寺后, 南梁敬犯临江城和采石城, 意图牵制大洲兵力。 朕知道, 你们对武王这次灭西夏之战颇有非议, 认为大洲两面受敌, 利有不歹。 那就在意, 诸位以为该如何? 女帝说完, 唐下众位大臣议论一阵, 兵部尚书王威最终站出来, 拜道, 启奏圣上, 威臣负责兵部事宜, 当此紧要关头, 不得不说。 女帝微微点头, 其他人看向王威。 龙臣开战, 王威的反对最激烈, 上次提议, 他就极力反对。 威臣奉旨动员大洲兵员和军需粮草, 算来算去, 我大洲国力不足以支撑两边开战。 西夏与大洲并列为强国, 南梁更是国力雄厚, 武王一意孤行, 两线开战, 只恐引火烧身啊。 王威的话, 朝中不少大臣都赞同。 他们并非对龙臣不满, 他们的确认为 不足以发动灭国之战。 灭西夏, 哪有这么容易, 西夏铁药子至少三十万。 不然, 武王郑国寺一战杀敌九万, 俘虏八万, 西夏元气大伤。 郑国寺多维僧兵, 再说了, 武王到底杀了多少, 谁能知道。 郑国寺之战的战报早送到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 刚开始,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很快, 临江城的战报也到了。 仇阔海和胡飞扬, 薛泽, 同渊, 柳飞白五元大将 猛攻临江城和采石城, 南边全面开战, 打得非常激烈。 这个时候, 大家慌了, 感觉撑不住。 女帝见朝中的非议还是很多, 心中颇为不悦。 龙臣在西面攻下了郑国寺, 就打开了西夏的大门, 正好长驱直入。 这个时候, 朝中却出现很多反对的声音。 女帝看向公孙云, 问道, 老祝国, 您以为如何? 众人看向公孙云。 公孙云坐在太师椅上, 拱手行礼, 说道, 圣上, 诸位大人, 老夫以为, 武王攻下郑国寺, 已经是大圣, 西夏门户已开, 正当趁圣进攻。 临江城和采石城, 这些年一直在加固, 战斗虽然激烈, 守住应该没问题。 南梁进攻, 无非是想侧应西夏, 牵制我大洲兵马。 只要武王在西面取得大圣, 南梁必然退兵, 危局自检。 至于说兵力不足的问题, 兵在精不在多, 龙家军在玉佛关训练多年, 二十万足以平定西夏。 公孙云一番话, 女帝微微点头赞同。 兵部尚书王威却反对, 老驻国, 西夏立国数百年, 龙家军再精锐, 也不可能以一敌十。 西夏铁药子三十万, 加上动员起来的兵马, 至少百万大军, 龙家军如何破敌? 公孙云说道, 镇国四一战, 龙家军便是一役当时。 王威摇头说道, 那是奇袭, 若是正面交战, 龙家军必败。 公部尚书徐明听得脸都黑了, 指着王威说道, 王尚书,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正面对战必败? 龙家军打了几年仗, 逢战必胜。 王威冷笑道, 徐尚书, 你是大洲的尚书, 不要结党赢私。 徐明更加愤怒, 呵斥道, 王尚书, 当此重要关头, 你不要公报私仇。 徐明曾经是龙臣的手下, 所以王威说, 徐明结党赢私。 王威和龙臣有过矛盾, 所以徐明说, 王威公报私仇。 两个人在朝堂上吵得很厉害, 其他大臣纷纷劝和。 王威愤然道, 圣上, 威臣听说, 石勒已经倾提大军, 带领国师空计一众大将会兵扬成, 一场恶战是不可免。 威臣建议武王退出镇国寺, 回防御佛关, 见好就收。 其他大臣多有赞成者, 也以为龙臣这一战已经占了大便宜, 应该见好就收。 女帝看着唐下大臣争论不休, 转头看了一眼迪婉。 迪婉会议, 拿着一份战报走上前, 说道, 诸位大人, 昨夜武王的战报到了。 石勒带领空计, 石浩然, 浮勇, 昭提寺的星空, 新晋五元大将御驾清征, 还有四十万大军到了镇国寺。 石勒亲自带领大将挑战, 武王带领诸将在镇前斗江, 当场斩杀星空, 新晋, 票计将军服勇被斩杀, 空计, 石浩然重伤, 已经送回新庆城了。 龙臣的战报昨夜送到了凤鸣宫, 女帝没有告诉大家, 今天朝会才说。 唐下大臣闻之色变, 他们觉得很奇怪, 龙臣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 朝野上下一直都有闲言碎语, 说张倩五个人不过是龙臣的玩物, 根本算不得什么将军。 没想到, 龙臣居然带着五个女将大获全胜。 圣上, 这会不会有假? 就连吏部尚书百里兵都觉得不可思议。 女帝笑了笑, 说道, 武王何时谎报过军情? 百里兵点点头, 觉得也是, 这么大的事情, 谁敢谎报? 女帝说道, 有个事情, 朕没有告诉诸位, 在武王的指点下, 张倩, 吴楚楚和独孤嘉丽, 已经突破武皇境界。 白婷婷和吴湘云突破, 也指日可待。 众位大臣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龙臣能赢, 原来张倩他们突破了。 武皇和王者完全两个境界, 大洲王者修为的战将不少, 武皇却寥寥无几。 左迁都玉石, 女帝看向旁边的队伍, 众人转头看过去, 那里站着的, 是督察院左迁都玉石李军军。 今日朝会各部副职也来了, 李军军和方玉等人也在, 只不过站在后面。 李军军立即走出来, 拜道, 微臣在。 女帝说道, 另爱白婷婷, 在镇国四斗江时, 一剑斩下了西夏 票旗将军俘勇的头颅, 立了大功, 你们李家不错。 李军军闻之狂喜, 激动得热泪盈眶, 拜道, 谢圣上。 朝中大臣诧异地看着李军军, 心中羡慕得不行。 斩杀西夏票旗将军, 这份功劳够他李军军吃一辈子。 果然跟着龙臣就有好处。 恭喜李大人。 虎父无犬女啊。 恭喜啦。 诸位大臣对李军军一番吹捧, 李军军谢过诸位大臣, 退回班列战好, 他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 公孙云问道, 圣上, 如此说来, 西夏只剩十乐一人, 再无大将可用。 女帝微微点头, 高兴地说道, 西夏大将多出自昭堤寺和镇国寺, 如今这些秃驴都被五王杀了, 空计重伤, 西夏再无大将。 朝中大臣喜不自胜, 纷纷赞叹龙臣厉害。 公孙云高兴地说道, 看来, 五王很快就能回朝了。 兵部尚书王威还是觉得不行, 说道, 西夏上有四十万大军, 十乐此人善于用兵, 只怕五王会马是前提。 公部尚书徐明冷笑一声, 王威, 你是不是恨不得五王兵败如山倒? 王威怒道, 徐明, 你什么意思? 眼看又要吵起来, 就在此时, 隐凤匆匆从殿外走进来, 脸上的喜色难以抑制地笑容。 郑国寺新战报到了。 众人听闻新的战报又到了, 全都安静下来, 公孙云微微起身, 等着战报公布。 尹凤拿着战报, 快步走进了大殿, 徐明和王威的争吵, 这才停下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尹凤手中的战报。 女帝接了战报, 展开仔细看着, 朝中众位大臣平住呼吸, 等着女帝公布战报的内容。 公孙云更是紧张, 龙臣这一战关系到大洲国运。 如果龙臣赢了, 东周吞并西夏, 占据天下北方, 和南梁化江而至, 国力旗鼓相当。 在国力相当的情况下, 有龙臣这样的天才降临, 裂掉南梁不是不可能。 所有人都在等着。 女帝看完战报, 脸上露出欣然之色, 公孙云见状, 高兴地重新坐下, 靠在太师椅上, 微微捋了捋花白的胡须。 朝中的大臣已经猜到了结果。 能站在这里的都是人精, 女帝的神色已经表明了结果。 武王劫报, 两日前, 石勒带四十万大军强攻郑国四, 武王统兵御敌, 杀敌二十万, 石勒退守扬城, 郑国四支战结束。 女帝说完, 公孙云微微点头, 徐明和段双双更是笑出声来。 帝宇威和帝兴婉先是震惊, 继而狂喜。 他们虽然担心龙臣势力太大, 但击破西夏对于大洲来说是好事, 他们当然高兴。 武王真是。 帝宇威越来越羡慕帝洛西, 恨三年前没有把龙臣抢到东宫。 如果把龙臣抢到东宫, 现在得意的就是自己了。 帝兴婉的心思差不多, 恨自己当年做事不果断。 左迁都玉使李军军在后面激动地对左右同僚说道, 武王大胜, 武王大胜。 左右同僚连忙恭贺, 恭喜李大人。 李军军也不客气, 应承道, 同喜同喜。 女帝对王威说道, 王尚书, 看来你的担忧多余了, 武王杀了西夏大将, 又大破十了, 郑国寺已经属于大洲了。 还有, 武王说他将在郑国寺实行屯田, 用西夏的俘虏耕种, 到了秋收时节, 龙家军的军粮应该可以自给自足。 王威连忙败道, 圣上所言极是。 女帝高兴地说道, 好了, 郑国寺一战已经结束, 武王大破西夏, 斩大将四人, 杀敌近三十万, 俘虏八万, 大洲从未有过如此大劫, 今师庆祝三日。 尹凤立即传信郑国寺, 告诉武王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让他便宜从事, 不必上奏。 尹凤拜道, 微臣领旨。 公孙云捋着胡须, 说道, 武王在郑国寺大破西夏, 李承道知晓后, 应该能消停一下。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朕也是如此想的, 李承道想牵至大洲, 侧应西夏。 如今武王大破石勒, 李承道的牵制已经失去了意义, 再打也不过是消耗自己。 公孙云微微点头, 王威默然不语。 女帝高兴地起身, 说道, 散朝吧。 众位大臣出了朝堂, 公孙云乐呵呵往外走。 到了宫门口, 赵恒立即掀开车帘子。 公孙云坐下来, 赵恒挥舞鞭子, 马车缓缓往公孙府驶去。 老爷这么开心, 想必武王得胜了。 赵恒一边赶着马车, 一边回头对马车里的公孙云说道。 公孙云很高兴, 说道, 对, 大获全胜, 这小子真行啊, 可惜。 赵恒问道, 可惜。 公孙云笑了笑, 没有继续说。 他觉得, 可惜公孙玲珑没有参战, 要不然这份功劳也能算他一份。 不过, 龙晨把新军藏得这么严实, 肯定有大用, 好饭不怕晚, 公孙云不着急。 车轮滚滚往前, 经过聚金堂门前。 这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车马商旅也越来越多, 赵恒放慢了速度。 迎面一辆马车过来, 和公孙云的马车擦肩而过, 驶进了聚金堂后院。 车帘子掀开, 孟兰从马车里走下来。 格东东正在院子里忙活, 指挥伙计把东西装车。 孟兰看了一眼, 都是些军需物资。 孟兰慢慢走上去, 到了房间外, 孟兰拜道, 属下孟兰拜见。 房间里, 沈万金应了一句, 进来。 黑风在旁边站着。 欧卓。 孟兰行了一礼。 沈万金把手里的纸条收起来, 看了一眼黑风, 黑风立即退出房间, 又把门关上。 龙承恩在郑国寺打了一个大胜仗, 居然以一敌六, 一次斩杀三个武皇高手, 重伤空计, 十号燃。 两日前又杀了十乐二十万大军, 短短数日杀敌近三十万。 这一场仗, 本作看龙承恩赢定了。 孟兰听闻这喜讯, 心中暗暗开心。 龙承偷袭郑国寺斩杀德善的消息, 他已经知道了。 这个消息, 孟兰才刚刚听说。 内心虽然高兴, 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假装诧异到龙承恩以一敌六。 怎么可能? 空计和尚修为高深, 十乐传说有王族秘法, 怎么会打不过龙承恩? 沈万金摇头说道, 不知道, 不过听说张倩几人突破了武皇境界。 孟兰恍然道,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龙承恩怎么可能以一敌六, 就算女帝清零, 恐怕也不过如此。 孟兰确实不相信龙承能一个人打六个, 在床上以一敌六, 那还差不多。 沈万金却说道, 你还记得龙承恩去了一趟精灵吗? 孟兰微微点头, 说道, 属下听说了, 他把精灵城搅得天翻地覆。 沈万金点点头, 说道, 这次潜入了皇宫, 把李承道的内裤翻了个遍, 据说偷走了一部功法。 孟兰惊讶道, 功法? 沈万金点微微汗手, 看着孟兰说道, 对, 龙承恩从精灵城回来后, 就开始闭关, 张倩几个人也开始闭关。 到现在, 就有了龙承恩以一敌六的事情。 孟兰诧议道, 楼主的意思, 龙承恩和手下的女将, 凭借那部功法, 修为暴涨。 沈万金点头道, 不错, 正是如此。 孟兰感觉不可思议, 抵语道, 什么功法如此神奇? 沈万金说道, 本座想派你去一趟郑国寺, 想办法从龙承恩那里查一查, 他到底修炼了什么功法? 孟兰抬头看着沈万金, 为难地说道, 楼主, 如此神奇的功法, 他怎么会告诉属下? 孟兰心里很慌张, 难道说自己的事情暴露了? 沈万金说道, 无妨, 本座只是派你去碰碰运气, 有早没早打一杆子。 孟兰感觉很惊讶, 这不像沈万金的座派。 身为刺客, 每一次行动都会慎重考虑, 绝不可能做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情。 沈万金意味深长地看着孟兰, 说道, 当然, 能拿到更好, 龙承恩好色, 这是一个机会。 孟兰愕然地看着沈万金, 他以为沈万金真的知道了, 急得有点结巴, 楼主, 属下属下。 沈万金抬手示意, 孟兰不要急, 说道, 本座的意思是你和龙承恩接触多, 你却或许有机会, 正好有一趟货物要送过去。 孟兰立即说道, 楼主, 属下人老猪黄, 每次和龙承恩见面, 属下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可是他从未正眼看过属下。 五王府美女如云, 便是一个普通的侍女, 也比属下年轻貌美, 这个任务。 孟兰表现出很无奈的样子, 沈万金知道, 孟兰每次都打扮, 孟兰今天说开了, 沈万金心中的怀疑反而消了一些。 无妨, 反正这批货物需要人押韵, 你去一趟, 一切见机行事。 沈万金也不要求孟兰一定要如何, 这个事情确实很难, 沈万金只是碰碰运气。 请问楼主, 何日启程? 沈万金说道, 现在就走, 格东东已经装好东西了。 刚才孟兰看到格东东在装东西, 果然是卖给龙臣的君资。 属下遵命? 身为刺客,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必须服从命令。 孟兰脸色难看地退出房间, 慢慢走下楼, 和上楼的黑风撞在一起。 你没事吧? 黑风看孟兰失魂落魄的样子, 开口问道。 孟兰摇了摇头, 慢慢走下楼, 到了院子里。 看着已经收拾好的东西, 孟兰强打起精神, 对格东东说道, 这趟差是我来, 楼主的命令。 格东东正在拿着账本核对, 就听到孟兰说, 这次任务由他去。 你去? 格东东诧异地问道。 孟兰说道, 楼主刚刚吩咐的, 你可以去问。 格东东回头望了一眼阁楼, 说道, 好, 这是账本, 你确认一下。 沈万金就在楼上, 孟兰不可能说谎骗人。 孟兰接了账本, 仔细清点东西后, 也不会如归客栈, 立即压着马队, 缓缓出了金师, 往镇国寺去。 格东东看着马队离开, 自己回了房间。 关了门, 格东东坐下来, 倒了一碗茶喝起来。 他很失望, 本想这次差事由他押运, 可以趁机和龙臣接上头, 亲口问一问龙臣, 到底想要格东东做什么? 自从服下龙臣给的丹药, 腹痛确实好了, 但他可以确定, 那丹药只是缓解, 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解读。 可是没想到, 最后关头, 沈万金居然让孟兰去了。 为什么让孟兰去? 格东东想不明白原因。 格东东在房间里郁闷的时候, 黑风进了沈万金的房间。 楼主, 孟兰走了。 怎么样? 看样子失魂落魄的, 不太愿意走这一趟。 派人盯着他, 这个贱人, 到底是不是和龙臣恩勾搭上了? 是。 沈万金并不是真心派孟兰去勾搭龙臣, 索要什么修炼功法。 因为这样做根本不可能办到, 谁会因为区区色诱, 就把能突破武皇修为的功法说出来。 龙臣是色鬼, 但不是傻子。 沈万金怀疑孟兰和龙臣勾搭, 所以故意设局, 故意让孟兰前去勾搭龙臣, 以此检验孟兰到底是不是。 黑风有些不解地问道, 可是楼主, 您的命令是让孟兰勾搭龙臣恩, 如果他说这是奉命形式呢? 沈万金冷笑道, 真勾搭了, 不管有没有拿回功法, 都傻。 如果孟兰真的和龙臣有一腿, 不管有没有拿到功法, 沈万金都会杀人。 这个任务, 就是个杀人计。 黑风微微点头, 说道, 楼主思量周密。 沈万金说道, 孟兰不在, 公布那边, 你去应承一下。 还有, 告诉燕双玉, 刺杀赵伦的事情可以, 八千斤就八千斤。 黑风败道, 属下遵命。 黑风退出房间, 下楼的时候见到佑轩, 黑风微微点头示意, 佑轩看起来心情很好。 黑风知道, 孟兰的事情就是佑轩在煽风点火。 下了阁楼, 黑风立即传输西风城御佛楼。 飞鹰从巨金堂出来, 飞了一天多, 落在了西风城御佛楼的后院架子上。 李三娘见飞鹰来了, 立即从爪子上摘下一个小竹筒, 又切了一盘肉放在旁边, 传输的鹰狼吞虎咽赤着。 李三娘拿着小竹筒上了阁楼, 燕双玉正在对着镜子梳妆。 这两日, 燕双玉不停地试着不同的妆容, 想找出最满意的打扮。 堂主, 来消息了。 李三娘把小竹筒递过去, 燕双玉立即拆开看了。 好, 楼主答应了。 龙城的钱已经送到了, 就差省万金的书信, 计划就可以实施了。 老马夫到了吗? 李三娘摇头说道, 还有一个时辰才到吧。 燕双玉把小竹筒收好, 说道, 把这个给老马夫, 让甘心一计行事。 李三娘收了, 点头道, 好。 李三娘下了阁楼, 回到后院的账房, 继续算玉佛楼的账目。 一个时辰后, 门外传来老马夫的声音。 老马, 够准时的呀, 每次都这个时候来。 不是我准时, 是这两匹老马准时。 老马就是你, 你就是老马, 一样的。 那时那时, 我去交钱。 老马憨笑着推门进来, 又慢慢转身, 把门关上。 门关好以后, 弯腰驼被憨笑的老马 立即直起了身子, 步子也变得稳健。 走到柜台前, 老马问道, 有什么消息要带回去吗? 李三娘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竹筒, 说道, 交给干堂主。 老马收了竹筒, 又把银子给了, 李三娘照旧开了单子, 给他。 老马接了单子, 出了房间, 又是一副憨厚窝囊的样子。 装好了酒水, 又买了些其他酒铺用的东西, 老马赶着马车原路返回。 过了御佛关, 到了镇国寺, 老马看到不少和尚在耕地, 还有一个僧人骑在马上, 手里拿着鞭子指挥那些和尚。 老马认得, 那人是武僧院院守福慧。 这个福慧怎么成了龙承恩的打手? 也对, 这司临阵投降, 以后只能跟着龙承恩了。 老马按道, 龙承好手段, 居然让福慧管理这帮镇国寺的俘虏重地。 都是从镇国寺出来的, 都是和尚, 没有比福慧更懂行的人了。 马车继续往西走, 和军陶就在老马夫身后不远处。 看着老马夫往西离开, 和军陶上了镇国寺山顶。 原来烧毁的殿羽在慢慢重修, 不过这一次, 龙承用的多是石头, 很少用木材。 因为周围没有树木可以砍伐, 石头倒是多。 走到房间门口, 正好见到独孤伽丽从房间里出来, 头发有些乱。 伽丽? 军陶啊, 大人在里头。 大家都是武王府的, 彼此都熟悉, 独孤伽丽在里面做什么, 何军陶不用猜都知道, 没什么不好意思。 咚咚咚。 何军陶敲了敲门, 龙承在里面应了一声, 请进。 何军陶犹豫一下, 推门进去了。 龙承已经穿好了衣服, 床上还没有收拾, 被子很乱, 有些地方有水渍。 屋子里有股淡淡的女人香。 独孤伽丽提有一香, 何军陶早就知道了。 听说独孤伽丽做事的时候, 身上出的汗最是香气浓郁, 今天终于见识了。 大人, 西风承烟双玉送来了一份秘信。 何军陶将秘信呈上, 龙承接了秘信, 仔细看了。 沈万金接了这个单子, 万金楼要动手杀赵伦了。 八千斤有点少, 但他们还是接受了, 真的想讨好我。 龙承笑了笑, 把秘信烧了。 何军陶问道, 我们要做什么吗? 龙承摇头, 说道, 不用, 这是万金楼的事情, 我们付了钱, 他们就要干活, 与我们无关。 对了, 春更的事情如何? 何军陶说道, 挺顺利的, 昨天杀了一批人, 现在都不敢跑了。 福慧这司管人还不错, 郑国司那帮人不敢反抗。 龙承说道, 福慧以前是武僧院的院守, 在寺里有点威望, 让他管正好。 杨成那边给我盯紧, 时乐的一举一动都要禀报。 何军陶点头道, 一直盯着, 他们现在陆陆续续有新的兵马到了, 他们恐吓的法子真有效, 不知道情况的百姓真的投军了。 杨成太守出主意, 说龙承要把膝下男人全部淹了当太监, 吓唬百姓参军。 这些百姓还真的信了。 龙承摇头笑道, 这个事情我想过, 你这样, 你去散布谣言, 就说只有参军打仗的会被淹, 好好种地的没事。 何军陶想了想, 说道, 好, 属下就这去。 对于赵伦的毒计, 龙承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应对之策。 自己聪明, 敌人也不是傻子, 有些计策太好了, 龙承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何军陶出了房间, 立即去安排。 何军陶前脚刚走, 唐黑子就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抱着头盔。 他奶奶的, 时乐得了失心疯吧, 还敢绕到我们后方拦截自重。 唐黑子看样子, 又气愤又高兴, 龙承问道, 什么事情? 唐黑子放下头盔, 说道, 我们有一批物资从金狮运过来, 结果在西丰城东边, 遭遇西夏铁药子袭击, 死了三十多个弟兄。 幸存的弟兄到西丰城市井, 正好我在西丰城买东西, 我带了一百多人, 追上了那帮人, 全给杀了报仇。 大人, 您说那帮人是不是得了失心疯, 居然敢绕到我们后方袭击自重。 龙承皱眉问道, 他们从哪里过去的? 龙承控制了镇国寺, 东边还有御佛关, 两道关口拦截, 西夏的铁药子怎么可能过去? 唐黑子摇头说道, 不确定, 好像是从盘河行宫, 绕到元孝谷, 然后过了西丰城的。 龙承立即说道, 去查清楚, 一百多铁药子凭借马蹄印 也能确定从哪里溜进来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 能进来一百多, 就能进来一千多, 甚至上万。 龙承绝对不能留下隐患。 唐黑子拜道, 遵命。 唐黑子从房间里出来, 刚走没多远, 就看到何君陶又匆匆忙忙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黑子好奇地问道, 何君陶说道, 有事。 说完, 何君陶进了房间, 手里拿着一封密信, 说道, 大人, 有个人送了封密信过来, 他不愿意透露身份, 人已经走了。 龙承觉得奇怪, 接了密信拆开, 龙承脸色微变。 怎么了大人? 何君陶见龙承脸色罕见的差。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 龙承总是泰然自若, 这次表情居然这么凝重。 龙承没有说话, 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心中想对策。 密信是孟兰送来的, 说沈万金派他过来色又盗取功法, 他觉得沈万金起疑心了。 龙承一看, 就知道其中有问题。 派手下色又功法。 这种没脑子的任务, 怎么会从沈万金那里出来? 分明是在试探, 看孟兰和龙承到底是不是有一腿。 一开始, 龙承只是占孟兰便宜, 但占便宜次数多了, 感情慢慢就有了。 事情因为龙承而起, 沈万金起疑心要杀孟兰, 龙承不可能不管不顾。 龙承是色鬼, 不是人渣。 把唐黑子叫回来, 龙承突然呵斥, 何军陶吓了一跳, 立即出门找唐黑子。 不多时, 唐黑子气喘吁吁跑进来, 身后跟着何军陶。 大人, 唐黑子不知道龙承找他干嘛。 龙承说道, 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你们两个一起去, 这个事情必须做得隐秘。 二人拜道, 大人请吩咐。 龙承仔细说了, 两人立即出门去办。 龙承想了想, 换了一身衣服, 也下山出门。 走到山脚下, 见到福慧走过来。 拜见武王。 福慧见到龙承, 就跟耗子剑猫一样。 龙承停下来, 好言抚慰道, 福慧法师辛苦了, 郑国寺的庙宇再重建, 等见好了, 福慧法师就是本寺的方丈。 福慧听到喜笑颜开, 拜道, 多谢武王。 龙承笑了笑, 上马往西丰城去。 西丰城不远, 很快就到了。 马队驼队在西丰城中转, 不断地往西出玉佛关, 到西下去。 阳城在备战, 需要很多物资, 现在做买卖最赚钱。 龙承没有切断商路, 因为西厂和万金楼的人 要随着商队往西, 渗透到西下。 在玉佛楼停下, 龙承见到李三娘正在迎来送往, 生意十分热闹。 燕霜玉是万金楼里最擅长做买卖的, 他到了西丰城后, 玉佛楼已经成为万金楼内部最赚钱的堂口。 武王来了。 李三娘见龙承到了, 慌忙过来迎接。 龙承下马, 笑道, 偶然路过。 李三娘亲自替龙承牵马。 燕堂主在吗? 李三娘立即回道, 在呢, 在楼上, 武王请。 李三娘把马将递给一个仆人, 自己带着龙承进了正堂, 又上了二楼房间。 到了门口, 李三娘敲门说道, 堂主, 武王来了。 说完, 不等燕霜玉答应, 李三娘便推开房门, 燕霜玉还穿着睡衣。 见到龙承站在门口, 燕霜玉慌忙进了屏风后面。 李三娘尴尬地又把门关上, 连忙告罪, 武王恕罪, 失礼了失礼了。 龙承笑道, 是本王失礼了。 过了会儿, 燕霜玉重新开门, 尴尬地拜道, 奴家失礼, 武王久等了。 龙承笑了笑, 说道, 是本王失礼了, 来得不是时候。 燕霜玉红脸低着头, 说道, 武王请进。 龙承进了房间, 里面一股淡淡的女人香。 李三娘把门关了, 房间里只有龙承和燕霜玉两个人。 这看似偶然地尴尬, 其实早有预谋。 按理说, 见面应该在正堂客厅, 李三娘却直接带龙承到二楼闺房, 这不是故意是什么。 坐下来, 燕霜玉看了一眼龙承, 脸上的羞红越发厉害。 燕霜玉确实是故意的, 她看到了龙承, 故意把衣服脱了, 还把头发搞乱, 假装刚刚起床的样子。 奴家昨夜算账太晚, 刚刚起来, 惭愧。 是本王唐突了, 突然造访。 龙承笑呵呵配合燕霜玉演戏, 免得他尴尬。 燕霜玉笑了笑, 问道, 五王突然到御佛楼, 不知所为何事? 龙承本想说偶然路过, 上来做做, 这样说符合自己色鬼的人设。 不过想了想, 龙承还是说道, 刚刚接到堂主的密信, 说沈楼主答应了, 本王想问问什么时候动手。 赵伦这两天在阳城不安分, 城墙加固, 壕沟栅栏设置, 都是他在领头, 本王想他早点死。 如果龙承说自己只是因为贪恋燕霜玉的美色而来, 听起来会不真实。 而以杀赵伦之事为由头, 燕霜玉就会以为自己实际的目的是来调戏他。 燕霜玉说道, 此事已经安排下了, 五王静候佳音便是。 五王还有其他事情吗? 燕霜玉笑盈盈问道。 龙承假装思所状, 迟疑地说道, 天气渐渐热了, 龙家军需要一些薄一点衣服, 不知道燕堂主这里有没有。 燕霜玉心中笑道, 当然有, 五王需要多少? 奴家好做准备。 燕霜玉抬起仙仙玉手, 给龙承倒了一杯茶。 龙承这次没有拒绝, 拿起茶送到嘴边, 突然停下来, 问道, 燕堂主擅长下毒, 不会这茶水里有毒吧? 燕霜玉秀眉微醋, 翘脸称怒道, 奴家为五王倒茶, 五王却来怀疑奴家。 说着, 燕霜玉放下茶壶, 将龙承手中的茶杯接过, 自己喝了半杯, 然后又递给龙承, 说道, 奴家为五王试过毒了。 若是换作其他人, 喝了一半的茶给客人, 还是尊贵的五王, 这是十分无礼的行为。 但燕霜玉不一样。 龙承接了茶杯, 故意把杯子转了一下。 燕霜玉涂了口汁, 白色的慈杯, 沾了红色的唇印。 龙承对着唇印, 喝了一口茶, 微微赞叹道, 嗯, 唐主的茶好喝。 燕霜玉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只羞笑道, 五王怎么调戏奴家。 唐主这就冤枉本王了, 本王成情喝了唐主的茶而已, 怎么就是调戏唐主? 唐主如果觉得喝茶是调戏, 那喝水也行, 不知道唐主有没有水。 只是这里的水不太好, 有点咸。 龙承手里拿着茶杯, 一本正经地说道, 西丰城一带的土质不好, 水质比较硬, 井水的矿物质太多, 喝起来是咸的。 龙承所说也没错, 非常正经的话题。 燕霜玉脸色僵住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刺杀赵伦的事情, 已经安排了, 五王不用担心。 燕霜玉又重复了一句刚才的话。 龙承放下茶杯, 忍不住笑道, 唐主, 这个事情已经说过了。 燕霜玉尴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是啊, 奴家怕五王记不住。 龙承不知道, 燕霜玉的羞涩是真的, 还是装出来的。 作为一个老牌刺客, 龙承不相信燕霜玉, 还有什么少女心。 燕霜主来这里多久了? 龙承岔开话题, 不再调戏燕霜玉。 燕霜玉想了想, 说道, 大半年了, 当时奴家和五王刺杀天下会以后, 楼主就派奴家到了西丰城, 接管田凉的产业。 奴家要多谢五王, 东西差不多都留下了, 奴家在这里的生意, 做得也好些。 这是客套话, 无间当时把东西全都搬走了。 龙承笑道, 燕霜主有金银之财, 本王没有帮上什么忙。 燕霜玉笑了笑, 感觉龙承的态度又冷漠了一些。 怎么突然又这样了? 男人心, 海底针? 房间里陷入安静, 燕霜玉和龙承都不说话了。 燕霜玉又拿起茶壶, 给龙承倒了一杯茶。 这一次, 龙承直接喝了一杯, 看了看时辰, 说道, 时候不早了, 请燕霜主早日安排刺杀一事。 燕霜玉起身说道, 五王放心。 龙承起身, 燕霜玉连忙开门, 送龙承下楼。 到了楼前, 李三娘牵马过来。 龙承上马, 燕霜玉拜道, 五王有空常来, 这次茶不好, 下次一定找一壶好点的水。 龙承笑了笑, 说道, 有点咸的水挺好的, 泡出来的茶别有风味。 燕霜玉尴尬地笑了笑, 微微欠身行礼, 并不回答这话。 龙承刚要走的时候, 唐黑子带着一对人马正好路过楼前, 马脖子上挂着几颗人头, 身后压着十几辆的货物。 街上的商旅行人见了, 纷纷退避, 看着唐黑子指指点点。 大人, 唐黑子和身后的骑兵见到龙承, 立即下马参见。 你们怎么在这里? 龙承有些奇怪地问道。 唐黑子回道, 后继禀报, 说有一对西夏的铁药子 绕到了后方劫掠百姓, 袭击军资粮道, 末将带兵围剿, 全都杀了, 还从他们手里抢回了物资。 龙承神色一冷, 说道, 怎么可能? 石勒大军在阳城, 他如何绕到后方呢? 唐黑子回道, 查清楚了, 从盘河行攻过袁孝谷, 然后绕过西风城, 到了后方的。 是末将失职, 没有拦住他们。 龙承看了一眼车队物资, 语气缓和了一些, 说道, 无妨, 杀了就行, 袁孝谷那边加强防卫。 唐黑子拜道, 末将领命。 龙承转头对燕双玉说道, 宴堂主告辞了。 说完, 龙承就想带着唐黑子一起走, 唐黑子和其他人也一起上马, 准备离开。 燕双玉却突然拦住龙承, 拜道, 武王稍后, 这马队好像是我们聚精堂的。 龙承诧异地看向马队, 说道, 不可能吧, 唐黑子。 唐黑子摇头说道, 末将不知道, 当时铁药子袭击了车队, 人都死了, 末将不知道谁的东西。 燕双玉和李三娘跑到后面的车队, 仔细检查车上的标志和货物。 唐主, 这就是啊。 李三娘诧异地说道, 燕双玉慌忙跑过来, 对着唐黑子拜道, 将军, 这车队就是我们聚精堂的, 今日本该有一批从京师送到玉佛楼的货物, 就是这批。 我们玉佛楼的人呢? 道。 唐黑子转头看着龙承, 龙承问道, 没有活口吗? 唐黑子微微摇头, 龙承脸色阴郁地说道, 燕唐主, 既然车队是你们, 那就还给你们。 燕双玉知道, 这趟压车的是孟兰, 虽然不知道孟兰这一趟的目的, 但也是一个摆金石, 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 能否劳烦这位将军带路, 奴家去看看, 也好对上头有个交代。 燕双玉很焦急, 龙承说道, 这有何难, 本王随你一起去。 把车队留下, 唐黑子带路。 李三娘立即牵马过来, 冲出城。 唐黑子带路, 龙承和燕双玉随后, 御佛楼的伙计和龙骑兵跟着。 往东走了七十多里, 就是事发地。 大人, 就是这里。 唐黑子停下马, 燕双玉立即翻身下马, 冲到了前面。 地上全是血, 还有些掉落的残肢。 人呢? 燕双玉看向唐黑子问道。 唐黑子指了指旁边的土坑, 说道, 埋了, 铁药子和被杀的马队一起埋了。 龙承说道, 燕双玉毫不犹豫地说道, 挖出来。 李三娘立即指挥伙计把土挖开, 底下的尸体逐渐出现, 铁药子和聚金堂伙计的尸体慢慢出现。 燕双玉站在旁边, 一具尸体一具尸体辨认。 龙承有些不明白, 问道, 燕堂主, 你这是做什么? 燕双玉拜道, 五王恕罪, 我们聚金堂有个规矩, 兄弟们死了, 要把尸体带回去安葬。 龙承微微点头, 说道, 那时候不早了, 本王要先回去了。 燕双玉拜道, 多谢五王。 龙承上马, 带着唐黑子和龙骑兵离开。 燕双玉看龙承走了, 继续指挥伙计挖土。 等把所有尸体挖出来, 就看到一具穿着丝绸衣服的女尸, 头颅已经被砍碎了。 堂主, 这是孟兰吗? 李三娘见过孟兰,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 天色渐完, 燕双玉蹲下身子, 仔细检查身体, 发现致命伤在胸口, 中了三箭, 然后才被斩首的。 这与剑和刀伤, 是铁药子干的。 李三娘仔细辨认, 确定这些人确实死在铁药子手里。 只有孟兰的头是碎的吗? 燕双玉问道, 李三娘说道, 不是, 还有几个伙计, 也是头颅砍碎了, 铁药子很多人用金瓜锤。 所谓金瓜锤, 就是一根铁棍, 头部做成一个金瓜的形状, 用来击打破甲。 借助战马的冲击力, 金瓜锤打中脑袋, 头颅立即破碎。 把她的尸体带回去吧。 燕双玉无法分辨长相, 只能把孟兰的尸体装起来带回去, 其他人的尸体, 燕双玉草草掩埋。 回到西风城玉佛楼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到了后院, 尸体摆在房间里, 燕双玉仔细将身体的特征记下。 虽然无法分辨头颅样子, 身体样貌必须如实记录, 到时候一起送回金师, 让沈万金自己确定。 燕双玉仔细记了, 然后才将尸首装进棺材里, 等明天一早送回金师。 堂主, 这个事情有些蹊跷, 怎么就袭击了我们的马队呢? 李三娘感觉事情不对头。 燕双玉摇头说道, 不知道, 反正事情发生了, 好在东西没丢。 明日送回去吧, 我去写一封信。 说完, 燕双玉上楼将事情原委如实写了, 等着第二天将棺材运回去。 龙城离开后, 过了西风城, 到了御佛关。 龙城把自己的衣服给一个士兵穿了, 马也给士兵, 自己留在了御佛关。 唐黑子和假扮的龙城则出了西门, 继续往郑国寺去。 龙城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 进了帅府的房间。 孟兰正穿着龙家军的衣服, 何军逃在旁边守着。 掌柜在这里可还习惯。 龙城笑呵呵走进来, 何军逃起身行礼, 然后退出了房间, 把门关上了。 孟兰穿着军服, 看着龙城, 说道, 你胆子真大, 你觉得沈万金会相信? 沈万金刚刚指派孟兰押运物资到郑国寺, 还让他色诱龙城的时候, 咽双玉觉得这个差事不错。 可从京师出发后, 孟兰一路上都在思考, 沈万金到底想干嘛?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怎么会派他色诱龙城, 就为了谋取功法? 这个事情说不通, 但是孟兰又不确定。 所以半路上, 孟兰派人给龙城飞鹰传书, 先一步把消息送到了郑国寺。 龙城比他聪明, 孟兰相信龙城能想明白。 龙城得到消息后, 立即派唐黑子与何军陶 扮作西夏的铁药子, 把万金楼的马队杀了, 又找了一具尸体, 假扮孟兰。 龙城用的这个金蝉脱鞘之计, 其实也有漏洞。 如果沈万金不信, 一定要查那具尸体, 肯定会发现不对头。 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人完全一样。 但是龙城不在乎, 因为龙城说, 孟兰死了, 孟兰就是死了。 沈万金如果一定要为了一个孟兰, 就和龙城翻脸, 这个损失极大, 沈万金不是蠢人。 人和人之间, 永远是利益。 所以孟兰说, 沈万金不会相信的时候, 龙城并不在意。 不信又如何? 龙城坐下来, 笑呵呵说道。 仔细打量一番, 龙城笑道, 嗯, 穿上军服也不错, 我的孟兰长柜, 长得就是好。 孟兰看着龙城不正经的样子, 担忧地说道, 燕霜玉肯定会把尸体送回京师, 到时候楼主一查就知道。 龙城说道, 知道又如何? 他敢和我翻脸? 孟兰说道, 你如今威震天下, 楼主自然不敢和你翻脸, 但背后搞事情还是可以的。 鸣枪一挡, 暗箭难防, 你就不担心他找人刺杀暗算? 龙城说道, 天气热了, 尸体送回去就烂了, 如何辨认? 那具尸体的体貌和你很像, 沈万金只能认了, 他如果不认, 本王替你杀了他。 龙城说得非常霸气, 孟兰突然心中一暖, 问道, 我问你, 不许骗我, 你到底对我什么意思? 这么久, 孟兰和龙城什么都有过, 可是两个人的关系, 一直不清不楚。 这一次, 龙城用金蝉脱鞘的计策, 让孟兰假死, 孟兰必须问清楚, 自己到底是什么, 是龙城的女人, 还是说龙城只把她当作玩物? 龙城说道, 从今日起, 你跟着我。 孟兰认真地看着龙城, 孟兰高兴地抱住, 说道, 好, 我跟着你, 不管到哪里。 可是, 沈万金那边, 你不能大意, 他这人报复心特别强。 秀娘的事情, 他还在查, 他一直说, 秀娘没死, 被你拐走了。 我的事情, 他肯定也会一直查下去的, 你不能这么大意。 龙城有些诧异, 问道, 秀娘的事情, 沈万金还在查。 秀娘的事情, 过去了这么多年, 沈万金居然还揪着不放。 这让龙城有些诧异。 孟兰点头道, 对, 他一直都在查, 所以我的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的。 龙城想了想, 冷笑道, 老子给沈万金一个台阶下, 希望他知去。 他如果敢翻脸, 老子把万金楼也灭了。 孟兰微微叹息一声, 说道, 万金楼势力不如天下会, 但万金楼是刺客组织, 夺在暗处刺杀, 你要灭掉万金楼, 没有这么容易的。 天下会的势力很大, 但都是明面上的势力, 龙城能找到下手的地方。 万金楼不一样, 他们躲在暗处, 龙城有劲没处时。 龙城冷笑道, 你猜我为什么把天下会的产业 送给沈万金? 孟兰说道, 为了拉拢沈万金对付天下会啊。 龙城微微摇头, 说道, 当时我需要沈万金的高手帮忙, 这是一个缘故。 不过, 如果只是为了拉拢他们出手, 我完全可以出巨额的定金。 我把天下会的产业给他, 是为了把万金楼的势力引出来。 据我所知, 万金楼有五位千金使, 有三位已经露出水面了。 燕霜玉在西丰城玉佛楼, 前城在燕门关封沙楼, 游丰益在乾江郡望海楼。 另外还有两个, 南梁的李婆婆, 西下的甘心。 甘心和燕霜玉的联络人, 应该就是那个买酒的马夫, 甘心就在阳城。 他沈万金记仇, 老子也记仇, 他敢派人烧我府邸刺杀我, 这笔账得算。 孟兰这才明白, 原来龙城把天下会的产业给沈万金, 是为了暴露天下会的势力。 你花这么大的代价, 就是为了把万金楼的势力引出来。 孟兰才发现龙城的真正意图。 龙城点头道, 不错, 我原本的计划就是如此, 所以你不用担心, 如果沈万金真敢和我翻脸, 老子灭了他。 一直以来, 孟兰都觉得沈万金厉害。 现在才发现, 龙城才叫心机深沉。 从一开始, 龙城就算计好了。 行, 有你这句话, 我也不担心了, 以后就跟着你。 孟兰靠在龙城怀里, 感觉好安心。 你就在御佛关注下, 这里是我的地盘, 万金楼的人进不来。 我有空就来陪你, 好好休息。 孟兰很开心, 自己终于脱离了万金楼的束缚。 老马夫拉着酒水, 过了镇国寺, 缓缓进了阳城。 守城的士兵见老马夫进城, 仍旧不为难, 放他进去了。 车轮慢慢滚到李家酒铺, 老马夫赶着马车进了后院。 几个伙计过来搬酒坛子, 老马夫憨憨地叮嘱道, 轻拿轻放, 跪着呢。 说完, 老马夫进了房间, 甘心坐在桌子前算账, 汗烟杆子放在一旁。 关了门, 老马夫从怀里拿出小竹筒, 说道, 堂主, 秘姓。 甘心看了一眼小竹筒, 放下手中的算盘, 接了小竹筒, 拔开筛子, 取出里面的纸张, 细细看了内容, 眉头微微皱起。 楼主让我们刺杀赵伦。 老马夫微微点头, 并没有多少诧异, 这个单子肯定是龙臣下的。 两边在交战, 龙臣要杀杨成太守很正常。 堂主打算如何安排? 老马夫等着甘心吩咐。 甘心拿起汗烟杆子, 从金丝烟袋里抽出烟丝, 塞进金烟斗里, 用火折子点了, 巴达巴达抽起来。 赵伦这些日子都在寻成, 很好下手。 你去安排, 有不着痕迹。 甘心抽着汗烟下了刺杀的指令。 老马夫微微点头, 立即去安排。 杨成外头, 天色已经黑了, 篝火在城外燃起, 士兵围着篝火坐下。 白天士兵训练和修建壕沟, 加固城墙, 都很累, 到了晚上围着篝火吃肉喝酒休息。 杨成太守赵伦和疏密使卢吉昌 一起走在城外, 身后的士兵举着火把 查看白天修建的防御攻势。 卢大人, 您觉得如何? 卢吉昌看着身达十米, 宽二十米的壕沟, 说道, 足够了, 龙承恩若是赶来, 定让他有来无回。 这些天, 几十万士兵一起动手, 城外的壕沟挖得很深, 城墙也加厚了一层, 床子奴摆在了城墙上。 卢吉昌做好了准备, 打算在阳城与龙城一决雌雄。 赵伦说道, 还差一点。 卢吉昌问道, 还差一点。 缺水, 壕沟挖得这么深, 如果在饮水灌入壕沟, 龙家军要想渡过, 只能开船了。 赵伦微微笑道, 卢吉昌嘖嘖称赞道, 对, 光有壕沟不够, 龙家军就算跌入壕沟, 也不一定死。 可如果壕沟里灌水, 龙家军掉进去必死。 刚说完妙计, 卢吉昌又感觉不对, 问道, 可是赵大人, 阳城哪来的水啊? 阳城周围干旱, 根本没有水可以饮, 赵伦的计策无法实施。 赵伦笑道, 下官颇知天象, 料定明日有一场大雨, 到时候, 壕沟自然能灌满。 卢吉昌赞叹道, 赵大人上之天闻下之地理, 又懂得兵家谋略, 真是奇才啊。 我一定要向王上举荐, 现在是用人之计, 赵大人必定平不清云。 卢吉昌真的很欣赵伦, 上次赵伦提出的计策, 让国内的百姓踊跃参军, 真是个奇策。 赵伦立即拜道, 多谢卢大人赏识, 只是下官出身寒威, 带到太守之位已经是王上恩典, 在网上实在不敢想。 这话不是谦虚, 赵伦真的如此想。 在膝下, 特别看重家族门第, 赵伦这样的草根, 能够做到太守, 已经祖坟冒烟了。 再想往上走, 必须攀附皇族才有可能。 这一次, 石勒强公郑国四大败, 将杨成选为对抗龙臣的前线, 赵伦感觉机会到了, 所以干活特别卖力。 就想着, 在石勒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能让自己的仕途更进一步。 卢其昌这话说得赵伦心中乐开了花。 卢其昌白手说道, 太守好好表现, 王上就在城内看着呢。 赵伦拜道, 下官鞠躬敬, 翠死而后矣。 卢其昌则声道, 这话不吉利, 日后大好前程等着呢。 好了, 天色晚了, 我回去了, 你呢? 赵伦要表现得积极, 说道, 下官再看看防御。 卢其昌拍了拍赵伦的肩膀, 说道, 不要太辛苦了。 赵伦拜道, 卢大人先回吧。 卢其昌带着几个卫兵进了城, 赵伦继续在外面看着。 突然, 身后一个士兵抱着酒坛子, 兴冲冲跑过来, 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赵伦。 没长眼睛吗? 赵伦大怒, 立即呵斥身后的卫兵, 你们干什么吃的? 赵伦这人从底层爬起来, 对上级官员毕恭毕敬, 对底下的人极其严厉。 这是官场的常态, 一个人为了往上爬, 就给上头的领导当狗。 等爬上去了, 当了主子, 作威作福起来, 那是变本加厉。 以前给别人下跪当狗被侮辱, 等自己当官了, 就会找别人发现。 这是一种心理补偿, 或者说心理变态。 这种人在官场比比皆是, 官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身体不好, 而在于心理变态。 赵伦发怒, 卫兵吓得慌忙谢罪, 大人恕罪, 我们把纳斯抓起来。 说完, 卫兵就去追赶那个士兵, 但是追上去时, 士兵已经无影无踪了。 怪了, 人呢? 卫兵没找到人, 担心被赵伦责罚。 为了逃避责罚, 几人随便找了个新兵担子抵罪。 押着新兵过来, 卫兵败道, 太守大人, 抓到了, 请问如何处置? 赵伦冷哼道, 乱棍打死。 卫兵败道, 遵命。 新兵刚来没两天, 就被卫兵按住, 一阵乱棍当众打死。 赵伦看都懒得看一眼, 就像巡视防御攻势。 等看完了, 才慢慢夺步回斋地。 卫其昌回到太守府, 进了后衙给石勒禀报。 卫兵见卫其昌过来, 自然不会阻拦。 进了后院, 石勒还在修炼狂诗诀。 卫其昌心中暗暗叹息, 王上还在为豆浆失败耿于怀。 卫其昌走进去, 石勒停下来。 王上, 城外的防御攻势已经差不多了, 士兵的数量也起来了, 这几日有十万新兵抵达。 石勒擦了擦额头的汗, 卫其昌立即帮忙接了毛巾。 还不错, 这么快就有十万新兵。 石勒很满意这个速度。 本以为征兵很难, 没想到速度还挺快。 卫其昌趁机说道, 这都是太守赵伦的计策, 他这几日天天在城外只会修建攻势, 微臣以为此人可用。 石勒点点头, 说到本王这几天也在观察他, 确实不错。 当今用人之际, 赵伦是难得的人才, 封他为太尉吧, 让他参与军机事务。 卫其昌心里咯噔一下, 他只想让赵伦继续当文官, 没想到石勒开口给了太尉。 太尉是掌管军机要务的官员, 等于和卫其昌争夺兵权。 卫其昌虽然欣赵伦, 但没人喜欢被夺权, 所以他很不高兴。 当然, 这只能憋在心里, 不能表现出来。 否则, 自己刚刚举荐, 转头又诋毁, 这会让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 王上英明。 卫其昌表面高兴, 心里失落。 石勒又和卫其昌说了一会儿闲话, 卫其昌才从后牙出来回到宅邸。 走进宅邸时, 就看到一个医师急匆匆进了赵伦的房间。 怎么回事? 卫其昌还想着给赵伦报个喜, 就看到这一幕。 宅邸的管事回到, 太守大人不知道怎么了, 刚从外头回来, 就倒下了。 家里人找了医师救治呢, 还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卫其昌差一道, 倒下了。 怎么回事? 管事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卫其昌立即到了赵伦所在的院子, 里面乱糟糟的, 房间里有哭声。 卫其昌走进去, 就看到赵伦的老婆趴在床边放声大哭。 赵伦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屋顶, 瞳孔涣散, 医师刚打开的箱子又关上了。 怎么回事? 卫其昌问医师, 医师败道, 太守大人被毒蟹遮伤了, 无药可救。 卫其昌看着死不瞑目的赵伦, 心中突然有点高兴。 没有人和自己争夺兵权了。 卫其昌微微点头, 医师退出了房间。 卫其昌看着哭泣的太守夫人, 安慰道, 夫人节哀, 赵太守遭此横祸, 王上刚刚册封赵太守为太尉, 没想到天度英才啊。 卫其昌的话, 说得太守夫人更加伤心, 扑在尸体上大哭道, 夫君, 你听到了吗? 王上册封你为太尉了。 房间里的人跟着一听, 放声大哭。 卫其昌微微摇头叹息, 出了院子, 他站在门口想了想, 还是没有立即告诉时乐。 人已经死了, 等明天再说。 镇国寺。 何军逃进了龙晨的房间, 吴湘芸正依偎在龙晨身边, 看龙晨画作战图。 在玉佛关陪完了梦兰, 龙晨就回来了。 如果不回来, 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沈万斤更加有理由怀疑了。 大人, 探子从阳城发来消息, 事情完成了, 赵伦被堵死了。 何军逃说得很开心。 龙晨放下笔, 笑道, 好, 这丝心思太多, 不杀他不行。 吴湘芸问道, 夫君, 你杀了赵伦? 龙晨点头道, 对, 这丝诡计多端, 不杀他难办。 吴湘芸奇怪地问道, 诡计多端? 诡计多端的, 不是你吗? 龙晨笑道, 小媳妇是不是又欠了? 吴湘芸嘻嘻笑道, 夫君, 人家错了吗? 不要欺负人家吗? 看两人腻歪, 何军讨笑了笑, 拾去地退出房间。 刚关门, 就听到吴湘芸娇柔的声音, 龙晨已经开始收拾了。 轰隆隆。 夜里吹起了湿润的东南风, 天上突然乌云密布, 看样子就要下雨。 李家酒铺, 老马夫手里端着一盏油灯, 慢慢走进了甘心的房间。 关了门, 老马夫将油灯放在一旁, 说道, 堂主, 人死了。 甘心微微点头, 说道, 人多手砸, 杨成兵荒马乱, 杀人最容易。 好了, 明日送个消息回玉佛楼, 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老马夫点头道, 遵命。 老马夫又端着油灯出门, 抬头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 匆匆回了房间睡觉。 杨成宅底里, 卢其昌听着轰隆隆的雷声, 睡得格外安稳。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卢其昌踩着泥泞的街道, 爬上了城墙, 看着被灌满的护城河, 心中赞叹道, 这个赵伦真聪明, 居然真的下大雨了。 随即, 卢其昌又有些庆幸, 好在赵伦死了。 否则赵伦当了太尉, 自己的兵权一定会被夺走。 天度英才。 卢其昌故意摇头叹息一声, 然后进了太守府。 到了后衙, 时乐刚刚起来不久。 王上, 昨夜赵伦死了。 卢其昌神色悲痛, 好像死了轻爹一般。 时乐愣了一下, 问道, 死了? 怎么死的? 卢其昌如实禀报, 昨夜在城外巡视的时候, 被毒蝎遮伤了, 毒发身亡, 医师看了, 说无药可救。 时乐震惊地看着卢其昌, 喃喃自语道, 毒蝎? 阳城周围干旱, 毒蝎很常见, 被遮伤毒发而死的人不少。 可是赵伦的死亡, 总让时乐感觉很奇怪。 被毒蝎遮伤的? 不是被刺杀吗? 那个龙承恩与万金楼关系密切, 会不会是万金楼干的? 虽然沈万金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大家都能猜到, 他就是沈万金。 也知道龙承和万金楼合作。 但是, 谁都没办法, 合作了又如何? 谁能把龙承怎么样? 卢其昌摇头说道, 医师看过了, 就是被毒蝎遮伤的。 时乐无奈地说道, 罢了, 死都死了, 二丫头那边如何了? 时乐让二公主石金香组建女子军团, 这个事情过去了一些时候, 新庆城一直没有消息, 所以时乐在问。 卢其昌说道, 应该快了, 微臣再派人催促一下。 时乐点点头, 说道, 你去吧, 赵伦死了, 阳城的防御你上心点。 卢其昌拜道, 微臣领旨。 卢其昌退出后衙, 时乐继续修炼。 回到府邮, 卢其昌立即修书一封, 发回新庆城书密院。 信使到了城门口, 又见到买酒的老马夫。 老马夫赶着马车, 照常出门往东, 过了镇国寺, 到了御佛关, 最后停在御佛楼。 伙计见到老马夫过来, 笑道, 老马, 今日早了些。 老马夫笑道, 赶早不赶晚, 昨夜下雨了, 担心路不好走。 伙计笑道, 那是, 老规矩, 你去交钱开单子, 我给你装车。 老马夫立即拿着银子 进了张芳, 李三娘正在等着她。 赵伦死了, 任务完成。 老马夫严谨一该, 把钱递给李三娘。 李三娘接了钱, 说道, 知道了。 开了单子, 老马夫照常装车离开。 马车从后院出来, 身后跟着一辆马车, 上面放着一具棺材, 两个伙计赶着马车往东走。 老马夫看了一眼棺材, 手里的鞭子挥舞一下, 赶着马车往西走。 这具棺材自然是燕霜玉安排的, 送孟兰的尸首回京师。 马车缓缓离开, 燕霜玉站在二楼看着马车离开。 希望一切正常。 燕霜玉微微叹息。 孟兰出了这样的事情, 虽然说和燕霜玉无关, 外出做生意, 遇到意外, 生死很正常, 怨不得别人。 只是, 燕霜玉总感觉心里不舒服。 如果说, 龙晨故意做局让孟兰消失, 那就说明龙晨和孟兰有一腿。 燕霜玉感觉眼里进了沙子, 心里十分不爽。 自己和龙晨才刚刚勾搭上, 就有人横插一脚, 自己好像第三者一样, 这种感觉十分恶心。 马车缓缓往东出了东门, 两个伙计继续往东走。 老马夫赶着马车, 又到了镇国寺附近。 夫会骑着马, 手里拿着长长的鞭子, 霸气地对着耕种的僧人呵斥, 兜马里点, 春雨贵如油, 昨夜下雨了, 今天必须多出些力气。 等装载好了, 大家也能留一点, 武王对我们好, 我们不能偷懒。 老马夫看着福会神器的样子, 心中暗暗骂了一句狗腿子。 老马夫继续往西走, 过了镇国寺。 城墙上, 龙晨看着老马夫消失在天际。 何君陶说道, 大人, 这个人应该是甘心的人。 龙晨微微点头, 说道, 顺着这个马夫查, 看看甘心在哪里。 沈万金埋伏起来的案子, 龙晨要一个一个挖。 前些时候见万金楼没有什么威胁, 沈万金和龙晨的关系还算融洽, 龙晨没有想除掉他们的事情。 但是这次孟兰的事情, 让龙晨重新考虑铲除万金楼的事情。 给了这么多好处, 居然还咬着绣娘的事情, 沈万金必须死。 遵命。 何君陶立即去安排。 话分两头。 老马夫赶着马车回阳城的时候, 玉佛楼的两个伙计赶着马车, 拉着棺材往东回京师。 昨夜一场大雨, 道路拧拧难走, 两人晃晃悠悠赶着马车, 头顶的烈日将地面的泥水蒸腾, 让人感觉又热又闷。 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差事? 晦气。 左边的伙计回头看了一眼棺材, 一口唾沫吐在木板上。 右边的伙计劝道, 死者为大, 留点口德。 左边的伙计冷哼道, 狗屁口德, 你忘了我们做什么的? 我们死了以后肯定下地狱。 你还想去西天极乐? 要不到了金师, 你去找摩羯法师拜一拜。 右边的伙计没有搭理, 他知道对方嘴碎。 左边的伙计骂骂咧咧, 马车缓缓往前走, 路上遇到行人伤侣, 全都远远避开。 出门在外, 最忌讳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谁都不肯靠近他们。 我就说嘛, 谁叫我们都会浅。 左边的伙计又催了一口。 右边的伙计无奈地说道, 二狗子, 你少说两句。 左边的伙计听到对方叫自己小名, 顿时不悦, 回敬道, 驴蛋, 我说我的, 关你屁事。 驴蛋伙计心中不爽, 但也不想继续说下去, 这一路上就两个人。 眼看落日西沉, 驴蛋伙计说道, 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马也累了。 二狗子冷笑道, 拉着棺材铸店, 真要店家升官发财。 驴蛋不喜道, 那你要在荒郊野外露宿, 你和棺材睡一起。 二狗子拍了拍马车上的棺材, 嘿嘿笑道, 老子听说这个孟兰可是个大美女, 可惜啊, 可惜脑袋碎了, 要不然。 驴蛋嫌弃地说道, 死人你也惦记, 恶心不恶心。 二狗子冷笑道, 你没跟死人睡过。 这些刺客训练时, 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 会让他们找刚刚埋下去的心坟, 挖开封土, 在棺材里和死人同睡三天。 棺材上会留一个芦苇管子通气呼吸, 刺客在里头也不会憋死。 驴蛋不理会二狗子, 继续赶着马车往前走。 二狗子还在叙叙叨叨说着, 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人, 就是畜生。 突然, 前方出现一对人马。 这些人全是女子, 女子身穿白色衣裙, 衣裙上袖着云纹, 脸上戴着面纱。 最前面的两个女子提着两个香炉, 身后的女子手持长剑, 中间是一顶轿子。 在这夜幕降临之际, 出现一对穿白衣的女子, 驴蛋顿时感觉毛骨悚然。 鬼结青? 二狗子也被吓到了, 手里的鞭子鬼屎神钗地抽在马屁股上。 马哒哒地往前跑了两步, 迅速接近前方的队伍。 走近了, 才看到中间轿子由金丝南木制成, 四周围着金色沙曼, 里面似乎坐着一个女子。 看到这个女子, 二狗子和驴蛋知道这不是鬼, 但这身份显然不简单。 两人不禁加快了速度, 马车快速往前走, 想早点过去。 二狗子和驴蛋遇到的便是长生中的人, 他们赶着马车, 想早点过去, 可是路上的积水还没有干, 车轮压进水坑的时候, 积水飞溅而起, 居然设在了中间轿子的金丝沙曼上。 此时天色昏暗, 他们坐在车园上, 丝毫没有感觉。 积水设在金丝沙曼的时候, 有些脏水透过沙曼, 落在了里面女子的衣裙上。 女子眉头一皱, 身边的女子立即会议, 长剑出鞘, 飞向二狗子和驴蛋。 听到拔剑的声音, 两人二话不说, 立即跳车往旁边的树林钻去。 两个人都是刺客, 知道这对人马厉害, 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对手, 最好的办法就是逃。 只要钻进树林, 就有逃生的希望。 两人刚刚冲到路边, 女子已经拦在了前面, 手中利剑一闪, 两人的心脏被刺穿, 女子再一闪, 对着两人的头顶拍了一掌, 两人的心口血如剑般喷射而出。 二狗子和驴蛋慢慢倒下, 女子闪身回到路边, 轿子没有停留, 继续往溪走。 袖子抖了一下, 然后追上队伍, 消失在夜幕中。 女子离开不久, 棺材突然燃起大火, 拉车的马见棺材着火, 拉着马车往前狂奔。 南梁, 金陵城。 于府国低头急匆匆进了玄机罐, 李承道正在和玄机子于子明议事。 奴才于府国拜见皇上。 于府国立即拜见, 李承道看了一眼旁边的位子, 于府国立即拜道, 谢皇上赐座。 坐下来后, 于府国从袖子里拿出一封奏报, 承给李承道。 西夏急报, 龙承恩重伤空计, 石浩然, 沙浮永和星空, 星静, 又破了石勒四十万大军, 石勒退守扬城, 转攻为首。 于府国说着, 李承道拆开了奏报, 玄机子和于子明听得脸色骤变。 龙承攻破郑国寺的消息, 早就到了精灵城, 他们知道, 石勒正在集结大军强攻。 三人正在分析, 石勒会如何攻城, 龙承又会如何反击, 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石勒已经败了。 看完了奏报, 李承道脸色极其难看。 这司居然一个人单挑六个。 石勒最关注的, 不是破了石勒四十万大军, 而是龙承居然一个人单挑了石勒六个人。 这说明, 龙承从内裤拿走的功法极其厉害, 李承道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为何当初没有留下龙家的功法, 自己修炼? 如果自己修炼了, 现在也能和女帝单挑了吧。 六个? 玄机子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府国低声说道, 石勒、空忌和浮勇、 石浩然、星空、星静。 其他四个人, 玄机子不在意, 因为玄机子的修为在他们之上。 可是石勒和空忌, 这两人的修为不在玄机子之下。 龙承能一个人单挑他们, 玄机子很诧异。 玄机子看着李承道说道, 这次的修为似乎又提升了。 怎么可能? 在浮原楼时, 玄机子和龙承交过手, 那时候的龙承确实厉害, 但远没有强大到能单挑六个的地步。 当时玄机子和蒋辉两人联手, 龙承就有点打不过。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龙承居然又突破了。 玄机子心中暗道, 莫非真从内裤盗走了厉害功法。 他听说了一些消息, 但他不确定真假。 现在想想, 很可能是真的。 李承道没有继续说龙承修为的事情, 转而担忧地说道, 石勒转功为首了, 他不会顶不住吧。 于子明脸色凝重地说道, 皇上, 如果石勒打不过龙承恩。 临江城和采石城在激烈厮杀, 南梁和东周都有伤亡。 蒂洛西和蒂令仪是沙场老将, 他们平坚固守, 就是耗着南梁军队攻城的伤亡很大。 李承道心烦意乱, 叹息道, 石勒怎么会打不过一个太监? 玄机子三人不说话, 李承道过了许久才说道, 传令前线保持威胁即可, 注意减少伤亡。 于子明拜道, 微臣领旨。 如果龙承和石勒打得不分上下, 甚至龙承打败了, 李承道就会调集重兵猛攻。 可现在石勒大败, 李承道担心石勒不是对手, 那自己就不该损耗太多兵力。 李承道心情很差, 起身说道, 于府国, 你来。 李承道往外走, 于府国立即跟上。 从玄机灌出来, 李承道脚步沉重地走回御书房, 于府国跟着进了房间。 让你查的事情, 如何了? 李承道让于府国查, 和龙家有关的人。 李承道想看看, 南梁还有没有人知道龙家功法? 于府国拜道, 查了, 当年清理得很干净, 没有人了。 李承道微微叹息一声, 失望地说道, 没有了呀。 当年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杀干净, 现在又后悔了。 退下吧。 于府国退出御书房, 一个小女孩模样的女子出现在房间里, 李承道说道, 告诉王威, 想尽一切办法, 牵制破坏龙承恩的战士。 这个女子是李承道和王威的联络人, 名叫小鱼儿。 小鱼儿拜道, 临旨。 小鱼儿立即离开金陵城, 往东周金师去。 东周, 金师, 聚金堂。 一辆马车急匆匆驶入后院, 压车的是御佛楼的李三娘, 身后跟着十几个精状的汉子。 马车到后院停下, 沈万金和黑风又宣三人站在那里。 李三娘立即上前拜道, 属下拜见楼主。 沈万金冷冷说道, 人呢? 李三娘立即指挥手下打开马车, 里面放着一幅棺木, 还有一个坛子。 我们赶到的时候, 就是这样, 孟兰烧得只剩下这几块了。 李三娘在旁边小心地禀报, 沈万金走上前, 掀开棺木, 看到两具干瘪的尸体, 看起来就像风干的肉腐一样。 右轩走上前, 打开坛子, 里面只有几根焦黑的骨头。 楼主, 一定是龙承恩毁尸灭绩。 孟兰这个贱人, 和龙承恩果然有奸情。 右轩说得很激动, 不知道是高兴, 还是气愤。 黑风却站在旁边不说话, 他看着风干一样的尸体, 说道, 楼主, 是不是他们? 沈万金脸色凝重, 说道, 西风城附近的天气不干燥, 不可能成为干瘪。 李三娘小心地说道, 启禀楼主, 当时前一天夜里, 刚刚下过大雨。 沈万金语气沉重地说道, 就算不下雨, 这么短的时间, 也不可能成为干瘪。 右轩走过来, 看到两具干尸, 诧异道, 怎么会这样? 沈万金看了一眼坛子的骨头, 微微叹息一声。 沈万金抬脚上楼, 黑风让人把尸体处理掉。 到了阁楼, 右轩说道, 楼主, 这是不是龙承恩干的好事? 沈万金微微摇头, 说道, 不是, 这是, 此事不要再提。 右轩有些不甘心, 说道, 万一孟兰娜见人金蝉脱鞘假死呢? 沈万金冷声说道, 本座说了, 无需再提。 右轩立即噤声, 说句。 右轩拜了一拜, 退出阁楼。 沈万金脸色难看得喃喃自语, 长生宗怎么会招惹到长生宗? 沈万金心烦意乱好久, 才拿起笔墨, 写了一封密令。 塞进竹筒里, 沈万金喊了一声, 让李三娘进来。 很快, 李三娘小心地推门进来, 拜道, 楼主。 沈万金把竹筒丢过去, 李三娘立即接住。 回去吧, 给烟双玉。 李三娘拜道, 属下领命。 退出房间, 李三娘不敢停留, 立即带着随从回西丰城。 小行夜宿, 李三娘几天时间才回到西丰城。 进了御佛楼, 上楼找到烟双玉, 李三娘看起来非常疲惫, 身上的衣服满是灰尘, 头发也灰扑扑的。 怎么这么急? 弄成这样? 烟双玉感觉有些奇怪, 这一趟走得这么着急。 李三娘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说道, 楼主让我立即返回, 我不敢逗留。 这是楼主的密令。 李三娘拿出竹筒, 燕双玉接了竹筒, 打开密信, 看沈万金到底说了什么。 展开密令, 燕双玉看得脸色微变。 怎么了? 又有难做的任务? 李三娘见燕双玉脸色难看, 以为沈万金又有什么难搞的任务。 燕双玉说道, 楼主说, 孟兰的事情就此算了, 不得再追查。 李三娘微微点头道, 二狗子和驴蛋的死状太诡异了, 居然成了干尸, 不知道是谁杀的。 看楼主的样子, 凶手可能比龙承恩更可怕。 一开始, 燕双玉和李三娘都怀疑是龙承毁尸灭迹。 但是从沈万金的反应来看, 此事应该另有其人, 而且这个人沈万金不敢惹。 燕双玉说道, 楼主说不再追查, 那就不再追查了。 你去休息吧, 来回跑了几天, 把身子洗洗。 李三娘下了阁楼, 自己去后院洗漱。 燕双玉拿着密信又看了一遍, 叹息道, 龙家功法。 我怎么问? 孟兰死了, 沈万金让燕双玉想办法窃取龙承的功法。 燕双玉也感觉头疼。 想了半天, 看后院的桃花开了, 燕双玉写了一封信, 派人送往郑国寺。 郑国寺。 福慧正站在山顶, 指挥一帮僧人和铁药子重新建造大殿。 龙承打算重建郑国寺, 但供奉不再是归一佛, 而是观世音、阿弥陀佛。 想灭掉西夏, 必须灭掉归一佛, 把招提寺压下去。 龙承想过用道门取代佛门, 对于这些秃驴, 龙承实在没什么好感。 但西夏的百姓更喜欢佛门, 龙承为了早点拉拢, 想着先用佛门, 然后再慢慢换成道门。 这座是大殿, 你们要用心? 福慧身穿袈裟, 俨然已经是郑国寺的方丈了。 吴剑带着韩子平三人从山下走上来, 往龙承的房间走去, 福慧立即点头哈腰行礼。 吴将军! 福慧方丈, 吴剑笑呵呵打个招呼, 福慧现在就是条哈巴狗, 吴剑跟他打招呼, 就像斗狗一样。 进了房间, 张倩几人正围着桌子计划后续的进攻。 老吴,坐。 龙承指了指旁边的位子, 吴剑却在对面坐下来, 笑道, 那是他们的位子。 韩子平三人识趣地在吴剑旁边坐下来。 龙承笑道, 那就你们坐吧。 张倩五人在旁边坐下来。 龙承指着地图, 说道, 石勒打算固守扬城, 阻挡我们往西进攻, 他们现在的兵力又快到了四十万, 扬城周围的防御一直在加强。 你们有什么看法? 吴剑说道, 这个石勒这么快, 又纠集了这么多人, 真有本事。 韩子平吐槽道, 身为一国之君, 居然用谎言蒙骗百姓, 真无耻。 他们都知道, 石勒能短时间征集这么多兵马, 全靠赵伦的计策。 说龙承要把西夏男人全部淹了, 然后霸占他们的妻女。 龙承笑道, 但必须说, 效果真的好。 何军陶说道, 大人的计策也起作用了, 西夏内部的豪墙在闹市, 朝中那些大臣也给石勒上奏, 抗议石勒给殿户土地。 要说土地多, 朝中的大臣最多, 他们的反对最激烈。 龙承说道, 说正题吧, 你们打算怎么办? 吴楚楚指着地图说道, 从镇国四往西, 必须经过阳城, 如果不能把阳城攻下, 我们就无法继续深入。 所以, 阳城这场硬仗, 不得不打。 白婷婷说道, 强攻阳城不明智, 石勒把阳城修建得那么厚实, 我们强攻的后果, 就跟石勒强攻镇国四一样。 我建议和上次一样, 带一些骑兵绕道进入西夏腹地, 吸引阳城的兵力出来, 最好不要攻城。 吴剑微微点头, 说道, 白将军说的有道理, 最好能把阳城的兵力吸引出来, 攻城是下策。 龙城看着地图上的几个点, 阳城, 白廊山, 云城, 盘河行宫, 新庆城。 吸引出来, 怎么吸引出来呢? 如果我带数万骑兵绕到阳城, 进入西夏腹地, 石勒分兵十万围堵, 那我就被堵死了。 龙城看着地图说道, 白婷婷顺着龙城手指的路线, 微微摇头说道, 那就没办法了, 只剩下强攻一个选择。 龙城敲了敲桌子, 说道, 等我再想想, 反正做好了打吃酒瓶的准备, 镇国寺的春羹做好了, 我们就有足够的粮食, 慢慢耗吧。 周围的土地都种上了, 龙城做好了打几年仗的准备。 食乐死了那么多人, 又把金状抽掉当兵, 国库必然空虚。 到时候, 老百姓没饭吃, 军心不稳, 国内就乱了。 吴剑赞同道, 这也是个办法, 等着西夏内部撑不住。 咚咚咚。 房门敲响, 韩子平起身开门, 一个信使站在门口。 哇, 圣上来信了。 信使拿出一个主筒, 韩子平接了, 关上房门, 把主筒呈给龙城。 打开主筒, 龙城看了女帝送来的信, 高兴地说道, 我们在这里打了圣仗, 李承道退兵了, 洛西和另一那边的情况好转了。 龙城把信给吴剑, 大家看了都很高兴。 大人说得没错, 只要我们这边打了圣仗, 李承道就不会拼命帮西夏了。 吴剑非常高兴, 这和龙城的意料一样。 龙城说道, 李承道的目的是侧应西夏, 牵制大洲的兵力。 现在食乐吃了两场大败仗, 已经转攻为首, 李承道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了。 张倩说道, 那李承道肯定在担心, 我们灭了西夏后, 转头进攻南梁, 他该考虑如何应对了。 龙城说道, 我们必须早点想办法再打一仗, 攻下阳城, 如果一直拖着, 李承道会以为我们无力再战。 如果李承道这么认为, 肯定还会再进攻。 龙城必须想办法再打一个胜仗。 张倩, 唐黑子, 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阳城。 龙城点了他们两个, 这两人都是骑兵出身。 吴剑问道, 大人要亲自去看看阳城的防守。 龙城点头道, 对, 不去阳城亲眼看看, 想不出办法。 白婷婷说道, 我跟大人一起去, 我反正不同兵, 在这里也没什么事情。 张倩四人平时要捅兵, 白婷婷因为不会, 所以不怎么带兵。 好, 你们三个跟我一起去, 只带两百逆灵军。 说到这个, 龙城对吴剑说道, 老吴, 上次战斗损失了不少逆灵军, 你再精选一些人出来。 吴剑说道, 再选了, 不过逆灵军都是精锐, 补上没有这么快。 二十万龙家军, 才选出三百逆灵军, 那是精锐中的精锐。 上次死伤差不多一百, 想要再补上, 没有那么容易。 龙城点头道, 不急, 慢慢来, 逆灵军再精不再多, 命缺无烂。 龙城要的是精锐, 不是烂鱼充数。 好了, 现在就走。 龙城起身, 大家跟着起来, 出了房间, 张倩和白婷婷 回去川凯甲拿兵器。 这时, 一个探子上来, 对着何君陶说了几句。 何君陶立即走过来, 对龙城说道, 大人, 燕霜玉有急事, 请您过去一趟。 龙城眉头一皱, 问道, 燕霜玉找我。 什么事? 这些时候没什么事情, 燕霜玉突然找自己干嘛。 发骚了。 何君陶说道, 来人送了信过来。 说着, 何君陶把燕霜玉的信 递给龙城。 龙城展开看了, 笑了笑, 说道, 告诉那人, 过两天再说。 燕霜玉信上说, 玉佛楼的桃花开了, 请龙城过去喝酒赏花。 这哪里是赏花, 就是发骚了。 对于燕霜玉的头怀送抱, 龙城始终保持警惕。 做事如此殷勤, 必定受了沈万金指使。 龙城不知道燕霜玉 到底在图谋什么, 他不会轻易对燕霜玉下手。 君子好色, 好之有道。 不能稀里糊涂 掉进别人的陷阱。 张倩和白婷婷穿好了铠甲, 龙城说道, 出发。 杨城走一趟。 对于燕霜玉的头怀。 很危险。 就是为了燕霜玉的头怀。 让我感受到辕霜玉的头怀。